由火星小说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 主播 法凡 跟军装女孩达成协议后 许久善也没有再跟她计较 缴了她的武器之后便爬了起来 说实话 即便她现在想跟女孩计较 也没那个力气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在这一刻 许久善感觉身体有些虚弱 而且 这种虚弱还在慢慢放大 许久善能感觉出来 身上力气在不断地流失 照这样下去 用不了多久 她便会失去所有的力气 心中陡然生起了一丝疑惑 起身之后 她眉头紧锁 完全想不明白这是怎么了 没千千这时 也看出许久善的不对劲了 立马跑到她的身边问道 你是不是受伤了 许久善摇头 轻声说道 小梅 先把张老送到病房 全麻下去之后 她应该就能醒来了 大概也就半个小时左右 啥 张老能醒 梅千千看着许久善 一脸的不敢相信 她不知道许久善为什么会这么笃定 但从她语气中 梅千千听到一股强大的自信 这让她相信了许久善的话 嗯 他都这么说了 那张老肯定是能醒的 那她刚刚说的 她不掺和了 应该是想把救张老的功劳都给我 看来我错怪她了 这么一想 梅千千心里暖暖的 坚定的点了点头说道 推张老回病房 她这句话说完 一群人也没有再多说话 还说啥呀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 一个不好 很可能被那个比母老虎还凶的女人干掉 谁他们现在说话 谁就是傻子 这想法刚一出 刘亦农便冲进了手术室 指着许久善说道 你这个害死张老的凶手 你给我等死吧 我等你大爷 徐久善此刻已经不想再多说什么 看了刘亦农一眼 直接说道 那个母老 啊 那个大姐啊 记住咱们的赌约 我现在有点累 不想被人打扰 军庄女孩看了徐久善现在的样子 心里也是一阵的疑惑 你这哪里是累 分明是虚才对呀 虽然刚刚是我大意了 才着了她的道 但能接我几招也算可以了 她现在是怎么了 势敌已弱 跟我装 也不像啊 女孩的脑子急速运转着 到最后 她确定徐久善并不是在装 这才冷冰冰地说道 好 这半个小时内 我保证没人打扰你 听到这女孩的话 李国中刘亦农一群人有些懵 完全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 毕竟 徐久善跟女孩过招虽然凶猛 却用了不到一分钟 那个时候 李国中她们还没靠近手术室的门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女孩已经放话了 很是有先见之明的李国中乖乖地闭上了嘴 她闭嘴 可并不代表刘亦农会闭嘴啊 这老哥们早就按捺不住想弄死徐久善的心了 进门后 又看到徐久善很享受地靠在梅谦谦的怀里 顿时恼羞成怒 也没再去管身边的领导 他接着说道 什么半个小时啊 你这个害死张老的凶手应该立马枪毙 你 算什么东西 军庄女孩看了刘亦农一眼 一脸的寒意 听到这话 刘亦农扭头看向女孩 这一看 他顿时觉得周身一寒 就跟掉进了冰窖里一样 立马清醒了不少 这女人眼神太可怕了 冷不丁地打了一个寒颤 刘亦农立马低下了头 没敢再说一句话了 看到他那个样子 李国中心里也是一阵的鄙 刘亦农为什么这样 他这个当市长的 一眼就看出来了 只是不想戳破罢了 哼 白痴 你以为你是谁啊 一个市里医院的院长而已 我这个当市长的都没敢说话 你还敢乱叫唤 作死 李国中刚想完 就听女孩说道 都听她的 先送爷爷回病房 半个小时之后再定夺 还有 务必治好张叔叔 如果再出一点差错 我保证今天在场的人都会出事 这是女孩从出现到现在 说的最长的一句话 语气霸道 不容智慧 就连李国中听了都一阵的心静 这口气也太大了 他到底是谁啊 心里又是一苦 李国中彻底认了 好吧 活该 我没事找事 很快一群人便一声不吭地 随着救护床去了病房 然后一脸悲伤的手在那里默挨着 许九善现在已经虚到了极点 连走路都很艰难 完全是靠梅芊芊在抱着她 而且力气消失之后 她觉得她的精神也开始下滑 那种感觉就跟救过梅芊芊后的症状 很是相似 唯一的区别就是 这次没有再发高烧 为什么我突然会变成这样了 难道阎王那老杂毛 又在社会令上动了手脚 许九善很确定 她现在身体一点病都没有 而且这种现象是在丰田俊秀退出她身体后才发生的 所以只能跟射鬼令有关了 她记得阎王也告诉过她 这个射鬼令是不完美的 起码发工之前必须要先耍流氓 可问题是前几次用的时候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啊 难道是这次消耗功德有些多了 被梅芊芊扶到椅子上后 许九善便来个葛优躺 也没有再多想什么 那个样子在别人看来 别提多惬意了 别的不说 病房里除了张老在躺尸以外 就她坐着了 哼 这小子把张老弄死了 还跟立了多大功似的 简直可恨 一群人咬牙切齿 但也是敢怒不敢言 毕竟刚刚那位母 啊 是那位身份不明的大姐 已经发话了 半个小时内 不能有人打扰许九善 时间流逝 半个小时眨眼而过 而病床上的张老 还没有半点醒来的征兆 女孩看了眼手表 又看看身边的仪器 闭上眼睛 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缓缓向许九善走去 时辰已到 她该上路了 许九善此刻已经完全贪了 别说力气 就连精神也到了最低谷 如果不是凭着一股子 一力撑着 她早就昏睡过去了 看着女孩再次向她走来 许九善心里一阵无奈 大姐 你他妈就不能再稍等一下呀 凭她现在这个状态 别说反抗这个母老虎了 就随便来个孩子都能干掉她呀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女孩冰冷地问了一句 许九善很想跟她说声 再等等 奈何却根本开不了口 心里只能干着急 等了她三秒 女孩接着说道 既然无话可说 那你就去死吧 说完 她一咬银牙 举拳再次轰向了 许九善的太阳穴 滴滴滴 当军装女孩的拳头 距离许九善的脑袋 还不到一公分的时候 病房里响起一道滴滴声 接着就有一人惊呼道 哎呦 有心跳了 张老有心跳了 话音刚落 病床上的张老身体一颤 长长地喘了一口气 接着 她的眼睛便流下了两串眼泪 听到这话 军装女孩眼皮一跳 觉得自己有些急了 但拳头一出 现在想收回来 根本不可能了 她只能尽量地向下移 收力 这样一来 应该不至于把许九善打死 砰 快如奔雷的一拳 顶在了许九善的腮帮子上 直接把她掀倒在了地上 原本就要陷入昏迷的许九善 顿时 眼睛都没有睁开 便昏死过去了 唯一让人有些欣慰的是 在最后一刻 她还是说了一句 一言 就两个字 卧槽 许九善一倒 梅千千才反应过来 惊叫了一声 立马推开了军装女孩 蹲在了许九善的面前 快速将她抱在怀里 带着一丝哭腔的喊道 许九善 你没事吧 你 你别吓唬我 来人 快来人帮我救她 没人理会梅千千 所有人此刻 都一脸惊疑地 看向病床上的张老 军装女孩 在干到许九善后 也跑到了张老的身旁 激动地看着她 至于许九善是死是活 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 哇 病床上的张老 再次呼了一口气 嘴唇开始慢慢颤抖 很快 她便激动地说道 团长 你 你干嘛要把咱老张推回来呀 咱还想好好跟兄弟们聊聊天呢 啊 咋是了 咋是了 刘易农吓得尖叫了一声 一屁股坐在地上 六神无主地向门口爬去 整个病房就数她反应最大 当然 这也不能怪她呀 在老刘的潜意识里 张老早就是个死人了 心跳都他妈停了好几个小时了 现在突然能说话了 不是诈尸是什么 认为诈尸的可不止刘易农一个人 但其他人就算再害怕 也没有像他这样啊 依旧看着病床上的老人 秉息宁神 至于军装女孩 在刘易农下爬的那一刻 就攥住了张老的手 很激动地喊道 爷爷 你还活着 你真的还活着 真是太好了 他的话说完 张老慢慢睁开了眼睛 睁眼的第一刻 他并没有跟任何人说话 只是微微有些生气地喊道 小九 小九 你给老子滚过来 谁他妈让你把我救活的 老头子好不容易看到老兄弟了 你个兔崽子 你 你给我滚过来 要是许九善还能听到这话 肯定会不爽地跑过去 然后对老头说一句 那我现在就送你去见他们去 只是现在 九哥已经做梦去了 哪里还能听到他的话呀 哪个兔崽子呢 把他 把他给我叫过来 一阵喘息 张老气吼吼地说道 这一刻 所有人才知道 原来张老真被救活了 奇迹啊 不 这他妈简直就是神迹啊 谁能想到 一个心跳已经停了好几个小时的人 还能活过来 而且一醒过来 就能开口说话 这尼玛简直不可思议啊 这个嘴上毛还没有长齐的小医生 真是太厉害了 当真拥有起死回生的医术啊 一众人当时就激动了 尤其是李国中 原本他还以为 这次离降职不远了 但现在 哈哈哈哈 不但不用降职 还真跟张家搭上了线 以后 当真是前途无量了 也没有再多想 他这个当市长的 立马走到张大彪的面前说道 张老啊 您没事真是太好了 您是不知道 刚刚可把我们担心坏了 是啊 张老 您是不知道 刚刚 刚刚我们都以为您嫁恶了呢 对啊 那个给您医治的医生 可真是神了 这么难的手术居然都成功了 简直 所有人都乐呵呵地称赞着徐九善的丰功伟绩 但却没人真的去关心他 只是想着能先跟张老混个脸熟 比起这些人来 于勇就有良心多了 在人群中 现在就他最激动了 比军装女孩还要激动啊 他知道 他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 这次徐九善治好了张老 他这个举荐人 会毫无阻碍地坐上副院长的宝座 嘿嘿嘿 老天真是开眼了 老子这一次赌对了 老子要成副院长了 虽然无比喜悦 但他也没被喜悦冲昏了头脑 在张老清醒的那一刻 他就毫不犹豫地冲到徐九善的身旁 再次跟他站在了一起 于勇很清楚 这次大劫全是徐九善的功劳 也是张老的救命恩人 张家这根粗腿 就算徐九善不想抱 人家也会硬往他怀里塞的 到时候 有了张家的支持 徐九善能差 虽然分一杯羹就够他吃的了 所以他必须做出样子来 更能确保徐九善 能平平安安地活下去 只要他活着 才有更多的好处呢 副院长只是一块踏板 他还要向更高更远处攀登呢 想明白这个后 于勇立马开始检查徐九善的病情 这一检查 他立马就放心了 轻声说道 秦秦 你先别哭了 他只是累晕了而已 没有大碍的 帮我送他去病房 好 说完 他便背起了徐九善 然后也没有再管任何人 直接向门口走去 一群人也懒得注意这三人 依旧殷勤地跟张老套着近乎 当然也没少夸赞徐九善 神医啊 张老啊 徐医生真是神医啊 对啊 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不一般了 也相信他一定能治好张老 那可不是啊 姓许的医生都很厉害呀 我记得前段时间 震惊一谈的世界第一刀 好像也庆许啊 这话一出口 一群人愣了 世界第一刀 操 世界第一刀可不就是叫徐九善吗 乖乖 原来是他呀 难怪他这么有把握了 靠 赶紧巴结呀 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了 想明白这个后 他们立刻开始寻找徐九善的身影 结果一看 人不见了 咦 徐医生呢 对啊 刚刚不是还在这里吗 一群人环顾病房一眼 也没有找到徐九善的身影 唯一知道徐九善已经离开的 只有军装女孩 他现在心情很是复杂 张老能醒过来 他很激动 同时也为误揍了徐九善 而感到愧疚 最主要的是 他还跟徐九善打了赌啊 一想到那个赌约 岳飞燕就一阵的后悔 心里直犯嘀咕 这种虚惑 我可不嫁 什么狗屁神医啊 把那小子给我叫过来 老头子今天打不死他 张大彪可不知道 徐九善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只想着搞他一顿 让他自作主张 就行老子 不过能活下来 他也是很激动 打死徐九善 他也就是说说 毕竟刚刚在梦里 团长也说了 老张啊 你老小子可得好好活着呀 咱一帮老兄弟 现在可就指望着你了 逢年过节给上碗酒 递干烟了 操 不过现在的烟哪 真他娘的难抽啊 不如自己卷了箱 想到自己还有这个使命 张大彪顿时消了气了 扭头看向岳飞燕 小燕子 小九他人呢 燕燕 那个 那个人被我奏婚了 岳飞燕尴尬地说道 一脸的虚晃 他哪里知道 其实刚刚他那一拳 真的收得很好 力道还不足以打婚一个人 许久善只是自己昏过去的 也正是这个原因 他才觉得许久善是个虚货 听到岳飞燕这话 张大彪嘴角一抽 走晕了 你这丫头 好端端地干嘛打人呢 这话问出 岳飞燕接着说道 我 我以为他把您给治死了 就 就想弄死他 那个 张爷爷 您别生气啊 等他醒了 我给他赔礼道歉 你刚醒过来 先好好休息 还休息啥呀 你把我气死得了 瞪了岳飞燕一眼 张大彪美好气地说道 小燕子 不是爷爷说你啊 小姑娘家家的 就不能淑女一点 你爷爷是个标货 你也跟着学 标货 岳飞燕只想笑 堂堂一个军区司令员 被人说是标货 这世上 也就这老头有这个胆子了 而且就算是听到了 也只能陪着笑脸说 首长说的事 我就是个标货 好吧 谁让爷爷是张老带出来的兵呢 还是他的警卫员 岳飞燕低头 一脸无奈地翻着白眼 也就是在几个老家伙面前 他才会表现出这么一面 外人面前 呵呵 燕子可就不是燕子了 那就是一只可以啄瞎老虎眼睛的母鹰啊 见这丫头也不说话了 张大彪叹了一口气 这才开始跟其他人客套一番 到最后 因为身体有了一丝疼痛感 又加上天色已经很晚了 便把他们打翻了出去 出了张老的病房 市长李国中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突然想起许久善 做手术时说的一句话 今天玩的真是心跳啊 李国中苦涩一笑 立马扭头看向了他的秘书长 说道 走 去看看那位世界第一道 要是没有他 今天张老就真的要嫁鹤了 是啊 简直是力挽狂澜 嗯 回头你好好了解一下他的身份 这样的人才 咱们一定要大力扶持啊 好的 李市长 秘书长点了点头 跟着李国中 向许久善的病房走去 只是去了才发现 他还处在昏迷当中呢 也就没有再打扰 简单跟梅谦谦说了几句 便离开了 市里三月院长办公室 刘义农此刻 生无可恋地坐在椅子上抽着烟 老刘同志现在满心的惊恐啊 惊恐到直接想死 他怎么也没想到 许久善真的把张老给救活了 更没想到 他就是现在的世界第一刀 如果刘义农早知道许久善的身份 打死他也不敢招惹他呀 现在好了 人已经被他给得罪死了 连想都不用想 老刘就知道 他是在劫难逃了 只要许久善真跟他较真 就他这些年犯的事 就算判不了无期 也得弄个十几年的劳改吧 滚蛋啊 他咋就没被那个叫月飞燕的 小娘们弄死呢 心里一阵的愤恨 但刘义农也只能愤恨 现在他只能想想该怎么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很快刘义农就想到了于勇 毕竟许久善是于勇两口子弄来的 找他求求情应该有用 这么一想 刘义农也没有再等 立马拨上了于勇的电话 这个时候 于勇还在病房里守着许久善呢 比梅千千都阴晴 先是给许久善擦了擦身体 然后便开始给他按摩放松 整得就跟是许久善的亲儿子一样 老于这丝可以说是相当有料了 老婆拱手送了人 现在又给人家当儿子 而且还当得特别带劲 如果许久善愿意 他会毫不犹豫地跪地磕头 然后乖乖叫声爸爸 顺便叫梅千千一声妈 好吧 谁让他这么看重权力呢 梅千千看到于勇这个阴晴样后 心里又好气又想笑 也发现这么多年 他压根不了解这位丈夫 原来他这么乖张啊 梅千千不屑一笑 也乐得自在 有这货在也正好省些力气 很快 于勇便接到刘玉农的电话 并得知 他已经被内定为下一任的院长的候选人 明天正式成为副院长 过渡一下 等他老刘退休了 院长就是他的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 于勇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感恩戴德地说道 谢谢院长 我一定不会辜负医院的栽培 哈哈哈哈 小于啊 不用这么客气 这本来就是你应得的 如果不是找来许医生啊 咱们全医院都跟着犯难 对了 小于啊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许医生是世界第一刀了 刘易农问这话的时候 想起李国中质问于勇时 于勇说的话 他说许九善是个高人 只是为人不喜欢高调 不想让人知道他的身份 所以他才肯定于勇 一定知晓了许九善的身份 结果他这话刚问出 于勇就懵逼了 世界第一刀 他是世界第一刀 一瞪眼 于勇更加喜出望外 难怪他敢接这颗烫手的山芋 原来他就是那个 新进的世界第一刀啊 千千还真是厉害 居然会认识他 呵呵一笑 于勇不知道也装知道了 嗡了一声说道 嗯 院长 现在他还在昏迷当中 我得照顾他 要是没什么事 没等于勇把话说完 刘易农立马说道 哎 小于啊 今天事情都是误会 你能不能帮我跟许医生求求情啊 让他高抬跪手 好说 我会跟他说的 好 小于啊 我很看好你 你可别让我失望啊 谢谢院长 说完 于勇便挂断了电话 一脸的不信 刘易农为什么给他打电话 他很清楚 不过他也相信 许九善应该不会跟这种货色计较 除非老刘还不知死活的去打没千千的主意 也没有再多想 于勇再次走到了许九善的身边 给他捏起了腿 窗外 一颗流星突然划过 昏迷的许九善 莫名地皱了皱眉头 他做了一个梦 梦到了一颗流星 许九善看到那颗流星 从空中直直落下 很快便落到他的头顶上方 距离他还有大约一米的时候 流星便停了下来 许九善抬头 看着这颗即便停下来 还带着尾巴的东西 心里一阵的惊异 想着要不要先许个愿呢 人家都说看到流星许愿很灵 也不知道梦中的管不管用啊 也没再管别的 这次在梦中立马闭上眼睛 默默地许了一个愿 然后那颗流星就直直 砸到了他的脑袋上 硬生生把他砸醒了 靠 还真你妈是个梦啊 睁开眼 许九善一阵牙疼 心里那叫一个不爽啊 老子不就是做梦许个愿吗 你又何必把老子砸醒呢 不对 老子脑袋是真疼啊 难道 这么一想 许九善一脸的惊讶 扭头一看 他看到一脸尴尬的愚涌 手里还拿着小按摩器 很心虚的说道 老许啊 不好意思啊 一时没拿住 砸到你了 感情砸老子不是流星 是你的按摩器啊 来 小东西 你过来来 老子保证不打死你 要不是身上还没有力气 许九善肯定会抱起赏他一顿梨花海棠 不把他敲得满头大包 绝不罢休 没脾气地看了鱼勇一眼 许九善说道 给我来根烟 抽什么烟啊 连手都抬不起来 还抽烟 说这话的 自然不是鱼勇 就算现在 再给他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呢 看着梅千千 许九善笑道 小梅啊 你现在就是我的手了 就一根烟 我要想点事 不抽烟脑子不好使啊 想什么事啊 想什么事 许九善自然不会告诉他了 这对于他来说 是最重要的秘密 即使是在信任的人 都不能说 现在 许九善很确定 他这次虚脱昏倒 肯定是跟射鬼令有关了 至于问题出现在哪里 他不知道 也没打算去问阎王 因为他知道 就算问了 以那个老杂毛的品性 也不会告诉他答案 唉 看来以后要慎重了 这东西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能再用了 尤其是面对敌人的时候 如果做不到一击必杀 哥们就凉了 现在连个小孩 都能轻松把他干掉 更别说其他人了 想什么事 你告诉我呀 梅千奇的问话 打断了许九善的思路 无语的他 觉得现在想也白想 就说道 哎呀 就是想找个借口抽个烟 不让抽就算了 睡觉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明天我再过来 于勇很有眼力劲的 微微一笑 转身出了病房 当他一走 许九善坏坏地 看下了梅千千 说道 嘿嘿 小梅 睡觉了 哦 你睡就是了 我又不困 现在不抱着你 睡不着啊 听到他这话 梅千千撇了撇嘴 还是乖乖地走了过去 靠在许九善的身边 从遇到许九善开始 梅千千就觉得 他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人们总说 平平淡淡才是真 但在他看来 跌宕起伏 才是生活的真理 那些说生活平淡才是真的人 大敌只是自我安慰罢了 没有一些惊喜刺激的生活 哪有什么生活仪式感 就跟现在一样 梅千千觉得 这短短几天的经历 就比他前二十多年的经历 要更加的充实 经历死亡 重获新生 在遇到许九善在一起 所享受的刺激 梅千千发现 他有些停不下来了 很想一直跟这个男人在一起 很想去了解 跟他有关的一切 这么一想 他的小心脏 又开始砰砰乱跳 手不自觉地 抱住了许九善的脑袋 然后让他轻轻 枕在他的腿上 许九善能看出 他的心理变化 也知道 他肯定充满了 强烈的好奇心 就问道 是不是很想知道 我是怎么救活张老的 梅千千看了他一眼 轻轻点头说道 嗯 我想不明白 张老明明心跳都停止了 为什么还能醒过来 这在医学上 根本没法解释啊 嘿嘿嘿 请我一下 我就告诉你 许九善怪怪一笑 他现在也没有了力气 不然早就自己动手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想着跟梅千千黑朽 这种感觉 可不单单是什么异性相惜 就跟中了毒一样 一旦不弄上两下 就浑身难受 当然 这些许九善是感觉不出来的 他唯一感觉的 就是小梅好美啊 好想爱他呀 而且他确定 他现在是喜欢他 却也仅仅是喜欢 听到许九善的话 梅千千看了他一眼 低头啃了他一口 然后红着脸说 现在可以了 告诉我吧 嘿嘿 很简单 就是我的医术 已经达到起死回生的境界 比华佗还要厉害 你就不能不吹吗 梅千千一阵无语 刚想趁着他生病 言行逼供一下呢 却看到许九善打了一个哈欠 脸上再次浮现出一丝疲惫 就问道 又困了 唉 嗯 又累又困难 那就睡吧 就在许九善闭眼的那一刻 几千里外的一处深山山洞里 一个身穿白袍 胡子很长的老者 猛然睁开了眼睛 山洞很怪异 顶上镶嵌着一颗硕大的夜明珠 将整个山洞照得如白昼一般 四周石壁刻满了文字和图案 很难辨别记载的是什么东西 老头盘膝面壁而坐 在他的身后 同样站着一个身穿白袍的人 不过 这人脸上 却戴着一副很猙獰的黑色鬼面 看上去阴森森的很吓人 而且让人惊恐的是 面具之上的两个眼洞 空洞又黑 就像直通地狱一般 这是一个女人 即便穿着宽大的白色长袍 也依旧无法掩盖 她那曼妙的身材 白胡子老头闭眼时 他就已经在这里站了很久了 但从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就好像只要老头不睁眼 他就会一直这样站下去一样 老头此刻正在看他眼前的一副图案 满脸深沉 右手手指捏着兰花纸 大拇指时不时地点一下其他手指的指度 片刻之后 她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声音有些沙哑地说道 行为一动 变数一生 是我大意了 那个早在十八年前 就已经出生的大变数 已经入室了 她现在在哪儿 叫什么名字 白袍女人说话声音很好听 带着一股子让人心痒难耐的魅惑 就是语气有些冰冷 让人有些心静 仿佛她的话 就如同寒夜坠冰一般 我看不透 就像我不知道她生命来自哪里 又将去往何处 老头说完 又慢慢闭上了眼睛 白袍女人并没有再问任何 眼神依旧深邃空洞 似乎还带着一种深沉的思考 片刻之后 她对着老头行了一礼 转身消失在洞口 快得就跟一道风一样 鬼魅异常 百达集团 昨夜烂醉如泥的谢总 此刻一脸悲愤地打着电话 经历过昨天那场打击之后 谢宇柔看开了很多 决定将心铺在事业上 当然 让她做出这个决定的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许子文的一个电话 她告诉谢总 她的金牌团队将于明天到达兹州 并开始协助谢总建立制药厂 一听到这个消息 谢宇柔便麻了爪子了 这件事 她已经跟许子文敲定 所以自然不会反悔 而且谢总也想尽快把这事情办妥 然后再安安心心地去看巴黎画展 可问题是 现在的赔偿款却始终要不回来 没有赔偿款 别说建厂子了 拿啥给员工发工资都是个大事 虽然百达现在 还没沦落到开不出薪水的地步 但一直拖下去 肯定是不行的 而谢宇柔这个老总 只要把赔偿款的事情敲定 再在大方向上把控一下 百达集团才能更上一层楼 为了这事 今天她一大早便带着下山去了财务局 和和气气地跟张继科谈了一次 并承诺会送给老张一次愉快的夜生活 如果是放在之前 谢总要是这么办 张继科肯定也就答应了 但现在老张同志因为谢总骂他 而感到相当的气愤 死活就要下山陪他 您不同意也行啊 赔偿款自己看着办吧 老子就是不给你办 谢总自然不会因为这个 让下山去出卖自己 而且就算他想 现在下山也不同意啊 一场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 到了公司后 谢宇柔差点没愁死啊 也正是因为这些事情 他彻彻底底地忘记了 许久善这号病人 一直到现在 谢宇柔的眉头已经拧成了一团 所有的伤心事 一股脑的全涌上了心头 有那么一刻 微微有些心凉的他 都决定 亲自去陪张继科那个混蛋了 但一想到老张那长相 他便立马打消了念头 决定给老张一颗重磅炸弹 这才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接到他电话后 张继科还以为谢总 要跟他投降了 就笑呵呵地问道 呵呵呵 谢总啊 您这是想通了 张科长 只要您能把赔偿款的事情 帮我搞定 我送您一张金豪会所的会员卡 怎么样 一听这话 张继科是真心动了 金豪会所是个什么地方 相信资州的男人都知道 那可是男人的天堂 小富婆的战斗场啊 里面那些姑娘啊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你找不到的 只要有钱 获得任你挑 当上科长后 张继科有幸去过几次 简直爽得停不下来 好几次都是嗑药 才坚持完战斗的 一想到那种滋味啊 老张就有些把持不住了 把持不住归把持不住 老张也没傻到 会答应谢总的要求 他这人虽说不怎么聪明 但做事一向小心 从来不会给人留下任何的把柄 毕竟科长才当上 他可不想被一录到底 所以贪财好色的老张 每次收取贿赂的时候 都很小心谨慎 而且一般不会收太多 而现在谢总要送给他的东西 就让他起了疑心了 要知道金豪的一张会员卡 就算最普通的 一张也要十几万 一旦持卡进去之后 在对应区可以随便玩 一年之内都免费 前提是你自己能吃得消 一旦这卡他接了 就会留下不小的把柄 到时他要是帮谢宇柔 把事办妥了 这娘们再倒打一耙 那就完了 小心无大错 但张继科还是想错了谢宇柔 现在谢总只想要赔偿款 才没有对他打什么歪心思呢 也没有再多想 张继科甘笑了一声 果断地拒绝了谢总 东西虽好 享受不起啊 被老张再次拒绝 谢宇柔彻底没了辙了 直接叹息道 哎 张继科甘 你这么为难我 就不怕我会举报你吗 哟 软得不行 又要跟我来硬的 张继科不屑一笑 问道 谢总啊 您举报我什么呀 收取贿赂 证据呢 张继科 你不要得意 我早晚会 谢总啊 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行为吗 公然污蔑 这可是要持官司的 我大人有大量 也不跟你计较了 以后说话一定要注意措辞 好了 你好好准备手续吧 要是不全 别想拿到钱 这么说 老张自然是害怕谢总录音了 他相信 哪怕他现在再怎么隐晦 谢总都能明白他的意思 也没有再废话 张继科立马挂断了电话 听到手机的嘟嘟声后 谢宇柔差点没炸了 直骂张继科臭不要脸 但骂完之后 却跟个双打了的茄子一样 就在这时 夏山走进了办公室 为了赔偿款这事 夏山也是寝食难安 所以下班之后 也没有着急离开 现在他已经知道 谢总的新兴计划 也知道 明天百达将会迎来一支专家团队 所以 谢总能这样 他也很理解 要是放在以前 夏山说不定 会为谢总挺身而出 满足了张继科 可现在他不想了 因为他的心里 已经有了个混蛋 虽然那个混蛋 不怎么招人喜欢 可这又如何 我喜欢就行了呀 只要他在心里一听 我就是他的 别人谁也别想碰 夏山是这么想的 所以进门后 原本他还想安慰谢总几句呢 结果话到了嘴边 却变成了 谢总 您不要着急 徐久山一定会有办法的 徐久山能有什么办法 我去 咋就把这货给忘了呢 谢总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 心里那个无奈呀 哎呀 真是多事之秋啊 这混蛋 咋就没被烧死呢 想是这么想 不过谢总 也就是发发牢骚罢了 他现在 可不会眼睁睁 看着徐久山死去 再不济 这货也给他弄了一张 巴黎画展的门票不是 不过现在破事这么多 他可没工夫去照顾他 毕竟 明天还要接待文姐那边的人 他这个老总 要是不出面 会显得很不好 而我要是不去 该找谁去呢 这么一想 谢总便把目光 盯到了下山的身上 被谢总这么一看 下山也意识到 刚刚嘴突露了 翘脸一红 小心脏一阵的乱跳 哎 我 我咋又提这个混蛋了 这下可完了 谢总肯定更生气了 这么一想 他立马结巴道 谢 谢 没等下山把话说利索 谢宇柔 立马走到了 他的身边说道 珊珊姐 谢什么谢 我该谢谢你的 那个 你能帮我个忙吗 帮忙 听到谢总的话 下山的心就 咯噔了一下 他现在 比谁都清楚 谢总想要什么 而现在谢总 求他帮忙 肯定是要他去 陪张继科了 一想到张继科那张嘴脸 下山就无比的抗拒 连想都没想 立马说道 对不起 谢总 这个忙 我不能帮 您知道的 我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哈 正因为你喜欢他 本总才给你创造机会啊 一阵牙疼 谢宇柔很快便反应了过来 直到下山肯定是想歪了 就没脾气地说道 珊珊姐 你想什么呢 我是想让你去照顾一下 许久善 照顾许久善 下山当时就懵了 许久善怎么还需要让人照顾了 难道他是生病了 没等下山把心里的疑惑问出来 谢宇柔接着说道 珊珊姐 她现在得了重病 急需要人去照顾 本来吧 应该是我这个当姐姐的去 但公司这么多事情 离开了我肯定不行 你就行行好 去照顾照顾 顺便培养一下感情 培养感情 下山翘脸一红 哼 我才不想跟她培养感情呢 不过谢总都这么说了 那我 那我就去照顾她几天吧 珊珊姐 行不行吗 谢宇柔拉着下山的手 很意外地撒了个娇 好的谢总 我明天就去 就知道珊珊姐最爱她了 啊不 是最好了 黑黑一笑 谢宇柔戳了戳下山的胸口 然后假装很平淡地说道 嗯 那你就帮我安心地照顾她吧 这两天公司的事情 你就不用管了 好 那 那我先回去了 谢总也早点回家吧 说完 下山便收拾了一下 出了公司 等她一走 谢宇柔的脸再次忧郁了起来 背着手走到窗前 夜已深 她现在应该睡了吧 也不知道她这次来资州要做什么 柔长白转 谢宇柔的脑海再次浮现出那个人的身影 虽然昨天她伤了她的心 可她就是忘不了她 哎 想这些干嘛呀 现在还是想想该怎么对付张继科吧 不对 是该想想接待人的事 使劲地摇了摇头 谢宇柔把那个人的影子 强甩出脑海 然后坐回椅子上 对着电脑忙碌了起来 一直到凌晨 她才走出了公司回了家 第二天 许久善一大早就醒了过来 经过一整夜的沉睡 她终于恢复了一丝力气了 慢慢从床上坐了起来 她看了眼身边的梅芊芊 然后轻轻摸了摸她的脸颊 被许久善摸了一下 梅芊芊悠悠转醒 然后揉了揉轻松地睡眼 轻声说道 你饿了吧 我去给你买点早餐 这话刚说完 于勇就走了进来 笑呵呵地说道 哎呀 买什么早餐啊 这是我做的 你俩趁热吃啊 说着 她便将东西放到了桌子上 然后又将桌子 搬到了病床前 给许久善和梅芊芊 各成了一碗粥 这才站到一旁 看到桌子上的早餐 和于勇这态度 许久善觉得 她真是个好人呢 不但把老婆送给了她 还这么照顾她 简直就是打着灯笼 都找不到的大好人呢 冲着于勇一笑 许久善说道 嘿嘿 老于啊 辛苦你了 不辛苦的 老许啊 这是我应该做的 对了 我现在已经是 市里三院的副院长了 这次多亏有你啊 啊 那真是恭喜你了 对了 张老怎么样了 很好啊 听他们说 张老现在很精神 一大早就醒了 还想过来看你呢 这话确实是 于勇听说的 而且事实也 确实是这样 只是她不知道 张老之所以精神 是因为给痛的 想过来看许久善 只是想搞她一顿 让她陪她一起痛 一顿早饭吃得很温馨 三个人在一起 完全没有任何违和感 就跟一家人一样 不过 梅千千只是表面上平静 内心确实还有些别扭 尤其是于勇 在说她成了副院长后 梅千千很是恶心 一恶心 她就想恶心于勇一次 假如现在不是白天 假如许久善不虚的话 但梅千千还是忍住了 因为于勇刚刚盛情邀请 许久善去家里住 梅千千觉得 以后有的是机会恶心她 但她哪里知道 于勇既然这么说 便压根没把这当回事 早餐吃完 于勇把东西收拾好 便告辞了 梅千千今天也要坐诊 所以没过一会儿便离开了 她刚走没多久 岳飞燕便扶着张国强 走进了许久善的病房 昨天张国强差点就没撑住啊 还好她昏倒的时候 就在医院 而且身边有那么多医生 这才没粮 今天早上醒来 她知道老爷子被救活之后 差点没激动死 而且知道许久善 因为救老爷子昏迷了 更是愧疚 吵着要过来看看她 只是当他们走到病房的时候 却看到许久善在抽烟 小模样别提多享受了 哪里像有病的样子啊 更重要的是 许久善看到他们那一瞬间 就跟耗子见了猫一样 立马从床上蹦了起来 一脸警惕地问道 干嘛 还想弄死我呀 张国强可没想到许久善的反应会这么大 更不知道 他这话完全是对岳飞燕说的 连忙尴尬地说道 徐先生 你别误会 你治好了我爸 我怎么会害你呢 今天过来 就是想感谢一下您 以后许医生有什么事情 可以尽管开口 只要我能办到 一定尽力相助 说着 张国强立马弯腰给许久善鞠了一个躬 然后很诚恳地道了一声信 只是当张国强抬头的时候 许久善却没有放松警惕 依旧死死地盯着他们 这一下就把张国强给闷坏了 然后很奇怪地问道 许医生 你这是怎么了 你问他 说着 许久善指了岳飞燕一下 张国强扭头看了岳飞燕一眼 轻声问道 飞燕 怎么回事 从进门开始 岳飞燕就满心的别扭 看到许久善那个样子后 更是不爽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总想揍这小子一顿 只是碍于许久善对张老的救命之恩 他只能忍着 深吸一口气 岳飞燕看了张国强一眼 冷冰冰地对许久善说道 昨天是我不对 我给你配礼道歉 对不起 岳飞燕这话说得很快 而且语气也很强硬 弄得许久善是一阵的牙疼 靠 母老虎就是母老虎 简直能把人吓死 这么一想 他微微有些不爽 直接说道 这是道歉该有的态度 我咋觉得 你这是在给我催命呢 岳飞燕是真想要了许久善的命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他 从小到大还真没给人道过歉 这次能说个对不起 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可谁知道 许久善这小子这么得寸进尺 居然还敢出言不逊 岳飞燕脸色一领 就连张国强都有些心惊了 老张可是无比清楚岳飞燕的脾性 这姑娘也就长得像个姑娘 要是他真发起脾气来 这世上帽子还真没有几个人能压住他 别说他了 就算他亲爹都发出啊 一看到他脸色变了 张国强立马开始打圆场 甘笑道 徐医生啊 飞燕就是这脾气 你别见怪啊 要是他哪里得罪了你 我替他向你道歉 许久善这个时候 哪里还会理会张国强 在他眼里 还真没有惹不起的人 一个小娘们而已 还能上天咋的呀 再说了 佩里道歉是他自己说的 我也没为难他呀 让他态度好点有错吗 其实 他也不想跟岳飞燕计较 但就是看不惯他那张臭脸 省得就跟欠他钱似的 这么一想 许久善不屑地说道 咋 输不起啊 您大小姐好歹也是个 有头有脸的人物啊 咋说话就跟放内啥似的呢 你 岳飞燕听到这话 立马攥起了拳头 恨不得上去 把这个耸货揍个半死 但自小就格外要强的他 觉得许久善并没有说错 而且他之所以这么反感许久善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怕这个男人会赖上他 逼着他履行那个赌约 毕竟他可是岳家的大小姐 就算脾气差点 还是被男人争得头破血流 只要谁能娶了他 那就妥妥地可以少奋斗一辈子 好 我就给你道歉 但如果你真敢让我嫁给你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想了想 岳飞燕深吸一口气 弯腰很认真地说道 许先生 对不起 昨天是我的不对 我向你道歉 看到他这个架势 张国强的眼皮 没来由的一跳 乖乖啊 这还是我认识 那个岳家大小姐吗 不 飞燕这样 肯定是先礼后兵 怕是要动手了 可不能让他动手啊 张国强心里嘀咕着 刚想把他老爹抬出来 压压这丫头呢 却发现 他起身后并没有多余的动作 似乎是在真心跟许九善道歉 斜了门了 这简直就是 没等张国强想完 许九善便微微一笑 然后慢慢坐到了病床上 翘起了二郎腿 他现在也看出来了 母老虎肯定是在别扭 他那句随口而出的狂言 虽然九哥并没有把那句话当回事 但恶心一下他还是可以的 这么一想 他说道 哎 这不就对了 女孩子家家的 一定要温柔 可不能一言不合就动手 不然会没人要的 放你的屁 你没人要 我都不会没人要 再说了 我本来也不想让人要我 心里虽然恨得慌 但月飞燕还是松了一口气 许九善能说这话 这就说明 他并没有把那个赌约当回事 更没有想娶他 那就皆大欢喜了 现在礼也赔了 倩也到了 该撤了 本来他这一次就是请假出来的 今天无论如何都得回去 所以也没想再久留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看了张国强一眼后 月飞燕刚想转身呢 就听许九善说道 嗯 到晚见 咱们现在是不是该谈谈婚事了 谈婚事 谈啥婚事啊 张国强彻底懵逼了 不敢相信的看着许九善 心里是又好奇又害怕呀 他打死都没有想到 许九善跟月飞燕谈婚论嫁 在老张心里 月飞燕也是属于那种 没人敢要的女人 所以听到这话后 才会表现成这样 至于月飞燕 翘脸战红 银牙紧咬 已经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了 你一个癞蛤蟆 还真想要娶我呀 谁给你的底气呀 你真以为治好了张爷爷 我就会买你的账吗 想着 月飞燕也没有再说话 一脸杀气地向许九善走去 一看这母老虎又起了杀心 许九善心里当时就咯噔了一下 现在跟他动手 那是必死无疑呀 这么一想 他立马说道 你 你又想干嘛 嫁人的事情 可是你自己说的 我可没逼你啊 要是不想嫁 就直说就是了 我不会强求的 嫁 我当然要嫁给你了 我月飞燕 向来说话算话 绝对不会出尔反尔 说着月飞燕微微一笑 一把攥住了许九善的胳膊 这一下可是不轻啊 把许九善捏得那叫一个酸爽啊 只是强忍着没叫出来 许九善现在是无比的后悔 觉得就是在作死 要是知道这娘们是这反应 她才不会刺激她呢 现在她是骑虎难下 更知道如果反抗 会更加的酸爽 便甘笑道 那啥 我刚刚是在跟你开玩笑呢 像我这种小人物 怎么配得上月小姐您呢 咱们做朋友就行了 现在知道你配不上我了 早干嘛去了 月飞燕争鸣一笑 再次加大了手劲说道 别谦虚啊 许医生医术这么高明 长得也是一表人渣 啊不 是一表人才 小女子还觉得配不上你呢 呵呵 那个 你先 你先松手好吗 快断了 啊 不好意思啊 我都没有注意到 说着月飞燕便松了手 但脚却又开始横踩许久善的脚面 看到这两个人开始这样 张国强彻底的傻眼了 月飞燕能这样 他真是第一次见 而且绝对可以保证 他这是真喜欢许久善 不然 他才不会跟一个男人说这么多话呢 苍天有眼哪 这丫头终于有人要了呀 张国强刚想完 就看到许久善 直接翻到了病床那头 一脸无语的看着月飞燕 然后说道 月小姐 我真的是跟你开个玩笑 那个啥 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 还是做兄弟吧 做兄弟 行啊王兄 喝喝一笑 月飞燕只觉得 许久善是在骂他是个汉子 脸色再次一凝 向许久善扑去 他发誓 今天一定要把这个王八蛋 揍成半身不随 可就在他扑向许久善的那一刻 病房门口突然出现了一道身影 一道稍微有些微弱 却很戏谑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对 小燕子 揍他 把这个小兔崽子 揍个半身不随才好呢 病房门口出现的 自然是张老 虽然老头子才刚做完手术 但现在精神特别好 而且伤口的疼痛 比没做手术前轻多了 一大早起来后 觉得躺在病床上难受的他 便想着过来看看许久善 但一众人都不同意 生怕老头子的伤口会崩开 就拼命地阻拦 张大彪是谁啊 当年被敌人捅个透心凉 整整追了八十里都没皱一下眉头 更何况是现在呢 老爷子一旦倔劲上来 别说马了 就是来两辆动车都拉不回来 寻死逆活的 跟一群人抗争了好几个小时 到最后他还是赢了 说不 刚到许久善病房门口呢 就看到小燕子要杀人 老爷子那叫一个乐儿啊 恨不得也加入战斗 他是真想让小燕子揍许久善一顿的 可话说出来之后 岳飞燕居然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死活不动了 还很温顺地说道 张爷爷 我错了 你哪里错了呀 帮我揍他呀 张大彪一阵的无奈 刚要说话呢 张国强就一脸惊恐地跑到了他的身边说道 爸你咋还下床了呢 伤口万一崩开了 崩开了就再缝啊 多大点事啊 死都死不了 还在乎这些 爸你 你教我说你什么好啊 说什么都拉倒 你闭嘴吧 白了张国强一眼 老爷子又看向了许久善 然后指着他说道 小九 你这个兔崽子 干嘛把老子治好 靠 治好你还有错了 老头 你是不是飘了 心里一阵无语 许久善看向他说道 是 张老 这都是我的错 我就应该让你量了 要不 我现在送你老一程 一听这话 张大彪愣了 再送我一程 你试试 看看你还有这个本事不 不过 这话听着舒服啊 比那些阿谀奉迎的套话 官话 好听多了 就跟当年老兄弟们在一起一样 谁还没骂过几句狗日的呀 老子当年就骂过团长 结果挨了三脚 想想屁股都疼啊 不过 真想再挨上三脚啊 一句话 再次牵动了张大彪的心 让他的思绪 一下子又回到属于他们那个年代 烽火连天 枪炮纷飞 鲜血和白骨 国义和亲情 不知觉中 他的眼圈微微一红 然后有些哽咽地说道 小九啊 咱老张 这次谢谢你了 张老客气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没有你们 哪会有现在的祖国呀 呵呵呵 是我太客气 还是你太客气了 小兔崽子 叫老子一声爷爷 你会死吗 呵呵 爷爷 许久善是真没了脾气了 看着这个性情的 不能再性情的老头 心里一阵的暖意 这声爷爷一叫 张大彪很高兴地答应了一声 然后又看向岳飞燕 在这个病房里 他最喜欢的 就是这两个年轻人了 小燕子是他看着长大的 不是亲孙女 圣子亲孙女 他老张家孙子辈的 都是带把子的 唯一一个亲孙女 说不定早就挂了 所以他才会把小燕子 当成亲孙女 岳飞燕也把张老 当成亲爷爷看待 而且比亲爷爷还亲 看了几眼之后 张老悠悠地说道 小燕子 刚刚我可是在门口听到了 你说你要嫁给小九 我 我就是随口一说 敲脸一红 岳飞燕支支呜呜地说道 爷爷 我 我逗他玩的 哦 可是小九当真了呀 许九善的眼皮一跳 立马摆手说道 啊 张老 啊不 爷爷 你可别乱说呀 我可真没当真啊 啥 你说小燕子配不上你 我他妈哪里说这话了 也没多想 他立马说道 是我配不上岳小姐 哦 你愿意呀 那就好 小燕子你呢 我可听说 这是你跟小九下的赌约呀 不能不认账吧 说着 张大彪又看向了岳飞燕 一屋子的人 现在都无比的头疼 心里暗骂张老师跟脚屎棍 乱点鸳鸯谱 但即便是这样 也没人敢开口说什么 岳飞燕现在 真是有些骑虎难下了 被张老这么一脚 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心里很憋屈地想到 打赌还不是为了你 现在倒好 你还帮着外人为难我 不就是愿赌服输吗 我岳飞燕还输不起咋的 这么一想 岳飞燕也硬气了 到最后直接说道 张爷爷 我才不会不认账呢 赌约既然定下了 我就会遵守 但我岳飞燕 也不是什么货色都能取的 想做我的男人 可以 先证明自己是个男人再说 证明自己是个男人 要脱裤子吗 许久善听到这话 一阵的牙疼 真想直接告诉他 老子不是个男人哪 求您放过我吧 只是这话还没有说出 张大飞就问道 怎么证明啊 张爷爷 小燕子喜欢的 是那种有血性 有担当的男子汉 我不求 他能像爷爷一样 英勇 有魄力 但至少 也得是个军人才行 他要是真想娶我 好啊 先去参军 然后进入猛虎队再说 参军 虽说许久善 小时候的梦想 就是当个兵 但一听岳飞燕这话 他立马抛弃了这个梦想 至于参军后加入猛虎队 呵呵 猛虎队是啥呀 许久善才懒得管猛虎队是啥呢 为了尽快跟母老虎撇清关系 他连想都没想 直接说道 好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你给我等着 有志气 小九 咱老张支持你 一听许久善这话 张大彪觉得 他果然没有看错人 就凭这股子干劲 他相信许久善 一定能加入猛虎队 只是老张不知道 许久善这话 就是说给他听的而已 主要是想赶紧 把这死老头打发走 至于参军 这辈子是不可能参军了 谁参军谁是傻子 微微一笑 九哥抱拳 很郑重地说道 谢谢张爷爷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 对我的期望的 很好 那咱们走着瞧 许久善是吧 只要你能加入猛虎队 我岳飞燕就是你的人了 老子不稀罕 许久善心里翻着白眼 呵呵笑道 呵呵 嗯 那你等着吧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 我的女人的 许久善这话 就是说着玩的 可他哪里想到 这话刚说完 脑海里便传来一道 洪亮的声音 誓约成立 天道认可 如有违背 五雷轰顶 许久善是彻底的傻眼了 一脸懵逼地抬头看了看天花板 然后浑身不自觉地哆嗦了起来 如果他没记错 这应该是天道第二次搞他了 靠 你压是不是针对老子呀 老子刚刚发誓了吗 你他妈还让不让人活了 欲哭无泪呀 许久善那一刻 真想把天捅上一个窟窿 好让这狗日的天道也知道 他也不是好惹的 只是他也就想一想 而且即便这样 天空还是会打一个闷雷 以示警告 一群人看到许久善 这古怪的表情后 还以为 他是被幸福冲昏了头脑 尤其是岳飞燕 超响一巴掌 将这个王八蛋扇死 大不了这辈子不嫁人 给他守活寡就是了 彪悍地想了一下 岳飞燕口袋的手机一震 他掏出来一看 立马走到张大彪的身边 轻声说道 张爷爷 我得走了 刚刚收到一项紧急任务 必须立刻动身 好 小燕子 任务重要 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大碍了 你也不用再记挂了 赶紧去吧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然啊 小九会担心的 哼 用得着他担心吗 心里冷哼了一声 岳飞燕也没有再犹豫 直接起身 向病房外走去 临走时 还不忘挑衅地看了 徐九善一眼 说道 小三 我等你来找我 我找你大爷 听到这话 徐九善回过神来 欲哭无泪的小模样 很是招人心疼 只是到了张大彪的眼里 这模样变成了徐九善 对岳飞燕的恋恋不舍 哎 这可能是王八看绿豆吧 小九可真是好孩子啊 又替我了却了一桩心事 如果没有他 小燕子这辈子可就完了 想着 张大彪立马说道 小九 不要悲伤 不要哭泣 你跟小燕子呀 准成 徐九善的嘴角一抽 恨不得弄死这个老不死的 这个时候 已经悲愤到极点的他 根本不想再说任何了 只想找个没人的地方 好好静静 岳飞燕走后没多久 张老一群人便也离开了 徐九善身魂落魄地 回到了病床上 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百达集团 今天弄得很是喜庆 公司大门外 一大群人列队等待着 稳守的自然是我们的谢总了 他时不时地张望一下四处 然后又看了看手表 很是激动又很紧张 很快 四辆奥迪A8L便从东面驶来 一看到车子 谢宇柔立马说道 来了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一会儿都热情点 是 谢总 一众迎宾 立马仰手挺胸 拿出最佳的状态 对那三辆车 行着注目礼 在早会的时候 谢总已经宣布了 进军医药行业的消息 更是说明 今天会有专家团队 前来协助他们的工作 等这一切敲定后 百达集团将一举成为 资州市的龙头企业 到时候大家怎么样 肯定不用多说了 狗富贵 一同富贵呀 同志们 虽然知道谢总 目前是在画大饼 但公司能发展 他们还是很高兴的 也知道 如果谢总真发达了 肯定不会亏待他们 很快 三辆车便停在了公司门口 一群人立马高声欢呼道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就在这无比热烈的欢迎声中 十个人缓缓从车上走了下来 十人中 回首的是个男人 看年纪差不多三十出头 一身西装 很是干脸 一看就不是个简单人物 男人很快走到谢宇柔面前 来的时候 他已经看过谢总的照片 所以根本不会认错人 谢总您好 我叫赵无言 是文姐的跟班 当然 以后也是谢总的跟班 还请谢总多多关照 赵无言很和谐的一笑 彬彬有礼 知道他名字后 谢宇柔也立马一笑 很平淡地说道 哈 赵总监客气了 你们能来百达 我很高兴 希望咱们齐心协力 共同创造出一个强大的企业 一定不辜负谢总对我们的期望 两火人会晕后 也没有再客套任何 直接向公司走去 很快 谢宇柔便接到了 徐子文的电话 电话那头 徐子文一脸微笑地说道 谢总 人是不是已经到了 哎呀 爱姐 你叫我小柔就好了 人都到了 现在正在去办公室的路上 好 小柔啊 到了就好 赵无言 他们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有他们在 相信很快就能帮你 规划好发展方向 等药厂建成之后 我会带着第二批 科研人员入住百达 到时候 咱们姐妹再好好聊聊 顿了顿 徐子文接着说道 好了 你也不用对他们客气 该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 毕竟以后你就是我们的老板了 我们还要仰仗你给口饭吃呢 文姐 你这是哪里话呀 今后 公司就是我们两个人的 不用这么见外的 公司是我们两个人的 好吧 那就是我们两个人的 徐子文眼睛微微一眯 继续笑道 嗯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你们加油 我这边还有点事 先挂了 好的文姐 拜拜 挂断电话后 谢宇柔满心的温馨 越发觉得 徐子文真的很好 那个时候 谢总也暗暗的发誓 将来一定会好好对待 她这位姐姐 哎呀 现在叫姐姐 是不是有些早了 毕竟 毕竟 猛然间 谢宇柔又想到了徐子武 想到那天的事情 脸色不由地暗淡了几分 只是她不知道 就在她进入公司的时候 徐子武便从一棵树后走了出来 很平静地看着她的背影 而且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来这里了 到资州的第一天 徐子武便迫不及待地来过一次 只是那一次 她并没有看到谢宇柔的身影 也正是因为这种急切 在财务局的时候 她才没有注意到谢宇柔 这才让谢总伤心到死 大醉了一次 看到谢宇柔那一刻 徐子武的内心很激动 如果不是赵无言他们突然出现 徐子武说不定会去跟谢宇柔见一面 但现在她放弃了 老赵出现在百达 这就说明她姐已经和谢宇柔搭上线了 而且看样子关系很不错 估计已经认识好久了 也不知道她又要干什么 想着徐子武掏出手机 给徐子文打了一个电话 东山市红尘会所 徐子文正在享受地坐着按摩 她的身边便是圆秋星了 刚刚跟谢宇柔打电话的时候 她根本没有避讳星姐 而且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好避讳的 毕竟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反正星姐现在已经知道了谢宇柔的存在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想着她扭头看了圆秋星一眼 笑嘻嘻地说道 呵呵星姐 刚刚那个小丫头说了 以后她的公司也是我的 你说她是真实在还是假客气啊 我又没跟她打过交道 哪里知道她说的是真是假 不过如果这话是我说的 肯定假不了 呵呵星姐说话我自然相信了 不过你这会所 我可不敢要 上瘾的 这话刚说完 她的手机便再次响了起来 一看号码 她立马一洗 扬起手机便喊道 星姐你快看 是自污打来的 圆秋星猛然睁眼 扭头看下了徐子文的手机 当小五两个字 进入她的眼睛后 圆秋星的心边动了一下 脸上浮现出一丝思念 看到她这个样子后 徐子文嬉笑道 星姐 要不你帮我接吧 你就跟她说 我去洗手间了 然后好好跟她聊聊 聊聊什么呀 哎呀 说心里话呀 什么 只愿君心自我心 定不负相思一聊 总之 越肉麻越好 赶快呀 不然就挂了 说着 说着 徐子文直接将手机塞给了圆秋星 然后一脸期待地看着她 圆秋星自然知道这是徐子文的好意 也很想听听徐子武的声音 便红着脸接了起来 喂 自我 你 你姐去洗手间了 手机没带着 你找她有什么事情吗 电话另一头 徐子武听到圆秋星的话后 眉头微微一皱 然后很平静地问道 星姐 我姐这一次没在你那闹事吧 怎么可能天天闹事 再说了 子文每次那样是因为心情不好 我理解的 这话说完 圆秋星看向了徐子文 脸色微微有些紧张 他本来有很多话 想跟徐子武说的 可是一接起电话 大脑就短路了 那些憋在心里的话 也随之烟消云散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堂堂红尘会所的老板 身份目测的圆秋星 也就只会在跟徐子武说话时 才表现成这样 换做是其他人 别说他不紧张了 随便一句话 都能让对方提心吊胆半天 可是现在 他真的不知道 该再说些什么了 只能向徐子文求助 徐子文看到他的样子 一阵无语啊 如果换做是他 他一定会把对方撩跪 甘愿放弃一切追随他 这一点自信 徐子文还是有的 只是即便他再回聊 遇到这种情况 也只能干瞪眼 唉 星姐可真让人失望啊 你倒是赶紧跟他说 你喜欢他呀 心里甘着急 徐子文也无可奈何 刚想着催一下他呢 星姐便开口说道 紫武啊 紫文回来了 你们聊 说着 他将手机递给了徐子文 然后便起身走了出去 等他一走 徐子文笑呵呵地问道 小五啊 咱们突然给我打电话了 姐 你什么时候跟他认识的 一听这话 徐子文便愣了 他当然知道 徐子文提到的那个他是谁 这世上 貌似也只有提到谢宇柔时 徐子文才会有这种语气 小五怎么知道我跟他认识的 难道他去自周了 心里嘀咕着 徐子文刚想问他 是不是在自周呢 徐子文接着说道 姐 你肯定猜到了 我现在确实在自周 啊 这么说 你们已经见面了 还看到了赵无言 赵无言是看到了 但我并没有和他见面 没见面 那你去干嘛 虽然徐子文 很不想让他跟谢宇柔在一起 但他有些生气 徐子武对谢宇柔的用心 还有那种默默的守护 你是谁啊 你可是徐家未来的接班人 怎么遇上一个灰姑娘 就一点勇气都没有了呢 这么一想 他有些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小五既然都到了自周了 为什么不跟他见一面 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听到这话 徐子文一阵的牙疼 这个理由可以说是相当的怂了 好吧 既然你这么畏手畏脚 那姐就帮帮你 这个想法一出 徐子文眼睛顿时一亮 一条妙计突然闪进脑海 然后这件事能做好的话 以后的事情肯定会更加好办的 眼睛一眯 他也没有再买关子 直接说道 我已经跟他认识两年了 当年察觉到你状态不对时 我便去调查了一下 然后便加了他的好友 至于这一次 我是想帮他 要想进咱们家的门 一个小公司的总裁可是不行的 所以 姐 我知道了 谢谢你 这声谢谢 是发自真心的 当然 也是显得很见外 毕竟两个人是亲姐弟啊 不过 徐子文也没有在意这些 他早就是徐家泼出去的一盆水了 如果不是为了徐子武 他甚至都不想再承认 他徐家大小姐的身份 哼 什么狗屁大小姐 我他妈只是个工具罢了 莫名的 徐子文又想到以前的一些事 脸上顿时浮现出一丝哀伤和恨意 不过 他很快便恢复了正常 轻声问道 他是被你打进医院的吧 嗯 也没怎么下死手 只是警告他一下而已 嗯 下次别这样了 不然对你很不利的 我明白了 我先挂了 还有任务在身 注意安全 说完 徐子文放下了手机 目光慢慢锐利了起来 沉思片刻之后 他立马点开了手机 编辑了一条短信 发给了赵无言 资州市市里三院 徐九善到现在还没有缓过劲来 一直想着跟岳飞燕的事情 他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 这该色的天道 为什么会这么玩他呀 老子他妈的就随便说了一句而已 人家都没有当真 你干嘛还叫真呢 行 是不是老子以后说啥你都当真啊 那老子就再开去玩笑 三秒钟内 只要有人经过病房 一样是我的人 这个想法刚出来不到一秒 病房门口 便突然出现了一道身影 看到这道身影时 徐九善当时就傻眼了 然后很无奈地一拍额头说道 有种你就劈死我 轰隆 一道闷雷再次响起 由火星小说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 主播 法凡 怎么突然打雷了 下山刚到徐九善的房门门口 便被一道闷雷给吓了一跳 徐九善似乎也被吓到了 一脸白痴地看着他 那个样子似乎还有些惊喜 哼 是不是很意外 是不是没想到我会来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他这个表情后 下山没来由地心里一舔 那种感觉就跟小情侣之间 突然给彼此一个惊喜一般 很舒服 不过他哪里知道 此刻的徐九善不光惊喜 还特别想哭 大爷的 您老是不是天道的走狗啊 三秒啊 够短了吧 您是带着闪现冲过来的吧 心里彻底乌语了 这一刻 徐九善发誓 以后要是再乱逼逼 那就直接劈死好了 不然活着也是为了誓言而活 没啥意思了 你没事了吧 谢 谢总告诉我你生病了 让我过来照顾你 下山慢慢走到了徐九善的身边 将手里的水果放到了桌子上 他这话一说完 徐九善的注意力 立马就转移了 如果下山不跟他提谢宇柔 他还真的把这人给忘了 真好啊 未婚夫生病了 自己不来看着 却让秘书过来 咱们的情意也就到这了 心里微微有些生气 但仔细一想 徐九善也觉得没那个必要 如果谢宇柔真来了 他这两天还怎么跟小妹耳鬓撕磨呀 不过您都不来 干嘛还要派您的秘书来呀 做样子还是想撮合我们 你以为这样 我就会对下山动心吗 老子就不是那种人 不过 我也承认自己是禽兽了 想着想着 徐九善便没了脾气了 看了下山一眼 他便轻声说道 珊珊姐 我现在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很快就能出院了 你也别因为我耽误了工作呀 没等他把话说完 下山便轻声地说道 照顾你就是我现在的工作 你好好休息 如果不想耽误我上班就快点好起来 说着 下山便去给他倒了一杯热水 然后说道 看你嘴干的 赶紧喝点水 哎 还是我来吧 生病了也不早点告诉我 你这样没人照顾怎么能行 有人照顾我呀 这句话 徐九善是不敢说的 只能干笑着说没什么的 他也没那么娇气 自己能照顾自己 下山听到他这话 瞥了他一眼 拿着两个杯子来回倒着水 一边倒 一边说道 这跟交不交起没什么关系 还有啊 你也别怪谢总 公司这两天有点忙 他根本抽不开身的 忙 他能忙什么呀 西兴山都凉了 他还能干嘛 难道 他又有了新项目 想着 许九善便跟下山聊了起来 很快 下山便将 谢总要进药厂 还有赔偿款的事告诉了他 而且 就连张继科为难他的事 也说了出来 原本下山是没打算说这事的 只是想为谢宇柔说说好话 但转念一想 他决定说出来 看看许九善的反应 这样 他就能判断许九善 喜不喜欢他了 哎 现在一想到赔偿款的事情 我就有些头疼 来 喝水 还喝啥水呀 走 老子帮你去找那个王八蛋 妈的 一个小科长而已 还把自己当根葱了 许九善自然不知道 下山是有意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的 更不知道 他说这个 只是想试探一下他的反应 压根没想让他帮忙 珊珊姐 你等着 赔偿款的事交给我 我保证 尽快帮你拿到手 听到这话 下山心里一喜 忙说道 算了 这事我跟谢总在想办法吧 你安心养病 别管了 你们要是有办法 不早就把事情搞定了 还是交给我吧 一会儿你把东西给我 我去一趟财务局 敢为难你 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说这话 许九善自然底气十足 抛开他的能力不说 单就张老都可以帮他把事情搞定 不过下山可不信他能拿到赔偿款 他知道许九善很厉害 但他的厉害也就是医术了得 顺便能打罢了 对上张继柯这种人 他还真没辙 你要是对他动了手 那就准备准备 等着去劳改吧 人家虽然只是个小科长 但也不是龙哥之流能比的 不是一个档次好吧 这事你别管了 好好养伤 谢总肯定有办法的 见下山铁了心 不让他帮忙 许九善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这事既然他已经知道 肯定不会袖手旁观的 正想着 要不要找张老帮忙搞定这事呢 梅千千便提着一些吃的 出现在了门口 看到许九善身边 突然多了一个美女 两个人还有说有笑的 梅千千的第一反应就是 这个美女是许九善的未婚妻 如果放在之前 他才不会相信 一个小保安能找到这么漂亮的媳妇 但经历过老张的时候 他早就明白了 许九善不是一般人 所以能找到这么漂亮的女人 也是情理之中的 王姐说的没错 他的未婚妻确实很漂亮 想着梅千千还是走了进去 夏山已经看到了他 如果再扭头走掉 肯定会让他更多心的 还不如大方一点的好 反正我也没有打算跟你抢什么 夏山看到梅千千时 心里也嘀咕了一下 当然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 莫名的危机感 因为在他看来 梅千千同样也很漂亮 女人的美丽 便是最危险的信号 这一点夏山很清楚 不过 他很快便打消了顾虑 因为梅千千表现得很大方 压根不像其他小三那样心虚 至于许九善 此刻是有些发毛的 他是真的做贼心虚了 如果他跟梅千千的事 要让夏山知道了 他敢肯定 夏山一定会做出 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最次也会把这事告诉谢宇柔 真到了那个时候 他就酸爽了 九哥突然想起了一句话 很是精辟 用在现在正合适 别看现在闹得坏 当心日后拉清单 为了不被拉清单 他只好强装镇定 甘笑道 梅一声你来了 嗯 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还以为你会像昨天那样 没人照顾 所以帮你买了点吃的 对了 不给我介绍一下吗 梅千千的话刚说完 夏山便起身说道 你好 我是许久善的朋友 谢谢你这些天帮我照顾他 朋友 帮你照顾他 你俩到底是啥关系啊 难道他不是许久善的未婚妻 梅千千有些懵了 有些疑惑地看了许久善一眼 然后说道 照顾他是应该的 我们同样也是朋友 梅千千这句话说完 便跟夏山对视上了 很快 许久善便嗅到一阵浓烈的火药味 女人天生好斗 尤其是两个姿色相当 还都中意同一样东西的女人 一旦相遇 很容易产生摩擦 夏山此刻也有些懵逼了 她没想到 眼前这个美女医生 会说这样的话 语气隐隐 还有些针锋相对的意思 你们同样也是朋友 你是打算跟我公平竞争吗 危机感再次协上心头 夏山眉头一皱 看了许久善一眼 虽然有些危机感 但夏山却觉得 她更容易得到许久善的心 日久生情这种事 永远要比一见钟情更可靠 况且 许久善已经为她做了那么多事了 再加上今天的试探 她相信 许久善是喜欢她的 所以 必须让这个后来者 知道他们的关系 让她知难而退 可夏山哪里知道 梅千千跟许久善 貌似日得更久啊 不过 也正如她想的那样 许久善喜欢她 要远远多于梅千千 但也正是这样 许久善才更不会去惊扰她 在九哥的心里 夏山就是一张纯白的纸 说她傻白甜都不为过 这样的女人 可不能被她这种人渣玷污了 即便夏山再怎么心甘情愿 两相比较 夏山已经输了 只是她还不知道而已 再次看向梅千千 夏山微微一笑 嗯 虽然你们是朋友 但我还是要感谢你 还要感谢 跟我宣布主权吗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梅千千现在很确定 夏山不是许久善的未婚妻 不然她不用这么跟她要弯子 可她不是许久善的未婚妻 为什么还要这样呢 跟我争小三的位置 那也用不着啊 我当小四好了 小三让给你 思考了很长时间 梅千千想到了答案 那就是 夏山很可能并不知道 许久善有未婚妻的事 很自觉地 把自己当成了她的正牌女友 想到这里 梅千千有些想笑 她并不想争强什么 但事情到了这个份上 她觉得 还是有必要给夏山提个醒 让她认清自己的位置 不过 看到许久善那张苦哈哈的脸后 梅千千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事情 她觉得还是许久善 跟夏山说开比较好一些 这么一想 梅千千也笑了一笑 没有再说任何 只是向夏山点头试了试意 算是接受了她的感性 然后便走到许久善的另外一边 将手里的吃的递给了她 趁热吃吧 既然已经有人来照顾你了 那我就先去工作了 好 你先去忙吧 许久善如萌大赦 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 只是这口气刚松完 她的心再次提到了嗓子眼儿 因为梅千千临走之前 给她抛了个媚眼 而这自然被夏山看到了 要死的节奏啊 你说你走就走吧 干嘛临走还要挑衅一下 找事啊 她也喜欢你 梅千千刚离开 夏山就有些不善的问道 虽然语气很平静 但许久善却能听出里面的杀鸡 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许久善觉得要好好考虑一下 梅千千的出现 无疑是个拒绝下山的机会 但问题是拒绝下山后 该怎么让她不跟谢雨柔说这件事呢 靠管她干嘛 她都把老子当成空气了 老子有必要在意她的感受吗 这么一想 许久善变嗡了一声 很隐晦地说道 嗯 可能是吧 你也喜欢她是吗 有点喜欢 珊珊姐 这两天是她一直在照顾我 她一直照顾你 所以你很感激她是吗 危机感被无限地放大 这一刻下山才意识到一些东西 人在最脆弱的时候 最容易动情 许久善生病时 没人照顾 她能想象到 她那时的无助和可怜 这种时候 一旦有个美女来悉心照顾她 不动情才是怪事呢 再仔细一想 她也是从那一次同学聚会 慢慢对许久善有了好感 所以她不怪许久善 如果许久善没有对梅千千动情 或者跟她说谎 她一定觉得她看错人了 轻轻说了一声 我明白了 下山苦涩一笑 决定找个机会 跟梅千千谈谈 你先慢慢吃 我出去一下 说着 下山便向病房门口走去 下山这个时候离开 许久善自然清楚 她要去干嘛 目送她出去后 她立马给梅千千发了条短信 下山可能去找你了 如果可以帮我拒绝她 但也别伤害她 收到这条短信后 梅千千眉头一皱 我怎么拒绝她呀 她喜欢的又不是我 还有就算我帮你 可也没办法不伤害她呀 你这不是在为难我吗 刚想着问问许久善 为什么要拒绝下山 她又该怎么做呢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从门外传来 梅千千立马收起了手机 一本正经地工作了起来 梅医生 可以跟你聊聊吗 很快 下山便进入了她的视野 说实话 梅千千现在不怎么想跟下山聊天 毕竟许久善给她出了一个大难题 让她很难操作呀 不过既然人家真来了 她也不好拒绝 嗯 夏小姐请进 你知道我的名字 夏山慢慢走了进来 坐到了梅千千的对面 听到这个问题 梅千千的心顿时咯噔了一下 坏了 刚刚她貌似没说她的名字呀 怎么办 我该怎么解释 知道她名字的事情啊 脑子一阵慌乱 到最后 梅千千甘笑道 是啊 许久善跟我说过你的 所以我早就知道你的名字了 许久善跟她提过我 听到这话 夏山微微一喜 能跟梅千千提到我 这就说明 她的心里还是有我的呀 夏山没有怀疑 梅千千这话的真伪 继续说道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你不知道我的名字呢 知道的 夏小姐 不知道你想跟我聊什么 聊聊许久善吧 我能看得出来 你喜欢她 同样 你应该也能看得出来 我也喜欢她 梅千千点了点头 没有说任何 这并不是她不想说话 实在是还没有想好 该怎么帮许久善 拒绝夏山 直接说许久善不喜欢她吗 可如果真不喜欢 为什么不亲自 跟她说清楚呢 心里嘀咕着 梅千千又听夏山说道 梅医生 我知道我不该来找你说这些 但我还是忍不住 不过 你也别多心 我之所以过来 只是想跟你说一声 我是不会放弃的 不会放弃 听到这话 梅千千更纠结了 她能听出来 夏山是真心喜欢许久善的 而且她也能看出来 夏山的性格跟她很像 所以越发不想去伤害这个女孩 想到这里 她似乎明白许久善 要拒绝夏山的原因了 心里微微生起了一丝羡慕 看来她是不想去玷污这个女孩 也是真心喜欢她 好吧 既然这样 我就做一次坏人 想着梅千千妖媚的一笑 说道 嗯嗯 夏小姐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要不这样吧 咱们也别争了 以后做姐妹好了 我相信 许久善一定很乐意的 做姐妹 夏山打死都没有想到 梅千千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也太开放了吧 一想到以后 她跟另一个女人一起照顾许久善 然后三个人睡在一张大床上 夏山心里一阵别扭 无比的抗拒 看着梅千千 她突然觉得这个貌似纯洁的女人 真的很不要脸 本来她还想跟她好好说话的 如果许久善真选择了她 夏山也会主动退出的 默默祝福 但现在她打死都不会让步的 像梅千千这种女人 肯定只是为了寻求刺激 才会看上一个男人 一旦刺激过了 她便会厌烦 到最后 受伤的还是许久善 夏山打死都不会让她去伤害许久善 所以脸色骤然变冷了许多 梅医生 真没想到你这么开放 这种事我接受不了 许久善同样也接受不了 本来我想跟你公平竞争的 但现在我改变了主意了 坏人已经当了 梅千千也没有顾忌什么 笑着问道 啊 你怎么知道许久善接受不了 这世上哪个男人不想妻妾成群 许久善也一样 她不一样 夏山一拍桌子 起身怒视着梅千千 继续说道 你们才认识几天 你根本不了解她 已经深入了解过了 梅千千笑笑 很肯定地说道 不过你说的没错 她确实跟别的男人不一样 这也是我喜欢她的原因 也是我心甘情愿 给她当小三的原因 姐姐 听到这话 再看看梅千千那得意的表情 夏山的脑袋顿时轰的一声 已经深入了解过了 夏山自然理解深入的意思 她怎么都没有想到 许久善会跟梅千千发生关系 就因为在你最无助的时候 她帮助了你吗 许久善 你混蛋 心里无比的委屈 夏山那一刻真的很想哭 她死死盯着 笑艳如花的梅千千 恨不得上去 扇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一巴掌 见夏山有些难过了 梅千千继续说道 虽然我跟她刚认识不久 但我真的很喜欢她 也不怕告诉你 我已经结婚了 但依旧跟她那样了 而且是我主动的 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 都结婚了 还狗眼虚久善 还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夏山的内心彻底崩了 第一回合下来 她完败 完全不知道 再跟梅千千说什么了 这种女人 夏山知道 就算骂她是破鞋 她也会欣然接受的 怒视着梅千千 夏山忍着心里的怒意和委屈 问道 你这样做 对得起你的丈夫吗 还有 虚久善知道你结婚了吗 我如果说 我丈夫很支持我这么做 你相信吗 梅千千说着 再次想起了往日的种种 心微微一疼 至于夏山 真的傻了 她能看得出来 梅千千没有说谎 可她就是想不明白 她的丈夫 为什么会那样 男人不都是害怕 被戴绿帽子吗 为什么你的丈夫 那么独特呢 还有 许久善怎么会 接受这种女人呢 她就那么饥渴下坐吗 想不通的事情很多 夏山现在 已经无话可说了 只想去问问许久善 为什么会这样做 夏小姐 男人都是偷性的猫 许久善没你想得那么好 我劝你 没等梅千千把话说完 夏山立马打断了她的话 直接说道 闭嘴 你没资格说她 一句话说完 夏山扭头离开 出门之时 眼圈一红 目送着夏山离开 梅千千苦涩一笑 轻轻嘀咕道 唉 看来我真的很适合 做一个坏女人 说着 她立马给许久善 发了一条短信 告诉她 夏山似乎被她读得不轻 让她做好被骂的准备 许久善看到这条短信后 心里一阵无语啊 哀顿骂她不在意 她现在只在意 夏山的心情 梅千千既然用 毒这个字眼 可想而知 夏山肯定伤透了心了 不过事情已经这样了 她也没有再多想 只要拒绝了夏山 那就这样吧 很快 眼睛通红的夏山 便走进了病房 眼神不善地 瞪着许久善 把许久善 瞪得一阵的害怕 靠 梅千千跟她说啥了 怎么感觉她想杀人呢 心里嘀咕着 她很心虚地问道 珊珊姐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许久善 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 为什么放着我不要 去跟一个有福之父乱来 满心的委屈啊 夏山强忍着掉眼泪的冲动 轻声问道 许久善 你能认真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啊 你有没有喜欢过我 有没有想过跟我在一起 之所以问这个 夏山就是想再给她一次机会 只要她的答案是肯定的 夏山便原谅她 毕竟她们还没有确定关系 她觉得她不应该在意许久善 以前犯下的错 好吧 这只是夏山为她找的一个借口 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她放不下她 无数个夜晚 她都会梦到许久善 梦到两个人 甜蜜地生活在一起 甜蜜到 可以笑醒的那种 夏山觉得 这是她这辈子 最认真的一次 认真到 如果许久善拒绝她 她便单身到底 以后 也不会再爱其他的男人 至于自杀 夏山才不会呢 那种方式 只有最蠢的女人才会去用 她还有父母需要照顾 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要去做 许久善看出了她的认真 深吸一口气 她轻声说道 珊珊姐 这些重要吗 实话告诉你吧 我已经跟梅医生 我不在乎的 我真的不在乎 可我在乎 对不起 说完 许久善低下了头 没敢再看夏山一眼 生怕再看她一眼 就会情不自禁地接受她 一个女人 连那种事情都不在乎了 那就证明 她真的很爱那个男人 巴当 一滴眼泪落到了地上 夏山紧紧咬着嘴唇 再难掩饰内心的苦楚 她慢慢走到许久善的面前 更噎到 你在乎的意思 是喜欢我对吗 当然是了 只要是美女我都喜欢 都想占为己有的 珊珊姐 你要是真不在乎 我可以组建一个大家庭 许久善 你混蛋 歇斯底里地骂了一句 夏山捂着嘴 扭头跑了出去 那一刻 她的心彻底碎了 再也不相信什么狗屁爱情了 刚跑到门口 夏山不小心撞了一个男人一下 接着男人身后的另一个男人 没好气地说道 你怎么回事啊 撞到李市长了 夏山现在哪里还管撞没撞到人呢 连对不起也忘了说 直接跑开了 李国中被她撞了一下 也是有些生气 但一看到她伤心的模样 再加上 她又是从许久善病房里跑出来的 就立马说道 没事的 小姑娘不是有意的 说完 她便笑呵呵地走进了许久善的病房 很关切地问道 哈哈哈哈 徐先生 身体好点了吗 许久善没想到 李国中还会来探望他 微微有些讶异 立马调整了一下心情 说道 啊 李市长 已经好多了 您快请坐 哈哈哈哈 刚刚那个是你女朋友吧 小两口闹别扭了 不是我说你啊 徐医生 咱们是男人 应该多包容一下女人的小性子 许久善懒得跟李国中说这些事 就说道 啊 市长说的是 回头 我就好好哄哄他 哈哈哈哈 这就对了 我这次来啊 主要是代表市里感谢一下许医生 谢谢你能治好张老 以后许医生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 请管开口啊 市长 市长客气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至于帮忙 以后如果真有事情 肯定会打扰李市长 许久善 可不会真把李国中的话当回事 即便李国中是发自肺腑的想帮他 他也没有什么忙可以让他帮的 两个人这么聊了一会儿 相互留了一下联系方式 李国中便离开了 等他一走 许久善才猛然想起了赔偿款的事 不过他觉得这种小事 也用不着麻烦市长大人呢 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下山已经走了半个小时了 说实话 他还是有些担心的 生怕他会想不开 做出跟没千千一样的事情来 但现在他又不敢给他打电话 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找一下谢总 让他打探一下下山的情况 一想到谢宇柔 许久善的暗火就蹭蹭地往上冒 要不是他 下山肯定也不会来 今天这破事也不会发生了 在心里暗骂了他几句 许久善还是拨通了他的号码 此刻 谢总正在办公室里 想着赔偿款的事情 赵无言一行人 此时已经被安置妥当 而且这些人也真是勤快 给他们接过封后 便立马上了任 开始寻找合适的进场地点 也正是因为这个 谢总才格外的着急 如果他们一旦把地皮敲定下来 到时没钱买 那可就一笑大方了 丢不丢人还是其次 万一错失了先机 那就麻烦了呀 要知道商场就是一个战场 先机一失 后果绝对很严重 哎 到底该如何拿回赔偿款 难道真的要让珊珊姐现身才行 这句话刚嘀咕完 她手机便响了起来 屏幕上出现了臭流氓三个字 许久善给我打电话干嘛 没钱了 还是珊珊姐没有去照顾她 哼 本小姐就不应该救她 麻烦死了 心里一阵不爽 谢总很不情愿地接起了电话 没好气地问道 干嘛 晚上再说 听到这话 谢宇柔有些懵了 什么晚上再说呀 你消遣本小姐呢 刚想给许久善来一句 有话说话 没话滚蛋呢 谢宇柔突然想到 许久善话里的含义 嘴角一抽骂道 晚上说你妹呀 许久善你将死啊 嘿嘿嘿 小柔柔 我咋了 不就是让你等等吗 看你还不乐意了 行 现在就干行了吧 你来医院 还是我去宾馆 滚 你有没有事啊 她没有再跟谢总 扯犊子 许久善立马 认真地说道 有啊 那个 夏商回去了没啊 啊 刚刚还跟我 嬉皮笑脸的 怎么一下子 就这么认真了 难道 她又伤害了 珊珊姐 这么一想 谢宇柔立马问道 许久善 你又把 珊珊姐怎么了 啥叫诱啊 我 我又拒绝了她一次 唉 你先问问她怎么样了 可别想不开啊 谢宇柔可真没想到 许久善会再次拒绝下山 心里顿时更不爽了 也没等她把话说完 立马喊道 你想不开 珊珊姐都不会想不开的 许久善 你就是个混蛋 珊珊姐哪一点配不上你了 你凭什么拒绝她 就凭我配不上她 你赶紧问问 别真出事了 听到谢宇柔的话 许久善也很不善 要不是担心夏商的安危 她是真想跟谢宇柔 好好说道说道 彻底把话说清楚 谢宇柔也懒得再跟她废话了 虽然嘴上说夏山不会想不开 但她也没底啊 嗡了一声 她便挂了电话 立马拨给了夏山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谢宇柔很急切地说道 珊珊姐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此时的夏山已经止住眼泪 一个人孤独地坐在市里三院 附近的小公园里 她知道谢总给她打这个电话 肯定是许久善受益的 假装平静地说道 谢总 我现在在回公司的路上 她没事了 不需要人照顾 嗯 那你快回来吧 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马上就到了 说完 夏山挂断了电话 起身向路边走去 拦了一辆车后 便朝百达驶去 挂断电话后 谢总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虽然夏山刚刚语气有些平静 但她还是能听出她的伤心的 也很后悔 安排她去照顾许久善 混蛋 看来她是赖上本小姐了 真是委屈珊珊姐了 想着 谢宇柔再次拿起了手机 编辑了一条短信 许久善 你最好死在外面 珊珊姐哪一点配不上你了 你这么伤害她 还有 以后你如果再敢伤害她 给我等死吧 本来她是想给许久善打电话 骂她一顿的 但一想到这事情 是她一手安排的 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哼 跟她废话 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还不如想想 该怎么样会赔偿款呢 想着 谢宇柔便放下了手机 接到谢宇柔的消息后 许久善撇了撇嘴 还让她死在外面 老子就算是死 也会浪死在外面 既然夏山没什么事 她也不想再跟谢宇柔 多说什么 直接给梅千千发了一条消息 让她过来一趟 给她办一下出院手续 反正身体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她再待在医院 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有这些闲工夫 还不如多出去浪浪呢 毕竟外面的世界是那么精彩 有火星小说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 主播 法凡 是财政局 张继科悠闲地喝着茶 坐等下班 就在刚刚 她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 是她的一个远方亲亲打给她的 想这晚上请她吃个饭 交流一下感情 张继科自然知道 这个远方亲戚 给她打电话的目的了 无非是想巴结她一下 毕竟老张现在可是财务局的科长 官不大 却很有实权 而她这个远方亲戚 很不巧 也是做财务的 只不过 人家是在 红海集团的财务处 当处长 比起她这个科长来 乍一听是大不少 但却是没有任何可比性 毕竟老张怎么着 也是有官方身份的 唯一比不上的 便是人家的财力 要知道 红海集团 可是资州的龙头企业 真正的全国五十强 世界五百强 要说起红海集团 那就不得不提一下 他们老总 王洪海同志了 那绝对是一位传奇人物 王洪海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 学没上过几天 十几岁便进城打拼 二十岁时挖到了人生第一桶金的他 开始创业 整整用了二十年的时间 将洪海集团打造成了一座商业帝国 攻城后 王洪海便开始大力开展慈善工作 据说每年光捐款就有好几个亿 分别用在学校和养老上 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赞誉 洪海集团也因为他的口碑得以兴盛 越做越大 老总牛逼 公司里的员工自然也硬气了 就拿张继科这个远方亲戚来说吧 哥以前 人家见了面打招呼 都不会跟他打一个 就算你先跟他打招呼 也是爱搭不理的 可是现在呢 呵呵 知道老子当了科长了 还不是想要来巴结咱 老张心里那叫一个解气呀 不过解气归解气 他也没飘到 不理他这个远方亲戚 毕竟人家再怎么说 也是洪海集团的财务处老大 可不是那些小公司的人能比的 这个要是得罪了 张继科很清楚会有什么后果 人家要想弄他 分分钟的事啊 所以该捧还是得捧着 这些想完 老张抬头一看表 立马蹦了起来 风风火火的跑了出去 骑上他的大梁自行车 向家奔去 打算回家换上衣服 再打个车去赴约 只是刚出财务局大门口 张继科便看到不远处 站着一个人 嘴里还叼着一根烟 一看就是个无良少年 张继科很不喜欢 这种装逼的年轻人 年纪不大就学人家抽烟 还总是带着一副 玩世不恭的表情 看着他就想上去教育他两句 不过他也懒得多管闲事 毕竟小伙子 又不是他的孩子 没这个必要啊 也没有多想 他继续向前骑去 不骑不卖 很是悠闲 至于被他当成无良少年的小伙子 自然是许久善了 办完出院手续后 九哥便把李二贵叫了过来 问了问赔偿款的事 李二贵这些天 一直待在谢宇柔的身边 对此事自然知之甚相 更明白许久善叫他来是要搞事情了 便直接把张继科的事抖落了出来 还扬言 平生就看不惯这种骚包人 要跟九哥一起干他 就这样 一人一鬼 相约而至财务局门口 在老张必经之路上等待着 看到张继科 骑着自行车过来后 许久善将嘴里的烟拿了下来 然后很潇洒地丢到了地上 抬脚踩灭 摔烟为号 他这烟刚丢掉 张继科的自行车 莫名地来个急杀 然后就跟有人在车子左侧 踹了一脚一样 连人带车横向平移了好几米 一直滑到许久善的脚下才停止 摔了这一下 张继科惨叫了一声 直接摔蒙了逼了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突然出现这样的情况 简直邪门透顶啊 这一下虽然没有摔出什么大伤来 但老张脸上也擦去了一块皮 衣服磨出几个洞来 连他那飘逸的发型也成了鸟窝了 很是狼狈 等他摔倒后 许久善也没有再犹豫 弯腰将他拉了起来 然后笑眯眯的问道 大哥 你没事吧 你觉得我有没有事啊 回过神来之后 老张一阵的糟心呢 哎呦这说道 哎呦呦 没事没事 谢谢你啊 小兄弟啊 这狗日的自行车真是邪了 可能是坏了 我得找个地方修理一下 哦 原来是车子坏了 我还以为这是撞了邪了呢 刚刚这一下挺邪乎的呀 张科长 这段时间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啊 被许久善这么一说 张继科的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 虽然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但亏心事确实没少做呀 难道做了亏心事真会遭报应 心里嘀咕着 他很认真地打量雪酒扇一眼 突然就愣了 如果他没听错 这小子刚刚叫了他一声张科长 难道是他搞的鬼 心里微微一紧 张继科问道 你认识我呀 张科长的大名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 我早就有所耳闻 观不大 心倒是不小 哥们这次是专程来找你的 你是谁 百达集团的一个小保安 靠 我当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呢 一个保安 你跟我嘚瑟什么 张继科不屑地撇了撇嘴 直接扶起了车子 懒得再搭理许久善了 心想 连你们老板我都不放在眼里 你跟我装什么呀 要不是今晚老子有急事 肯定让谢宇柔把你吵了 也没有再多想 老张刚要上车离开呢 许久善一把 钻住了张继科的车把 然后拿出手机说道 老李啊 今晚有空吗 我刚出院 咱们聚聚 他这话刚说完 手机里立马传来一道 张继科很熟悉的声音 呵呵呵 没想到我前脚走 你后脚就出院了 不过今天我还真没空啊 市里还有几项工作需要我做 改天行吗 好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说完 许久善就挂断了电话 然后看向了张继科 脑袋轰的一声 张继科彻底的傻眼了 这小子居然认识市长 而且关系好像还不一般呢 完了 老子这一次要栽了 心虚到了极点 张继科那一刻 吓得是脸色苍白 冷汗直流 很紧张的问道 小兄弟啊 您 您跟市长认识啊 呵呵呵 老交情了 张科长干嘛这么紧张啊 我 我 我 嘿嘿 没紧张 那个 我知道您来干嘛了 您放心啊 我一定会把事情办妥的 嗯 看来你也不傻呀 我给你一天时间 一天之后 如果事情还没有解决 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后果 张继科点头 回答道 您放心啊 明天 我一定会去百达 把这事办好 如此可教 记住 千万别说是我逼你做的这件事啊 许久善拍了拍张继科的肩膀 微微一笑 转身离开了 搞定张继科后 许久善直接打了辆车 向西边驶去 离开医院的时候 梅千千曾问过她要去哪里 左思右想了一会儿 许久善发现 她还真没地方去 苏晴那里 她现在不敢去 生怕去了之后 会再被撵出来 至于谢雨柔那里 她根本没想去 毕竟那娘们已经说了 要久哥死外面才好 见她这么犹豫不决 梅千千微微一笑 直接发出了邀请 让她去她家里 人家 阿呸 小明都这么说了 许久善要是再拒绝 肯定是说不过去了 便欣然接受 说等她办件事 就会去 十几分钟后 便到达梅千千所在的小区 刚下车 学久善看到梅千千 正站在小区门口 貌似还精心打扮了一番 脱下了白大褂 换上了连衣裙后的梅千千 就跟变了个人一样 比以前更吸引人了 尤其是那双肉色的丝袜长腿 简直让人欲罢不能 久善 这里 看到许久善后 梅千千微微一笑 冲着她招了招手 说实话 她现在也有些慌乱 那个样子 就跟刚谈恋爱 跟男朋友第一次约会的小女孩一样 微微有些青涩 却又饱含着一丝熟悉的韵味 很快 许久善便走到她的面前 上上下下的打量她一番 看得她都有些害羞了 小梅 今天这一身挺漂亮的呀 但也有些暴露了 以后出门可不能这么穿 许久善本来只是想调侃一下她 哪曾想 梅千千却当真了 她微微汗手 点头很温顺的回道 以后我只在你面前这么穿 在我面前穿的话 再暴露一点也是可以的 都听你的 咱们赶紧上去吧 还要做饭呢 梅千千正视着许久善的眼睛 然后轻轻挽住了她的胳膊 向前走去 很快 两人便到了家门口 梅千千的家是三十两厅的大房子 大概有一百六十平米左右 装饰的不算豪华 却很有品味 主客厅干净优雅 装饰品不多 这样倒是显得格外的利落 许久善很喜欢这样的房子 做梦都想买上一套 不过现在她就算买了 也只能一个人住 买不买也没啥用处 而且她一下子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怎么样 这里还可以吧 梅千千看着她 再次一笑 然后拉着她去了浴室 在去接许久善之前 梅千千便为她准备好了一大缸水 还在上面撒了一些玫瑰花瓣 现在水温应该刚刚好 虽然只在医院住了两天 但她觉得 许久善还是有必要 洗一下澡 去去晦气 也没有再多想 她慢慢走到了许久善的身前 缓缓捏住了她的衣扣 先洗个澡 一会儿我再去弄吃的 说着 梅千千很干脆地脱掉了许久善的上衣 还摸着她那结实的胸膛 被梅千千这么一撩脱 许久善的血火顿时生疼而起 那一刻她似乎又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 一把抱住梅千千狠狠地捏了她一把 我现在只想吃你 说完便稳住了梅千千 狂风暴雨般地折腾了起来 十几分钟后 两个人便躺进了浴缸 被玫瑰花瓣埋住了身体 两人深情对视 梅千千紧咬着嘴唇 脸色翘红 比玫瑰花瓣还要艳丽 这一刻她再次体验到 以前不曾有过的欢乐和刺激 而且比在小树林还要刺激 毕竟这里曾是她跟于勇共有的家 能在这里跟别的男人做 滋味自然不一样了 梅千千很享受这种刺激感 更喜欢许久善能叫着她的名字用力 说 说爱我 梅千千搂住许久善的脖子 胳膊上点缀着星红如血的花瓣 然后趴到她的耳边轻声地哼唱着 许久善此刻只想着将身上的血火发泄出来 人也有些恍惚 压根没有在意梅千千说什么 很快她便觉得这样有些使不上力气 便一把将梅千千抱了起来 快速走到客厅 两人洒了一滴水 刚到客厅许久善迫不及待地走到了沙发前 将梅千千放下 然后绕到了她的身后 说声爱我好吗 梅千千回头 很期待地看着许久善 她让许久善说爱她 只是想增加一下精神上的愉悦 可已经近乎疯狂的许久善 根本没有理会 只是疯狂地输出着 梅千千突然有些受不了她的肆虐 带着一丝颤音叫了一声 求她温柔一点 直到这时 许久善才察觉到她的不对劲 立马停了下来 晃了晃脑袋 很不舍得跟梅千千分开了 然后低头一看 那里不知什么时候 居然多了一个红色的圆形印记 很像一颗太阳 梅千千自然也察觉到她的不对劲了 许久善停下那一刻 她双腿一软 直接跪在了地上 小梅 对不起 刚刚 没等她把话说完 梅千千摇了摇头笑道 没事的 我很舒服 你的那里好热 快把我烫话了 说着 她扭头看向了许久善 第一眼也注意到 她那里那个图案了 梅千千记得 这个图案以前她根本没有见过 难道 她刚刚是去纹身了 可 可把一个太阳 纹在那里 也太羞耻了吧 那个纹身是怎么下得去手的呀 心里嘀咕了一阵子 她突然有些想笑 然后一把钻住许久善 直接咬了下去 整整整半个小时 梅千千只觉得 腮有些疼 白了许久善一眼后 她说道 自己洗澡去 我做饭 火气下去之后 许久善顿时舒爽了很多 黑黑一笑 她说道 嘿嘿 你帮我洗 我有点累 那你饿吗 饿呀 饿就自己去 我也饿了 要做饭 没把小梅拖下水 许久善觉得有些失败 不过 她能看得出来 小梅似乎有些撑不住了 便决定放她一马 一个人慢慢走进了浴室 然后躺进了浴缸 许久善现在发现 她似乎更加持久了 而且也能感觉到 她身体似乎有了一丝变化 最起码那里多了一个太阳图案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图腾加持 可是这红日又是哪个部落的图腾 它又是何时印在我身上的 百思不得其解 许久善也只好将这事放到一边 等她洗完澡走出去的时候 梅谦谦已经换上一身短裤背心 围着围巾在厨房里做着饭 看到她出来后 回眸一笑 说道 纹身挺好看的 许久善无语 也不知道再跟梅谦谦说什么了 因为就在刚刚 那个纹身已经消失不见了 晚上七点 脸上带伤的张继科 准时到达了横中酒店 被许久善搞了这么一下之后 老张是彻底害怕了 生怕一个不好会丢了她的饭碗 而且这都是次要的 如果市长一旦下令查她 往后余生 她就只能在那间昏暗的小房子里度过了 不过还好许久善给了她一天的时间 这让张继科稍微心安了一下 这才前来赴宴 到了包间之后 张继科见到了她的远房表亲 洪海集团财务处的老大张继勇 他们是一个姓 同样也是一个地方的人 但是血缘确实有些薄 要非要追根寻缘 也算到太爷爷辈儿才行 除了张继勇外 包间里还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小妹妹 一看就是那种 给钱就能办的红尘女子 张继科就喜欢这种女人 给了钱爽完就能走人 丝毫不用担心任何 更重要的是 这钱还不用她出 也没有再多想 她调整了一下心情 乐呵呵地走进了包间 很亲切地说道 哈哈哈哈 纪勇啊 好久不见了 大哥 半年多了吧 快来坐 哎 我现在是真有些忙啊 大伯这一次去世也没有回去 心里一直愧疚啊 心意到了就行啊 纪勇啊 老头子走的时候 还念叨你了 哎 我这当儿子的呀 说着张继科强行挤出了几滴眼泪 他跟张继勇一向是不亲不热的 所以身在一个城市也很少见面 但他家老爷子就不一样了 张继勇小的时候老爷子没少疼他 所以张继勇说心中有愧 他也相信 也想着通过过世的老爷子加强一下他们之间的感情 听到张继科的话 张继勇叹了一口气 悲痛地说道 哎 大哥 节哀 过年回去的时候 我去祭奠一下大伯 也算是尽一下孝心了 好 咱们哥俩今晚也不说这个了 好不容易见一次面 说点开心的事 嗯 大哥坐 路子 陪好我哥啊 张继勇说完 那个站在张继科身后的小姑娘 便娇媚的一笑 坐在张继科的身边 应声说道 张总放心 我一定会陪好张科长的 两兄弟也没有再说别的 很快便喝了起来 酒一下肚子 两个人也放开了 先是一苦思甜了一番 然后又开始聊着男人最感兴趣的事 当然 手上的动作也是不会停的 毕竟身边有个漂亮妹子 不摸白不摸 大哥 今晚不回去没事吧 嫂子不会查岗吧 哼 那个黄脸婆怎么敢查我呀 季勇 今晚哥就舍命陪君子 咱们也学学古人 彻夜长谈一次 哈哈哈哈 大哥 可别强撑着呀 你看你脸上的伤 被嫂子挠的吧 张继勇这话说完 两个脸红脖子粗 衣衫不整的女人呵呵一笑 弄得张继科也有些尴尬 不过被张继勇这么一提 他才想起来明天还有关系到他身家性命的大事要做 立马说道 不是 这是我不小心摔的 哎 季勇 不能再喝了 我突然想起来明天还有事情要做呀 什么事啊 本来以张继科那谨慎的小性子 是不敢说那件事的 但因为喝了点酒 又加上知道张继勇不会害他 就把百达赔偿款的事情告诉了张继勇 当然他也不是傻子 做监犯科的事 他很巧妙地避开了 一听到百达集团 张继勇的眼睛顿时一亮 一下子想起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自然就是谢宇柔了 半年前 张继勇代表公司去参加一个商业交流会 在那里有幸见到了谢总 一面之后 张继勇便再难忘记他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再接触到他 但眼下张继科的话 无疑给了他一次机会 毕竟这个月 红海集团的税还没上交呢 再加上张继科的关系 稍微一操作 就可以把这笔赔偿款转到他的手里 到时他不就能见到谢宇柔了 这么一想 张继勇立马来了精神 直接说道 大哥 这事情好办啊 红海集团这个月 刚好有一个亿的税要交 你可以把账目直接转到我的手上 这样一来 你便可以抽身了 而且有我看着 你也不会有事 还可以更上一层楼 一听这话 张继科有些疑惑了 很不理解 他为什么要掺和这趟浑水 不过他要是真想掺和 张继科自然不会反对了 毕竟这件事对他来说 只有好处 就如张继勇说的那样 不但可以抽身 还可以更上一层楼 何乐而不为 也没有多想 张继科立马说道 齐勇啊 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如果不是你 这笔钱 还真要我为难一段时间 来 搁敬你啊 哈哈 干了 知道张继科答应后 张继勇心情大好 立马将他身边那个女人 也推到张继科的身边 说道 大哥 今晚他们姐妹都是你的了 你可别辜负他们的爱意啊 一龙二凤 张继科心头一喜 心里有些迫不及待了 但为了显得绅士一点 他还是压下了心头的激动 假装很平静地 跟张继勇再次喝了起来 他们兄弟碰杯的时候 另一边的许久扇和梅千千 也举起了酒杯 餐桌子上 两个人相对而坐 右手边是一座烛台 散发出昏黄的烛光 气氛很是浪漫温馨 这是一次货真价实的烛光晚餐 唯一有一些不和谐的是 红酒配的并不是牛排 不过 这丝毫没有影响两人的心情 仪式感够了 没有牛排 也可以吃出牛排的感觉 小梅 我敬你 取酒扇举杯 刚要一口闷呢 梅千千便拉住了她的手 然后说道 刚刚我求你了两次 但你到现在都没有答应我 是不是应该先表一下态了 听到这话 许久扇有些懵逼啊 问道 你求我啥了 求你说爱我呀 哦 我说 你听好了 清了清嗓子 许久扇放下酒杯 一把攥住梅千千的手 然后 深情款款地看着她 说道 梅千千女士 今夜阳光明媚 今夜多云转情 在这无比爽朗的日子里 我想对你说 不好意思啊 打扰了 房门突然打开了 刚要进门的于勇 看到这一幕后 脸色一炯 很尴尬地转身向外面走去 于勇可没想到 梅千千会真带许久扇回家 如果早知道 肯定会留宿医院 给他们疼地方 现在好了 人家正浪漫着呢 她却毫不自知地 当了一次电灯泡 还好死不死地 说了一声打扰了 这话说出后 她就想抽自己一巴掌 如果悄悄地来 再悄悄地走 可能也不会出现 这样的尴尬了 不过事情 既然已经发生了 她也没办法 再去弥补什么 唯有扭头离开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只是她刚走了 没两步 房间里传来一道 很熟悉 很温柔的声音 于勇 都回来了 干嘛还走 一起吃饭吧 梅千千等的 就是这一刻 虽然她已经下定了 跟许久扇的决心 但有机会 刺激一下于勇 她才不会错过呢 而把许久扇 带到家里 无限暧昧 便是刺激于勇 最好的手段 最起码 梅千千是这么认为的 听到梅千千的话后 于勇就有些 进退两难了 她停下脚步 轻声说道 还是算了吧 你们吃就行 我出去随便 对付一口就得了 多一个人吃饭 会更热闹的 于勇 这里也是你的家 不用这么见外的 梅千千这话不说还好 这么一说 于勇倒真把自己 当成了一个外人了 不过 既然梅千千都这么说了 她也不好再拒绝 扭头看了许久扇一眼 那个样子 似乎是征求她的意见 许久扇现在比她还尴尬 虽然梅千千是 于勇亲手送给她的 但这里毕竟是 人家的地盘 她才是真正的外人 更关键的是 刚刚她还跟 梅千千来了一次 心中有些虚愿 而且她也看得出来 这一切貌似 都是梅千千故意安排的 更相信 吃完饭 梅千千还会要 而且一定是 特别夸张的那一种 想到这一些 许久扇微微有些不爽 因为她现在 在梅千千眼里 更像是一个工具 比当初夏侯福罪利用她 还更要可恶 但是换个角度一想 她又觉得 梅千千并没有错 经历过那种事情后 她想报复于勇 也算是正常 如果这种事情 发生在许久扇的身上 她觉得 她可能做的 比梅千千还要可恶 随她去吧 反正我也不吃亏 这么一想 许久扇便说道 老鱼啊 一起吃吧 那 那我就不矫情了 鱼勇赔脸一笑 快速走进了门 然后 很自觉地 坐到餐桌的另一边 尽量跟梅千千 保持着距离 她现在 已经把许久扇 当成人生中 最大的贵人 贵人一句话 肯定要比圣旨 还好时啊 上了桌子后 鱼勇也没有再客套 直接端起一杯酒 对许久扇说道 老许啊 这一次我真的 也好好地感谢你一下 也祝贺你出院 以后有什么事 你尽管开口 只要我鱼勇能做到 一定是万死不辞 我先干为敬了 说完 鱼勇闷头一口 很痛快地干了一杯 说实话 其实鱼勇的人品 真的不坏 唯一的坏处 就是太过看重权力 如今副院长之位 到手后 他又变成以前那个 温文公签的人 但即便这样 也无法再挽回 梅千千的心了 当然 他也没有想过 再去挽回 在老鱼的心里 梅千千跟许久扇 更加般配 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想法 一顿饭吃的 还是有些尴尬 饭吃完后 鱼勇主动包揽了 收拾餐桌 打扫卫生的家务 还让许久扇 和梅千千先去休息 不用管他 说这话的时候 鱼勇的眼睛很清澈 这让梅千千很有挫败感 他原本以为 这样多多少少 会刺激到鱼勇 但现在看来 是他想多了 他是觉得无所谓吗 那就再放纵一些 梅千千对鱼勇说了声谢谢 迫不及待地 拉着许久扇回了房间 很利落地退去了衣服 主动寻求着他渴望的东西 今天有点累了 早点休息吧 知道梅千千要干什么后 许久扇微微有些抗拒 毕竟他还是有底线的 如果鱼勇不在 他可以跟梅千千随便地折腾 但现在鱼勇就在外面 如果还乱来 那就有些过分了 但梅千千并没有打算住手 衣服都脱了 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看着许久扇 梅千千做出一副 无辜又渴望的样子 这种纯情又放荡的神情 她是刚从小电影里学来的 为的就是这一课 就一次好吗 梅千千咬着嘴唇 一把抱住了许久扇 我很讨厌别人拿我当工具用 许久扇说着 推开了梅千千 然后点上一根烟去了阳台 她说那句话的时候 梅千千能看出她的厌恶 但却并没有停手的打算 就算这一次许久扇真开始讨厌她 她也会继续下去 也唯有这样 才能把她内心的苦楚发泄干净 紧紧跟上许久扇的步伐 梅千千也没有再说什么 直接蹲在许久扇的面前 咬了起来 许久扇没想到 梅千千还会乱来 一把按住了她的脑袋 低声说道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很贱 我就是个贱货 从被你救起那一刻就是了 你难道现在才发现吗 靠 你想犯贱犯去好了 别来烦老子 可我只能对你犯贱啊 一句话说完 梅千千微微一笑 刚想着开始呢 许久扇抬手给了她一巴掌 这一巴掌下去 瞬间打蒙了梅千千 她捂着脸 眼圈通红地看着许久扇 许久扇看到她这样子后 也微微有些愧疚 深吸一口气 她一把抱起了梅千千 说道 以后别再这样了 该过去的就让她过去吧 你这样 我挺心疼的 一句心疼 彻底让梅千千泪崩 她一下子把头 埋进了许久扇的胸膛 哭了起来 许久扇并没有再说任何 将她抱到床上后 默默地抱着她 她知道梅千千这次哭过后 肯定会打开心结 恢复成以前的样子 半小时后 止住眼泪的梅千千 抬头看了许久扇一眼 轻轻靠在她的肩膀上 好了 许久扇扭头看了她一眼 抬手擦了擦她脸上的泪痕 梅千千没有理会她 脸上貌似还有一丝淡淡的怨气 但却紧紧地抱着许久扇 见她不说话 许久扇接着问道 有些怨恨我 刚刚你把我打疼了 不怨恨才怪呢 那你也打我一下 这样行不 舍不得了 梅千千摆了她一眼 接着说道 能跟我说说你跟她之间的事情吗 有火星小说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 主播 法凡 梅千千提到那个她 自然是下山了 这一点许久扇还是很清楚的 只是关于她跟下山之间的事情 许久扇还真不好说 毕竟她也才刚刚察觉到 下山的心意 至于这妮子 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她 她还真不好判断 而且伤害过下山之后 许久扇觉得也没必要再提她了 可是看到梅千千那渴求的目光 她还是说道 其实我跟她之间也没有太多的事情 而且我们认识的时间也不长 那肯定是一见钟情了 听到梅千千这话 许久扇有些想笑 还一见钟情 怎么可能是一见钟情啊 她可是记得刚认识下山时 下山对她的态度跟谢雨柔如出一辙 直到她参加那次同学聚会 才有了一丝改变 思绪一下涌上心头 许久扇便从下山的那一次同学聚会开始 把她跟下山的故事给梅千千讲了一遍 大概是因为我救了她爸两次啊 下山才开始慢慢喜欢我的吧 但那个时候我可啥都不知道 只觉得她是感激我罢了 许久扇这次说得很投入 连梅千千拿起手机录音 她都没有察觉 至于小梅为什么要录音 连她自己都说不出答案 只是觉得 许久扇在说这件事的时候 很认真 很动情 她能看得出来 许久扇似乎是真的喜欢下山 不然 肯定不会那么为她着想 轻轻靠了靠 梅千千问道 那如果那个时候 你知道她喜欢你 会不会接受她 呵呵 怎么可能呢 我现在就是烂人一个 吹着碗里的 还响着锅里的 下山太清纯了 就跟一盏白纸一样 我才不会去玷污她呢 玷污这个词 说出的时候 许久扇苦涩一笑 从静滋州开始 她的命运 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让她很是欣喜 同样 也有些迷茫 她是做梦都想迎娶白富美的 可一旦得到一些东西后 薛九扇便觉得 有些虚幻 再者 她很清楚 阎王不会平白无故地 选中她当助理 更知道 她现在得到的东西 将来都会付出代价 远的不说 一个月期限马上就到了 她马上就得出国 去做那件事了 阎王大佬 刚跟她说那件事的时候 就提醒过她 这事很凶险 说不定会丢了小命 不过小命丢了怕什么 只要阎王大佬在 是死是活 还不是她老人家一句话的事 也没有再多想 她扭头看了梅千千一眼 然后说道 好了 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赶紧睡吧 明天我还有事情呢 嗯 你抱着我 说完 梅千千小鸟一人地 钻进了许九扇的怀里 很快 许九扇便进入了梦乡 发出了轻微的憨声 梅千千还没有入睡 抬头看了她一眼 情不自禁地 吻了许九扇一下 跟这个男人 发生过关系后 梅千千想了很多的东西 这辈子属于她是肯定的了 但也仅仅是身体而已 所以 她才会毫无避讳地 跟许九扇的亲热 也才没把利用她 来报复于勇当回事 可就在刚刚 那一巴掌和那句话 彻底打醒了她 她哭 并不是那一巴掌有多疼 更多的是许九扇那句话 我挺心疼你的 直到现在 这句话还在梅千千的心头 回荡着 经历过这些打击后 她以为她不会再动情了 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让她再次萌生了情意 只对许九扇一个人 也没有再多想 梅千千拿起了手机 然后将那段录音保存了起来 准备找个机会 再跟下山谈一次 最起码要让下山知道 许九扇的心意 也没有再多想 梅千千再次躺下 进入睡眠 第二天 于勇很早便起床 准备好了早餐 然后耐心等着 许九扇两人起床 成为市里三院副院长后 老于的工作 比以前轻松了很多 并且权力也比 其他副院长要大一些 他很清楚 能有今天的地位 都是许九扇帮他拿到的 所以利用职位之便 他也为梅千千 争取了很多的东西 这也是老于 对梅千千的补偿 当然 更重要的原因 还是为了讨好许九扇 很快 两人便从卧室走了出来 于勇看了他们一眼 立马站了起来 笑呵呵地说道 哈哈哈哈 起来了 我刚做好早餐 你们快过来吃吧 老于 谢谢你了 有人这么殷勤地伺候着 许九扇自然很开心了 也没有跟于勇客气 拉着梅千千便走到了餐桌旁 昨晚心结解开以后 梅千千已经不再那么恨于勇了 微微一笑 他也对于勇说了一声谢谢 很礼貌 也很淡然 就跟普通朋友一样 呵呵 别那么客气 对了 千千 这个你看一下 要是没问题就签了吧 说着 于勇将一份离婚协议书 递到梅千千的面前 然后接着说道 这些年我挺对不住你的 也不配再做你的丈夫了 不过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会改过自新的 也会做你最好的朋友 于勇这句话说的有些苦涩 但也是发自内心的 在坐上副院长宝座那一刻 他就把这东西准备好了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交给梅千千 说实话 他其实很不想跟梅千千离婚 但他也知道 就算他们不离婚 也不会再回到从前 既然已经回不到从前了 还不如放手的好 梅千千看着那张离婚协议书 心里也有些难受 别说他了 就连许久善看到这张纸后 都无比的别扭 觉得自己是个罪人 但这毕竟是他们两个人的事 他也不好参与 看了梅千千一眼 许久善假装梅是人一样 慢慢地吃起了早点 寂静持续了半分钟 半分钟后 梅千千深吸一口气 抬头微微一笑说道 于永 谢谢你 是我对不起你 还好你能遇到老许 对了 你不是一直想去京华学习吗 我昨天帮你争取到一个名额 为期三个月 机会也很宝贵 只是 你得先跟老许分开一段时间了 顿了顿 于永接着说道 名额 我只是先帮你争取了一下 你如果不想去 我再给其他人 不用 给我报名吧 梅千千看了许久善一眼 很坚定地说道 去京华学习 一直都是他最渴望的事情 当然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想给许久善一些时间 同样也给下山一些时间 梅千千很希望 他们能走到一起 也希望他们能一直相爱下去 为什么这么想 连梅千千也说不清楚 大概是觉得 下山跟她的性格很像 不想让她再受伤害吧 也没有再多想 她很痛快地签了离婚协议书 吃完早饭后 和于永去民政局办了离婚 百达集团 新任制药部总监的赵无言 正在跟谢总做着汇报 到资州才两天 赵无言已经考察了不少地方 然后挑了几个位置 作为百达制药厂的建厂地点 这些定下来后 她一大早就过来跟谢总 汇报了一下 只等着谢总去实地考察 而且这次实地考察 她必须跟谢宇柔定下来 但她却不知道 谢总真的很不想定案 看着赵无言选出的地址 谢宇柔是一阵的头疼 她是真没有想到 赵总监做事这么雷厉风行 一天时间就她们把事情给搞定了 这不是在给本小姐出难题吗 眼下钱还没有搞定 你倒是先把地址撬定了 搞事情啊 我去 早知道应该先给她放两天假 不过 文姐的这个手下还真是厉害 这四个地方选的 也挺有水平的 也没有再多想 谢总干笑了一声 赵总啊 这四个地方我都很满意 一时也不能确定哪个地方最好 这样你再跑一下问问 好好对比一下 拿出一个最满意的地方给我就好了 谢总 西郊那片荒地 在我看来就是最好的地方 这里远离闹市 人口稀少 地价也是最便宜的 而且靠近滋河和公路 咱们把这药厂建在滋河边上 肯定比其他三个地方都强 理由说的无可挑剔 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赵无言没说 也不敢说 呵呵 你就不能给我缓上一天 谢宇柔一阵叫苦不迭 刚想开口呢 就听赵无言说道 谢总 为了确保一下 我觉得您还是亲自去看一下比较好 好 赵总监 这样吧 明天咱们去实地考察一下 如果合适 就这么决定了 这话 谢宇柔说得很心虚 钱不到位 别说明天 再给他一年也确定不下来呀 不过现在 他也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拖上一天是一天了 说不定会有什么奇迹发生呢 听到谢宇柔的话后 赵无言立马点了点头 假装很平静地说道 好的 谢总 那明天我陪您去那里看看 辛苦赵总监了 应该的 说完 赵无言扭头走出了办公室 出了门口之后 赵无言的脸色便微微一变 立马加快了步伐 他一走 强装镇定的谢总 蹭的一声 从椅子上蹦了起来 一脸苦涩地嘀咕道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呀 姓张的老混蛋 到底怎么样才能把钱给我呀 这句话刚说完 下山便走进了办公室 经历过昨天打击之后 下山消沉了很多 但即便这样 他也不会把这些消极的情绪 带到工作上 他就是这样 即便是受了伤 也只会在深夜里抱着自己哭 更不会让任何人察觉 他是温顺 却也很坚强 看到谢总此刻 正急地跳脚 下山边皱着眉头问道 谢总 你这是怎么了 虎着脸 谢宇柔说道 珊珊姐 这药厂的地址 他们已经选出来了 啊 这是好事啊 你干嘛愁眉苦脸的呀 一祸一出 下山恍然大悟 毕马想起了赔偿款的事情 唉 地址选出来有什么用啊 没钱啥也干不了啊 我该怎么为谢总分忧呢 眉头一皱 下山这一次想不消沉都有些难了 要不 我 我去跟张继科谈一次 不行 我可不能因为这么点破事 自甘堕落 人是为了自己活的 我才不能因为许久山那个混蛋 放弃自己呢 下山刚想完 谢宇柔就盯上他了 很心虚地说道 深山姐 要不 要不你稍微牺牲一下 不行的 谢总 我 我不能 一句话没说完 谢宇柔立马走到她的面前 接着说道 深山姐 你别多想 我说的牺牲 并不是让你那样牺牲 是这样 说着 谢宇柔趴到下山的耳朵上 说出了她的妙计 只是 还没等她把妙计说完 办公室的门被人敲响了 接着 一道谄媚又熟悉的声音 从门外传来 哎呀 谢总在吗 我是财务局的张继科呀 我跟您谈谈赔偿款的事情啊 张继科 听到这句话 夏山和谢宇柔对视了一眼 一脸的懵逼啊 他们能听得出来 今天老张的语气似乎很低下 就跟个孙子似的 更重要的是 这货居然会亲自上门 来谈赔偿款的事情 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啊 事出无常必有妖的道理 谢总和夏山都懂 但张继科 既然主动来这里 至少可以证明 赔偿款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 也没有再多想 谢宇柔立马说道 请进 话音刚落 办公室的门便开了 张继科提着一个公文包 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 笑道 哈哈哈哈 谢总啊 没打扰您的工作吧 靠 这到底是怎么了 张继科是不是吃错药了 心里一阵懵逼 谢宇柔很不敢相信的 看着比狗腿子还狗腿子的张继科 然后说道 张科长 你今天没事吧 哈哈哈哈 没事 那个谢总啊 赔偿款的事 我已经给您办妥了 因为财务局最近资金有些紧缺 上米领导直接把洪海集团的税转给了您 这是交接文件 您拿着这个直接去跟洪海集团交接就好了 说着张继科把文件放到谢宇柔的桌子上 然后笑道 哈哈哈哈 谢总啊 以前的事情是我不开眼 您跟夏秘书千万别放在心上 把我当个傻给放了就行了 那个 我也为我愚蠢的行为向两位道歉了 对不起 张继科说完 很郑重的给夏山鞠了个躬 看到这不算夸张 却无比不真实的一幕 别说谢总了 夏山也彻底蒙了圈了 妖孽了呀 老张这是要重新做人吗 不对 他脸上有伤 肯定是被人教训了 敏锐地观察这一点后 夏山心里咯噔了一下 第一反应就是 张继科被徐久善给揍了 所以才乖乖地把赔偿款送了过来 更重要的是 他记得那天离开医院的时候 资州市长都去探望了徐久善 估计这也是张继科老师的原因了 不然以他的性格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是了 一定是他做的 这个混蛋 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感激你 夏山是这么想的 而在谢总的心里 却是另一个想法 首先 谢总也注意到张继科脸上的伤 同样猜到老张这是被人给揍了 所以才会这么乖 只不过与夏山想的不同 谢总猜的是另外一个人 也只有他才敢揍张继科 还让张继科这么忍气吞声 是了 一定是他做的 可他 为什么不来见我一面呢 由火星小说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 主播 法凡 谢总啊 夏秘书 如果没什么问题 那我先走了 这两人发起呆来 张继科也不想再多呆了 反正事情已经办妥了 他还在干嘛呀 而且这件事 他也确实是经过领导批准才办的 就算以后出了问题 他也有办法 让许久善相信 这事跟他没有半点关系 毕竟 他跟张继勇的关系 可没人知道 只要打死不承认 让他也不敢胡来 再说了 就算他知道又如何 就凭张继勇的能量 还对付不了许久善 他张继科是怕市长大人 可张继勇不怕呀 老张的话 猛然将谢宇柔和夏珊 拉回现实 两个人再次对视一眼 把心思放到了赔偿款上 眼下拿到钱才是最重要的事 至于这事是谁做的 一问张继科不就知道了吗 很快 谢总粗略了看了眼文件 发现里面没有任何缺漏后 心终于放下了 真是天助我也啊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现在好了 只要跟鸿海集团交接成功 啥事也好办了 鸿海集团的大名 两个人可都知道 压根没有怀疑这里面还有什么猫腻 毕竟人家可是全国知名企业 一个亿对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只要跟他们交接成功 钱会立马到手 而且这一次 如果事情做得好 说不定还能搭上鸿海这条线 一旦得到鸿海的扶持 百达的未来可想而知了 那绝对就跟做了火箭一样 一路高歌呀 想到这里 谢宇柔笑了 很灿烂的那一种 也很大度的 把张继科往日的罪孽 抛到了一边 笑着说道 这一次麻烦张科长了 谢总客气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要是没啥事 张继科指了指门口 话还没有说完 谢宇柔便说道 张科长先别急呀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是谁让你改变了主意 都是聪明人 张继科也没想着 编什么我良心发现之类的谎话 直接说道 那人说了 不让我透露他的身份 抱歉了谢总 哼 弄得还挺神秘 以为这样 本小姐就猜不到吗 心里微微一喜 他也没有再为难张继科 摆了摆手说道 既然这样 那张科长先回去吧 好 谢总 夏秘书 再见 说完 张继科快速跑了出去 一流烟的出了百达大门后 他就给许久善打了个电话 把他刚刚对谢总说的话 又跟许久善说了一遍 此时 许久善就在保安室里 之所以过来 就是想盯住这件事 在电话里 夸了老张两句 时时误吼 许久善挂断了电话 另一边 谢宇柔开心的不行 拿着那份交接文件 对夏山说道 珊珊姐 走 咱们现在就去红海集团 争取今天把钱拿到手 谢总 你是不是有些急了 最起码 咱们应该先跟人家通个电话 交流一下吧 啊 是我心急了 我这就打电话 说完 谢宇柔打开抽屉 从里面拿出一打明信片 这些都是谢总 从各个场合搜罗到的人脉 无一例外 每个明信片的主人 都是资州市 有头有脸的人物 很快 他就从明信片里 找到一张 红海集团财务处处长的名片 至于红海集团总裁的名片 谢总肯定是拿不到的 虽然他也是总裁 可跟人家一比 那简直就是大象跟蚂蚁 能有一张财务处的名片 谢总都觉得倍感荣幸了 名片抽出以后 谢宇柔立马拨上了号码 刚要拨通呢 就听夏珊问道 谢总 难道你就不好奇 是谁帮了我们 好奇啊 不过我已经猜到是谁了 但就是不告诉你 被夏珊这么一问 谢宇柔心里再次一填 前几天受到的伤害 彻底烟消云散 看到谢宇柔这个样子 夏珊就知道 谢总肯定猜到了 然后说道 谢总 事情都让他办妥了 看来他已经出院了 啥 他出院了 他什么时候住进医院的 还有 他为什么住院 心里一紧 谢宇柔立马看向夏珊 刚想问明白怎么回事呢 他意识到 夏珊说的不是曲子舞 而是许久善 我的天哪 珊珊姐 这刺激看来受得不轻啊 啥事都能想到那个人渣 就他那个德行 有什么本事 能搞定张继科呀 搞笑还差不多 想着 谢宇柔美好气地说道 珊珊姐 你说的是许久善吧 嗯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难道谢总想的不是他 切 就他那个熊样吧 怎么可能做到这件事 珊珊姐 你想多了 不屑地回了一句 谢总端起桌子上的茶杯 喝了一口水 只是这口水还没有喝完 就听夏珊说道 昨天我离开时 看到市长去探望他了 嘖 市长去探望许久善 搞笑的吧 差点没被一口水呛死 谢宇柔剧烈地咳嗽了几声 说道 咳咳咳 珊珊姐 你是不是眼花了 市长去探望许久善 是许久善脸大呀 还是市长脑子进水了 没错的 李市长来过咱们公司 我认识的 还有他的秘书 就算认错 我也不可能认错两个人呢 这话一出口 谢宇柔愣了 心里一阵别扭 如果夏珊说的是真的 那这件事情 真有可能是许久善搞定的 靠 才不会呢 一定是他帮我搞定的 不是许久善 谢宇柔这想法才出来 又听夏珊说道 昨天我就把这事告诉许久善了 而且他也说了 会搞定这件事的 当时我也不信 但现在事情确实被搞定了 不 不可能的 一定不是他 谢宇柔还在欺骗着自己 但内心已经信了八分了 但为了确定事情的真伪 他还是决定给许久善打个电话 亲耳听他承认才行 想着他立马拨通许久善的电话 赔偿款的事情搞定后 许久善觉得 没必要再在这里待着了 便离开保安室 准备去找梅千千 只是刚出百达公司大门 他便接到谢宇柔的电话 看到见人柔三个字 许久善很不耐烦 更不想接 但他知道 如果这个电话不接 谢总肯定会把他电话打爆的 思来想去 九哥最终还是接起了电话 然后没好气地问道 哟 谢总咋有空给小的打电话了呀 是不是想确认一下 我挂了没有啊 许久善 你是不是已经出院了 谢宇柔这个时候 也懒得跟他扯淡了 只想快点确认这件事 是不是他干的 呵呵 谢总还真是料事如神啊 我还以为您忘了我住过院呢 靠 你就不能别这么阴阳怪气吗 放在以前 许久善如果这样跟他说话 谢总早就发飙了 管你压得住没住院呢 本小姐现在就让你再住一次 不过 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许久善说他料事如神 看来是真出院了 按照下山的说法 赔偿款的事情 现在有50%的可能性 是他做的了 想着 谢总继续问道 你跟市长认识是吗 得 这话一出 许久善就明白 谢总想问什么了 虽然赔偿款的事情 是他搞定的 但他真没想承认 再者 他这一次帮忙 纯粹是为了下山 虽然无形之中 也帮了谢总 连想都没想 许久善直接给他回了一句 跟你有关系吗 被谢宇柔冷落两天之后 许久善现在 是一肚子的闷气 虽然这两天 他过得也是相当的舒服 可跟谢宇柔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至于谢宇柔 这两天忙得 有些焦头烂额 哪里还在乎他呀 听到他的话 只觉得这小子 飘了不少 也更加相信 赔偿款是他搞定的了 行 这次你帮了本小姐的忙 本小姐就让你一次 不跟你计较了 这账以后咱们慢慢算 深吸一口气 谢总平复一下心里的怒火 微微一笑 这一笑看在夏珊眼里 只觉得谢总要多阴险 就有多阴险 能让谢总这么叫 许久善肯定要贪事了 哼 他贪事关我什么事啊 谢总弄死他才好呢 想是这么想 但夏珊还是有一丝小担心的 生怕谢总一怒 真让许久善血流成河 刚想着劝劝谢总息怒呢 人家却嗲嗲地说道 哎呀 久善哪 知道你在怪姐这几天 没去照顾你 是姐的错 可现在公司这么多事 姐也没办法呀 你乖乖告诉姐 你是怎么搞定张继科的 小弟上去一顿锤不就齐活了 这种小角色 搞定他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久哥的心是真飘了 这也难怪 这些天他接触的都是些大人物 而且每一个都对他尊重有加 飘点也是正常 不过飘归飘 他也没想承认这事 就说道 谢总 您说啥呢 我咋就听不明白呀 什么张继科呀 他是干嘛的 哼 还跟我装是不 行 你不承认就算了 本小姐就假装不知道 省得总觉得欠你人情 这么一想 谢宇柔直接说道 行吧 既然你出院了 就回家好好休息几天 等我忙完了就去看你 还想让我回家 有门吗 许久山也不傻 知道谢宇柔肯定是泡面喝乏味了 才说出这话的 二话没说果断拒绝 只是他刚拒绝完 就听谢总问道 杉杉杉姐 你干嘛去啊 下山 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 想着 许久山就问道 对了 下山没事了吧 哟 本小姐就是试探一下你 没想到 你还真关心起 杉杉姐来了 哼 小九九 你还是太嫩了 虽然歪门邪道 姐比不过你 但大场面的战斗 你只配给姐提鞋呀 一箭双雕 抓住许久山心里 还打发走了下山的谢总 心里暗笑了一声 说道 哼 想知道 就乖乖听我的话 靠 谢雨柔 你就不能要点脸 许久山真没想到 谢总会拿他 对下山的愧疚说事 心里只觉他一阵憋屈 呵呵一笑 谢雨柔说道 哼 要脸干嘛呀 要脸能当钱花吗 要脸 你能乖乖回家 给我做饭吃吗 我就不要脸 怎么着 你咬我呀 哼 脸是你的 你爱要不要 懒得跟你废话 许久山说完 刚想挂电话呢 就听谢雨柔喊道 哎 珊珊姐 冷静点 你可千万别跳啊 一听这话 许久山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 扭头朝公司跑去 一边跑 一边焦急地问道 下山怎么了 哼 没事 靠 你压有病吧 这样很好玩吗 特别好玩啊 许久山 别忘了谁才是你未婚妻 你居然背着我喜欢别的女人 你对得起我吗 现在知道你说我未婚妻了 找他妈干嘛去了 心里一阵的愤闷 许久山说道 谢雨柔 说这话 说这话你觉得有意思吗 是没意思 能看得出来 你小子是真喜欢上下山了 咱们做笔交易 只要你乖乖听我的 我帮你追下山怎么样 而且你们成了 我会跟我爸说主动退婚的 之所以这么说 谢雨柔是看重许久山跟市长的关系 只要能抓住这个 百达的发展将会更加畅通 我拒绝 许久山本来就没想过跟下山怎么样 之所以关心她 是因为心里的愧疚 所以听到谢雨柔这话 想都没想 直接拒绝了 可她哪里知道 就算她拒绝 谢总照样有一百种无赖手段 让她顺从 听到她那声拒绝后 谢雨柔也不急 只是东一句 西一句的胡扯 什么珊珊姐这么好的女人 一旦错过 会后悔终生了 万一她想不开 就会自杀了 弄得许久山 直接没了脾气了 到最后 实在是听不下去的许久山 彻底妥协了 深吸一口气 她点头说道 别说了 你赢了 我乖乖听你的就是了 哎呀 早这样不就行了 害得本小姐浪费这么多口水 行了 本小姐也不跟你废话了 乖乖回家等着本小姐 你的珊珊姐 我会好好照顾的 一句话说完 谢雨柔笑嘻嘻地挂断了电话 只是在挂断电话那一刻 她的脸立马就搭了了 虽然许久山没承认 赔偿款的事是她做的 但谢总已经确定了真相 之所以搭了脸 也正是因为这个 满心欢喜地以为这个忙 是最喜欢的人帮的 可到头来 却是那个最讨厌的人做的 这样的落差 让谢雨柔很接受不了 徐子武 这个深藏在他心里的男人 让他觉得离他越来越遥远 而那段距离 可能这辈子都拉近不了了 想这么多干嘛呀 本小姐还怕没人要吗 主要不嫁给徐久山这个渣渣 最后跟谁在一起都无所谓 也没有再多想 他拿起了手机 拨通了张继勇的号码 只是电话刚接通 还没等他说话 对方就有些激动地问道 是切走嘛 一句话 顿时让谢雨柔 嗅到一股阴谋的味道 由火星小说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 主播 法凡 红海集团 张继勇已经等候多时了 张继科跟徐久山汇报完之后 便立马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告诉他事情已经办妥 却让张继勇很开心 从挂断电话开始 他就在等待着谢雨柔的电话 他清楚地记得 那一次见面时 他曾给过谢雨柔一张名片 而他手里也有他的名片 但估计到如今的身份 他自始至终没有联系过谢雨柔 不是不想 是觉得一旦联系了 就更难把这块肉吃下了 虽然他自觉 身份要比谢雨柔更高一点 但人家好歹也是一家公司的老总 这种能掌管一家公司的女人 可没那么好泡啊 只能慢慢找机会 虽说这机会让他苦等了半年 但他还是很喜出望外 所以在接到谢雨柔电话那一刻 他才急切地问道 是不是谢总 只是这话一出口 张继勇就觉得他有些心急了 心里暗骂一句该死 张继勇一阵的懊恼 他很明白 谢雨柔到现在还没有说话 肯定是察觉到了什么 但话已经问出去了 他只能强装镇定 四季找到合适的话题后 再弥补一下 另一边 谢雨柔还在深思当中 他现在在琢磨张继柯和张继勇的关系 毕竟这两个人的名字太像了 而且张继勇貌似早就知道他会找他 这样看来 要说这里面没点阴谋 鬼才信 不过即便有阴谋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接下 毕竟这关系到百达的未来 也没有再多想 谢雨柔说道 我是谢雨柔 您是洪海集团的张总吧 呵呵呵 就知道会是谢总 我已经等候多时了 谢总给我打电话 是想跟我交接一下赔偿款吧 正是 张总有时间吗 如果有时间 我现在就去找您 好 那我就在公司等着谢总 说完 张继科便挂断了电话 能成为洪海集团财务处处长 张继勇还是很有手腕的 他很清楚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道理 都已经等半年了 他也不在乎再等上几天 眼下最重要的是 是先稳住谢雨柔 然后一点一点 引他上钩 至于要怎么把他勾到手 还是要先观察一下敌情 再做定计 哼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呢 我就知道我们还会再见的 微微一笑 张继勇靠在椅子上 点上了一根香烟 悠悠地抽了起来 另一边挂断电话后 谢雨柔眉头紧皱 心里总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不过这件事既然是许久善办妥的 应该不会有什么阴谋 可能是我多想了 安慰了一下自己 谢雨柔立马把下山叫了进来 然后拿上文件 风风火火向红海集团奔去 在他们离开不久 赵无言也从公司走出 然后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 小心翼翼地掏出了手机 喂 文件 我是赵无言 事情已经安排妥当了 明天谢雨柔 会跟我去西郊那边考察 哈 把具体位置发给我 剩下的交给我就行了 好的文件 这话说完 赵无言便挂断了电话 然后将考察地 具体位置发给了许子文 许子文看着这个地方 微微一笑 拿起了手机 资州市市中心 新成立的科利奥集团 驻华总部内 大号王九金的新任驻华总裁 坐在椅子上 看着两个外国人 一脸的阴沉 老王现在觉得 这两个老外比他还费 都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了 还没有把那家制药厂拿下 从他入住 资州开始 就一直在做一件事 那就是尽可能 收购资州市的中小型企业 这项工作 是老板安排给他的 不然就以他那 核桃仁大小的脑子 肯定只会坐吃等死 大方向的发展策略 一制定 再加上 科利奥集团丰厚的家底 老板相信 就算是个傻子 都能迅速在 资州站稳脚跟 所以才把王胖子 派了过来 事实也证明 这项策略 没有任何的毛病 短短几日 老王利用各种手段 收购了好几家 濒临破产的小厂子 并注入资金 让他们重新焕发了生机 但这一切都是小打小闹 老板最看重什么 王胖子很清楚 社会文明发展至今 各大行业 已经趋近于宝盒 当今商业 最吃香的 莫过于电子信息行业 但潜力最大的 就是制药 只要地球上还有国物 那就少不了会生病 一旦生病 自然要打针吃药 所以不管社会再怎么发展 制药行业 永远不会倒塌 这一点 就算老板不说 王胖子也很清楚 而资州 制药行业 那绝对是最薄弱的行业 就连龙头企业 红海集团 也只是初步的涉猎 到现在 只是制造一些 简单的仿制药 可以说 制药在资州 都是一块不小的蛋糕 所以在进入资州后 王总便很快盯上那家 新开的制药厂 九扇制药 当他知道这个名字时 心里就一阵窝火 无他 王总现在最恨的人 就是许九扇了 如果不是这小毒子出现 他现在也不会混得这么好 好归好 但仇却不能不报 虽然老王知道 这制药厂肯定不是许九扇开的 但还是想把它拿下 让这个酒扇成为他脚下的小蚂蚁 但是谁能想到 这家制药厂这么难搞啊 老王已经派人连着去了好几次了 人家死活就是不鸟的 不过也是 毕竟他们已经研制出了一种新药 虽然只是感冒灵 但也足以撑上几年 哼 只要是老子看上的东西 就没有拿不到手的 这么一想 王胖子眼睛一眯 起身走到两个外国人身边 抬手一人给了一巴掌 然后骂道 废物 这点小事都办不了 老子要你们有什么用处啊 挨了王总的巴掌 两个老外很是憋屈 他们其实很看不惯 这个一无是处的华夏人 但奈何 人家是老板面前的大红人 要知道 他们已经在克里奥待了五六年了 到现在都没见过老板的样子 但这个死胖子却见到了 还很受老板器重 敢怒不敢言 两个老外低头忏悔道 王总 是我们无能 哼 能认清自己 你们也不是那么蠢 你们先下去吧 这件事我亲自去办 说着 老王摆了摆手 再次走到椅子旁 两个老外听到老王的话 心里松了一口气 却也很是鄙夷 心想 哼 要是你真能把那家公司收购了 我们扶你 也没有再多想 他们点了点头 快速走出了办公室 就在他们离开那一瞬间 老王的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接着他便皱起了眼睛 从红海集团出来 谢宇柔总觉得有些不真实 他明明感觉到了阴谋的味道 但到了这里 却没有受到任何的刁难 见到张继勇后 人家表现也很正常 中规中矩 一切都在按程序办事 交接文件给他看过之后 张继勇便对谢宇柔说道 谢总啊 文件没有任何问题 我这边会立马交给老总签字 等他签完字 钱立马给您转过去 不过这两天老总有事 没在公司啊 您可能要稍微等几天 这话张继勇绝对没有巴下 王洪海同志 现在确实不在公司 到了他这个层面 王大老板 根本不用像谢总那样 势必公亲 有什么事情只要一吩咐 手底下的人 妥妥地给他办好 王老板现在 要做的就是搞好慈善 顺便陪好他的小情人 洪海集团的人都知道 王总对他这位小情人 是有求必应 两个人是真正的 粥鱼打黄盖 一个敢打 另一个也真的愿意挨 为了他这个小情人 王洪海同志 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远的不说 就现在 王大老板就在头疼一件事 据说 他那位如花思域一般的小情人 心血来潮 想拍一部电影 还想当女主 原本这对王大老板来说 是一件芝麻绿豆一样的小事 可谁知道 这娘们非要请外国著名女星 菲奥娜参拍 大老板是有钱 请明星对他来说 也是小菜一碟 放在国内 他发话 只要不是骨灰级的老艺术家 他都能请到 可要让他去请菲奥娜 那不是扯淡吗 人家菲奥娜是谁 那可是国际知名影星 影后啊 随随便便露个脸 都得几千万 还他妈是美金 那是一般人能请到的吗 钱 大老板不在乎 可问题是 他真请不来呀 为了这事 王洪海可没少费口舌 但问题是小青人就跟他降上来 行 姓王的 口口声声说爱人家 你就是这样爱的 你不给我请示吧 那咱俩也别处了 姑奶奶现在就自杀给你看 让你痛失你的心肝小宝贝疙瘩 这点小事都办不了 你让我死了好了 一哭二闹三上吊 小青人彻底把大老板弄得没了脾气了 最后只得先答应下来 然后再想办法 这事张继勇是知道的 毕竟王总用钱 都要向这位财政大臣打声招呼 所以洪海集团最清楚王总行踪的 莫过于他了 张继勇相信 王总为了这件事 肯定很长一段时间不来公司了 只要一直这么拖着 谢宇柔迟早会不耐烦 到最后他再略失手段 不怕谢宇柔不乖乖就范 你要是真不就范 那也好办 男人遇上女人 还有要解决不了的事情 当然张继柯的邪恶用心 谢宇柔是不知道的 所以谢总才会犯嘀咕 难道真是我想多了 人家其实根本没打什么歪主意 看到谢总这个样子后 下山眉头一皱 赔偿款的事情已经搞定了 谢总咋还愁眉苦脸的呢 难道又遇到什么麻烦了 这么一想 他立马问道 谢总 您这是怎么了 双双姐 没事的 对了 这边的事你盯着一点 明天我要跟赵无言去考察一下 建厂的地址 如果合适 会尽快定下来 你也催着张继勇一点 尽快把钱拿到手 放心吧谢总 这边的事情交给我就好了 嗯 那就这样 我就不去公司了 你要不想去 也回家好了 说完 谢总便上了车 等着下山的决定 如果他要去公司 谢总会烧他一程 如果不回 那就让他自己回家就是了 下山其实到现在 还没有缓过劲来 只是强撑着工作罢了 谢总既然都这么说了 他也不会再矫情 直接说道 那谢总先走吧 我打车回家 好 珊珊姐 那你注意安全 我先走了 谢总再见 穆送谢宇柔离去 下山再也没有掩饰 他心里的苦涩 一个人慢慢向外面走去 现在 下山只要一独处 就会立马想起医院的种种 想起梅千千对他说的那些话 还有他对许久善的哀求 他已经告诉他我不在乎了 他居然还拒绝我 难道我在他心里就那么不重要吗 他清晰地记着 许久善跟他说的那句话 只要是美女我都喜欢 都想占为己有的 珊珊姐 你要是真不在乎 我们可以组建一个大家庭 说实话 下山真的不在乎许久善会组建一个大家庭 虽然当时听到这句话 他有些抗拒 但事后他就想明白了 只要许久善能真心实意地爱他 那就可以了 下山很明白 这个世界上有真爱 却没有一尘不变的真爱 一个人不会从生到死 只去喜欢一个人 尤其是男人 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段 不同的地点 都会遇到一个 能让他怦然心动的人 如果两个人都来了店 肯定会相爱 这种事情很难控制 就像他一样 现在压根控制不了 对许久善的爱意 为了他 下山愿意做任何事情 哪怕是死 可重要的是 许久善在说那句话的时候 明显就是在拒绝他 就算他真组建大家庭 成员肯定也不会有下山的 人生中最失望的事 就是没有任何希望 这也正是下山痛苦的原因了 他现在才明白 在许久善的心里 他就是一个普通朋友而已 帮他只是出于道义 呵呵 一直都是我自作多情罢了 既然这样 我为何还要把他放在心上 想着 下山眼圈一红 他想放下了 可是又真的放不下呀 不知不觉中 他已经走到了路边 夏日苦多 秋来寒 这个季节 却并没有下山想得那么冷 他只是心冷罢了 叮铃铃 很快 一道清脆的手机铃声 把下山从苦思中拖了出来 掏出手机一看 居然是个陌生的号码 不过 却是资州本地的 眉头皱了皱 下山平复一下心情 接了起来 喂 您好 哪位 是下山小姐吗 是的 你是 我是梅千千 夏小姐 现在有空吗 我想跟你谈谈 听到梅千千这三个字 下山脑子就轰的一声 人立马就呆了 梅千千 她现在来找我干嘛 跟我炫耀吗 下山很清楚 她跟梅千千之间 唯一的话题 就是许久善了 所以 很不想跟她谈 只是没等她拒绝 梅千千接着说道 哼 当然 下小姐如果没空 或者不想跟我谈 那就算了 不过 希望你不要后悔 后悔 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没有找你一步 去照顾许久善 心里一阵难过 下山最后 还是决定去跟这个 不要脸的女人 见上一面 说道 哈 告诉我地址 我去找你 有火星小说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 主播 法凡 半个小时后 下山来到 市里三院附近的 一家咖啡馆 这家咖啡馆很幽静 跟其他的咖啡馆不同 它设有独立的包间 包间很小 就如那种小隔间一般 最多也就可以坐四个人 可以说在这里喝咖啡 聊天是很不错的 起码不会被人打扰 也不会打扰到别人 很快下山找到 梅千千所在那个小包间 包间门是紧闭的 而门上贴着一个 很醒目的标签 一个蓝色男人 和一个红色女人 不用猜下山也知道 这是情侣房 相当于其他地方的情侣卡座 梅千千订了一个情侣房 让下山有些费解 而且还有些别扭 不过来都来了 她就算再别扭 也会和梅千千见个面 看看这个女人葫芦里 卖的究竟是什么样 当当当 敲门声响起 在包间内 看着窗外景色 有些失神的梅千千扭头 轻声说道 请进 可这声请进 下山并没有听到 这也不怪梅千千 因为这种情侣包间的 隔音效果 还是非常好的 一般盯这种包间的 都是小情侣 两个人携手进去 门一关 有窗户的地方 在一拉窗帘 爱干啥干啥 反正没人知道 就算知道 也没人说什么 下山没有得到回应 眉头一皱 突然觉得梅千千是在戏弄她 就再次敲了敲门 如果这次还没有动静 她会毫不犹豫地扭头离开 门还是开了 只是开门的时候 梅千千皱着眉头 还说道 非要让我给你开门是吗 哼 用得着你啊 你要是说个请进 我早就进来了 有些厌恶地看了梅千千一眼 下山也没有说任何 直接走了进去 然后坐在她的对面 见她依旧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梅千千微微一笑 哼 也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 就给你点了一杯卡布奇诺 谢谢 有话就直接说吧 下山冷冷地说了一句 把头扭向窗外 懒得再看梅千千一眼 觉得多看一眼都会恶心 这种有了家庭 还在外面勾勾搭搭的女人 放在古代 早就被禁猪笼了 知道夏小姐有些嫌弃 觉得我不要脸 不过没关系 我确实不是个好女人 说是破鞋也不为过 这话梅千千说得很淡然 似乎在她看来 当只破鞋并没有什么 不过下山听到后 却变了味道 她能听出梅千千话里的苦涩 就像这几天 午夜时分 辗转不眠的她一样 也突然觉得 梅千千也不是那种放荡的女人 这女人的气质 很是温和谦柔 只是稍微打扮一下 她即便声称自己 是某个大学的教授 或者女博士 夏珊都会相信 可也正是这样 夏珊才更加的气愤 明明条件这么好 为什么非要自甘堕落呢 不过这些对夏珊来说都不重要了 如果梅千千这次找她只是自嘲 夏珊觉得也没有待下去的必要了 想着她哼道 哼 梅医生叫我过来 就是想说这些 不 我想跟你说说许久善 还有 我已经跟我丈夫离婚了 离婚 那你是想跟许久善结婚吗 哼 许久善会娶你吗 这个念头一出 夏珊心里一凉 以她对许久善的了解 她可能真的会娶梅千千 哼哼 请帖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吗 没等夏珊想完 梅千千接着说道 我答应过她 这辈子只属于她 会甘心成为她的禁卵 除了她之外 我不会再让别的男人碰我 但我不会跟她在一起 夏珊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信息量有些大了 本来就被梅千千那句离婚 弄得一阵失神 再听到这句话 夏珊懵了 意思 什么意思 我哪里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眉头一皱 夏珊问道 你到底要说什么 许久善很在意你 许久善很在意我 这句话 犹如一道晴天霹雳 狠狠轰了夏珊一下 夏珊只觉得 梅千千在开玩笑 如果她在意我 还会说出那样的话吗 如果她在意我 还会拒绝我 即便我说了什么都不在乎 低头苦涩一笑 夏珊摇了摇头 真的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 我根本不会约你出来 说实话 我已经开始喜欢她了 所以有些嫉妒你 昨天晚上 我跟她聊过 她在跟我说你的时候 很认真 很走心 你想知道 她说了些什么吗 她 她说了什么 夏珊看着梅千千 从她表情里 她能看出来 梅千千没有说谎 心顿时紧张了起来 梅千千没有再说话 直接拿出手机 然后点了几下 放在了桌子上 嗯啊 嗯啊 一道很不雅的声音传出 别说夏珊了 就连梅千千的脸也一阵羞红 我天 放错了 这个录音 是早上梅千千 一个奔放的闺蜜 发给她的 她只是听了一下就关了 谁想到 手机自动下载了 还跟许久善那一段录音 混在了一起 夏珊听到这个声音后 心里一阵的愤懑 哼 说得比唱得都好听 这个女人果然是在耍我 连这种声音都录下来了 真不知廉耻 心顿时受到了十万暴击 夏珊拿起包鞭站了起来 夏珊 你等等 我 我放错了 不是这个 这个是我闺蜜发给我的 哎呀 你先坐下 梅千千慌乱地拨弄着手机 又急切地拉住了夏珊 大概是因为 我救了她爸两次吧 夏珊才开始慢慢喜欢我的吧 但那个时候 我可啥都不知道啊 只觉得 她只是敢为 一句话传出 夏珊心里 猛地打了一个哆嗦 这声音她很熟悉 声音所说的故事 更是她无比珍藏的记忆 她能听得出来 许久善在说那话时的认真 更知道这里面没有丝毫的作假 因为根本没有那个必要 那如果那个时候你知道她喜欢你 会不会接受她 怎么可能呢 我现在就是烂人一个 吃着碗里的 还想着锅里的 夏珊太清纯了 就跟一张白纸一样 我才不会去玷污她呢 最后一句话 进入夏珊的耳朵里 录音结束 那个时候 夏珊的眼睛已经彻底地模糊了 有泪水从她眼角流出 夏珊紧紧咬住嘴唇 轻轻地吸了一口气 看到夏珊哭了 梅芊芊表现得依旧平静 但心里却也很难受 在放那段录音的时候 她也在认真地听 很吃醉 因为那些话 是许久善对她说的 如果可以 她真想变成故事里的女孩 虽然这些故事 并不像童话里那么美好 但却很真实 而这种真实 最容易让人感动 当然 她没法变 而且那个女孩 就在她的面前 夏珊此刻的心情 格外地复杂 她终于明白 许久善 为什么会拒绝她了 不是不喜欢 而是太喜欢 正因为是这种喜欢 她才不敢接受她 玷污那两个字 就像是一道闪电 狠狠披着夏珊的心 怎么能是玷污呢 我都说我不在乎了 我真的不在乎了 夏珊此刻 真想跑到许久善的身边 紧紧抱住她 然后告诉她 她是最好的 是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替代的 可她不敢 也知道 即便这样说了 许久善也只会拒绝她 而且死都不会承认 她说过这些话 即便知道她喜欢我 又有什么用呢 心更痛了 夏珊强忍着这份痛苦 轻声说道 谢谢你 不用 夏珊 她真的很在乎你 千万别辜负了她的心意 我从来没有想过辜负她的 从来都没有 是她自始至终 都不接受我而已 听到这句话 梅千千也有些为难 她知道 夏珊说的没错 从始至终 都是许久善在逃避 觉得自己是人渣 觉得她不能玷污了夏珊 这种事情 她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唯一能做的 就是让夏珊知道真相 剩下的只能听天由命了 要想把这事情解决掉 只能靠夏珊自己 也没有再多想 她直接说道 过几天我要去京华了 最少三个月不会和她见面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 剩下的还要看你自己 顿了顿 梅千千接着说道 别哭了 老天不会辜负善良的人 就跟我一样 不是也遇到她了吗 你善良吗 虽然这一次 夏珊打心里感谢梅千千 但她还是想反驳她一句 你都结婚了还出轨 好意思说自己善良 不对 猛然间夏珊想起了 梅千千跟她说过的一句话 她好像说过 她的丈夫很支持她出轨 想到这里 夏珊也顾不得哭了 问道 梅医生 你 你跟徐九山是怎么认识的 夏珊原本是想问问 她是为何堕落的 但觉得这么问不合适 就改了口 她相信 梅千千应该能听出她的语气 梅千千自然明白夏珊的意思了 事实上 这一次来 她除了给夏珊听这段录音外 还想说一下她的事情 在梅千千的心里 夏珊跟她真的很像 所以 她不想让这个好姑娘 再重蹈她的覆辙 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 但她还是要说一下 也没有再犹豫 梅千千很快便把鱼勇 让她陪刘义农睡觉 她想自杀 却遇到徐九山的事情 说了一遍 听完这些后 夏珊才知道梅千千 原来比她还惨 不 简直就没法比好吗 人家差点就自杀了 跟她一比 她这冲击量 也就是小孩过家家 话说到这份上了 夏珊自然消解了对梅千千的怨气 轻声说道 梅一声 以前是我错怪你了 我 我向你道歉 没事的 我现在已经不在乎了 夏珊 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你自己好好把握这段时间吧 我先走了 说完 梅千千起身出了包间 等她一走 夏珊擦了擦脸上的泪痕 然后拖着下巴 看向窗外 在听完梅千千的事情之后 她已经不再那么悲观了 更相信 终有一天 她能跟许久善修成正果 哼 别以为你是在为我着想 我就会放过你 今天流的眼泪 你必须补偿给我 还有 许久善 这辈子你都别想抛弃我了 这么一想 夏珊微微一笑 脑海里慢慢浮现出许久善的身影 她也在朝着夏珊笑 都说想的永远比现实美 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就比如此刻 夏珊脑子里的许久善是在笑 但现实 九哥真是欲哭无泪 碧华园小区 谢总的宝宅内 九哥此时正在殷勤地给谢总洗着脚 为什么要给谢总洗脚呢 当然是被迫屈服在谢贱人的淫威之下了 而且如果不是谢贱人主动让他洗脚 此刻他早就被电熟了 许久善觉得他就是在犯贱 干嘛非要把夏珊当回事 爱死死好了 省得姓谢的娘们拿这事胁迫他 不过他也就这么想想 毕竟在医院的时候 他深深地伤害了夏秘书 如果夏秘书真被谢总一开导 自寻短见 他会内疚一辈子的 当然这种无耻之由的事情 谢总才不会干呢 也就是嘴上说说而已 别的不说 就他跟夏珊的感情 别说看着他死了 谁要是敢伤害珊珊姐 弄不死他 许久善就是那个最该弄死的人 如果不是看在婚约的份上 谢总这会早就抽刀了 呀的还敢欺负我珊珊姐 砍不死你 经过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 谢总还是放弃了砍人的打算 改为让这小子给他洗脚 如果可能再让他喝了这盆洗脚水 就更完美了 这么一想 谢建仁就坏坏一笑 啃了一口苹果 轻声问道 小九卷啊 姐这小金莲如何 呵呵 小金莲 猪蹄子 都比你这双臭脚好看 谢总怎么可能是臭脚呢 还真别说 他这双脚生得特别的秀气 如果让那些恋足屁看到了 一定会口水直流 恨不得扑伏到谢总的脚下 建许就算一声不吭 还一脸嫌弃的样子 谢总立马抬脚给了他一脚 说道 哑巴啦 谢宇柔 你别过分了 信不信 哎呀 也不知道珊珊姐现在在干嘛 真想约她去天台赏赏景呢 嘿嘿一笑 谢宇柔小人得志地勾了勾脚趾 顺便给徐九善抛了个面眼 徐九善心里一阵无奈 点了点头 他捏住谢总的小脚 赞叹道 美 这双脚生得 简直比脸都要好看啊 呵呵 先别急着生气 我还没有说完 你说宇柔姐 你都长得跟天仙一样了 这脚点美成啥样啊 没法形容啊 哼 算你识相 既然姐这脚这么美 你想不想亲戚呢 我他妈想给你堕落 咬着牙 徐九善说道 适可而止吧 别把老子逼急了 逼急了你会咋样 我会让你啥都干不成 有火星小说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 主播 法凡 威胁啊 红果果的威胁啊 听到这话 谢宇柔那个火呀 蹭蹭地往上冒着 哎哈 你小子是不是还想飘啊 本小姐岂是你能威胁的 简直就是厕所里打灯笼 找死啊 刚想着发飘呢 谢宇柔就看到 徐九善站了起来 然后大呲呲地坐在她的身边 开始脱鞋 啊哈 这是要罢工啊 脚泥给本小姐洗完了 咋 你脱鞋是几个意思 想让本小姐给你洗脚 你这是要上天呢 眼睛一眯 谢总冷笑道 哼 起个意思 我跟市长是兄弟 财务局局长亲自去探望过我 还说要请我喝酒 哎 你看着办吧 九哥一句话说完 谢总当时就愣了 哼哼 你跟市长是兄弟 我跟市长还是姐 我靠 赔偿款真是他搞定的 他这是在威胁本小姐 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 谢宇柔立马明白徐九善的意思了 他家未婚夫现在是要找场子了 如果他不表现得好一点 这赔偿款可还没到手呢呀 万一他跟市长闲扯几句 那不就直接完了 完蛋 是本小姐心急了 早知道这样 就应该等赔偿款下来 再折腾他 这么一想 谢宇柔的脸顿时就苦了起来 心里一阵的懊恼 哟 谢总咋不说话了呀 哎呀 忘了给您老擦脚了 您等着 我这就穿鞋 穿啥鞋呀 我自己来就行 你这刚出院 要多休息 强颜欢笑了一波 谢宇柔穿上拖鞋 便跑去洗手间 很利索地擦了擦脚 徐九善乐呵呵地看着他 见谢大总裁雄风不在 心里那叫一个爽啊 再他妈跟老子得瑟呀 玩不死你 想着 他靠到沙发上 闭上眼睛轻声说道 哎 住了这么几天院呢 也一直没有洗过脚 也不知道 有没有人帮我洗一下呀 少跟本小姐阴阳怪气的 你还真以为 本小姐会给你洗 没等谢总想完 徐九善又说道 要不约着我那市长老哥 去足疗馆泡泡脚 靠 你他妈赢了 心里一阵憋屈 谢宇柔深吸口气 微笑道 约什么约呀 还去资料馆 不知道那种地方不干净吗 来 姐帮你洗 那辛苦你了 赶紧的吧 水温别太高啊 泡脚三十度最合适了 低了高了都不好 你等着 本小姐这就去拿温度计 压着火 谢宇柔一脸凶狠地上了楼 回来时 手里还多了一根体温计 然后又跑到洗手间 重新换了一盆水 一边换水 一边暗骂道 王八蛋 你给我等着 等赔偿款一到手 本小姐肯定砍死你 谁拦都不好使 一盆水换完 水温调到三十度后 谢总端着走到了徐九善的面前 看着他那个闭目养神的熊眼 就气不打一处来 喂 姓许的 难道你连袜子都要本小姐替你脱 这一声喊完 徐九善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还他妈发出了微微的憨声 我去 你是猪吗 这才多大一会就睡着了 很惊讶地看了徐九善一眼 谢总只觉得 徐九善的心态真好 可他哪里知道 九哥这些天真是累坏了 虽然是在医院里住着 可他也没闲着呀 做手术 伺候小眉 哪一项不是体力活 这些谢总自然不知道了 心里嘀咕着 还要不要给他洗脚呢 想了想 还是蹲在他面前 轻轻抬起了他的脚 虽然谢总 对徐九善很无良 却也不会在这种事上 占他便宜 给他洗完脚后 一脸嫌弃的 还是戳了戳徐九善 然后轻声说道 想睡就去卧室睡 别在这爱本小姐的眼 被谢总戳醒后 徐九善微微有些不爽 但感受到脚上的温热后 他也没有再发作 打了个哈欠后 他站起来说道 唉 不睡了 还没有吃饭呢 我去做饭 哎呀 这一觉醒来 小九旧的思想觉悟 提高了不少了 被他这么一说 谢总还真有些饿了 立马欢快地点了点头 徐九善不在这几天 谢总只能吃泡面果腹 嘴里早就淡出鸟来了 让徐九善回家 也正是想吃上一顿 热乎可口的晚餐 看着围着围裙 在厨房忙活的徐九善 谢宇柔很是欣慰 美滋滋地刷起了手机 很快 一条消息 便出现在谢总的手机之上 看到这条消息后 谢宇柔的心 一阵小路乱撞 消息是徐子文发的 上面写道 宇柔 今天我跟子武聊天了 他告诉我 他现在就在泽州 还偷偷去看过你几次 只是一直没敢出面见你 我这个弟弟 也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我都替他着急了 他 他偷偷来看过我 为什么我没有察觉到 谢宇柔呆呆地看着手机 心里又是激动 又是疑惑 接着给徐子文回道 文姐 你 你骗我吧 他要是看过我 我为什么不知道 要不说你俩急人呢 子武是什么样的人 你比我清楚啊 他如果只是想偷偷看你几眼 肯定不会让你察觉到的 他还跟我说了 他其实一直想见你的 就是一直沾不开嘴 我不信 你肯定是在骗我 徐子文看到这个 很是头疼 虽然这些话 百分之九十都是他胡扯的 但徐子武找过他 那是事实啊 唉 都是烂泥 都扶不上墙 想着 徐子文又回道 我骗你干嘛 这样 要不咱们打个赌 赶不赶 打什么赌 你给子武发条消息 我保证明天他就会去找你 啊 我 我给他发消息 我 我该跟他说啥呀 心里更加慌乱 谢宇柔只觉得 有些晕晕的 就跟被什么砸中脑袋一样 还没等他回话 徐子文继续发道 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 机会就在眼前 你自己决定吧 如果这次见不到子武 你可别后悔啊 可我该说啥呀 随便啊 只要随便说一句 我保证他会去找你的 如果我输了 就亲自去资州 绑着他去见你怎么样 哦 那 那我试试 慌乱地找出了徐子武的头像 谢总深吸口气 开始编辑着消息 听说你来自州了 哎呀不行 太生硬了 换一句 子武哥 你现在过得好吗 怎么感觉 这是在问候前男友啊 一阵抓狂 一条消息 谢宇柔整整编辑了十分钟 到最后 他直接写了一句 子武哥在吗 然后觉得还是不妥 刚要删除呢 手一抖 点了发送键 看着消息发出 谢宇柔一阵的懵逼 下意识抬头看了许久善一眼 如果真喜欢一个人 那他发消息的时候 肯定会秒回 徐子武就是这样 他喜欢谢宇柔 从跟他相遇那一刻 就喜欢上了 尽管这个小丫头 当时还在上大学 而她是她的军训教官 可这又有什么呢 爱情没有年龄限制 没有身份限制 可以跨越时空 更可以人鬼情味了 毕竟这个世界上是有鬼存在的 也有很多人鬼相恋的事情 徐子武从喜欢上谢宇柔那一刻 就开始默默地关注他 虽然两年未见 但他心里的爱意 却从未变淡过 今天他去了那个极有可能是五帝陵的唐朝墓葬 里面场景连他看了都觉得有些惊悚 马上就想到谢宇柔下目时的状态 那丫头胆子那么小 肯定吓傻了 这么一想 徐子武就想给他打电话 关心他一下 只是这电话他纠结了很久 跟徐子文说的一样 徐子武在爱情上是真的烂泥扶不上墙 他喜欢谢宇柔 却从来不敢表达爱意 因为他很清楚 以谢宇柔的身份和性格 很难进入徐家的大门 就算能进 将来一定会被一些人压得喘不过气来 所以当他得知徐子文在帮助谢宇柔蜕变时 由衷地感激他 这个世界上 也就徐子文还会真心实意地去帮助他 这一点徐子武很清楚 电话仍旧没有打出 徐子文站在招待所的阳台上 看着深沉的夜空 心里百般纠结 嗡 手机一阵 徐子武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立马解锁回复道 在的 宇柔 我现在就在此周 嗯 子文姐刚刚跟我说了 这条消息发出的时候 谢宇柔的心里有些小委屈 其实他很想问问他那天为什么对他视而不见 只是他没有那个勇气啊 更觉得这样问会让徐子武反感 他那么做肯定有他的理由吧 谢宇柔是这么想的 所以才将这事暂时放到一边 就知道是他告诉你的 宇柔 明天我去找你 嗯 那我明天在公司等你 好 那你早点休息 别太累了 两个人的聊天 就这样草草收了场 不是不想再多说一会儿 而是真不知道说什么了 那层窗户只还在 在没有捅破前 两个人只能像普通朋友那样 不过即便这样 谢宇柔还是很开心 他的子武哥终于要见他了 不开心才是怪事呢 嘴角秦真一抹笑意 谢宇柔开始思考 明天该穿什么衣服 化什么装 他知道 徐子武是名军人 肯定不喜欢那种 很妖艳的打扮 嗯 那就淡妆 加青春一点的休闲装吧 咦 我怎么想穿休闲装呢 卧天 明天还要跟赵无言 去实地考察呢 哎呀 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 一想到这个 谢总当时就一阵懊恼 他现在 完全不知道该把哪件事推掉 毕竟 这两件事的目的都是一样 都是为了 能跟徐子武在一起 哎 让子武哥陪我一起好了 就当是小情侣约会了 嘿嘿 一会儿皱眉 一会儿傻笑的 雨柔姐 你今晚是不是没吃药啊 刺耳的话 传到了谢总的耳朵里 谢总的脸顿时搭了了 抬头向徐九扇看去 越看越觉得不顺眼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咋就那么大呢 跟子武哥一比 这货简直就是一滩烂泥 更关键的是 我怎么能跟这种烂泥有婚约呢 简直丧心定狂 谢总越想越觉得憋屈 很不爽地说道 关你毛事 本小姐乐意 本小姐就不吃药咋的 可千万不能放弃治疗啊 你还是有救的 看你这脸色 也就内分泌失调 外加月经不调 一会儿哥们给你开几副药 保证药到病除 姓许的 你想死了是吧 说着 谢总抬手就抄起了拖鞋 准备凉凉徐九扇的脸 看到这娘们发了雕了 徐九扇呵呵一笑说道 哈哈 市长是我兄弟 你 你咬牙 谢宇柔深吸口气 压下心里的怒火 乖乖地穿上了拖鞋 心里暗示着 本小姐不生气 本小姐是淑女 本小姐才不会跟狗子牙呢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肯定在心里骂我吧 让我猜猜 你会骂我什么 看着谢宇柔那不善的目光 徐九扇乐呵呵地一笑 她就喜欢看谢宇柔这副看老子不顺眼 却还无可奈何的表情 谢宇柔现在哪敢跟她较劲呢 立马微微一笑 慢慢走到餐桌前说道 哪有啊 九扇 我怎么可能骂你是狗呢 不存在的 呵呵呵 我要是狗 你想想你是啥 我亲爱的未婚妻 靠 你他妈别猖垮 真当本小姐提不动刀了 四十米长刀一出 我让你先跑三十九米 心里那叫一个憋屈啊 但谢宇柔还真不敢多说什么 撇了撇嘴 她也懒得再跟徐九扇斗嘴 就没赢过好吗 哼 反正本小姐好事临门 而且还是双喜 就不跟你计较了 转念一笑 谢总直接拿起了筷子 开始吃饭 还真别说啊 一吃这货做的东西啊 看她就顺眼多了 谢宇柔只要不乱来 徐九扇自然不会招惹她 虽然偶尔会嘴见一次 但都是有口无心的 也没有再拌嘴 两个人和和气气地吃起了东西 风卷残垣一般 对了 这些天你就好好在家休养吧 有什么需要 直接给我打电话 说这话的时候 谢宇柔有些小心虚 而这些都被徐九扇捕捉到了 哼 这是要背着我干坏事啊 还让我好好休养 我真怕一个不小心 被您老给淹死了 这么一想 徐九扇立马说道 休养就算了 我现在已经好利索了 明天我会正常上班的 你怎么可以正常上班呢 你不可以正常上班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 谢宇柔很害怕 徐九扇知道 他会跟徐子武见面 即便两个人不会发生任何事 心里想着 谢总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 你没有好利索 你需要休养 小柔啊 你又在打什么歪主意啊 一句话 戳中了谢总的心 这让谢总更加的心虚了 呵呵一笑 他说道 哼 怎么可能呢 人家这是在关心你了啦 你乖乖听话 等姐回来给你糖吃 吃你妹啊 你他妈给老子正常点 被嗲的想吐 徐九扇干呕了一下 呃 大姐好好说话 好好做人 别这样 我受不了 有火星小说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 主播 法凡 在谢总的死缠烂打之下 徐九扇最后妥协了 答应他明天会乖乖在家休息 但答应归答应 徐九扇可不会傻到真待在家里啊 谢宇柔刚刚的表现 已经激起他的好奇心了 不论如何 徐九扇明天都要去公司看看 他到底在整什么幺蛾子 至于谢宇柔 大概是高兴过了头 真相信了徐九扇的话 如果放在以前 他肯定会给徐九扇来一句 我信你个鬼 你个小渣渣 坏得很呢 主动承包今晚的洗碗大夜 谢总催促着徐九扇 赶紧去休息 至于他老人家 今晚指定是辗转反侧 高兴得睡不着了 第二天一早 一夜没怎么睡 但精神却格外好的谢总 换了一身很性感的正装出了门 开车一路绝尘向百达市去 至于他昨晚想的那身休闲装 在被他抛到脑后后 女卫知己者容 他要把自己最漂亮的一面 展现给徐子武 他刚走 徐九扇便走出了卧室 一脸笑意地看着急不可耐 还装扮得那么妖艳的谢总 心想 弄得这么妖 肯定要勾到男人 怪不得昨晚非要让我待在家里了 也没有再多想 徐九扇快速追了出去 其实他完全不用这样 毕竟他不在的时候 二贵大爷都会跟在谢总的身边 什么事只要一问他 肯定一蹭二处 可徐九扇总觉得他应该亲自去看看 不然有些寝室难安 就这样 两个人一前一后到达了百达 谢宇柔刚到公司 赵无言一行人 便拿着一份规划图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谢总 早上好 人都到齐了 咱们走吧 人到齐了 人哪里到齐了 子五哥还没有来呢 看着赵无言 谢总微微一笑说道 赵总上安勿躁 再等一会儿 听到这话 赵无言眉头一皱问道 谢总还等什么呀 他自然知道 谢宇柔在等什么了 之所以还问 就是想撇清关系 好让谢总不去怀疑任何 谢宇柔可不知道赵无言的心思 只是白首说道 一会儿还有人要找我 我必须等他过来 必须两个字 谢宇柔咬得很重 不容智慧 威严得很 他这话刚说完 手机便一震 接着一条消息 便出现在他手机上 宇柔 我马上就到了 哎呀 子五哥马上就来了 我得赶紧去接他 心中的喜悦 让谢宇柔忽略在场的所有人 二话没说 他便冲出了办公室 众人一对视 也立马跟了出去 很快 谢宇柔便冲到了公司门口 很急切地看了看四周 样子很是急切紧张 在他跑出门的那一刻 徐子五便看到了他 微微一笑 慢慢向他走去 宇柔 好久不见 徐子五还和以前一样 绅士 而又充满男人的魅力 他那一双眼睛 还是那么深邃 看一眼 便能深陷其中 谢宇柔 就深陷在了里面 两年了 整整两年 他都没有再见过徐子五 那一刻 他真想哭 真想一下子 扑进他的怀里 可这念头一起 徐久善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 一脸的冷笑 混蛋 我为什么想到他 我怎么可以想到他呢 谢宇柔一阵的懊恼 心情无比复杂 就在他纠结不已的时候 赵无言一群人 也走到了谢总的身后 一旦有了人 谢宇柔就更不敢去抱徐子五了 强忍着流眼泪的冲动 谢宇柔低头咬了一下嘴唇 轻声说道 子五哥 好久不见 话很平静 却也包含了很多的感情 而这些感情 徐子五听得很真切 与谢宇柔一样 他现在的心情也有些复杂 高兴 激动 还微微有些紧张 这是徐子五之前 不曾有过的状态 以前不论见到谁 他都会波澜不清 始终保持着一副 很平静的笑脸 可在谢宇柔这里 他却做不到了 也只有这个女孩 才会让他这样 两个人微笑地对视了一眼 然后就跟普通朋友一样 握了握手 很简单 简单到都让赵无言怀疑 大少爷是不是真喜欢谢宇柔 不过这些他是不敢问的 只能默默地看着 手握过之后 徐子五说道 宇柔 你瘦了 不过跟以前相比 显得更加成熟有魅力了 为了见徐子五一面 谢宇柔今天一早便打扮了一个小时 白衬衫 外加一件黑色小西装 下面是铜色的包臀短裙 肉丝长腿 还有一双短根的黑色小皮鞋 再加上那恰到好处的淡妆 没有魅力才是怪事呢 赢得徐子五的赞美之后 谢宇柔很是开心 小脸蛋也微微有些红 嗯 最近公司有些忙 确实有些累 子五哥 咱们上去聊吧 徐子五看了他身后的赵无言等人一眼 知道他们还有事要做 就说道 宇柔 看样子你似乎还有事情要做 我就不上去了 反正我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 以后还有机会见面 这是要走啊 好不容易见上一面 谢宇柔怎么可能让他离开呢 就算再忙也要陪他 陪他吃顿饭呢 这么一想他立马说道 四五哥 我们今天是去看一下建厂地址 你 你如果没有什么事 能不能陪我一起去啊 好 那我陪你一起去 一句话说完 徐子五转身 两个人并肩向车子旁走去 只是在快进车的时候 谢宇柔的心突然咯噔了一下 因为他看到公司门口 一个人乐呵呵地走了进来 那个样子似乎在跟他说 我说你咋非不让我来公司呢 感情是私会情郎啊 得 哥们就当没看见 不会打扰你们的 天地良心啊 徐九善可真没这么想 他看到谢宇柔跟徐子五在一起的时候 确实很吃味 因为他知道 这个男人正是谢宇柔心里的人 他曾在照片上见过 不过 吃味归吃味 九哥才不会多想什么呢 唯一的念头 就是想炸了他们同坐的那辆车罢了 至于人死不死 无所谓呀 呵呵 整得就跟老子很在乎你一样 你看炸死你后 我会不会掉眼泪 想是这么想 徐九善可没浑到 去炸翻他们 更没有把心里的醋意表现出来 一个人把手插进了裤带 若无其事地向保安室走去 相见不如怀念 此刻 谢宇柔对这句话体会得无比深刻 上车之后 他跟徐子五基本没有再说什么话 气氛多少有些尴尬 而造成这个原因 自然是徐九善的出现了 再怎么说 徐九善现在也是他名义上的未婚夫啊 顾及到这个 他昨晚才一个劲儿 让徐九善不要来公司 可谁曾想到 这货这么不信守承诺 虽然谢总是真讨厌他 却也很照顾他的感受 好吧 反正我都劝过他了 这是他故意找刺激的 怪不得我 这么想着 他偷偷看了徐子五一眼 只见他依旧平静 徐子五可没谢宇柔想得那么平静 上车之后 他就注意到谢宇柔的变化 微微有些疑惑 只是看到他那个深思的样子 就没有打扰他 从这里能看出来 徐子五的素质 确实不是某个人渣能比的 起码谢总是这么想的 见谢宇柔看他 徐子五微微一笑问道 呵呵 道理啊 赵无言本来不想跟谢总他们同坐一辆车的 但车子就这几辆 他只得硬着头皮 去当电灯炮了 你说电灯炮当就当吧 你干嘛还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真是草了 如果这事谢宇柔真猜到了 那可就弄巧成拙了呀 心里一阵慌乱 赵无言只能强装镇定 想要四季给文姐通个气 好让他有些思想准备 不得不说 一时激起千层浪 赵无言自认为这事做得天衣无缝 没人察觉 可他却没有想到 这车上除了活人之外 还有一只死鬼 二贵大爷敢发誓 他并不想偷看赵无言的隐私 之所以注意到 完全是被他手机的屏幕吸引了 老赵的屏幕上有一个美女 还是衣衫不整的那种 而且这美女二贵大爷认识 是那个明星 东营的 二贵大爷昨晚还看过他最新的作品 那电影拍的 那就有一个刺激啊 只不过这部作品 活人是看不到的 因为这位东营女明星 已经香消玉云 最新作品 也是在地府里拍的 你要问二贵大爷 是用什么看的 那他就要装个逼了 爱风差一百 许久善刚刚烧给他的 绝对是一线装逼利器啊 手里有了爱风差一百后 二贵大爷走路都觉得有些飘了 不对 他走路本来就是飘的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二贵大爷知道赵无言的阴谋了 这让他觉得很好玩啊 呵呵 这是要演大戏的节奏啊 这种大戏 可不能少了许久善这种实力派演员 必须把他弄过来 这么一想 李二贵立马掏出手机 给许久善发了一条消息 此时的许久善 正在保安室大杀四方 为了发泄掉心里的不爽 九哥这一次跟王大彪一群人玩了点狠的 一亿飘十亿 谁输了 谁就要去抽谢宇柔一个大嘴巴子 当然 王大彪这群耸货是不敢抽谢总的 所以直接没赶来 任由许久善 劈头盖脸的骂了他们一顿 这顿茶呀 王大彪他们吃的是无比的憋屈 心里恨不得弄死许久善这个王八蛋 但想到当年他们淹了九哥一次 还被他单挑了一群人 只能憋着了 别说骂不还口了 今天你就算打死我们 我们也绝不说一个疼字 男人就应该有这样的骨气 有错就认 打不过的时候 也得装孙子 不然吃亏的还是自己呀 一通教训 许久善感觉舒服了许多 然后拿出烟来 一人递了一根 许久善可不能让王大彪他们白挨了骂 虽然他一直很想找机会 再收拾这几个烂人一下 但也不会无缘无故的找茬 之所以这样 实在是今天太气愤了 如果不骂上几句 肯定会爆炸的 今天中午我请客 大家放开了吃 多少都算我的 抽了一口烟 许久善终于平静了下来 一听这话 王大彪一群人直接就沸腾了 靠 这货一定是中彩票了 不然 绝必不会这么不正常 骂完人还请客 还这么豪壮 绝对是受了天大的刺激了 在王大彪的脑子里 世界上最大的刺激 就是五百万突然砸到了头上 可他不知道 比起五百万砸头上 被老婆虑 才是更刺激的事情 当然 这种刺激 王大彪这辈子 是体会不到了 就他老婆 推出去 就没有几个男人敢上的 正想着问问九哥 是不是中彩票了呢 王大彪突然看到他一瞪眼 然后快速地打起了字 这表情 百分之百地中彩票了 说不定这小子 一会儿就激动地 得脑溢血了呢 不行 得赶紧做好准备 可不能让他挂了呀 要是救了他 说不定他一高兴 还会分我个百八十万的 到那个时候 咱老王也可以体验一下 当隔壁老王的滋味了 嘿嘿嘿 王大彪刚歪歪完 许久善就窝凑了一声 蹦了下来 直接冲出了保安室 连走的时候 还不忘跟他们说一句 这饭改日在吃啊 先欠着 我靠 大兄弟 你别跑啊 120我都帮你叫了 120是用不上了 许久善此刻 只想叫辆出租车 前往西郊 刚刚李二贵 给他发的消息 可是说明了 那里有什么大惊喜 等着他呢 如果他不去 一定会爆汗终生 而且具体地址 李二贵也发给了 许久善了 是滋河河畔的 一片荒地 一想到滋河 许久善就会想到那片小树林 一想到小树林 许久善就会想到 好吧 其实许久善也没想那么多 他只是很好奇 谢宇柔能做什么 让他爆汗终生的事 这才快马加鞭的 向那边赶去 另一边 谢总一群人 已经抵达了建厂地址 这片荒地 确实很荒凉 到处都是半人高的杂草 很茂盛 而且 也正如赵无言所说 这块地皮的位置 真的很好 靠近水源 交通方便 在这里无论建什么场子 都是上上之选 只是看了一眼 谢宇柔便相忠了这里 也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赵总监 这里确实很不错 你让勘测员检测一下 如果各项指标都符合建厂标准 那就这么定了 好的 谢总 赵无言点了点头 立马将谢总的指示吩咐了下去 然后掏出手机 轻轻点了一下 刚刚文杰已经回话了 说谢宇柔应该没那么聪明 让他按原计划进行 文杰都这么说了 赵无言自然不敢反对 这样一来 就算是真出了事 文杰也不会怪他 他的那条消息刚发出 很快不远处的滋河边上 就传来一道呼救声 似乎是有人落水了 自和每年这个时候 都会出几条人命 不是不小心失足 就是想不开要自杀 而那道呼救声明显特别强烈 一听就知道 落水的人不想死 碰到这种事情 谢宇柔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了 他知道生命的可贵 就算知道那个人想自杀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出手相救 刚想着往那边冲呢 徐子武便拦住了他 说道 你待在这里 我去救人 毕竟救人是要下水的 现在滋河水虽然不像前几天那么凶猛 却也很深 一个不小心肯定会出危险 这种时候 徐子武肯定不会让谢宇柔去冒险 好 那你小心点 谢宇柔微微一顿 停下了脚步 徐子武点了点头 飞速向河边奔去 至于赵无言 这个时候 也表现出一片担忧之色 但却没有动 这本来就是他计划中的一环 如果他离开了谢总 即便计划最终成功 也起不到一石二鸟的作用 文姐的计划里 让徐子武英雄救美 只是其中一环 还有一环 就是让他取得谢总的好感 虽然赵无言一点也不想取得他的好感 毕竟这是要流血的 很快 徐子武便跑到了河边 看清楚河里的人影之后 他就眉头一皱 站在那里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反应 并不是徐子武不想救人 虽然他是学家至高无上的大少爷 但徐子武却从来没觉得 他高人一等 生命面前 人人平等的道理 他从小就懂 也绝对敬畏生命 而且 作为华安局的一员 保护人民安全 是他应尽的职责 只要有人遇难 只要让他遇到 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可这一次 他却犹豫了 因为他清楚地看到 水里那个压根就不是人 至于那个呼救的人 此时已经掏出一把匕首 有人要暗杀我 这是徐子武的第一反应 但很快 他就将这个猜想否定了 因为 跟谢雨柔来这里 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更何况是敌人 唯一解释就是 这群人目标是谢雨柔 这么一想 徐子武眼皮一跳 暗叫一声糟了 转身向谢雨柔跑去 只是他刚一动 和暗上那个杀手 已经向他逼来 很灵力地 向他刺出了一刀 不远处的小树林里 一人一鬼 恰好看到这一幕 徐久善是刚刚赶到的 前面的东西 他自然不知道 如果他再早来一步 说不定就能听到呼救声 然后会不顾 李二贵的劝阻 前去救人 当然 这些只是如果 他来到的时候 只是看到 徐子武被人缠上了 而且 徐子武应付起内人来 绰绰有余 看了李二贵一眼 徐久善翻了个白眼 问道 这就是你说的 让我抱憾终生的事情 嘿嘿嘿 不是这个 一会儿你小媳妇 就要遇到危险了 叫你来 其实是想让你英雄救美的 靠 你可真有意思 贱人柔 现在需要我救吗 不对呀 听他的话 这出该不会是他安排的吧 这么一想 徐久善看向李二贵 问道 你安排他 哪能啊 我可没这种闲情雅致 去安排这种事 是那个赵无言安排的 貌似是想 来了 二贵这话没说完 就看到五个蒙面人 从荒地里窜出 直直冲向谢宇柔 谢总此事已经蒙逼了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里还有人要对他不利 心里惊慌的同时 也开始犯起了嘀咕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他们是谁 为什么要对我不利 还没等他把事情想明白 一把尖刀 已经到了他的眼前 看到这一幕 徐自武瞳孔一缩 一脚踹开 那个纠缠他的人后 立马向谢宇柔冲去 至于徐久善 也是心里一紧 很想快速冲过去 而且李二贵这个时候 也在不停地催促他 让他把握好这个机会 毕竟这只是一场戏 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还能赢得美人心 何乐而不为呢 如果李二贵不说这句话 徐久善说不定还会冲出去 但现在他停住了 哼 既然只是一场戏 我干嘛还要去打扰人家呢 不过 这个男人也真是搞笑 贱人柔明明已经很喜欢他了 他还用得着 再用这种手段吗 听到李二贵的解释后 徐久善便以为 这事是徐姿武安排的 不屑一笑 转身离开 李二贵看到这堂烂泥 如此不争气 也是一阵的乌语啊 老子好心好意地把你叫来 让你大展雄风一次 你倒好 水滋在墙上 还留下个印呢 你就不能做一次 能糊墙的烂泥 乌语的摇了摇头 李二贵也懒得再多说什么 扭头继续当着吃瓜群众 只见那把尖刀 马上就要刺到谢宇柔的时候 他身旁的赵无言冻了 老赵此刻拿出了 汉不畏死的雇主精神 抬手替谢总挡了一刀 还撕心裂肺地尖叫道 谢总快跑 他们是来杀我们的 跑是不可能跑了 见到写的那一刹那 谢总早就懵了 两条腿没打哆嗦 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不过恐惧归恐惧 谢宇柔很快就回过神来 从古墓回来后 他的心理素质 已经强大很多了 所以 今时面对这样的危险 也不会再跟无助的小女孩一样 子五哥还在 我不能丢下他们独自逃跑 这么一想 谢总感觉到身上 似乎多了一股力量 他使劲拉了赵无言一把 让他躲过了致命一刀 然后快速地后退了几步 你 你们是谁 杀你的人 这句话说完 五个杀手再次动了起来 只是很不巧 徐子五已经赶到 有他在 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谢宇柔 宇柔 最后 这些人交给我 子五哥 你 你 放心吧 别忘了我是干嘛的 这话说完 谢宇柔 立马想起了徐子五的武力值 估计对付这五个人 应该绰绰有余 所以也没有犹豫 立马扶着赵无言向后退去 但依旧满是担心 大少爷一感到 这事就算是齐活了 只要再跟这五个人扭打片刻 稍微受点伤 谢宇柔便会败倒在他的脚下 那样一来 靠 咋又来了两个 赵无言的瞳孔一缩 直接迷糊了 赵无言清楚地记得 他只安排了六个人 一个人在资河边上 另外五个藏身在荒地里 眼下资河边那个 已经被大少爷放倒 剩下的五个人 还在跟大少爷纠缠 那这两个黑衣蒙面人 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一问一起 赵无言再次看向两人 这两人虽然也蒙着面 但身上的衣服 却跟他安排的人明显不同 更重要的是 他们身上还透着股邪气 让人看一眼都不寒而栗 结合这一些 赵无言很快便做出了判断 这两人肯定是真来杀谢宇柔的 想明白这个后 赵无言就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逃 可千万不能因为谢宇柔死在这里啊 至于什么雇主不雇主的 全他妈是扯淡 谢宇柔也不是他的主子好吗 谢宇柔自然也注意到 另外两个蒙面人 但他却也没有多想 更没有像赵无言那样怂 他此刻很担心徐子武 因为就在刚刚 徐子武已经受了伤了 虽然徐子武武力值很高 但奈何是以一敌武 更重要的是 那五个人手里都有武器 而他是赤手空拳 小说里 那些神拳无敌 一双肉掌 就能拍断钢刀的桥段 全是扯淡 放在这里 别说徐子武了 就算是情鬼上身的九哥 也不敢轻易地空手揭白刃 除非他觉得 十根指头少几根也不碍事 虽然鬼都很牛逼 但身体却是他的 被刀子捅了 一样是要流血的 徐子武自然也注意到 余下的两个蒙面人 心里一阵的急切 现在他对付起这五个人 已经相当吃力了 再来两个 肯定吃不消啊 不过 就算这两个人加入进来 他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唯一担心的是 他们会直冲谢宇柔 宇柔 快走 我能脱身的 注意力一分散 徐子武又挨了一刀 这一刀直直刺进了他的大腿 虽然不足以致命 但也极大的阻碍他的行动能力 而这一刀看到 谢宇柔的眼里 就仿佛扎到他心里一般 立马喊道 四五哥 你没事吧 谢总 放心吧 大少爷不会有事的 赶紧走 赵无言急切地喊了一声 眼下那两个真正的杀手还没有过来 他们还有机会逃走 如果再拖上十几秒 那可就真不好说了 小树林里 李二贵看得津津有味 心里还想着 哎呀 你说你们演个戏而已 用得着这么认真吗 见邪也就算了 还请不是人的东西来 这不是 卧槽 不对啊 那两个家伙肯定不是演戏的 心里一惊 李二贵立马扭头 冲徐九扇喊道 九哥 不是演戏 是真的 真有人要杀你媳妇啊 呵呵 说的就跟真的是的 就算有人要杀谢宇柔 不是还有那个男人在吗 许九扇是这么想的 所以压根没有回头 见着玩独自祸不相信 李二贵那个急呀 再次喊道 不是 是有鬼要杀你媳妇啊 那光我毛事啊 鬼 卧槽 许九扇猛然转身 定心一看 果真看到两团浓郁的黑气 这一下他就不淡定了 没想到那个鬼修这么会挑时候啊 差点就大意了 许九扇没有在犹豫 二话不说 扯先衣服蒙住了脸 然后默念着射鬼令 心里急切地喊道 来个能打的 虽然知道前过鬼后 他会再次陷入浑身无力的状态 但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很快两个邪气凛然的蒙面人 就到了谢宇柔的面前 而赵无言早在他们到来之前就逃走了 这个时候谁还管谁呀 还是自己的小命要紧啊 至于文姐问下来 她顶多就是挨顿骂 谁能想到 这两个臭不要脸的 会突然冒出来呀 谢宇柔看着这两个人 心再次提到了嗓子眼 比起刚刚那五个蒙面人来 这两人更让谢宇柔感到恐惧 就好像刚刚只是一场游戏 而现在却是在与死神对视 你 你们是什么人 谢宇柔有些结巴的问道 本能向后挪一人 两个黑衣蒙面人 压根没有回答谢宇柔的问题 他们现在只知道杀人 根本不会跟任何人废话 一阵锐利的出窍声传来 接着寒光一闪 一把长约半米的东营武士刀 陡然进入谢宇柔的视野 直直刺向他的胸口 只要五十刀在前移十公分 谢宇柔就会被他捅透 想不死都是难事 这个时候 已经没人可以帮助谢宇柔了 而他也已经被吓傻了 都说人在死亡那一刻 会看到他的一生 而谢宇柔那一刻 也看到了一些画面 只是这些画面里 没有任何的活人 唯一活着的东西 便是一望无际的玉森花 他知道 他所看到的是那座古墓的场景 而玉森花海里 慢慢浮现出一个模糊的身影 谢宇柔很清楚 这个人不是徐子武 可能这才是我最爱的人吧 感受到死亡那一刻 谢宇柔的心慢慢平静了下来 眼睛也慢慢地闭上 世界仿佛在这一刻静止 谢宇柔也在这一刻香消玉云 只是 他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 似乎还听到了一道闷哼声 以及有人被摔倒在地的声音 这是怎么一回事 人死了不是会感觉疼痛吗 还有这些奇奇怪怪的声音 好像还有人在打架 我 我难道还没有魂归地府 想着 谢宇柔茫然地睁开眼睛 向撕打声的方向看去 一方是子武哥的 他还在跟五个蒙面人纠缠 但看样子那些人要逃走了 至于另一方 谢宇柔清楚地看到 一个用衣服蒙着脸的男人 满手是写的将一个黑衣人按在地上 另一只手呈剑纸 狠狠戳在那个黑衣人的额头上 一道凄惨的叫声传来 仿佛来自九幽地狱一般 让人听了都感觉惊惨 黑衣人挣扎着 两只手用力地抓着那个压着他的人 到最后 他的嘶叫声戛然而止 手也自然下落 没了任何的生机 至于他的同伙 在看到他毙命那一刻 已经向荒地里跑去 速度快地让人不敢相信 谢宇柔从来没见过速度如此之快的人 这简直已经超越他的认知范围 而那个用衣服蒙面的男人 也没有丝毫的犹豫 快速向荒地奔去 速度一样惊人 所有杀手在那一刻全部逃走 徐子武抽身 快速向谢宇柔走去 然后急切地问道 宇柔 你没事吧 子 子武哥 我们是不是都死了 没有 我们都还活着 活着 谢宇柔轻声嘀咕了一句 两腿一软直接瘫在了地上 由火星小说出品 朱木朗玛制作 主播 法凡 资州市西郊的一片树林 此刻两个蒙面人对峙着 从这里再往西 十几公里便是临时的范围 许久善为了追上这个不人不鬼的怪物 整整跑了半个小时 他现在很确定 这怪物是鬼羞的同伙 所以并没有着急下杀手 不然早在进入荒地的那一刻 他就可以把这怪物干掉了 之所以没急着干掉它 是因为许久善想问问 他为什么要杀谢宇柔 再就是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同伙 九哥现在可不想再跟谢宇柔纠缠了 只想尽快找到那个鬼羞 把他摆平 然后回到苏晴的身边 这一次就算苏晴再怎么赶他走 他都不走了 想着他便问道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浑身鬼气沸腾的怪物 只是死死盯着许久善 那双血红色的眼睛 发出凌厉的寒光 他不会告诉许久善任何 就算想说也开不了口 靠 你是个哑巴呀 说不说 不说老子可动手了 嗷 怪物嘶吼一声 拔出武士刀 向许久善扑去 这种东营武士刀 许久善以前见过 是小鬼子专门用来抛腹的 能用这种武器的 连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 谢宇柔啥时候得罪过东营人啊 眉头微微一皱 许久善侧身一巴掌 扇在怪物的后脑勺上 一下子就将怪物拍在了地上 接着他便剁了一脚 力道之大 那时传来一道咔嚓声 而怪物也随之惨叫 再也没了反抗的能力 许久善这一脚 不但震散了他的鬼气 连带着他的脊柱也被踩断了 哼 还叫得挺惨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把你怎么了 许久善冷哼了一声 蹲在怪物面前 想着从他身上找点线索呢 这个怪物突然就跟抽风了一样 开始剧烈地抖动着 很快他身上便冒起了黑气 顷刻间黑气消散 怪物也只剩下一层衣服 靠 老子时是想套点情报出来 你他们居然还整个灰飞烟灭 狠啊 真他妈的狠啊 为了不留下任何线索 他们居然这么决绝 可想而知 这些人有多么的狠辣了 这也表明 他们会誓死杀掉谢宇柔 种种事情一联系 不难猜测出 这件事情中 肯定隐藏着巨大的阴谋 干嘛的 这娘们到底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了 心里一阵懵逼 许久善也没有再多想 刚想跟请上来的鬼大哥说声谢谢呢 人家二话没说 拿了该拿的东西 直接闪了 这次他用的射鬼令是原始版 至于请上来的是谁 连他也不知道 而且因为当时情况太过紧急 他也没有跟那哥们交流过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他这一次请上来的鬼大哥 也是个牛逼人物 起码伸手绝对不次于张义德 而且还是个很高冷的鬼 反正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的公平交易 许久善也没有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就算他想放也没了任何的力气了 射鬼令后遗症再次发作了 很快他便瘫在了地上 慢慢闭上了眼睛 另一边 谢宇柔还处在极度的惊恐之中 知道自己没死后 谢宇柔就开始后怕 眼泪哗哗地流着 人却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就跟吓掉了魂一样 徐自武看到他的样子 很是心疼 也顾不得身上的伤 将他扶了起来 柔声说道 宇柔 没事了 你别害怕 有我在 不会让你有任何危险的 听到这话 谢宇柔正正地看了他一眼 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他是真害怕了 如果不是那个 用衣服蒙着脸的人救了他 他早就死了 这一刻 谢宇柔的脑子里 全都是那个男人的背影 很熟悉 但他就是想不起 那个人是谁 宇柔 走 先离开这里 徐自武一咬牙 扶着谢宇柔 向车子走去 放在以前 脱离危险后 徐自武肯定会第一时间 上报这件事 但这一次他没有 因为在跟那五个杀手打斗的过程中 他看到了一些东西 也明白了一些事情 这只是一场闹剧罢了 虽然很反感这种手段 但他知道 计划这场闹剧的人是为了他好 可他不知道 这场闹剧并不仅仅是一场闹剧 就连计划人现在也开始懵逼了 赵无言此刻已经彻底的吓傻了 躲在车里一边观察着外面的情况 一边拿起手机 事情搞定了 很快 电话里传来一道慵懒的声音 远在东山运筹帷幄的徐子文 对他设定的这个计划 有着绝对的信心 就算赵无言 最终没有取得谢宇柔的信任 一样可以通过徐子武来弥补 当初设定这个计划时 徐子武可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为了不让徐子武怀疑这事 是他做的 他自始至终没有联系过徐子武 而是让谢宇柔代劳 这么一来 就算徐子武再聪明 也不会把这件事想到他的身上 而且为了双重保险 他还提前找了一只替罪羊 很荣幸 这替罪羊不是别人 正是万达的金少 谢宇柔跟金少之间的恩怨 徐子文一清二楚 毕竟当初他可是给金少康看过病的 至于被冤枉的金少 一个富二代的死活 徐子文才不会放在心上 他现在只关心他的计划 有没有尽善尽美 文姐出事了 有人真要杀谢总 赵无言快速把刚刚事情说了一遍 听到这一些 徐子文当时就惊了 很急切地问道 紫乌怎么样了 有没有危险 现在已经安全了 大少爷只是被自己人刺了几刀 没有危险 听到这个 电话那头的徐子文松了一口气 如果徐子武在这一次事情受到伤害 他一定会后悔终生的 居然真有人要杀谢宇柔 他得罪了谁 想着徐子文立马说道 赶紧去查查那些人的来历 好的文姐 我会尽快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大少爷过来了 我先挂了 说完 赵无言快速挂断了电话 然后跑出车子 快速向两人走去 遭遇了这样的事 一群人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上车后 快速向附近的医院驶去 一路上 徐子武冷冷地看着赵无言 心里多少有些生气 至于谢宇柔 此时也慢慢平静了下来 很关切地问道 赵无哥 你 你没事吧 徐子武微微一笑 轻轻摇了摇头说道 没事的 宇柔 不用担心 这次多亏了那个神秘人出手了 对了 你知道他是谁吗 神秘人 谢宇柔眼神闪烁 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冷静下来的谢总 也恢复了思考能力 当那个神秘人的背影 再次浮现到他的脑海时 他越来越觉得熟悉 而那个人的衣服 他今天貌似见过 许久善 他是许久善 心里默念着这个名字 谢宇柔很是不相信 怎么可能是他呢 就他那个熊样 顶多也就收拾几个小混混而已 刚刚那群人连子武哥对付起来 都那么棘手 尤其是后来的两个人 速度已经明显超越了人 鬼 谢总在古墓见过 所以他肯定 这个世界上 肯定还有一些他想不到的高人 就跟刚刚那两个人一样 但就速度而言 十个波尔特也追不上 这么一想 他就更不相信 那个神秘人是许久善了 要是许久善真这么厉害 还用得着围在他的身边转 笑话 可他不是许久善又会是谁呢 还有又是什么人要杀我呢 一连串的疑问 彻底击垮了谢宇柔的心理 他根本想不出他得罪过谁 才招来这样的杀身之祸 至于许子文挑好的背锅侠金哨 谢宇柔想过 但很快就否定了 就他那点家底 还真够呛能请动这样的人 百思不得其解 谢宇柔的眉头 已经皱成了一个穿字 看到他的神情 徐子武以为他想到了什么 就问道 宇柔 你是不是知道那个人是谁了 徐子武很在意这个 他很清楚 刚刚那个人 肯定不是他们安排的 而徐子武知道 刚刚那只是一场闹剧 但那个神秘人却不知道 能在这种危机时刻 踢谢宇柔挡刀 这人跟谢宇柔的关系 不一般呢 更重要的是 他是蒙着脸的 这又说明什么 起码在徐子武看来 这个人肯定是喜欢 谢宇柔的 不 是很爱他才对 他看着谢宇柔 很期待他能给出一个 确切的答案 但谢宇柔 却让他失望了 不说现在谢总 也不确定那人是谁 即便是确定了 他也不敢说呀 摇里摇头 谢宇柔轻声说道 自武哥 我也不知道 嗯 宇柔 不知道就别想了 徐子武 可不会逼迫他 也知道 谢宇柔应该是真不知道 不然以他性格 肯定不会说这么果断 他撒谎的时候 可不会这么平静 徐子武叹了一口气 虽然他已经知道 刚刚是场闹剧 但那个蒙面人 袭杀谢宇柔那一刻 他真的很害怕 就好像 那个神秘人不出现 谢宇柔会真的死在他的面前 这场闹剧太真实了 毕竟他也受了伤了 这么一想 他突然不想再等下去 看着谢宇柔 徐子武说道 宇柔 我 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能答应我 做我的 谢宇柔 没有让徐子武把话说完 他知道徐子武想说什么 也一直在期待着 可当徐子武 真把这话说出来时 谢宇柔便想到了 跟徐九善的婚约 所以直接说道 子武哥 你别说了 我 我现在不能答应你 为什么 徐子武没想到 会得到这样的答案 心就像被他狠狠地 捅了一刀一样 难道 他不喜欢我吗 徐子武 扪心自问 很痛苦地 看着谢宇柔 很快 他便从他的眼神里 看出另一种答案 谢宇柔在逃避 这就说明 他不是不喜欢他 而是碍于某种原因 不能答应他 宇柔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瞒着我呀 被徐子武 看穿了心声 谢宇柔也痛苦了起来 低头轻声说 对不起 子武哥 我现在不能跟你 但请你相信我 以后我会把事情告诉你的 好 那我等你 也没有再说任何话 很快 一群人到了市里三院 伤口处理好后 徐子武趁谢宇柔出去的功夫 找到了赵无言 然后笑着说道 你做得很好 你做得很好 一听这话 赵无言心里一紧 却没敢说任何 他不确定 大少爷说的这话 是真发现了什么 还是在试探他 所以只能弯腰低头 做出一副惶恐的样子 静等着他的下吻 见赵无言这样 徐子武自然猜到他的想法 他也知道 赵无言这么做 也只是在遵从他姐的命令 所以也没打算为难他 沉默了片刻 徐子武接着说道 告诉姐姐 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 很危险 如果宇柔真有个三长两短 我是不会原谅他的 依旧看不出徐子武 是否真看穿了此事 赵无言思考片刻 只得硬着头皮 强笑道 大少爷 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呀 徐子武回头 脸色平静地看着他 也没有说话 但眼神却无比地锐利 把赵无言看得一阵的心颤 他很清楚大少爷的性格 温文如玉 但一旦发怒 后果如何 不是他能想象到的 大少爷 我 我 我其实很感激你们能来帮宇柔 也很感谢你们能用这种方法帮我 不过 我很讨厌阴谋诡计 更讨厌被人蒙在鼓里当猴耍 宇柔是我喜欢的人 我不想用这种方法去赢得他的好感 你明白了吗 说着 徐子武掏出一块铁片 丢给了赵无言 这东西是他在打斗时发现的 顺手摘了过来 而这种铁片是一种身份标志 也只有徐家人才能拥有 接过铁片时 赵无言下的冷汗直流 计划进行前 文杰已经提醒过他了 让人不准带任何暴露身份的东西 结果还是有人带了 如果这铁片落到文姐的手里 别说那个兄弟了 他赵无言肯定会受到残暴的惩罚 徐子武既然能把这东西给他 就证明他不想再追究这件事 这也说明大少爷的宅心仁厚 起码他不想让他姐滥杀无辜 更不想让他这些兄弟出力不讨好 那一刻赵无言也暗暗松了一口气 既然没打算追究此事 徐子武自然也不会再报警 至于谢雨柔 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件事 回去看看那个兄弟怎么样了 如果人死了 一定要处理好接下来的事情 我不想惊动任何人 那个兄弟 自然是后来的两个蒙面人了 徐子武可不知道 他们并不是徐家的人 所以才这么说的 赵无言听到这话 自然也不敢透露什么 点头后快速离开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尽快查明那些人的身份 至于惊动其他人 傻子才会那么做呢 除非他想让文姐活广了他 只是当赵无言再次感到西郊的时候 那个人已经不见了 地上只剩一套黑色衣服 还有很浓重的腐臭味 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就证明这个杀手已经被人处理干净了 能把一具尸体处理得这么干净 赵无言猜到一种可能性 化石粉 这种撒一点儿 就能把人俯视干净的药粉 并不只是出现在小说里 一些能量巨大的家族 还是可以搞到这种东西的 而这也就说明 这次要暗杀谢总的人 来头肯定不小 起码不输于许家 赵无言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 很后悔参与这件事情 更让他想不到的是 谢宇柔这个小小公司总裁 会招惹到这样的人 简直是不可思议 看来计划真要改变了 也没有再多想 赵无言立刻给许子文打了个电话 把他看到的一切据实上报 东山市 许子文挂断电话后 眉头紧锁 他本来只是想用点小手段 促成许子武和谢宇柔的美事 可哪曾想会引出这样的惊变 两个很可能是死尸的杀手 还有化石粉 这个丫头到底招惹过谁呀 不行 绝对不能再让子武 再跟他有任何的牵扯 必须拆散他们才行 不然谢宇柔肯定会连累子武的 想到这里 许子文眼睛一眯 再次动起了歪心思 势力三院 谢宇柔陪在许子武的身边 满心的愧疚 他怎么也没想到 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没想到子武哥会受伤 可他更没想到 除了许子武外 还有一个人受伤了 而且伤得更重 更重要的是 这个人此刻也在势力三院 许久善昏倒之后 是二贵大爷 付到他的身上 把他送到这里 而且一来就看到了梅千千 梅千千看到许久善 满手的血后 害怕得不行 刚扶住许久善 想问问他这是怎么了 结果这货一软 直接倒进了他的怀里 艳符是有的 但此刻的许久善 可没有享受到 把大哥交给了 这位嫂子后 李二贵就跟着他 去了病房 眉头紧锁地抽着烟 很忧郁费解的样子 之所以忧郁 可不是因为二贵大爷 吃了狗粮 而是在付到许久善身上 那一刻 他看出了一些东西 而这些东西 对许久善很不利 乖了个乖的 这货到底搞了什么 把自己整得那么邪门 看了病床上的两个人 李二贵叹了一口气 也没有再多想 毕竟这事他想了 也没有什么屁用 还是等着许久善醒来 再跟他说说吧 从接收许久善开始 梅芊芊便没有再离开他半步 他现在很担心 虽然许久善 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但他手上的伤却很厉害 都能看到骨头了 能出现这样的伤口 肯定是被人砍了 真不知道这混蛋 又去招惹了谁 梅芊芊很担心那些 砍许久善的人 会再找上门来 更担心他走后 许久善会没人照顾 京华那边的通知 已经下来了 明天他就要去那里学习了 而这货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 叫谁 谁不担心呢 哎 难道要让于勇来照顾他吗 梅芊芊相信 只要把这事告诉于勇 于勇肯定会时心时意地 去照顾许久善 可问题是 现在于勇是副院长 每天也有很多事情要忙 再者 他毕竟是个大男人 肯定不如女人心系 一想到女人 梅芊芊立马想起了一个人 对呀 给他打电话 他一定会过来的 如果让他来照顾许久善 说不定还会增进他们的感情 让他们有情人 哎 我什么时候这么伟大了 想着 梅芊芊拿起手机 只是刚要给下山打电话 完犊子祸醒了 还他妈跟个没事人一样 呵呵一笑 嘿嘿 小梅 一醒来就能看见你 老子真是幸福死了 哼 幸福死了 我看你是快疼死了吧 梅芊芊看了取久善一眼 有些心疼的说道 还笑 不疼吗 呵呵 怎么可能不疼 许久善倒吸一口凉气 本来他还没有感觉到疼痛的 但被梅芊芊这么一说 那就真疼了 靠 这就是传说中的剁手吧 疼死老子了 妹的 那个死鬼夯货也真是够了 干嘛非要空手多刀刃呢 砍的不是你的手势吗 心里一阵暗骂 徐久善看了一眼 那只缠满绷带的手 梅脾气地叹了一口气 怎么回事 你又惹谁了 梅芊芊带着一丝哭强 质问道 听到小梅委屈巴巴 心疼不已的声音后 徐久善不刚也得刚了 咬着牙 强忍着疼痛说道 没事的 小梅 你别难过 哼 谁难过了 疼的又不是我 我觉得你有点心疼 那是一点吗 梅芊芊喊了一声 立马一呆 翘脸瞬间就红了 就跟那梅花一样 很是好看 看到这一幕 徐久善微微有些吃醉 觉得伤口也不是那么疼了 就说道 好了 我这不是没事吗 你别这样 到底是怎么回事 唉 孩子没娘 说来话长啊 徐久善挨叹了一声 立马编了一个 无死人不偿命的故事 她告诉梅芊芊 今天在公交车上 她看到一个歹徒 要抢一个漂亮美眉的包包 一看美眉那么漂亮 她就怒了 光天化日之下 正义感十足的她 怎么可能让歹徒欺负人呢 她当时就鼓屈一阵 拦在美眉面前 一脸正气的跟歹徒搏斗了起来 然后来了一招漂亮的空手夺白刃 当时徐久善说的 那叫一个天花乱坠 捂得梅芊芊一愣一愣的 只是说到空手夺白刃时 梅芊芊就鄙夷的看了她一眼 问道 白刃没夺到 被剁手了 聪明 就是这样 你骗鬼呢 梅芊芊这话说出 还真是有只鬼慢慢走了进来 脸上带着一种深深的鄙夷 李二贵现在很不爽 特别的不爽 靠 老子还在呢 你俩就不能别撒狗粮吗 就不能给单身鬼一条活路啊 为了少吃几口狗粮 二贵大爷只能强行插足一搏了 对徐久善说道 小九子 让这娘们先出去 我有话跟你说 徐久善能看出来 李二贵似乎真有什么大事要说 也没有犹豫 抬手轻轻拍了拍梅芊芊 贼兮兮的说道 小梅 我有些饿了 啊 那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嗯 真乖 听到这话 梅芊芊撇了撇嘴 直接向病房门口走去 他这一离开 徐久善立马正经了起来 很认真地问道 二贵 什么事 你是不是知道那些人的来历了 李二贵本来想装个逼的 但是想想还是算了 毕竟还是正式要紧 他看着徐久善 努力调整了一下情绪 表现得尽量悲痛一些 只是情绪没有调整好 徐久善就有些不耐烦了 靠 你他妈没吃药咋的呀 有话就说 有屁快放 弄一副拉不出爸爸的表情 恶心谁呢 也就是现在徐久善有些虚 不然肯定会上去狠狠削他一顿 不过 这次射鬼令的后遗症 比上一次似乎轻了一些 起码现在他还有力气抬手 要知道 上次他可是整整躺了一天 才恢复过来 李二贵现在要跟他说的 就是这件事了 在他复到徐久善身上时 二贵大爷惊奇地发现 徐久善体内 除了让人垂涎的功德之力外 还有其他三股力量 这三股力量十分的怪异 虽然说是在徐久善的体内 但怎么看 怎么像是入侵者 一旦被鬼气击法 就会猛然壮大 压制功德之力 而这也是徐久善现在 用射鬼令身体会虚弱的原因 不过他却不知道 在这三股力量之外 徐久善身上还隐藏着一些东西 只是这些东西 还没有碰到合适的媒介击法 只能继续潜伏罢了 听到二贵的话 徐久善的眉头紧皱 这才明白现在用射鬼令身体虚弱的原因了 可怜他也不知道 李二贵说的那三股力量是什么东西 又是什么时候进入他的身体的 妹的 难道阎王趁我睡觉的时候 对我动了手脚啊 这么一想 徐久善有些毛骨悚然 要真是这样 他觉得 他以后恐怕都不敢睡觉了 万一熟睡中 那个不要脸的鬼东西 寄予他的美色 对他做出一些禽兽的行径 他找谁哭去啊 想是这么想 徐久善可不觉得 阎王大佬会对他不利 没有任何理由的 不过 二贵说的这三股力量 到底是什么呢 徐久善百思不得其解 皱着眉头问道 二贵啊 你觉得这三种力量 会是什么东西呢 我他妈哪里知道啊 连想都没想 李二贵反问道 小九子 要是你现在得了艾滋 是不是也得问问我 是哪个娘们传染给你的呀 扯淡 靠 到底是谁扯淡的 老子是在跟你扯艾滋病吗 刚要回怼二贵呢 徐久善就听他说道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了 那三种力量是死水 而你的功德之力 可以不断的积累 如果有一天 功德之力能压过他们 你最好先将这玩意解决了 不然迟早会对你不利的 嗯 我知道了 二贵啊 这次谢谢你了 客气啥呀 咱们这关系啊 你明天给我烧五条烟就好了 我给你烧五个指人你要不 这话徐久善也就是没问 不然李二贵一准答应 想不明白身体出现的状况 徐久善只得先把这件事放到一边 反正又死不了 管那么多干嘛呀 很快 梅千千提着一些吃的走了回来 很贤惠地坐到徐久善的身旁 为他吃了起来 东西快吃完时 他说道 对了 明天我要去京华了 啥 这么急吗 徐久善是知道 梅千千要去学习 却没有想到 他会走得这么早 心里多少有些不舍 不过他也知道 他跟梅千千迟早会有分开的那一天 只是微微叹了一口气 轻声说道 唉 我吃饱了 怎么了 舍不得我离开 一句话戳中九哥的心 徐久善轻轻点了点头 虽然他跟梅千千认识没几天 但还是摩擦出了一些感情 要说舍得 那纯粹是扯淡 见他这个样子 梅千千还是很高兴的 最起码这就说明 徐久善还是挺在意他的 微微一笑 他将手里的东西放下 然后捧住这小男人的脸 柔声说道 好了 别这样 我就是离开一段时间而已 很快就会回来的 嗯 我知道 来 抱一下 只是抱抱吗 梅千千 那眼如丝 轻轻躺进了他的怀里 李二贵看到这一幕 彻底受不了了 轻身从窗户里跳了下去 就算摔死 他也不想让这对狗男女恶心死 他一走 徐久善就开始肆无忌惮 捏着梅千千的下巴说道 嘿嘿 对 说抱你 绝对不亲你 然后 九哥就厚颜无耻地亲上了 这是亲亲吗 说亲你 绝对不会动手动脚 然后 不可描述的一幕 就发生了 占了些手头便宜后 徐久善一身正气地说道 小梅 别这样 大白天的友商风话 说不动你 走 我觉得我不需要住院了 咱们回家吧 不行 等我回来再给你 现在你还有伤呢 不碍事的 是不是手没被砍断 你觉得有些不甘心啊 梅千千翘脸微红 翻着白眼 整理着衣服 这个死混蛋 才一会儿的功夫 单手就把他的内傻解开了 真是羞死个人了 也没有再多想 梅千千很快便离开了病房 从现在开始 他决定不会再见许就善了 生怕见了以后 明天就真舍不得走了 不过 离开病房的时候 他就有些后悔了 觉得应该让他肆意一次 毕竟一旦分开 就是三个月不见的 另一个病房里 谢雨柔坐在椅子上发着呆 缓了半天之后 他现在已经不再那么惊恐了 心里唯一想的 就是那个神秘人是谁 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那个背影 一浮上他的脑海 他就会想到许久善 越想越觉得就是他 到最后 谢总还是拿起了手机 决定给他打个电话 问问他现在在哪 接到谢雨柔的电话后 许久善眉头紧皱 说实话 他现在很不想搭理这个娘们 毕竟人家都跟心爱之人约会了 他们还有什么好谈的呢 不过 许久善很快便想到 谢雨柔打这个电话的原因了 肯定是猜到 刚刚是他救了他 才想确定一下 毕竟 今天他们已经打过照面了 谢雨柔只要没被吓傻 就能认出他的衣服 许久善现在 不想让他知道是他救了他 所以必须接这个电话 这么一想 他嘴角一勾 接通了电话 哟 谢总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是想警告我什么吗 您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打扰您的约会的 谁 谁约会了 许久善 您老实告诉我 你现在在哪 回家的路上啊 你回家了 你回家干嘛 要你管 谢雨柔 好好约你的会吧 从现在开始 咱俩没有任何关系 婚等我回来的时候会退 再见 一句话说完 许久善挂断了电话 那一刻 他真有些想家了 每个人想家的时候 那一定是在外面受到了伤害 可能这种伤害 他自己也没当回事 许久善就是这样 挂断电话的时候 他觉得心里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相反 隐隐还有一丝解脱 可他真的有些想家了 那个小山村 虽然没有四周繁华 却宁静安逸 那个家 虽然不如这里的豪华 却无比的舒适 在那里 许久善的心会很安静 不用去瞅 明天该做什么 要吃什么 因为总有一个人 会在他耳边喋喋不休 很烦 很暖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手里便夹上了一根烟 呵呵一笑 许久善轻声嘀咕道 呵呵呵 嗯 等我把那件事情办完 就带着琴琴回去 给老妈一个大大的惊喜 另一边 谢宇柔傻傻地看着手机 第一次 他觉得真被许久善震住了 以前的许久善 不管再怎么反抗 谢宇柔都能将他压住 可这一次 他真的懵了 当许久善那声 再箭响起的时候 他突然觉得 心里少了一些东西 那种感觉 就跟自己养的二哈 突然走丢了一样 他在的时候 虽然拆家乱废 让人恨不得顿了他 可一旦真没了 难免有些失落 不过 失落过后 谢总就有些气愤了 本来这个电话 他是想关心一下许久善的 如果那个神秘人 真是他的话 那他一定受伤了 一定需要人照顾 但现在看来 许久善好得很 哼 混蛋 你凭什么用这种语气 跟我说话 你凭什么跟我说再见 订婚 是为了救你 你好意思提退婚吗 好吧 我承认 我不该瞒着你去见子五哥 可我不也是为了他好吗 越想 谢总也觉得苦恼 也越觉得他没有错 只是这种感觉 总是让他有些心虚 女人总是这样 总觉得 他的一些做法是对的 但他们却不知道 很多时候 他们觉得很对的做法 往往杀伤力格外的大 就拿今天的事情来说 如果谢宇柔 很坦然地把事情告诉许久善 许久善肯定不会别扭 毕竟他没有做过任何出格的事情 只是跟许子五见个面而已 可他却没有这么做 还总觉得瞒着许久善 是在为他好 到最后 他使劲地摇了摇头 把脑子里的东西 全部抛了出去 心里还有些生气地想到 再见就再见 就跟本小姐愿意见你似的 第二天 梅千千坐上了开往京华的高铁 临行前 他偷偷去看了许久善一眼 然后给夏山打了一个电话 夏山此时也很惆怅 为了赔偿款的事 可谓是操碎了心 从跟红海集团交接开始 他就一直在盯着那边的进度 可紧盯慢盯 都没有得到张继勇的答复 今天一大早 他再次见了张继勇一面 询问到的结果是 王大老板最近比较忙 可能要再过几天才能回公司 让他安心等着 张继勇对他说这话时 脸上明显带着一丝不幸 跟第一次见面时 简直判若两人 混迹商界两年 跟谢总也见过不少大场面的夏山 很快便从张继勇的神情 捕捉到了一些东西 他突然觉得 事情似乎没有这么简单 临走的时候 便偷偷去了一趟前台 跟前台套了一些消息 一个公司里 最清楚老总行踪的 自然是他的秘书 除此之外便是前台小姐了 虽然他们不知道老总具体的情况 但只要稍微长点心 就会摸清老总来公司的规律 而能干前台的妹子 大都不是傻子 很快夏山从他们嘴里得知 王大老板其实很少来公司 不出意外 一个月顶多就来一次 而且很不巧 这个月初 大老板就已经来过了 知道这个后 夏山更加笃定 张继勇没安好亲了 他很清楚 张继勇对他是很不屑的 那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呢 能成为洪海集团财务处的老大 钱财张继勇肯定不缺 能量肯定也不比谢总小 而男人 如果权力金钱都不缺 那图的一定是色了 这么一想 夏山瞬间就明白了 张继勇在打谢总的主意 不得不说 夏山真的很聪明 可即便猜到了这些 他也不敢多说什么 唯一能做的 就是提醒一下谢总 让他自己拿主意 夏山突然觉得 混商界的女人很可悲 尤其是一点背景都没有的女人 在一些权贵眼里 只是一个玩物 不同之处 就是比那些卖得高贵了一点 刚拿出手机 一个电话便打了进来 看到梅千千这三个字后 夏山眉头一皱 他现在已经不那么讨厌梅千千了 但却也不想跟他过多的交往 毕竟他们现在依旧是敌对关系 可他主动打电话 夏山还真没理由不接 深吸一口气 夏山接起了电话 很平静地问道 梅医生有什么事吗 嗯 就是想告诉你医生 我要走了 另外 许久山受伤住院了 啥 他咋又受伤了 夏山的心顿时意紧 很是焦急 他是真没想到 这货才出院没两天 就又住了进去 难道他想把那里当家不成 也没有多想 夏山接着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说是建议勇为 被人剁了手 不过我觉得他在骗我 至于真实情况我也不知道 不过他这次伤得确实很重 都伤到骨头了 很需要人照顾 告诉我地址 我现在就过去 这句话说完 夏山就红了脸 一阵的后悔 上一次 跟梅千千谈完话 他就想通了很多东西 决定以后 跟许久山 以普通朋友相处 慢慢发展 还特意叮嘱自己 以后要格外的矜持 可现在 说好的矜持哪去了呀 哎呀 他都受伤了 还矜持什么呀 也没有再别扭 要来地址后 夏山飞快地 向市里三院奔去 至于赔偿款的事情 早就被他抛到了 九霄云外 在他的心里 这个世界上 哪里还有比许久山 更重要的东西呀 就这样 夏山很快便到达了 市里三院 到达病房门口 那一瞬间 他才觉得 他这样有些不行 如果表现得这么急切 肯定会让许久山 觉得他很下贱 会更加不在乎他 不行 必须端起架子来 必须不能给他好脸 这样 最起码 最起码 会不被他撵走吧 这么一想 夏山拿出了化妆镜 做了一个凶神恶煞的表情 冷冰冰地走进了病房 许久山打死都没有想到 夏山会突然来到这里 还跟个讨债的一样 看着他那副 不还钱就弄死你的样子 许久山愣是没敢开口说话 心里一个劲地嘀咕着 夏山这是怎么了 我借他钱了吗 为啥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看什么看 没见过呀 走到许久山的身边 夏山很不客气地说道 人是见过 可这个样子的 确实是第一次见 不知道夏山究竟是怎么了 许久山很小心地问道 那个 夏 山山姐 你 你没事吧 你觉得我像是有事的样子吗 不像 那我是不是摊上事了 哼 小样 本姑娘一搭了脸 还真把她给震住了 保持 继续保持 暗自欣喜 夏山一眯眼 点头冷笑道 哼 你确实摊上大事了 啥大事啊 难不成拒绝了你 你还想跟我同归于尽呢 心里嘀咕着 许久山刚想问问啥事呢 就看到夏山 把手里拎的那袋子水果 放到了桌子上 然后掏出了一把水果刀 卧槽 这是要跟我来真的呀 咕咚 许久山咽了一口口水 立马白手说道 珊珊姐 你冷静点 有话好好说呀 千万别乱来呀 乱来什么呀 我就是给你削个苹果吃而已 你这么害怕干嘛 夏山当时也有些懵 根本不知道许久山在说什么 就冷笑道 哼 闭嘴 老老实实坐呢 不许动 好 我老实 你千万要冷静啊 我冷静得很 告诉我 你是怎么受伤的 说着 夏山拿出一个苹果 很认真地消了起来 他一认真 立马就恢复成以前的样子了 温柔甜静 让人看着很舒服 但许久山却觉得 夏山是受到莫大的 刺激 这姐们一会儿温柔 一会儿暴躁的 肯定是不正常了 我得顺着她 可不能再刺激到她了 想着 她很小心地把受伤的事情 讲给了夏山 当然依旧是编的 跟给梅千千说得差不多 只是中间少了一些吹牛的成分 这么一来 这个故事就真实多了 而傻乎乎的夏山 很轻易地就相信了 苹果削完 她砍下了一块 用刀子插住 递到许久山的嘴边 吓得许久山冒了一头冷汗 生怕这娘们会窝了她的嘴啊 看着干嘛 吃啊 夏山晃了晃手里的刀 很霸气地说道 这一嗓子 大有你不吃 本姑娘就捅死你的气势 这样的夏山 真的把许久山给震住了 本来久哥 就对她心怀愧疚 在想到 她被刺激成了这样 就乖乖地张开了嘴 谢总知道你受伤了吗 为她吃下一口苹果 夏山问道 现在一听到这个名字 许久山就一肚子地暗火 但守着夏山 她是不敢发作的 而且还不能让夏山 把她住院的消息告诉谢雨柔 不然会出啥事 连她也不清楚 不过该怎么样让夏山不多嘴呢 想着许久山灵机一动说道 珊珊姐 雨柔姐还不知道 我没敢告诉她 怕她担心 更怕地告诉我妈 让我妈担心 你也看到了 我没啥大事 住两天院就好了 所以就没告诉她 珊珊姐 你能不能帮我保密啊 还挺有孝心 知道你妈会担心还乱来 必须给你长长记性才行 想是这么想 但看在许久山孝心的份上 夏山还是答应了她 而且一旦答应 就算打死 也不会跟别人说这件事 嗯 不过你得答应我 以后别再逞强了 还有 这段时间我会替 我会照顾你 就当是报答你救我爸的恩情了 谢谢珊珊姐 嗯 没事 听到那声谢谢的时候 夏山心里其实挺难受的 许久山越跟她客气 她就越觉得没希望 如果放在以前 她早就哭着逃走了 但现在她不会了 因为她知道 许久山很在乎她 那些客套话 只是她故意说的罢了 为了能让这谎言更加真实 许久山还特意叮嘱了夏山一句 珊珊姐 如果雨柔姐问起你 你就告诉她我回家了 之前她给我打过电话 我就是这么骗她的 你还敢骗谢总 善意的谎言 许久山干笑一声 摆了摆手 好吧 我就为你撒一次谎吧 夏山是这么想的 不过在她看来 谢总才不会问她 问许久山的情况呢 现在谢总可是忙着建药厂呢 哪有闲心管其他的事情啊 可她哪里知道 其实谢总现在跟她相聚 绝对不超过百米 而且很快就会给她打电话了 谢总给夏山打电话 自然是因为赔偿款的事情 就在刚刚 张继勇突然联系了她 还强烈指责 夏山向洪海员工 套问公司机密 张继勇这个电话一打 谢雨柔当时就懵了 珊珊姐套问洪海公司的机密 那不是扯淡吗 比起张继勇来 谢雨柔自然更相信夏山了 但人家毕竟是这么说了 她也不好反驳 只能低声下气地替夏山道歉 还表示一定会严惩夏山 然后让她当面给张总赔礼道歉 要赔礼道歉 自然少不了喝酒 张继勇等的就是谢雨柔这句话 其实她很早就跟洪海集团的前台打过招呼了 不然以洪海严厉的规章制度 就算给前台十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向外人透露大老板的行踪啊 夏山即便不去问 都会有人把这事告诉她的 如果不这么做 张继勇如何得到这个 跟谢总共进晚饭的机会呢 接到谢总电话后 夏山也不敢怠慢 立马跑出病房接了起来 珊珊姐 你现在在哪儿 啊 谢总 我 我在医院呢 家里有人生病了 我 我过来看一下 刚刚有些急 忘了跟您说一声了 哦 这样啊 刚刚张继勇给我打电话了 说你套取洪海集团的公司机密 到底怎么回事啊 套取洪海公司的机密 这分明就是恶人先告状啊 我就是打听一下 他们老板的情况而已 这能是什么机密啊 不过人家都这么说了 夏山也不好辩驳 直接说道 谢总 是这样的 我只是问一下他们老总的情况 然后发现 那个张继勇可能没安好心 怎么回事 据他们前台所说 洪海老总 近段时间是不会去公司的 咱们赔偿款 可能会被拖上一大段时间 听到这话 谢宇柔的心 顿时咯噔了一下 谢宇柔不是傻子 听到赔偿款可能会拖上一大段时间后 就明白其中的含义了 红海集团 红海集团这么大一个公司 会拖欠其他公司的债务 这话要是说出去 别说人了 鬼都不相信呢 在资州 王洪海的大名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人家一年光做慈善 也要花好几亿好吧 有必要欠百达的钱 可问题是 这种事情还真就发生了 谢宇柔自然知道 这跟王洪海没啥关系 肯定是张继勇搞的鬼 那他什么目的 不用猜都知道 跟下山想的不一样 谢宇柔觉得 张继勇不但是为了色 还在为钱 即便他是洪海财务处老大 也不会跟钱过不去的 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闲钱多的人 沉思了好一会儿 谢宇柔深吸口气 轻声说道 深深姐 这事我知道了 你今晚能抽出点时间吗 我想请张继勇吃顿饭 委屈你一下 给他道个歉 谢总这话近乎有些哀求 这让下山很为难 说实话 他真的不想跟张继勇道歉 更不想跟这种 一肚子坏水的人 同桌吃饭 可问题是 谢总都这么说了 他如何能拒绝 心中稍稍有些委屈 但下山还是笑着说道 谢总 晚上我去 深深姐 谢谢你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受什么伤害的 道个歉 能受什么伤害呀 下山觉得 谢总可能想多了 就算会受伤 那个人可能也是他 谢宇柔可不知道 张继勇在打他的主意 而下山虽然猜到了 却也无凭无据 不敢把这话说出来 不过适当地提醒他一下 还是可以的 这么一想 下山就说道 谢总 咱们最好还是防着张继勇一点 这种人明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嗯 我知道的 那就先这样 一会儿我订好了 再给你打电话 谢总再见 挂断电话后 下山叹了一口气 转身回了病房 许久善看到他这个愁眉苦脸的样子 心里又咯噔了一下 又不正常了 我得小心点啊 今天下山给他的反差 实在是太大了 刚来的时候 凶得跟母老虎一般 一会儿又变成了小绵羊 现在好了 垂头丧气的 像一只被打了一顿的小二哈 简直就是三重人格呀 他是真怕下山一会儿石心疯了 直接拿刀抹了他呀 毕竟当初 他把他伤得那么深 好吧 自作孽不可活呀 哥们儿还是尽量老实着点 等下山走到他身边后 许久善立马微微一笑 很是乖巧 不过他这一笑 却让下山很不爽 本姑娘都快哭了 你还有脸笑 是不是给你脸了 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没脾气的人 即便温顺如下山 在遇到糟心事后 也会有些小暴躁 这种暴躁 他不会在外人面前展现出来 但在最亲近的人面前 那就没必要掩饰了 脸色陡然一变 下山恶狠狠地瞪了许久善一眼 超级想冲他喊一句 笑什么笑 给本姑娘哭 可话到嘴边 他还是忍住了 这倒不是他不想喊 只是许久善 没等他喊出来 立马把笑憋回去了 可怜巴巴地看着他 好吧 你现在是老弱病残 本姑娘让着你 冷哼了一声 下山坐到床上 心里再次想起赔偿款的事情 然后扭头向许久善看去 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 貌似这事跟许久善也有关系 要不是他 这账能转到红海集团 张继科是不是被你搞定的 许久善哪敢说不是啊 反正这事谢宇柔也知道了 满不满也无所谓了 就嗡了一声 点了点头 那你知不知道 现在账目已经转到其他地方了 知道 张继科已经跟我说了 好像叫什么 怂海集团 怂海集团 要是王洪海听到这个称呼 也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一个在兹州 乃至东山省都可以支手遮天的大人物 你居然说怂 弄不死你 好吧 王大老板现在确实耸成了狗了 他的小心肝宝贝疙 已经给他下了最后的通牒 三天之内 如果还搞不定一杀贝利 那就真死给他看了 这一次他是来真的 安眠药都准备好了 就等这王老板三天后给他收尸呢 老王同志为这事啊 三千青丝 差三千根就白了头了 大手一挥 广州天下奇人一事 扬眼 只要有人能将一杀贝利给他请来 一杀贝利出场费多少 那个人就能拿多少 说实话 他其实真不想花这个钱 这倒不是他抠啊 毕竟一年能拿出好几亿做慈善 他要是抠 这世界上就没有大方的人了 之所以不想花钱 是因为王大老板不想把自己的钱花在外国人的身上 老王同志可是有着一颗强大的爱国心 更是一个十足的愤青 国际大使关注久了 他对外国人没有任何的好感 当然像那些为华夏做过好事的人还是不在此列的 比如那个叫白秋恩的 王老板就觉得他是个顶好的外国人 但那些政治国人的钱却还辱骂华夏的 王老板真想剁了他 不过这种人毕竟还是很少的 而且名气还是有的 所以王老板气愤归气愤 也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 他现在能做的就是 管好自己 从出生到现在 即便是再有钱 他也没有出过国门 不屑 外国的那些鸡脚嘎拉 哪有祖国的风景修丽 而且他这一辈子最大的理想 就是挣外国人的钱 为自己同胞做些好事 但小宝贝这么闹腾他 他也没办法呀 只能顺着他的意思办了 决心请到依莎贝利 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王老板也打听过 依莎贝利的事情 知道他很亲近华夏后 才放了心 如果依莎贝利 以前做过侮辱华夏的事 王洪海是绝对不会请他的 他的底线很明确 做什么事都要建立在 不损国格的基础之上 当然 这些许久善是不知道的 就算知道也懒得理会 虽然九哥很欣赏这种一根筋 却欣喜家国的大人物 奈何他们不认识 如果是朋友 说不定九哥还会为他分分忧呢 他现在要做的 只是替夏珊分忧 许久善能看得出来 在他说完那句话的时候 夏珊脸色就不好看了 脸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 都是你干的好事 帮了忙还被人嫌弃 他就有些不乐意了 便问道 珊珊姐 咋了 难不成我还好心办坏事了 许久善还真就好心办了件坏事 虽然解救了夏珊 却把谢总推进了火坑了 不过夏珊觉得 这事儿也怨不得他呀 就没有多说什么 而且在他看来 许久善能搞定张继科 是因为有市长撑腰 但张继勇 即便市长出面 也起不了任何作用 红海集团 可不是百达这种小公司 毫不客气地说 资州的GDP全指望他了 所以只要是红海高层 哪里都会有人给面子的 没有 晚上我有事要出去一趟 办完事再回来 你照顾好自己 听到夏珊要走 许久善当时就松了一口气 笑呵呵地说道 珊珊姐 有事你就去忙吧 不回来也是可以的 放你一百个心 我会回来的 你回来我才不放心呢 这话许久善不敢说 只能硬着头皮 说了一声辛苦你了 晚上七点 谢宇柔和夏珊 准时到达横中酒店 这次请张继勇 谢总做好了打算 只要这个人 不提出过分的要求 谢总会尽量满足他 要多少钱 他都不在乎 毕竟那一个亿 根本玩不下一个制药厂 但却是不可缺少的 因为只有手头有了存款 谢总才能从银行贷款 到更多的钱 如果放在以前 一个亿 谢总都不屑看三遍 百搭虽然不大 一个亿还是有的 很快 两人便到达了包间 进门的时候 他们就有些惊讶 打死都没有想到 张继勇已经坐在那里了 能比他们提前来 这就说明张继勇 是真的别有所求了 哈哈哈哈 谢总终于来了 可让张某好等啊 张继勇一脸灿烂的 起身向谢总走去 眼睛里毫不掩饰 内心的贪婪 看到他那种 不怀好意的眼神后 谢宇柔有些恶心 这些年 谢宇柔可没少见过 这种眼神 一眼便清楚 张继勇的来意了 心中警惕顿声 谢宇柔 却也不敢多说什么 微微一笑 很礼貌地说道 抱歉了张总 早知道您来这么早 我该再提前半个小时的 哈哈哈哈 没事 跟谢总这种美女吃饭 张某等多长时间 都是乐意的 张总真会说话 谢宇柔强颜欢笑 心里却在一个劲地 骂他不要脸 至于下山 从看到张继勇开始 脸色就一直很冷淡 他知道 今晚他就是一个陪衬 最多也就是道个歉而已 而且就算道了歉 张继勇都未必搭理他 也正如下山想的那样 张继勇还真没把他当盘菜 下山的姿色 虽然也算是上乘 但身份却远不如谢宇柔 一个秘书而已 张继勇还真提不起兴趣来 到了他这个年纪 什么女人他没玩过呀 只要他想 大把的秘书往他身上踢 但女总裁就不一样了 就这个身份往那一摆 都能让他怦然心动 道歉的事情张继勇闭口不提 落座后他便跟谢宇柔聊着一些没边的事情 什么扯淡聊什么 就是不提赔偿款的事情 张总说的是津津有味 谢宇柔却不厌其烦 到最后直接笑着打断了他的话 哈哈 张总啊 今晚来 就是想让我这个不懂事的秘书 给您道个歉 也请您大人大量 别跟他计较 说着 谢总看向下山 下山缓缓站了起来 举着手里的酒杯说道 张总 我为今天的行为 向归公司道歉 还请你见谅 先干为敬 一口气干了一杯白酒 下山弯腰鞠躬 说了一声对不起 看到这一幕 张继勇呵呵一笑 哈哈哈哈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既然都道歉了 这事就接过去 来 谢总 我敬你一杯 张总这胸襟 让宇柔钦佩 宇柔回敬张总 哈哈哈哈 好 既然谢总都自称 宇柔 咱也不见外了 就叫你宇柔了 宇柔 请 这声宇柔叫的 谢总那叫一个恶心的 恨不得一杯酒 泼到他的脸上 不过为了赔偿款 审了 呵呵一笑 他将杯子里的酒喝干 然后说道 张总 赔偿款 您什么时候能给我呀 我现在真有急用 不然我也不会催得这么紧了 钱的事好说 问题是我们老板这些天遇到点事情啊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呀 宇柔 这事你也 话没说完 张继勇的手机响了 老张心里当时就有些不爽 这刚想进入正题呢 哪个不张眼的给老子打电话呀 如果这个给他打电话的人是个小人物 他一定骂死他 只是当他拿起手机时 直接傻眼了 给张继勇打电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鸿海集团的天 王鸿海同志 请依莎贝利的悬赏令一出 王老板便接到国内一个知名导演的电话 说他可以请到依莎贝利 但王老板必须要投资一下他的新作品 而且要提前给他一些订金 导演这么搞也是无奈之举啊 因为他这新作品刚开机就跟投资方闹掰了 人家直接撤了资 正无计可施的时候 便看到王老板的悬赏令 密码有了新的希望 他确实跟依莎贝利有过一面之缘 觉得他出面应该可以成事 毕竟就是让他露个脸的事 依莎贝利应该不会拒绝 王老板知道他能请到依莎贝利后 心里那叫一个喜悦 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他 毕竟人家是圈里有名的导演 应该不会骗他 事情硬成了下来 他也没有怠慢 这才给财务大臣老张打了这个电话 让他立马去公司跟那个导演碰面 先支付人家一笔钱 接到老板的电话 张继勇哪敢怠慢 立马接起电话 说了一声王总好 又屁颠屁颠跑出了包间 听到王总这两个字的时候 谢雨柔的心里就激动了一下 还以为赔偿款的事情有眉目了 他跟下山对视了一眼 微微一笑 然后悄悄去了门口 偷听了一下张继勇的话 很快接完电话的张继勇回来了 命令接到后 他知道今晚的计划是黄了 指点跟谢雨柔说道 那个谢总啊 我现在有点急事要回公司一趟 吃饭的事下次吧 下次我请你 张总 王总是不是去公司了 要不我陪你一块去见见他吧 哼 他偷听了我的电话 张继勇眉头一皱 有些不悦 正如谢雨柔所说 王洪海为了尽快把小情人搞定 今晚也会去公司 但谢雨柔想见他 那简直就是扯淡 如果让他们见了面 他老张还怎么泡妞啊 这么一想 张继勇冷哼了一声 哼 我们老板可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谢总 钱的事我会帮你搞定 不过谢总要付出点代价才行啊 什么代价 还向张总直说 哼哼 简单 让我去你家里坐坐就行了 说完 张继勇拿上东西 飞快地跑了出去 由火星小说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 主播 发梵 张继勇的意图 可以说已经相当明显了 独自生活了两年 除了老爸谢必达 也就一个叫许久善的混蛋 有幸入住过谢总的宝宅 张继勇现在说要去他家坐坐 那不是扯淡吗 心中的怒火 蹭的一声就冒了出来 谢宇柔当时恨不得弄死张继勇 不过 这个居心不良的混蛋 此时已经离开了 谢总就算是想活寡了他 也没有任何办法 两个女人在包间里沉默着 气氛很是沉闷 夏珊实在受不了这种气氛了 就轻声问道 谢总 您没事吧 哼 珊珊姐 你听到他刚刚说什么了吗 嗯 他 他想去你家坐坐 那你知道他想干嘛吗 夏珊当然知道 张继勇要干嘛了 可他不想说 也不敢说呀 只好低头闭嘴 这个时候沉默才是狗头巾 其他的都是黄泊拉机的沙利 一顿饭没吃就散场了 两个女人又喝了一点酒 出了横中酒店后 便分道扬镳了 谢宇柔没有再回医院 因为徐子物已经离开了 虽然受了伤 但他有他的事情要做 这件事 他也对谢宇柔提了一下 让谢宇柔觉得有些心凉 喜欢的人在怀疑自己 叫谁 谁都会难受 其实 谢宇柔有些误会徐子武了 从始至终 徐子武都没有怀疑过他 但他知道 那件国宝丢失 跟谢宇柔肯定有莫大的关系 所以才适当地提醒了他一下 如果知道 谢宇柔会因为这个心凉 徐子武肯定打死都不会说的 一天之内 经历过暗杀 被喜欢的人怀疑 还遭人觊觎的谢总 觉得很累 很想找个人陪陪他 这个想法一出 他想到了徐九善 如果他还在 谢宇柔觉得 应该可以在他身上发泄一下 只是这个瘦气包 现在也离开了他 孤独啊 难道本小姐就该截然一身 哼 一个人咋了 那个著名的文学家不是说了 优秀的人都是孤独的 本小姐越孤独 就证明越优秀 自我安慰了一下 回到家的谢总又寻了一醉 有些话 也只能跟九宿说一二 不过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在醉倒那一刻 他骂了一句混蛋 而混蛋前面 还有一个人名 徐九善 某些人总会在打完喷嚏后 自恋一下 徐九善就是这样 只要一打喷嚏 他都会乐呵呵地问一句 也不知道哪个妹子又想我了 想九哥的人却是不少 想骂他的人更多呀 下山就是那个最想骂他的 无耻之由的狗贼 不自恋你会死啊 这句话从心里冒出 下山就察觉到 他今天确实有些不对劲的 哎呀 本姑娘今天这是怎么了 怎么总是想找茬 欺负他呢 下山觉得 他应该稍微反思一下 总是这么对徐九善 肯定是不行 可他哪里知道 徐九善还就吃这一套 对待喜欢的人 徐九善就甘心被压着 越不给好脸 就越贴 心甘情愿地去做一只田狗 这倒不是说他有多么下贱 能这么做的男人 是因为他懂得疼老婆 自己老婆婆好好的疼 难道还要让别人来疼 那不是找刺激吗 当然 徐九善可没把下山当老婆呀 在他心里 老婆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苏晴 也只有苏晴 才有资格得到九哥全部的爱 但他喜欢下山却是真的 虽然他也很不想承认 只要喜欢 徐九善就会不自觉地去顺从 面壁三秒后 下山走进了病房 因为刚刚喝了酒的缘故 此刻后劲上来 他微微有了一些醉意 小脸红扑扑的 跟桃花一样 很是可爱 他一到身边 徐九善自然闻到了酒气 就问道 山山姐 你喝酒了 嗯 刚刚跟谢总去见了个客户 喝了一丢丢 下山说着 用手比划了一下 掐指甲盖那么一丢丢 看到他那个样子 徐九善有些想笑 觉得这姑娘 真是可爱死了 只是喝了那么一点酒就这样 要是醉了 可想而知会傻成啥样 啊 见了什么客户啊 就是红彩集团那个王八蛋 你是不知道 他可气人了 还想去谢总家里做客呢 啥玩意儿 去见人柔家里做客 你是不是理解错了他的含义啊 徐九善一听这话 就明白里面的内涵 绝必不是做客那么简单 都是男人 谁他们不了解谁呀 没等他把话挑明 下山接着说道 哼 我现在觉得谢总好可怜 明面上是光鲜的大老板 大总裁 可他这个老板 当得真的好辛苦 须旧旧善 你说你们男人是不是都会寄予谢总这样的美女 是不是因为他没背景没人脉就觉得他好欺负 你可拉倒吧 傻子才觉得见人柔好欺负呢 还寄予他 他除了长得漂亮点 哪里值得寄予了 我知道你俩是姐弟 你不会对他有想法 那 那个夏侯福罪呢 你说 你对他有没有想法 一提到夏侯福罪 许久善的心里莫名的咯噔了一下 妹妹的 好死不死你提他干嘛呀 我跟他是有没有想法的事吗 早就生米煮成熟饭了好吧 许久善可不敢这么说呀 看着夏侯那张认真后还是认真的小模样 他甘笑一声 深深姐 你醉了 赶紧休息吧 我没醉 你回答我的问题 没想法 还好 还好你没想法 不然弄死你 夏侯看了他一眼 然后慢慢把脸凑了过去 又轻声问道 许久善 你 你有没有喜欢过我 我 我可喜欢你了 你说你这个土包子 没钱没房 没本事的 我为什么会喜欢你呢 你傻呀 大姐 嘴角一抽 许久善恨不得给他一记天门奔 让他清醒一下 你说你喝醉酒 说点情话也就算了 干嘛还埋态我呀 谁说老子没钱没房 没本事了 跟女酒鬼是不能争论的 根本争不过好吧 许久善现在只能顺着夏侄的意思说下去 他能看得出来 夏侄已经醉得不行了 即便是跟他说点真话 他也不会记得 那就说点真话吧 想着他微微一笑说道 喜欢过你 你乖乖休息行吗 那你 那你抱抱我 夏侄傻乎乎的看着许久善 完全忘记了白天做出的决定 这一刻的他 才是最真实的 也值得许久善去拥抱 红海集团总部 王大老板已经等了十几分钟了 他的身边此刻坐着一个光头 一看就很有文艺气息 放在平时 王红海可不会等一个人十几分钟啊 尤其是红海集团里的员工 让大老板等一个员工 这不是搞笑吗 不过王老板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睡到现在是下班点 所以即便有点怨言 也不会表现出来 要是非要抱怨 那也只能抱怨他的小心肝宝贝疙 如果不是他 王老板能这么苦逼吗 一想到这些天 没能上他的床 王红海就一阵的心塞啊 有钱人当到他这个份上 也算悲哀啊 很快办公室的门打开了 张继勇屁颠屁颠地跑了进来 大口喘着粗气 就跟跑了个马拉松一样 王 王总 对不起啊 让您久等了 看到张继勇那个狼狈样 王红海也不好意思发火了 点了一根烟 他白手说道 好张啊 你赶紧给神岛打两千万过去 另外 给他订一张取纽约的机票 好的王总 我这就去办 一句话说完 张继勇立马跑出了办公室 很快 钱和机票都办妥了 王红海看着光头神岛 很和气地说道 神岛啊 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 等你把伊莎贝利请来了 后续投资立马跟上 谢谢王总 您放心 我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嗯 但愿如此 一句话说完 怎么看啊 忍不到 你别想上老娘的床 哼 哎呀 都已经好几天了 你就别折磨我了 乖 一会儿给你个包包 不行 说不行就不行 你再这样 我可去外面找女人了 王老板有点怒了 心里很不爽 妈的 老子怎么说也是上过富豪榜的男人的 你个小娘们不要太放肆啊 真当老子不敢出轨啊 话说得很霸气啊 王红海以为这样准能让小心肝低头 哪曾想对方沉默了三秒 就冷声说道 王红海 有种你再说一遍 短短一句话 小心肝足足说了半分钟 每一个字几乎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王红海没有被这话震到 但小心肝咬牙声 却让他一阵的心惊 妹的 生气了 老子今晚要完了 心里犯着嘀咕 王老板干笑一声说道 嘿嘿 跟你说着玩呢 我马上就回家 你 今晚别回来了 老娘要找十八个壮汉 大战一天一夜 宝贝 别闹 谁跟你闹呢 滚 一句话说完 小心肝挂断了电话 他那个滚字 简直就是气吞万里如虎 差点没把王老板耳膜震裂了 不过 王老板不但没生气 还黑黑一笑 收起手机嘀咕道 嘿嘿 这大嗓门啊 稻子喜欢 小李 送我回家 对了 先去一趟明包店 好的 王总 车子发动那一刻 神岛也一路绝尘的 赶往了飞机场 张继勇给他订的是半个小时后的飞机 明天上午就能抵达纽约 见到伊莎贝利 神岛是带着绝对的自信出发的 因为他知道伊莎贝利其实没有那么难请 虽然他是国际知名影星 但却异常喜欢华夏 只要有导演请他前往华夏 他一准答应 可他却不知道 伊莎贝利这次遇上了麻烦 而这次麻烦 让他没有任何心思 再去做其他事了 时间飞速流逝 转眼黑夜退去 白昼降临 是李三院的一间病房里 夏珊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夏珊已经忘了昨晚发生的事情了 只是觉得脑袋有些疼 唯一能想起的事情 就是昨晚貌似喝醉了 晃了晃脑袋 有些懵懵的他 刚想着爬起来呢 突然有些觉得不对劲 这才觉得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压着他 夏珊当时就傻了 因为是侧着身子的缘故 他根本看不到任何 但饶是这样 他还是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坏了 出大事了 夏珊很清楚 他现在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这样的话 许久善 许久善肯定也在啊 至于压着他的东西 就更不用想了 脸瞬间红了起来 心跳加速的夏珊 那一刻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连动都不敢动一下 很快 一只手也搭在了他的身上 那只咸猪手 在贴到他的刹那 五指如钩 轻轻地捏了几下 轰的一声 夏珊只觉得大脑一阵空白 连带着打了几个哆嗦 这一刻 他再也淡定不了了 尖叫一声 翻身就推了他一把 许久善那个时候 还处在梦境里 那个梦 可谓是美得让人窒息啊 他梦到一大团 软软的棉花糖 抓在手里 那叫一个舒服啊 只是这感觉 还没持续三秒 他就被一道尖叫声惊醒 还没反应过来 人就已经趴在了床下了 我靠 这是怎么回事啊 许久善现在超级懵逼啊 睁眼的功夫就到了床下 这是什么鬼啊 带着满心的疑问 他从地上爬了进来 然后看了一眼 一脸翘红 眼神羞涩地下山 坐在床上 紧紧抱着自己 那个样子 就跟被某个畜生 凌辱了一样 畜生是谁 徐久善用屁股想都能想得出来 毕竟病房里就他们两人呢 徐久善敢对天发誓 他没有对下山做过任何 只是刚刚做了一个梦 梦到 我去 老子难道捏的是他 这么一想 徐久善一阵的心虚 被流氓飞里过后 下山到现在还没有回过神来 也再没了昨天的嚣张劲 整个人都可怜兮兮的 一看就让人心疼 呃 那个山山姐 你醒了 睡得可好啊 徐久善干笑一声 慢慢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现在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只能装傻充愣 再来一个一问三不知 下山没问任何 只是在那傻傻地看着他 片刻之后 他快速下床跑出病房 山山姐 看到他跑了出去 徐久善更加懵逼了 追也不是 不追也不是 到最后 没脾气的他 往床上一坐哀叹道 唉 走你也呀 有火星小说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 主播 法凡 谢宇柔昨晚直接喝大了 以至于今早上十点多 还没有起床 如果不是一个电话突然打了过来 谢宇柔估计能睡到晚上 给谢总打电话的是张继勇 昨晚监计没有得逞 张继勇很不甘心 他从小就懂得一个道理 一旦有了事 千万不能脱 尤其是那种贪了牌的坏事 如果一直脱下去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惊变 昨晚见了大老板时 大老板可是问他交税的事情了 那个时候 张继勇差点没心虚死 只能硬着头皮 说已经把税交上了 为了防止大老板查账 今天一大早 他就去公司做了一个亿的税务支出 然后拿着一个亿的支票 前往了百达 只要谢宇柔答应他的条件 一个亿拿去花 别客气 但是这娘们如果敬酒不吃吃罚酒 呵呵 那不好意思 钱我帮你垫着 等你想通了再给你 可谁曾想 他到了百达后 谢宇柔竟然不在 就连他的那个小秘书 也不知所踪了 来都来了 张继勇可没打算空手而归 这才给谢总打了一个电话 一大早就接到张继勇的电话 可以说很扫兴 但谢总却不敢不接 毕竟百达未来 现在就在张继勇的手上 也没有再多想 他调整了一下情绪 笑着接起来电话 喂张总啊 怎么这么早就给我打电话呀 是不是赔偿款的事情已经有眉目了 张继勇能从谢总的声音中 听出他是刚刚睡醒 心里立马火热了起来 说道 呵呵呵 恭喜谢总啊 赔偿款确实有眉目了 昨天晚上我跟我们老总说了 只差一道程序就可以把钱给你了 谢总现在是不是在家里啊 我去找你详谈 来我家详谈 谢总冷冷一笑 直接就拒绝了 张总啊 我已经快到公司了 你要是有时间 可以去公司等我 或者我直接去找您 哦 我还以为谢总刚睡醒呢 既然这样 我就在您公司等你 希望谢总能快点啊 说完 张继勇便挂断了电话 对他来说 去不去谢宇柔家 真无所谓 家里不行 酒店一样能办事 只要结果一样 张继勇不在乎任何 他就不相信 谢宇柔会扛住 这一个亿的诱惑 虽然这钱本来就是他的 半个小时后 谢总终于到达了办公室 看到张继勇那一刻 谢宇柔表现得很是平静 走到办公桌前 他轻声笑道 张总啊 辛苦您跑了一趟了 不知道您说的 最后一道程序是什么 话昨晚就已经挑明了 张继勇自然也没有再卖官子了 微微一笑 他将那张支票掏出来说道 钱现在就在我的手上 至于最后一道程序是什么 我相信谢总应该很清楚 只要你答应我 我会立马把钱给你 听到这话 谢宇柔的脸色一病 他自然知道张继勇想要什么 可问题是他根本就不想给 钱本来就是本小姐的 凭啥还要做出那么大的牺牲呢 冷冷一笑 谢宇柔故装糊涂地说道 我还真不明白张总的意思 呵呵呵 不明白没关系啊 张继勇呵呵一笑 然后站了起来 想要钱 就到横中酒店找我 房间我已经定了 二五二零 来了我慢慢告诉你 谢总 千万不要让我久等啊 说完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谢宇柔此时彻底的傻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王八蛋会这么不要脸 而且看样子是吃定了他 谢宇柔现在特别的苦恼 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如果不答应张继勇 他肯定拿不到钱 可答应了张继勇 他压根做不到啊 一旦到了选择的分岔路口 谢宇柔很希望 能有一个人帮他出出主意 心里是这么想的 他也是这么做的 很快他就拨通了夏珊的电话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谢弊达外 他最信任的人就是夏珊了 所以一遇到事情 他最先想到的就是他了 喂 谢 谢总 您找我有事吗 夏珊此刻 脸上还是稍稍的 小心脏还没有平复下来 刚刚被许久善捏了两下之后 他是真懵逼了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再面对他 这才一口气跑出了医院 深深姐 我该怎么办啊 这句话说完 谢宇柔叹了一口气 接着说道 张继勇刚刚来找我了 钱他已经拿到了 但是却没有给我 他 他还让我去横中酒店找他 房间都开好了 谢总 你可千万别去啊 一听这话 夏珊就急眼了 立马喊了一声 谢总 钱本来就是他们公司欠咱们的 咱们没必要做出牺牲 实在不行 实在不行 咱们就跟红海打官司 听到打官司这三个字 谢宇柔觉得 珊珊姐真是太可爱了 就他现在的实力 拿什么跟红海较劲呢 官司一旦打了 即便钱能拿回来 到时候 跟红海也会成为死仇 人家微微抬抬手 就能把他给灭了 现在他才明白 这个电话打了也是白打 夏珊根本帮不了他 到头来 还是要他拿主意 再次叹息了一声 谢宇柔微微一笑说道 哎 珊珊姐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先挂了 你好好照顾叔叔 叔叔 许久善可不是我叔叔啊 哎 我这关注点在哪呢 心里一急 夏珊立马说道 谢总 你等着 我马上去公司 嘟 夏珊这话还没有说完 谢宇柔便撂了 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嘟嘟声 夏珊此时也顾不得多想了 撒腿就往外跑 只是两步之后 他才想起来 许久善还没有吃早饭 就给谢宇柔发了一条消息 告诉他 让他等等 他立马回公司 然后买了些吃的 风风火火冲进了病房 看到夏珊这个样子 许久善还以为 他被狗撵了呢 立马朝他身后看了看 然后问道 珊珊姐 你咋了 有狗黏你吗 夏珊这时候 哪有心情跟他扯淡呢 把东西一放 说道 你照顾好自己 谢总那边出大事了 我要回去跟他并肩抗战 还并肩抗战 有人要拆白答呀 想着 许久善一把拉住 他问道 出啥事了 哎呀 跟你说了也白说 你放手 嘿嘿 你不说 我就不放手 许久善黑黑一笑 很无赖地说道 能让夏珊表现成这样 许久善自然知道 谢宇柔肯定是遇到 解决不了的大事了 他敢发誓 他之所以问夏珊 只是想知道 谢宇柔遇到的事情 到底有多大 如果不大 他就去帮帮忙 让这件事情 变得足够大 夏珊是彻底没了脾气了 挂断电话的时候 谢总貌似 已经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如果夏珊没猜错的话 他很有可能会去找张继勇 夏珊可不想让谢总去啊 所以他才这么着急 如果去晚了 一切都完了 哎呀 你赶紧松手啊 晚了谢总就被人玷污了 呵呵 我当多大的事呢 就是被玷污 啥 徐九珊一瞪眼 当时就从床上蹦了起来 卧槽 哪个王八蛋想死啊 连老子未婚妻的主意都敢打 想死了吧 这想法一出 徐九珊立马意识到 他有些激动了 夏珊此时可还在他身边呢 万一让他看出点端倪 那可就酸爽了 可他哪里知道 夏珊看到他这个表现后 一点疑心都没有起 还觉得他这样才正常 毕竟徐九珊和谢总是姐弟关系 弟弟听到姐姐被人玷污 不愤怒才是怪事呢 哎 你老实点 自己还有伤呢 老实待在医院里 我会拦住谢总的 靠 听你这意思 他还是自愿的 徐九珊又一瞪眼 更生气了 妈的 果然是贱人 不行 虽然老子和他已经掰了 但毕竟还没退婚 可不能在最后的时刻 让他给我戴绿帽子呀 呸 我发誓 我这绝对不是为了帮他而找的理由 只是为了男人的尊严罢了 这话你自己信吗 哄中声响起 一听就是天道的声音 徐九珊当时就牙疼了 卧槽 你是真闲哪 老子给自己一个帮他的理由 爱你啥事了 有病吧 也没有再多想 徐九珊立马说道 珊珊姐 到底怎么回事 你跟我说明白 哎呀 再说就晚了 那就一边走一边说吧 见徐九珊这么坚持 夏珊也没了脾气了 既然他又一起 那就一起吧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也没有再多想 两个人快速跑出了病房 出了医院大门 夏珊已经把事情告诉了徐九珊了 知道还是赔偿款的时候 徐九珊更没有理由不帮了 都说着送佛送道西 既然这事我已经插手了 那就把这事做完好了 这个理由 闭嘴 徐九珊有点够了 这个天道是不是真的有点闲了 心里那个乌语啊 一句话刚喊完 刚要说话的夏珊愣住了 他吼我 他居然吼我 我怎么了 他就吼我呀 夏珊突然觉得有些委屈 徐九珊有些愤怒 他是知道的 可也不能把这些火气 发到他身上啊 看到一愣的夏珊 徐九珊更无奈了 干笑一声他说道 哎呀 珊珊姐 我不是让你闭嘴啊 我 我是让树上那只鸟闭嘴 叽叽喳喳的 烦人 哦 夏珊嗷了一声 也没有再跟他计较 立马拦了一辆车 钻了进去 师父 百达集团 快点 有重要的事情 那个 小姑娘啊 再急的是咱们也得慢慢来呀 你说 出租车司机 估计是个碎碎嘴 嘴张就开始嘚巴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 才给了徐九珊反应的时间 在医院耽误了这么长时间 现在去百达 能拦出贱人柔才是怪事呢 应该直接去横中酒店才对呀 这么一想 他立马说道 师父 别听他的 直接去横中酒店 哟 看来你们是真有急事啊 这大白天的 闭嘴 说着 雪酒扇接着给他了一张红票子 一百块 起码能跑三趟横中酒店了 见小伙子出手这么阔绰 司机立马黑黑一笑 点了点头 一脚油门飞了出去 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话一点都不假 一百大洋丢出去后 这个司机硬生生把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一了 而且还没有违反任何交通规则 等许久扇两人下车后 他还很礼貌地说道 小哥 一路走好 下次再见 许久扇可没空理会他 拉着下山快速地冲了进去 找到前台问道 请问今天订房那有姓张的人吗 不得不说 许久扇还是很有经验的 知道问名字 前台肯定不知道 而且也懒得会去查 所以才这么问的 前台一听这话 眉头一皱 拿出登记册 他记得今天订房的 还真有姓张的 然后下意识地看了他一眼 说道 有个叫张继勇的 房间2520 谢谢你啊 就是他 下山可没想到 会这么容易问出房间号来 立马拉着许久扇 向电梯奔去 两人很快就奔到25楼 站在2520的门口 房间内 穿着一身睡衣的张继勇 端着一杯红酒 一脸阴沉地等待着 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 这个时候 谢宇柔如果要来的话 早就改到了 现在还没来 就说明他选择了放弃 谢总确实选择了放弃 但他放弃的是张继勇 而不是钱 他相信 他一定能想到其他办法 把钱拿到手 而不是委屈求全 更重要的是 如果今天他满足了张继勇 那他的未来 肯定会一直堕落下去 谢总不想堕落 他要在商界 刚出一片天地 也只有刚出来的天地 才会更加稳固 但他的决定 可没跟下山说 所以下山才会带着许久扇 冲到这里来 里面没动静啊 下山轻声对许久扇说道 许久扇那叫一个无语啊 真想问下山一句 你想听到啥动静啊 这种时候 偷听有个毛用啊 直接上脚啊 哐的一声 许久扇一脚把房门踹开 冲了进去 只是一进门 他就傻眼了 房间里 他看到一个男人在喝酒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靠 不是这里啊 张继勇 许久扇是不认识的 所以才愣了 至于张继勇 此刻也被吓傻了 还以为被扫了呢 愣了片刻之后 他才发现许久扇 根本不是警察 心里顿时愤怒了 我靠 这王八蛋是谁啊 干嘛踹老子的门啊 混蛋 你是谁啊 张继勇怒吼了一声 起身把手里酒杯摔个粉碎 许久扇那叫一个尴尬呀 干笑了一声 刚想跟他说一声 踹错房间了 哪曾想 张继勇朝他身后一指喊道 吓傻 是你 你们想干嘛 哎 认识下山 看来没进错房间了 可是见人柔哪去了 难道他们已经办完事了 这么一想 许久扇就怒了 低头一笑 他有些冰冷的问道 哼 你就是张继勇 打人之前 问清楚名字是很有必要的 不然打错了人那就不好了 张继勇可不觉得 许久扇会打他 毕竟许久扇现在还穿着病服呢 右手也打着绷带 在老张看来 这个小子别说打人了 一动手 他肯定会被反杀 趁你病要你命的道理 是个人都懂 他觉得 眼前这小子 应该没这么傻 冷冷地看着许久扇两人 张继勇说道 居然知道我是谁 你还敢踹我的门 你想死吗 张继勇这么说 自然有他的底气了 毕竟 他连谢总都不放在眼里 更何况 是他秘书带来的残疾人 可是老张不知道 许久扇就喜欢 弄他这种警察 气负弱小 久哥是不屑于干的 呵呵一笑 他也没有再多说废话 抬腿就是一脚 啊 张继勇惨叫了一声 直接被踹飞了 许久扇这一脚 急剧怒意 力道自然大的惊人 张继勇飞出去后 自然压坏了一张椅子 就这一下 差点没要了他的命啊 刚刚你叫的那声音挺好听啊 要朗诵诗吗 来 我给你起个头啊 啊 大海呀 你都是水 预备 起 一脸阴沉地走到张继勇的身边 许久扇抬手 抓住了他的衣领 张继勇此刻已经快疼死了 他只觉得五脏六腑都被人捅烂了一样 那种疼痛 简直无法表达 就算他想表达 也说不了话呀 额头上痘大的汗滴 顺着脸颊流下 张继勇痛苦地安忧着 心里的恨意也攀升到了极点 他发誓 今天这小子只要不弄死他 他一定要把他弄得痛不欲生 许久扇确实没打算弄死他 只想着让他把那首诗接下去 抬手一个大嘴巴子 他喊道 你他妈给我接啊 一巴掌 张继勇的后牙活动了好几颗 嘴角也多了一丝血迹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夏珊已经懵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会这么粗暴 虽然说他也看张继勇不顺眼 但却不能让许久扇 把他给弄死呀 愣了好一会儿 回神的他 立马跑到许久扇身边 拉了他一下 说道 你你别打了 会把他打死的 怒意爆棚的九哥 此刻哪里还会听劝呢 根本没有理会 依旧狂扇着张继勇 一边扇一边喊道 你他妈聋了 给老子接下半句 张继勇确实有些听不清了 这几巴掌下来 他只觉得脑袋嗡嗡的 就跟有一群苍蝇 在围着他转一样 而且他现在也开始惊恐了 在看到许久扇的眼神那一刻 张继勇只觉得 这个人的眼神真可怕呀 仿佛连着地狱一般 别说恨意呀 他现在心里只剩下巨异呀 也感受到了死亡的危机 裤子在不觉中湿了大片 张继勇浑身颤抖着说道 啊 马儿 马儿啊 你死了条腿 呵呵 不错 早接了老子早停手了 白白挨了这十几巴掌 怨谁 怨我 是我的错 是我该死 满心的战力 张继勇没了嚣张劲 他现在只想把这个大神送走 不然他就得走了 怎么才能把这大神送走呢 当然是钱了 这么一想 张继勇哆哆嗦嗦地抬起了手 许久扇可不知道他要干啥 见他抬手 还以为他要反抗呢 又喝了一声 他一瞪眼 就给了张继勇一拳 这拳法 是失传已久的通壁长拳 一拳至 非死即伤啊 好吧 不装逼了 挨了九哥这么一顿身 张继勇其实早到了晕倒的边缘 这一拳挨上 他白眼一翻 直接躺了 看到他倒地 夏珊真吓到了 哎呀 都让你住手了 你干嘛还打呀 心里焦急着 夏珊立马拉了许久扇一把 说道 你真要打死他呀 气出了 许久扇也冷静了下来 起身 他看了夏珊一眼说道 死不了的 这种人不打云 是不会长记性的 咱们走吧 这没死啊 没有 他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哦 那咱们快走 别让人发现了 打人也是违法的 夏珊说完 很小心地走到门口 看清走廊没人后 他冲许久扇招了招手 那个样子就跟一个干了坏事的人一样 看得许久扇一阵无语 又觉得他真是可爱死了 美好气地一笑 他一把拉住夏珊的手 大喇喇地走了出去 还不屑地说道 没事的 别把自己弄得那么心虚 揍他的是我 我都不害怕 你害怕啥呀 我怕你蹲大月 夏珊白了许久扇一眼 觉得他的心可真大 便也强装淡定地走了出去 连许久扇搂住了他 都没有察觉到 就这样 张继勇是教训了 但他们却把最重要的事情给忘了 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们 夏珊当时心里只有担心 哪里还去想钱的事情啊 至于许久扇 那就更没把钱放在心上了 在九哥心里 只要不是他的钱 剩下的都是身外之物 能放在心上才是怪事呢 出了横中酒店 两个人便分道扬镳了 夏珊直接去了公司 他现在除了担心许久扇外 最牵挂的就是谢总了 不看看不放心呢 至于许久扇 跟他提谢宇柔的名字 他都难受 更别说贱了 如果可能 他宁愿这辈子 都不要再跟这个女人扯上关系 百达集团 此刻谢总站在窗前 俯视着脚下的一切 从接手百达集团开始 他经历了很多事情 但以前的事情 都是小打小闹 所有让他无力承担的事情 都是在许久扇出现后才发生的 这一度让谢总认为 许久扇就是个扫把心 如果他不出现 貌似和他也没啥关系 不 我就是被他克的 如果他不出现 本小姐肯定会顺风顺水 说不定百达现在的实力 已经直逼红海集团了 想是这么想 谢总也就发发劳子而已 想让百达追上红海集团 没有个十几二十年 根本办不到好吧 唉 到底该如何拿到钱呢 一口气刚叹完 办公室的门便开了 夏珊急吼吼地冲了进来 很急切地喊道 谢总不要 看到谢宇柔站在窗前 夏珊还以为 谢总要想不开呢 一个箭步跨过去 他一把抱住谢总的小蛮腰 用力向后一拖 然后两个人 结结实实地躺到地上 啊 被夏珊突袭了这么一下 谢宇柔吓了一跳 很无语地问道 珊珊姐 你干嘛呀 谢总 你一定要振作起来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 但你千万不能轻声啊 那个 你 你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 就当被蜜蜂遮了一下 怎么往前看 一些都会好起来的 说着 夏珊眼圈一红 哗哗地流起了眼泪啊 谢宇柔真懵了 心里那就一个无语啊 本小姐现在难受是不假 可干嘛要轻声呢 还有 被蜜蜂遮了一下是什么梗啊 本小姐咋这么懵呢 谢总心里满是疑问 但看到夏珊那个 比她还委屈的可怜小模样 也心疼了起来 哎呀 珊珊姐 别哭了 我没想轻声啊 好了好了 你说的对 咱们要往前看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说着 她抬手擦了她夏珊脸上的泪痕 夏珊现在 完全抑制不住想哭的冲动 哽咽道 谢 谢总 你就别骗我了 你要是不想轻声 干嘛 干嘛站在那里啊 我想吹吹风行嘛 不就是一个亿嘛 本小姐还能为了这点小钱 想不开 笑话 一想到一个亿 谢宇柔就有些心思爱了 觉得 她真是一个没人疼 没人爱的小可怜 不过还好有珊珊姐 要不 抱着她 枕着她的胸口哭一会儿吧 咦 我干嘛要这么邪恶呢 谢总此刻 已经将小脸 贴到了夏珊的胸口上 轻轻地蹭着 那种美妙的感觉传来 夏珊直接愣了 突然觉得 谢总有些不正常 难道谢总伤心过度 兴趣向变了 这么一想 她也顾不得哭了 快速向后后退了一步 很紧张地说道 谢 谢总 你 你干嘛呢 想哭 珊珊姐抱抱 别 你 你别这样 我 我有喜欢的人了 珊珊姐 你怎么可以这样 许久善有什么好的 我对你的心意 没等谢宇柔把话说完 夏珊立马爬了起来 很不淡定地说道 谢总 你千万不要放弃自我 你 你可 哈哈 逗你玩呢 好了 不哭就行了 谢宇柔哈哈一笑 抽了一张纸巾 递给了夏珊 她刚刚那样对夏珊 其实就是不想让她哭了 很了解夏珊的她 知道也就这招最管用了 夏珊看到谢宇柔现在的样子 松了一口气 也明白谢总只是不想让她哭了 止住眼泪后 她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既然谢总没事了 她也不想在这里多待了 毕竟许久善还需要人照顾呢 好吧 都能把张继勇打成那个熊样了 她需要人照顾才是怪事呢 我 我只是想见她罢了 只是刚想走呢 夏珊就听到谢总哀叹了一声 问道 哎 深深气啊 你说我们该怎么把钱拿回来啊 啊 钱 钱你还没拿回来啊 一听到谢总这话 夏珊当时就懵逼了 出酒店的时候 她确实没想起这事 但在来的路上 她想到 而且还觉得 钱谢总应该拿到了 到办公室看到谢总的样子 她更加确信了这一点 可谢总现在 却问我怎么把钱拿回来 这是怎么回事啊 傻傻的看着谢宇柔 夏珊问道 谢总 难道 难道你没去找张继勇啊 啊 我傻了才去呢 这种王八蛋 配得上本小姐吗 我去 完蛋了 夏珊的脸当时就黑了 张继勇没把谢总怎么样 我们却把她给打了 这事更难办了呀 看到夏珊这个样子 谢宇柔觉得 珊珊姐 似乎做了什么坏事 眉头一皱问道 珊珊姐 你怎么了 啊 那个 谢总 你 你没去 咋不早点告诉我呢 这事有什么好说的呀 话音刚落 谢宇柔突然有了一种 不好的预感 眼皮突然一跳 很急切地问道 珊珊姐 你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不该做的事情 啊 我 那个 谢总 你听我说 我觉得这事 也不算是不该做 到底干嘛了 我们把张继勇给打了 一句话说完 夏珊很无奈地低下了头 装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心里想到 谢总 这事也不能光愿我们呢 你要是早跟我说一句 我们 我们也不会打人的 还有 都是许久山那个坏总 我就说先来公司吧 他偏偏要去酒店 把张继勇打了 我的天哪 珊珊姐什么时候这么飙了呀 不对 她说的是我们 就珊珊姐 肯定不敢打人的 这么一想 谢宇柔 瞬间想到了一个人 立马问道 你们 还有谁 许久山 靠 我就知道是他 这个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王八蛋 谢总当时就炸了 恨不得果寡了 许久山这个标子 钱本来就不好拿 你还去打人 打人就打吧 你他妈就不能顺道 把钱拿回来呀 毕竟人都被你们得罪死了 你还想着 让他亲自来给你送钱咋的呀 心里之间没了脾气了 谢总呵呵一笑 一脸的生无可恋啊 看到他这个样子 下山快心虚死了 当然 他的心虚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把许久山供出来了 在医院的时候 许久山可是千叮咛万嘱咐的 让他不要告诉谢宇柔 他还在自周 现在好了 不打自招了 下山的 你脑子被狗吃了吗 嗯 可能真被许久山吃了 都说恋爱的女孩是傻子 我就是被他给弄傻的 哎呀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想这些 下山 你关注点呢 虽然没有怀孕 但此刻的下山 也到了遗孕傻三年的状态 满脑子降狐不说 还总会胡思乱想 相比他 谢总就冷静很多了 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弄死许久山这个狗杂 哼 小混蛋 居然敢骗我 你他妈不是说你回家了吗 别以为这次你是在帮我 我就会感激你 没脑子的臭混蛋 你就不知道帮我把钱拿回来啊 心里暗骂着 但谢总似乎并不怎么生气 看样子 貌似还有些小甜蜜 当然 这些谢总也没察觉 他觉得他现在已经气炸了 要弄许久山一顿才能消气 这么一想 谢总看向下山问道 珊珊姐 他现在在哪儿 啊 他 他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啊 打完张继勇 我们就分开了 虽然已经把许久山供出来了 但他却还是极力地隐瞒着许久山住院的消息 毕竟在他看来 这才是许久山不想见谢总的原因 如果说了 谢总一定会伤心的 谢总伤心是小事 婆婆伤心那就是大罪过了 哎呀 现在怎么能叫婆婆呢 要叫妈 不对 是阿姨了 夏山俏脸不自觉地一红 心脏 莫名地跳动起来 谢宇柔可不相信夏山会骗他呀 所以压根没有怀疑 不过 许久山现在就在四周 本小姐一个电话 她敢不过来吗 事实证明 许久山还真敢 由火星小说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 主播 法凡 电话是不可能接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接了 看到贱人柔的电话 刚到医院不久的许久山 不屑一笑 直接撂了 刚跟夏山分开那会儿 他就已经预料到 夏山很可能会把他供出来 所以一早便有了心理准备 那个时候 九哥下定了决心 就算贱人柔把他手机打爆 他都不可能接的 哼 笑话 哥们儿揍张继勇 只是为了夏山而已 用不着你虚情假意的道谢 不过 许久山还真是想多了 在谢总的字典里 还真没有谢谢这两个字 当然 这只是在针对许久山 很快 没有打通电话的谢总 也不屑一笑 小子 不解解电话是吧 玩不死你 一眯一眼 他哼哼一笑 在手机上快速地打了一行字 小舅舅 回家后 是不是有人给你撑腰了 信不信我现在就杀过去 跟你妈说一声 你背着我乱搞 这条消息发出去 谢总就把手机放到了桌子上 坐到椅子上静静地等待着 全程都是一副轻松加惬意的表情 夏山看到谢总这个样子 心里莫名地咯噔了一下 他很清楚 谢总这个样子 那就说明他要发飙了 许久散惨了 虽然夏山很不想让谢总骂许久散 但他也没资格劝呢 他是许久散的谁 谢总又是许久散的谁 好吧 人家姐弟俩的事 我还是保持沉默吧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夏山轻声说道 谢总 那个既然没事了 我先走了 还要照顾病人呢 嗯 珊珊姐 你先忙去吧 有事我再给你打电话 好的 谢总再见 说完 夏山便走了出去 他出门的一瞬间 谢宇柔的手机便响了 很欢快 那声音让谢总一阵暗爽 哼 小样 还不是主动给本小姐打过来了 真当本小姐收拾不了你呀 许久散真不想给他打这个电话呀 可是耐不住谢总的威胁呀 说实话 他还真不怕 谢宇柔向老妈告状 再怎么说 他跟老妈才是最亲的 老妈自然会向着他这个儿子 但他却知道一点 如果让老妈知道 他在外面乱搞 那他就死定了 毕竟乱搞是事实 老妈要是问了 他也不敢不承认呢 所以在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 许久散垮了 不爽地说了一声你赢了 这才把电话打了过来 哼 小舅舅 你不乖哦 明明在四周 却告诉我回家了 你想怎样 这话谢总说的那叫一个点呀 弄得许久散一阵恶心 不过恶心归恶心 他还是要回话的 就直接说道 谢宇柔 你正常一点 我想怎样管你什么事啊 哎呦 我已经跟你说清楚了 咱们现在没有任何关系 请你以后不要再骚扰我 至于帮你揍人的事 不用谢了 我帮的是下山 哼 你和我没关系 还帮我揍人 不用谢 我娶你个大呆瓜的 不提这个还好 一提这个 谢总超级想杀人 也没有再忍 他咬牙问道 许久散 你是猪吗 靠 你他妈再侮辱我一下试试 老子帮你揍人 你还他妈咒我 你良心被狗吃了吗 心里那叫一个不爽啊 许久散直接回怼道 谢总 请问作为猪的未婚妻 您现在有什么感受啊 我感受你大爷 人你都揍了 就不知道 顺道把钱给我拿回来 现在好了 直接把张静勇得罪死了 钱我更是拿不到了 许久散 什么钱不钱的 你他妈都现身了 难道就不知道 问他要个出台费 这话许久散也就想想 说是不可能说的 太粗鄙了 也很作死啊 如果说了 他相信谢宇柔 一定提着到满资州找他 哼 你也好意思说我是主 你还不是跟我一样 想着 许久散不屑一笑问道 那你去找他干嘛了 就只是 闭嘴 谁去找他 谁是傻逼 姗姗姐出外 这一次 谢总抱了这么多粗口 实在是太生气了 他知道 许久散去找张静勇麻烦 是为了他 可这事做得也太没脑子了 他不生气才是怪事呢 再者 听许久散的意思 直接把他想成那种为了钱 连脸都不要的坏女人 这点疏可忍 谢总却不能忍啊 好吧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钱以后怎么拿呀 张继勇再怎么说 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能忍下这种气 靠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想到这里 谢总也顾不得生气了 直接说道 你别跟我废话了 赶紧回老家吧 打了张继勇 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要还在资州待着 肯定会有麻烦的 哎 贱人柔还关心起我来了 一通乱骂后 再来上这么一句 直接把许久散弄晕了 这个红枣 给的有点大了去 老子吃不了啊 麻烦就麻烦呗 我还怕他呀 许久散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 他会弄死你的 谢宇柔这话 说得有些急切 能听得出来 话语里充满了担心 都说人敬我一尺 我敬人一丈 谢宇柔都这么关心许久散了 许久散自然也不好意思 再跟他吵了 就没脾气地说道 我有分寸的 这事你别管了 钱我帮你搞定 你还能再大言不惨点吗 你拿什么帮我搞定啊 谢宇柔突然有些想笑 问道 你怎么把我搞定啊 直接去找 红海集团的老板呢 哼 你当红海集团的老板 是你兄弟啊 大哥 你就别再跟我说冷笑话了 一点都不好笑 哼哼 谢宇柔 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听完许久散的话后 就是想笑 他发誓 这里面并没有嘲笑许久散的意思 就是觉得 这货脑子坏了 笑什么笑 你觉得 我在跟你开玩笑 谢宇柔使劲把笑意憋了回去 然后问道 没有 呵呵呵 我就是想问问你啊 你知道 红海集团的老板是谁吗 嗯 不就是那 不知道 不知道你跟我胡扯什么 你难道不觉得 你很大言不惭吗 貌似还真有点 电话那头 许久散觉得 这个逼装的有点呲了呀 不过 他可不想让谢宇柔怀疑什么 接着道 呵呵 逗你玩的 那个红海集团的老板呢 还真是我兄弟 有空约他跟你见见面啊 哼 那人家以后就仰仗许总了 希望许总多多提携一下 好说啊 好 嘟嘟嘟 没等许久散把话说完 谢宇柔挂断了电话 哼 别的本事没有 打人吹牛 倒是无人能敌 反正该说的 本小姐都说了 你他妈爱走不走 爱死不死 纽约 希尔顿酒店 光头神岛 如愿以偿地见到 伊莎贝利 能再次见到这位 国际知名影后 神岛很是激动 他也相信 整个华夏 能跟伊莎贝利说上话的 绝对不超过一手之数 就这一点 神岛便很是自豪 但自豪归自豪 在他表明来意之后 伊莎贝利很委婉地拒绝了他 这倒不是伊莎贝利不给神岛面子 实在是他已经没有任何心思再去做其他的事情了 半月之后 一场盛大的电影节将会在纽约举办 作为这次电影节备受瞩目的女星 伊莎贝利 需要一套独一无二的礼服 大家应该都知道 每一场电影节都很吸引影迷的目光 为了能进一步吸粉 明星们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什么假摔 奇装一服 弹胸漏乳 那都是家常便饭 能上热搜 再火一把 才是人生赢家好吧 但伊莎贝利不屑用这种手段 太低劣了 在伊莎贝利看来 只要能在电影节上 把他最美的一面展现给影迷 那就足够了 想要展现最美的一面 除了天生丽智外 自然还需要一些衬托 比如衣服 伊莎贝利现在很渴望 拥有一套独一无二的衣服 当然皇帝的新衣不在此列 拥有这个想法的 自然不止伊莎贝利一个人了 毕竟电影节可不是单独为他举办的 所以电影节的邀请含义发出 那些知名的服装设计师 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了 很快便被各大女明星抢空 伊莎贝利自然也抢到了一个 而且这人还是世界公认的服装设计第一人 被誉为设计鬼才的意大利名家 安达鲁 能请到这位名声匪外的大师 伊莎贝利很开心 也相信安达鲁一定不会让他失望 能设计出让他满意 更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 安达鲁也确实拥有这样的实力 只是还没等他把服装设计出来 就遭遇到一场车祸 直接去了天堂报到了 安达鲁一凉 伊莎贝利就傻眼了 说实话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如果知道 他肯定会多聘请一位服装设计师 钱不是问题 问题是说啥都晚了呀 各地有名的设计师早被人刮分个干净 伊莎贝利只得将希望放到民间了 希望可以找到一个被人遗漏的天才 奈何 他连着请了十位 没一个能让他满意的 也正是这样 这件事才成了伊莎贝利的心病 眼看着电影节临近 如果再不拿出一身像样的衣服 他可就只能让影迷们失望了 为了一件衣服 伊莎贝利可谓是操碎了心呢 现在别说让他接戏了 饭都快吃不下了好吗 作为华夏知名的大导演 神岛自然也知道纽约电影节 更清楚这次盛典对伊莎贝利的重要性 如果他能在这次电影节上再次大方一彩 对他来说绝对是一个质的飞跃 可是知道归知道 神岛也帮不上啥忙 如果他现在能拿出一套 让伊莎贝利满意的作品 伊莎贝利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他的请求 但问题是让神岛拍电影他再好 设计衣服 你这不是为难人吗 虽然他也认识几个设计师 但是根本拿不出手好吧 无奈的神岛只得幸幸离开了 立马坐上飞机向滋舟飞去 上飞机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该怎么跟王大老板说这件事呢 事情虽然没办成 但钱他真心不想退给王老板啊 可他也知道 不退钱是不可能的 能不让王老板生气 就已经很不错了 飞机准时起飞 神岛又把脑袋绸突了一次 不过犯愁的可不只有他一个呀 势力三院里夸下海口的九哥 头发也是一把接着一把的掉啊 既然答应了谢雨柔帮他要钱 他就必须做到 老妈从小可就教育他 做人要言而有信 说到做到 不放空炮 如果放了空炮 你就离被炸不远了 当然 那时他妈就是在吓唬他 但幼小无知的九哥却当真了 为了不被炸 只能抓着头皮想办法了 不过这办法呀 还真是不好想 毕竟他现在连 红海集团的老板是谁都不知道 想再多都是白想 就在九哥愁眉不展的时候 夏珊回来了 一看到他这个样子 夏珊就知道 这锅被谢总骂惨了 哼 让你不听我的 要是先去公司能这样 不过这事也怨我 早知道这样 我就应该再给谢总打个电话 确定一下的 想着 夏珊慢慢走到了许九珊的面前 轻声说道 好了 这事也不怪咱们 咱们也是为了谢总好 可不是嘛 老子都他妈一怒为红颜了 他还骂我 招谁惹谁了 靠 关注点不对呀 哥们应该问问 红海的情况才对呀 许九珊相信 夏珊一定知道 红海集团的老板是谁 也没有再多想 他立马问道 珊珊姐 你知道红海集团老板是谁吗 嗯 他叫王红海 是个很传奇的人物 也是自周自有爱心的企业家 你知道他一年光做慈善 会投入多少钱吗 多少 不是 我现在没空管这个 那你知道 他现在在哪吗 我要是知道他在哪 这事还会这么麻烦吗 下山白了许九珊一眼 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 很惊骇地问道 你不会想去揍他吧 许九珊还真有这个想法 如果这个老王不顺从他 那就打爆他的脑袋 让他知道九哥的厉害 当然了 能不动手 九哥自然不会动手 怎么说 他也是一个蒋文明 树心丰的优秀青年 动手这种事 也只是针对一些混蛋罢了 许九珊 你可别乱来啊 王红海 你可不能揍 如果你揍了 我敢保证 你出门就会被人打死的 下山这话可没作假 毕竟这些年 王红海为资州做了很多 为国为民的好事 受过他帮助的人 没有百万 也差不了太多了 如果王红海被许九珊揍了 只要稍微露露脸 他在资州将会寸步难行 只要一露头 绝对会被人活活打死 连个劝架的都不会有 为了让许九珊相信他的话 下山立马从手机 搜出王红海的百科资料 说道 你看看吧 这是王红海的资料 绝对真实可靠 哼 有个百科资料还了不起了 就跟谁没有似的 许九珊不屑的撇撇嘴 大眼一看 傻了 由火星小说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 主播 法凡 王红海 东山省资州人 红海集团总裁 兼董事长 华夏知名企业家 慈善家 身价千亿 华夏百大富豪之一 创建红海集团后 他便开始做慈善工作 二十多年来 募捐尽百亿 建立百所希望小学 养老院等 利民场所 不计其数 徐九珊之所以傻了 就是被这些数字给震撼住了 乖乖啊 这大哥可得捧着呀 动他一头发都得要遭天谴的呀 看到徐九珊那个震惊样 下山松了一口气 翘着嘴角 把手气夺了过去 然后说道 哼 现在知道他多厉害了吧 心里顿时升起了一丝敬意 傻愣愣的点了点头 徐九珊 深吸一口气 很想给他来一句 这种人活该那么有钱 不过敬佩归敬佩 事情还是要办的 既然知道了 红海的老板是谁 接下来的事情 就好办多了 也没有多想 他立马点开 李二贵的头像 给他发了一条消息 让二贵大爷 寻找一下 王老板的踪迹 一直跟在谢总身边的李二贵 早就预料到 会有这么一天了 也一直期待着这一天 因为只要徐九珊求他帮忙 就有烟绸啊 发现徐九珊身体里的秘密之后 李二贵很是开心的 有了那三股力量 赤肘着 他相信 徐九珊肯定不会再频繁使用射轨令 那找人办事的话 自然会落到他的头上来 呵呵 以后是不愁断货了呀 这么想着 二贵大爷给徐九珊 发了一个尖笑的表情 问道 嘿嘿嘿 报仇怎么说 靠 帮老子个忙 你好意思要报仇吗 徐九珊一瞪眼 当时就给李二贵发道 五条烟 嘿嘿 我要十条 廖贵 你他妈别太过分了啊 你当老子是土大款啊 嘿嘿 大哥 别那么贬低自己嘛 跟我装什么穷啊 谁不了解谁啊 十条烟 一天之内 我保证把你想知道的给你查清楚 话都到这个份儿上了 徐九珊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直接发了一个OK的手势 而且先预付了五条烟 这些做完后 徐九珊重新躺到了病床上 静静地等待着 因为有功德之力的护持 他手上的伤 现在已经愈合了大半 估计再有两天就能拆疤了 九哥的伤虽然快好了 但另一边的一个男人 却被伤得不轻了 这个男人自然就是王洪海同志了 昨晚回家后 觉得大事可期的他 想着跟小心杆缠绵一次 结果包包奉上之后 人家就刺他一个字 滚 好吧 大男人不跟小媳妇一般见识 王洪海忍了 去自卧睡了一晚 今天早上起来 他一大早起床 就看到小心杆 穿着清凉地在细水 王老板当时就觉得 他一个人玩没意思 急吼吼地冲下了水 刚想着跟小心杆 玩个鸳鸯细水呢 人家出其不意地给了他一脚 正中王老板二老板 那一脚虽然不中 但也不是王老板能吃得消的呀 从中了那一脚开始 他整整蛋疼了一天 不过挨了打 小心儿也没让他白挨 本来他就是想随便踢老王一脚的 哪里想到会那么准呢 踢过之后 小心儿也很害怕 生怕这一脚会断送了他日后的幸福 就不计前嫌地安抚了王洪海一次 痛苦并快乐着 王洪海很是享受 自始至终都没有对小心儿发过脾气 他是真的喜欢他呀 那种喜欢是发自骨子里的 说实话 肖心儿长得并不是很漂亮 姿色中的 身材一般 至于脾气 那就更不用说了 王洪海敢保证 这个世界上能受得了肖心儿这脾气的 也就一指之数 只有他王洪海他本人了 这个自信 他是绝对有的 而且他就是看中了肖心儿的脾气 到了他这个层次 敢给他脸色看的 还真没有几个 每天经历那么多阿谀奉承 王洪海真心厌烦 所以想找个人鞭策他一下 这样他便可以放平心态 不至于太飘 肖心儿无疑就是这么一位 贤内助了 从跟了老王开始 就一直保持着本色 隔三差五给老王收拾一顿 时不时地教他做人 安抚过后 肖心儿看着一脸幸福的老王 掐着腰问道 爽了 嘿嘿嘿 宝贝 你真好 哼 现在是好 要是一杀贝利你请不来 我就给你好看 知道老王没事后 肖心儿自然不会再给他好脸 那个凶神恶煞的样子 直接把刚进门的李二贵 吓得打了个哆嗦呀 乖乖呀 难怪这里一片祥瑞 感情又震宅法宝啊 这娘们往车里一坐 妖魔鬼怪谁敢来呀 李二贵其实超想走的 但为了完成任务 只能硬着头皮 凑到王洪海的身边 老王现在还在傻乐着 扭头对上楼的 肖心儿说道 嘿嘿 宝贝你放心啊 一杀贝利一准给你请来 这话一说完 他手机就响了 一看是神岛打来的 王洪海当机大喜 指着手机说道 看看 想啥来啥 宝贝 你说你是不是福星啊 少拍老娘马屁 还有老娘累了 要休息 你闭嘴 好嘞 一句话说完 王老板穿着拖鞋 向屋外跑去 到了屋外 还把电话接了起来 喂 神岛啊 事情搞定了 嘿嘿 王总啊 辜负您的期望了 阴沙贝利我见过了 他现在也在为一件礼服烦恼 拒绝接任何的戏啊 为礼服烦恼 啥礼服啊 你说老子帮他搞定 王洪海这句话说完 那边的神岛苦涩一笑 然后把所有的事情 跟王洪海说了一遍 还斩钉截铁的说道 王总啊 现在没人能请动一杀贝利的 我很抱歉 靠 你不行 能代表别人不行 废物 说完 王洪海直接挂了电话 连钱的事也给气忘了 不过气归气啊 王洪海也没有质疑神岛说的话 知道一杀贝利是真请不到了 这下完了 我该怎么向希儿交代呀 交代个屁啊 能买一天是一天啊 就先告诉他 一杀贝利正在拍戏 抽不开身呢 等完事了就回来 让咱们先拍戏 他的戏后期加上就行了 轻声嘀咕着 王洪海又叹息道 哎对 就这么说 反正现在也没人知道 等希儿一开拍 仙儿说不定就把这事给忘了呢 说完 王洪海便快速地走进了房子 他可不知道 这一切全被一只鬼偷听了去了 而且很快就会告诉一个人 东山市郊外的一片树林里 一男一女 此刻正在追逐着 男人是个黑衣人 一脸的慌张 至于女人 如果许久善在的话 一定会惊呼一声 母老虎啊 然后能跑多远 跑多远 说不定比此刻男的还要慌张 男人现在是较苦不迭啊 他怎么也没想到 跟人交接成功 就被这个女人给盯上了 本来他还觉得 这个女人只是小角色 被盯上那一瞬间 便动了杀心 结果一交手才发现 他小看了女人了 这娘们的武力值 简直爆表 三招之后 他便落败了 这才不顾一切的 撒鸭子逃跑 他现在 可不敢再跟这个女人硬钢了 而且也没时间跟他纠缠 如果手里的东西 不尽快带出华下 别说他的命了 就连他家人的命 都会遭受牵连 越想越急切 男人恨不得眼前 能出现一条河 这样 他就可以逃出生天了 大概是他强烈的求生欲 感动了上天 这个想法刚出来 男人就惊喜地发现 他面前真出现了一条河 大喜之余 他立马加快了速度 岳飞燕 自然也看到了那条河了 知道如果不在男人 跳水之前把他拦下 那肯定前功尽弃了 这么一想 他也没有再顾忌什么 当时就掏出手枪 接到这次任务的时候 队长就跟他说明 能活捉这个人最好 如果抓不到 那就直接干掉 不然让他逃出华下 后果肯定不堪设想 砰 枪声响起的刹那 男人也跳了起来 一头扎进了水里 该死 快速跑到河边 岳飞燕并没有看到 任何的血迹 知道他这一枪落空了 男人也潜到水底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他 却还是让他跑了 岳飞燕很是不爽 咬牙说道 别以为你能轻易离开华下 我迟早会抓到你的 说完 他扭头向树林走去 岳飞燕很清楚 他现在一味地沿河去寻找 根本没有任何的用处 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 还不如请求帮助 只要严格把控住出国的路径 这个人插翅难逃 岳飞燕直接去了 东山国际酒店 将刚刚的事情 据实汇报了一遍 他挂断电话的刹那 东山国际酒店的总统套房里 一个男人也恰好放下了手机 然后一脸阶沉地抽着一根雪茄 抽烟 他只钟爱这种大号黑古巴 劲儿够大不说 还有一丝淡淡的少女体香 让人忍不住响入飞飞 据说 这种古巴烟 是在少女的大腿上搓出来的 而且还加了一些特殊的材料 一旦膝上就能感受到少女入怀的美妙感觉 而此刻 一个看着也就二十岁出头的女孩 已经躺进了她的怀里 很放荡地亲吻着她 男人很享受这种感觉 微微一笑 一把抓住女孩的头发说道 去下面 女孩点头 很熟练地操作了起来 一场熬战 持续了整整三分钟 三分钟后 男人叹了一口气 很不爽地说道 啊 靠 上次被那个小舅子揍了一顿 直接废了 不吃药都弄不了你了 那 那你就吃上一瓶啊 女孩显然有些不满 打心里也觉得 男人是个废物 才三分钟 连火都没打起来 大概是看穿女孩的心思 男人眼睛一眯 一把掐住了她的脖子 冷声问道 是不是觉得我不行呢 没 没有的 哼 不用骗我 我能看出你在想什么 你也别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去 床下跪着 自己玩 听到男人的话 女孩只能乖乖遵从 她很清楚 这个男人 可不是她能惹得起的 一旦把她惹怒了 能不能活着走出房间 就是个问题 在那里整整自嗨了半个小时 到最后 男人应该是乏胃了 直接摆了摆手 说了一个滚字 一点味道都没有 玩儿女人还是少妇有意思 也不知道 这东山有没有这样的棋品 小爷我可是很期待的 这话说完 男人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看到那个号码后 她眼睛一瞪 慢慢的接了起来 很快 她便阴沉了脸 与此同时 紫州市 却有一个男人 笑得很嗨癖 这个男人自然是许久善了 李二贵回来 把王洪海的事情告诉他后 他就乐了 本来他还愁 该怎么靠近王洪海呢 这下可就好了 知道王老板是个气管颜 还有烦心事后 许久善决定 发发善心 帮帮他的小情人 至于王老板 一边凉快去吧 搞定了他的小情人 还怕搞不定王老板 这叫取先救国 连李二贵这个文盲都知道 二贵啊 这事办得漂亮啊 烟少不了你的 不过还得麻烦你一下 去帮我探探王老板的行踪 咱们最好 能跟他来个偶遇 嘿嘿 已经探好了 明天他会陪着小老婆 去举行开机仪式 然后再去神仙山 拜拜佛 咱们明天直接去神仙山上 等他就行了 哦对了 他老婆很迷信啊 你可以利用一下这一点 会不会说话 什么叫利用啊 白了李二贵一眼 许久善说道 嗯 就按你说的吧 事情一敲定 许久善也没有再多想 直接闭上眼睛 开始养神 样子比没事人还清闲 只是他不知道 就在他闭上眼睛那一瞬间 有人已经开始调查他的身份了 而且誓死都要把他弄个半身不随 这人自然是张继勇同志了 被九哥虐晕之后 张继勇确实被吓破了胆子 但醒来之后 他的恐惧很快便被恨意取代了 自从当上红海集团的财务处老大 他何时再受过这种窝团气呀 被人揍也就算了 居然还吓尿了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啊 混蛋 你给老子等着 老子不弄死你 势不为人 还有谢宇柔 你也给老子等着 老子保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眼睛一眯 一丝狠辣 从张继勇脸上划过 大概是感受到张继勇的杀迹 回家之后的谢宇柔 心里总在为许久善感到担心 虽然觉得这货很没脑子 但他毕竟是为了他 才得罪了张继勇 谢总就算再讨厌他 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人弄死 唉 看来找机会还得跟张继勇和解一下才行 不然 徐旧善真出点意外 我不是 是珊珊姐一定会伤心的 哼 这个混蛋 做什么都这么蛮干 简直气死个人 气得多了多久 谢宇柔也没有再多想 吃了一碗泡面后 便回了卧室 由火星小说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 主播 法凡 四周时 今晚的夜空格外的昏沉 那一轮明月在天黑之际 露了个脸后 就被清风吹过的乌云遮住了 月黑风高杀人夜 这样的夜晚 确实适合杀人 但在黑玫瑰看来 这样的夜晚 除了杀人外 还适合做其他的坏事 比如 去顺点东西 填补一下 已经干瘪的钱包 来资州也有一段日子了 这个华夏第一女神偷 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诗人的线索别说塌了 就连文物局 到现在也没有半点头绪 那个窃听器 现在已经如同虚设 压根没有半点用处 无面诗人找不到了 但其他东西 还是可以顺点来的 毕竟 资州这一座古墓出土 文物庞大 随便一件 都可以让他吃半年 这自然不是说 他有多能吃了 毕竟 他还有十几张小嘴要养活 夏日一过 冬日肯定不远了 他需要给这十几个小屁孩 添一些新衣服 还有过冬的棉被 哪一件东西 不需要钱呢 今年二十出头的他 可以说 为了这群小屁孩 操碎了心呢 又当爹又当妈的 不过 一想到那十几张 天真无邪的笑脸 黑玫瑰觉得很直 嘿 本女侠就是他们的爹妈呀 虽然他们总是叫我姐 那不是为了提醒我年轻漂亮吗 也没有再多想 黑玫瑰穿上了一套夜行衣 直接出了门 今晚的他并没有蒙面 因为他觉得没必要 只是去捡个漏而已 又不是去文物局盗宝 蒙面干嘛呀 就这样 出了门的他 直接向西兴山奔去 虽然没有去过西兴山古墓 但他相信 那么大一座墓 文物局肯定会有遗漏 只要找到一丁点东西 今年准能给孩子们过个好年 只是他走了没几步 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直觉告诉他 有人在跟踪他 偷了这么多年的东西 黑玫瑰的直觉很敏锐 警惕性自然也不是常人能比的 他如果觉得有人跟踪他 那肯定就有人在跟踪他了 出来吧 我已经看到你了 黑玫瑰扭头 看了一下四周 扯了一个大弹 这黑咕隆咚的地方 别说人了 鬼影都看不到好吗 话音落地 四周寂静 他眉头一皱 觉得自己可能是有些神经大跳了 只是刚要走的时候 一道声音突然传进了他的耳朵 你来这里干嘛 声音很有磁性 也很熟悉 听到这话的时候 黑玫瑰有些惶恐了 我日 他怎么也来四周了 没得 赶紧跑 这里可不能再待了 想法一起 黑玫瑰使出了吃奶的劲 撒鸭子就跑 生怕一个犹豫 就被抓个正 好吧 我其实没打算跑的 天地作证 日月为朝 手不知何时 已经被人拉住了 黑玫瑰撇了撇嘴 扭头无奈一笑 这不是许大伤吗 咱们还真有缘分呢 这一次你又盯上什么好东西了 瞧您说的 自从上一次被您教育过后 我就犯人醒悟了 决定改过自新 重新做人 小偷我早就不干了 这次来四周 就是听说这里的工资高 来打工的 那个你先松手 我保证不跑 看着这个没皮没脸 古灵精怪的女孩 徐子武是真没脾气了 要说他改过自新 重新做人 徐子武打死都不相信 不过 即使他是个小偷 徐子武也不会为难他 因为他知道 黑玫瑰当小偷 也是为了那个不大的孤儿院 为了那十几个小孩 徐子武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跟他认识的 那一次他去杀人 他去偷那人的东西 回到华夏后 他也去过那座孤儿院 见过那群可怜 却又让人喜欢的孩子 也知道黑玫瑰的苦衷 这些年 其实他一直在给孤儿院捐钱 只是没让他知道而已 孩子们还好吗 要是好 我还用得着出衫吗 一提到孩子 黑玫瑰叹了一口气 今年他又接收了好几个孤儿 这让本就风雨飘摇的孤儿院 更加雪上加霜了 不然靠着那笔神秘捐款 他压根不用出来 看到他叹气 徐自武眉头一皱问道 怎么了 孩子们出事了 没有 他们很好 谢谢你的关心 徐少 我真不是来偷东西的 你放我一马 我马上离开泽州 帮我做件事 我给你五百万 靠 早说呀 五百万 不愧是徐大少啊 有了这笔钱 这个冬天 孩子们就好过了 二话没说 黑玫瑰立马点头答应 只要给钱 只要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他一准接 哪怕丢了命 都在所不惜 徐自武自然不会让他把命丢了 更不会让他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事实上 他就是想给黑玫瑰 一个接受这笔钱的理由 他很清楚 无缘无故地给了黑玫瑰 他一定不接受 不然 每年捐款也不会匿名 如果让黑玫瑰知道 钱是他的 肯定会退回去的 这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吗 是因为 他害怕捐款的人不安好心 这样的事情 已经发生过一次了 他已经有了阴影了 嘿 学生 有什么事 你只管说 国宝丢失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吧 帮我打听到他的下落 如果可能帮我带回来 国宝 是王冠还是无面诗人 这话说出 黑玫瑰就想抽自己一巴掌 妹的 就是嘴欠 还说不是来偷东西的 无面诗人虽然在电视上曝光过 但他丢失可没人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 我 那个 你猜啊 黑玫瑰眼睛一转 心里那个慌啊 他可不敢告诉徐子武 他就是在打无面诗人的主意 不然一准会被他抓走的 这件事最好烂在心里 不然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还有 西兴山古墓 你最好不要去 严禁于此 徐子武也不想再多说什么 他转了前后 直接离开了 他一走 黑玫瑰当时就松了一口气 万日的 吓死姐了 这个王八蛋 以后还是多远点才好 看到他就别扭 嘀咕了一句 黑玫瑰也没有再多想 扭头回了租房 钱已经有了 傻子才会去古墓呢 当那里是高级酒店呢 万一碰到鬼咋玩呢 一想到鬼 他就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东山那一次 他至今没忘记 更没忘记 那个要强上他的王八蛋 只是他不知道 那个王八蛋 正是资州人 而且 现在距离他还真不远 大计已定 徐九山已经做好了 出院的准备了 并让于勇 提前给他拆了线 伤基本已经无大碍了 但那道伤疤 却留在了他的手上 如果不出意外 可能会陪他一辈子 还是你有福气啊 能时时刻刻跟着老子 偷着乐吧 今日大吉 适合开机 嫁娶 动土挖坟 动土挖坟不是重点 重点是适合开机 王洪海现在很高兴啊 昨晚他用了三寸不烂之蛇 成功骗过了萧欣儿 小心甘知道 依莎贝里忙完就能过来之后 给了王老板一个大大的奖励 一晚上 足足让他吃了三片药 有道是 人风喜事精神爽 王老板现在已经爽上了天 为了给小心甘拍这部电影 他可是下足了功夫了 不但请了国内最优秀的影视团队 还直接在滋州 建了一座影视基地 人家周幽王当年为了博美女一笑 烽火系诸侯 他老王现在也不甘落后 电影还没拍 几千万已经砸进去了 几千万 现在对王洪海来说 那就是小钱 只要小心甘开心 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别说给他喜欢的小说拍电影了 就算让老王给他当马骑 他都不皱一下眉头 当然了 王老板也很渴望 小心甘能提出这么无礼的要求 就算喝药也满足他 我给阎王当助理的开机仪式在神仙山上举行 场面之盛大 让刚上山的许九扇吃了一惊 乖乖啊 不愧是富豪榜上的男人啊 人家开机都是上香啥的 你这是要上天呢 九哥觉得他又见了一次世面 突然有了当演员的冲动 要是能说动王老板 随便给他个男一号什么的 许九扇也是很乐意的 如果当了演员 许九扇相信 他妈一定会高兴死 到时候再回家 他家那些亲戚 哪个还会看不起他呀 不过现在的九哥 也已经让他们高不可攀了 才懒得跟他们炫耀什么呢 能让老妈过得舒服一点 比啥都强 也没有再多想 一人一鬼 慢慢向仪式现场走去 他们这次目的很明确 当演员就算了 搞定肖心儿才是正事啊 很快开机仪式圆满结束 一众人捧了王老板一会儿 并开始试镜 为了这部电影 肖心儿也下足了功夫 他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演员 但从小就有一个明星梦 所以很看重这一次机会 虽说就算把这部电影拍烂 也不会有人骂他 但他真想做到尽善尽美 如果可以拿个金马奖 那就更好了 影后什么的名头 他压根就不在乎 才怪呢 王洪海自然知道他的心思了 恶呵呵地拍着马屁 宝贝啊 我觉得你今天特别美 状态也特别好 就这个样子 绝对是这次金马奖影后啊 哼 算你会说话 给你个奖励 肖心儿甜甜一笑 亲了王洪海一口 这把他激动的呀 恨不得当时就办一个电影节 给小心肝挂上影后的名头 嘿嘿 咱这可不是会说话 我保证 这话绝对是认真的 你有这个实力 相信我 我的眼光 没等王洪海把这句话说完 一道突兀的声音 突然横插了过来 咦 这不是依莎贝丽吗 天呐 依莎小姐居然来华夏了 好激动啊 依莎小姐 我是你最忠实的影迷 能给我签个名吗 听到这话 肖心儿当时就笑了 哎呀 居然被人误认为是依莎贝丽了 我 我哪有她好看 真是的 心里那叫一个甜呢 肖心儿当时 就有点飘飘然 能让人误认为成最喜欢的偶像 叫谁谁不高兴呢 至于王洪海 当时就炸了 靠 这是哪个逼啊 马屁拍得比老子都好 简直是想死啊 王老板自然不会因为别人拍他小老婆的马屁而生气了 他气愤的是 这货好死不死的提到了依莎贝丽 小心杆才把这事放下 你他没有给老子提起来 这不是给老子找事吗 心里怒 但王老板也不敢多说什么 生怕把这事说漏了 再者 现在小心杆正开心着呢 他要是生气 那不是找刺激啊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依莎贝丽的 但名还是可以给你签的 肖心儿掩面一笑 向徐九善走去 成功地吸引了肖心儿的注意力后 徐九善可不敢怠慢 立马乘胜追击的 啊 你不是依莎贝丽啊 哎呀 是我眼拙了 姐 你也是来拍戏的吧 你这么漂亮 一定是女主了 嗯 我好像在电视上见过你 你是那个影后 叫 叫啥来着 徐九善挠挠头 做出一副深思的样子 影后 哎呀 我 我怎么可能是影后呢 我才刚刚出道好吧 连着被人戳了两次心坎 肖心儿 越看越觉得徐九善顺眼 恨不得让他来当这部戏的男一号 呵呵一笑 他轻轻打了徐九善一下 笑道 呵呵 你可真会说话 呵呵 姐 我 我把你给忘了 你能给我点提示吗 你到底是哪个影后啊 未来影后 肖心儿 原来是心儿姐啊 心儿姐 你可真漂亮啊 王洪海直接无语了 他就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人 简直就是在睁眼说瞎话呀 又是依莎贝利 又是影后的 你他妈瞎呀 怒不可遏 王老板当时就想让人把这逼丢下山去 但是小心肝就在身边呢 貌似还挺喜欢这小子 他自然不敢了 呵呵 女人哪 真的让老夫好生失望 几句话就把你给收买了 之所以会说收买 是因为肖心儿刚刚问许久善 想不想当演员 如果想 他可以把他招进剧组 王老板很了解肖心儿 他只要做出了承诺 他就一定会做 更重要的是 能让他做承诺的 那他肯定是打心眼里喜欢一个人 当然 这种喜欢 可不是对他老王的那种喜欢 应该是姐姐对弟弟的那种喜欢 好吧 老的认了 既然这样 就破格给他一个一飞冲天的机会好了 这个想法一出 王洪海就听许久善说道 心儿姐 我不是当演员的了 如果是的话 早就当了 我跟神火导演可是朋友啊 听他说一沙贝利会来这里 我才来看看的 不过现在见到了心儿姐 见不见一沙贝利已经不重要了 神 神虎 听到这个名字 王洪海顿时咯噔了一下 神虎 自然是光头神道 如果这小子真跟他认识 又提了这么多次一沙贝利 傻子都知道 他是来搞事的呀 虽然不知道 他是出于什么目的 但王洪海也是真心打触啊 那一刻他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赶紧把许久善丢下山 要想把许久善丢下山 最先要做的 自然是先把小心儿支走 不然 以小心肝的脾气 王洪海 就算是再吃十颗雄心豹子胆 也不敢乱来 会死人的呀 这么一想 他立马说道 宝贝 别聊了 该去试镜了 操操啥呀 试镜还能耽误了咋的 没看我还要给他签名吗 那 那你快点签 都等你呢 王洪海天脸一笑 恶狠狠地瞪了许久善一眼 意思很明确 小子 识相地赶紧离开啊 要是让咱老王出手 后果可是很严重的 意思 许久善肯定是领会到了 但他才不会离开呢 老子来这里是干嘛的 就是巴结你的好吧 想让我离开 你先给我一个亿呀 完全忽视了王洪海 许久善笑着说道 嘿嘿 仙儿姐 我叫许久善 你可以叫我小九 也不知道为啥 看到你 我觉得可亲切了 就跟你是我亲姐姐似的 哎呀 老娘可不就缺你这么一个乖巧的弟弟吗 萧欣儿心动了 很想跟许久善 来个三桂九寇 一节金兰 不过他也不是傻子 第一次跟许久善见面 只是聊得投机了一些 远远没有到一节金兰的程度 好吧 这小子看来也是想抱老娘大腿的小心机表 给他签个名 让他走吧 想着 萧欣儿微微一笑 接过助理拿来的纸笔 很潇洒地签了个名 然后把纸笔 全部给了许久善说道 小姐 这个给你了 既要去试镜了 咱们有缘再见 王洪海听到这话 当时就松了一口气 一颗心也落到肚子里了 只是 还没等他转身 许久善 就又给他一颗重磅炸弹 萧儿姐 能麻烦你个事吗 一会儿一杀贝利到了 你能帮我要张签名照吗 哼 依莎贝利今天来不了的 当他来了 我一定帮你要一张 怎么可能啊 神狐可是跟我说了 依莎贝利今天一定会来的 他今天要是不来 以后肯定不会来了 卧槽 你他妈赶紧给老子闭嘴 你想让老子死啊 王老板 当时就被下个一佛出世 二佛升天了 他是真没想到 许久善会知道 一杀贝利不来的消息 而且还当场就说了 这不是在给他找刺激吗 心里一阵惶恐 王老板结巴道 你 你小子别瞎扯 一杀贝利过两天就来 不可能 他现在根本没空 要不咱给神户打个电话问问 许久善装出一副 很认真的样子说道 话音刚落 还掏出了手机 把神虎的手机号 给王洪海看了看 这手机号自然是 李二贵帮忙看来的 也确实是神虎的号码 手机一亮 王洪海眼皮一跳 彻底没了辙了 萧欣儿看到他这个样子 明白许久善说的都是真的了 当时就欺诈了 王洪海 你跟老娘把话说清楚 你是不是骗老娘了 我 那个 怎么可能 我怎么敢欺骗你啊 宝贝 你他妈结巴了 王八蛋 你不是说人请到了吗 不活了 我现在就要跳牙去 说完 萧欣儿 直接向石牙边走去 一副决绝的样子 许久善可不敢 让萧欣儿死啊 要是这样 王洪海肯定会跟他拼了 本来捅破这件事 就是为了帮他 可不能出现这样的意外啊 其实 许久善也没想到 萧欣儿这么飙啊 如果知道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他肯定不会这么做的 直接找老王 把事情挑明就好了 现在好了 他知道 王洪海已经恨死他了 妹的 赶紧把这事挽回才行啊 这么一想 许久善立马拉住了萧欣儿 很紧张地说道 欣儿姐 别这样 可能是神虎在骗我的 对对对 神虎知道个屁啊 就是个说大话的 他一定是记恨我没有给的投资 才编出这种话 离间我们的 宝贝 我发誓 一杀贝利肯定会来 如果这部戏拍完 我没有把他请来 我自裁 王老板都这么说了 萧欣儿自然停下脚步 扭头看了他一眼 问道 真的 肯定是真的 王总能骗仙儿姐吗 抢头说了一句 许久善心虚的冲 王洪海一笑 王洪海那个恨呢 心里暗骂道 小混蛋 一会儿老子让你哭 好 我再信你一次 王洪海 这是最后一次了 你要是再骗我 我就去死好了 我陪着你 好好好 宝贝啊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先去试镜 哼 等着 这事没完 说完 萧欣儿踹了他一脚 去了剧组 他一走 王洪海立马搭了个脸 看着许久善说道 小子 你真有肿啊 谢谢你吉言了 等我有了肿 请你喝喜酒 告辞 以退为进 这是许久善的第二策略 毕竟 想搞定老王 不用点套路是不行的 他也相信 现在老王恨不得弄死他 他就算想走 也没门啊 给王老板惹了这么大麻烦 许久善能完整的离开才是怪事呢 怎么着不得骂他一顿 出出气呀 呵呵一笑 王洪海拉住了他的手 说道 还请我喝喜酒 老子请你喝点罚酒好不好啊 有话好好说呀 王总 我 我也是无心之过呀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我一马吧 谁他妈放我一马呀 心里那个气呀 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他也不能为难一个小人物 就笑道 放你一马可以呀 把依莎贝利给我请来 你 你这又不是为难人吗 呵呵 你他妈还知道这是为难人呢 我告诉你 二选一 变残废 或者帮我把依莎贝利请来 你决定吧 等的就是这句话 你不提这句话 我都不好意思开口 想着 许久善直接说道 机票 他的位置给我 不过 我要是把他请来 你也要帮我一个忙 求和 还敢跟我提条件 不对呀 怎么感觉被套路了呢 眉头一皱 王洪海仔细打量起了许久善 他这才发现 帽子这小子从始至终都特别淡定 那个样子就跟早有预谋一般 这事似乎有点意思 王洪海突然有些想笑 觉得今天这一出还挺好玩的 也觉得眼前这小子似乎有点不同之处 就直接说道 好啊 只要你能做到 老子答应你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话音落 许久善微微一笑 扭头向山下走去 临走时说道 把我要的给我准备好 一天时间 如果请不到他 我任凭你处置 今天的太阳 似乎格外的红 虽然还未到黄昏 却也颇有残阳如血的味道 把许久善 把许久善衬托得很是悲壮 黄洪海看着他的背影 心里泛着嘀咕 他从这背影里看到满满的自信 就好像这小子 真能把事办成一样 这个想法一出 他突然看到许久善 扭头冲他 见兮兮的一笑 杀鸭子就跑了 速度比兔子还快 靠 这小子刚刚是在跟老子装啊 混蛋 你以为你能逃出我的手掌心吗 等死吧你 王洪海是真的要炸了 他这才觉得 这小子有些大言不惭 还请依莎贝利 神虎这个废物都做不到的事情 一个无名小卒能做到 奶奶个腿啊 让个臭小子给整蒙了 一咬牙 王洪海呵呵一笑 仔细一想 还是觉得有点意思 多少年了 终于来个敢耍老子的了 真是出生牛犊不怕虎啊 可能也是真虎啊 也没有再多想 他向剧组走去 至于许久善的东西 还准备个锤子 人都跑了 准备了有个毛线用啊 唉 这事看来还得靠老子自己啊 疼老婆的男人命真苦啊 也没有再多想 很快 他便把许久善抛到脑后 王老板再怎么说 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 怎么真会跟许久善一般见识呢 他刚刚确实生气了 不过放出的狠话 也只是吓唬一下他罢了 不得不说 许久善今天是很好地把握了王洪海的心理 虽然这也是他无意而为的 中途也出了点小意外 但他还是及时地救回了场子 王老板对他现在是没啥好感 但也没有什么恶感呢 搞出这一出后 他也明白了 想让王洪海再给他准备机票啥的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在 依莎贝利的信息 李二贵都已经打听出来了 只要订上机票 便可以准时起飞了 你要问九哥 有没有护照签证啥的 不巧 昨天打定主意后 他就给李国中打了紧急电话 一早就办妥了 就这样 下了神仙山后 许久善跟李二贵直奔机场 这是九哥第一次坐飞机 更是第一次出国 心情难免有些激动 更害怕路上会整出一些糗事 丢了脸 所以一上飞机 他就老老实实地坐在座位上 愣是一句话都没敢说呀 相比他的忐忑 李二贵就显得相当轻松加惬意了 丢不丢人的 他可一点都不在乎 反正这飞机上除了许久善 也没人能看见他 怕个球啊 看到许久善那个紧张兮兮的样子 李二贵觉得特别搞笑 就问道 嘿嘿 大哥啊 是不是挺紧张的呀 许久善当时就想给他来一句 你觉得呢 但为了不让周围人起疑心 他直接把话验了回去 用心语 跟李二贵交流道 你赶紧闭嘴啊 我现在不想说话 哎呀 别不说话呀 你看你身边的妹子 长得多带劲呢 跟他聊聊 说不定下了飞机 就能直奔酒店 这种好事 可千万不能错过呀 李二贵这话 是真没说错呀 跟许久善同坐的那个女孩 确实很漂亮 容貌身材 绝对比那些一线女星还要好 很像志玲姐姐 更重要的是 她是纯素颜 比志玲姐姐 至少年轻了十几岁 女孩身穿一套白色的衣服 气质就如熟久寒天 黎明时分的星辰一样 冷而不寒 算不得璀璨 却也独有一份 不可多得的味道 如果是放在平时 许久善还真会跟他聊上几句 万一真被李二贵说中了 跟他来一次美丽的邂逅 那也是不错的呀 但现在他可没这个心情 更觉得就他这个熊眼 人家压根就不会搭理他 说白了就是怂 见久哥如此不争气 李二贵懒得再理他了 撇了撇嘴又到别处犯件去了 只是他没察觉 就在他转身那一刻 白衣女孩就跟察觉到了什么一样 扭头看了许久善一眼 一脸的好奇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请各位乘客系好安全带 一道广播声传来 还没有系安全带的许久善 直接麻了爪子了 安全带是找到了 可他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系呀 这倒不是许久善有多么笨 实在是太紧张了 以至于现在 他的大脑已经停止了运行 白衣女孩看到他这个慌张的样子 觉得很是好笑 也知道这小子应该是第一次坐飞机 便伸手拉过他的安全带 给他系上了 谢谢啊 许久善愣愣地说了一句 很尴尬的一笑 白衣女孩摇了摇头 拿出一盒木糖唇 倒了两粒放进嘴里 然后又递给许久善 谢谢 我 我不吃 你确定 他微微一笑 声音如清脆的风铃 听得许久善一阵的迷醉 长得这么漂亮 声音还这么好听 小姐姐 你有男朋友吗 如果没有的话 哥们可以 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呀 想法一出 许久善就觉得 他有些不矜持了 立马说道 那个 我 飞机起飞后 因为高空压力的缘故 耳朵会不舒服的 取决这个 可以起到缓解的作用 那 谢谢了 人家 人家都这么说了 许久善自然不好再拒绝 说过谢谢后 很礼貌地接过木糖唇 学着女孩的样子 很矜持地嚼了起来 这些过去 白衣女孩便戴上了眼罩 没有再跟许久善说过任何 她本来就不是那种爱说话的女孩 如果不是觉得许久善有些特别 又有些笨头笨脑的 才不会理她呢 至于这个男人特别在哪里 她一时也说不上来 反正只是萍水相逢而已 管那么多干嘛呀 毕竟这次去纽约 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才懒得理会其他的事情呢 女孩既然都戴上了眼罩 许久善自然也不好再跟她交谈什么 等不适感消除之后 她也闭上了眼睛 一觉醒来时 天已经黑了 那个时候许久善觉得飞机有些闷 很想打开窗户透透气 但她又怕天上风太大 吹倒白衣女孩 就弱弱地问道 那个 我想开开窗透透气 你不介意吧 卧他 听到许久善这话 白衣女孩当时就愣了 开窗透气 你就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啊 傻子 女孩见过 但这种傻子 她还是第一次见 看着许久善 那一本正经的样子 白衣女孩彻底 忍不住了 扑斥一声 笑了出来 高冷如她 也没有抵抗住 许久善这张认真脸 到最后 白衣女孩说道 你可以试试 如果能打开的话 你打开好了 由火星小说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 主播 法凡 女孩的话说完 许久善当时就尴尬了 脸红得跟茄子一样 只觉得把脸丢姥姥家去了 她能听出来 女孩话里的意思 这窗户是打不开的 就算能打开 也没人敢打开啊 因为这是在天上 窗子内外的压力差 肯定不是一般的打 丢人的话已经说出去了 许久善只能硬着头皮 把场子圆回来了 甘笑一声她说道 我知道的 我 我就是在逗你笑的 那恭喜你 你成功了 有没有奖励呢 说着 许久善抬手摸了一下鼻子 也不知为何 她突然闻到一阵 浓重的血腥味 许久善低头一看 这才发现 她右手的伤疤 裂开了一道口子 刚想着说话呢 飞机突然猛地震了一下 没有坐稳的她 接接实实地 趴在白衣女孩的身上 那只流了血的手 不偏不倚 按在她的胸口上 突如其来的变故 不但让许久善蒙了 就连女孩也傻了眼了 她能感受到胸口出异样的感觉 低头一看 抬手就给了许久善一巴掌 虽然知道许久善是不小心碰到她的 但她还是没忍住动手的冲动 毕竟这个死小子摸的是她胸啊 还在她的白衣服上 留下一个血红色的手印 我 我不是故意的 闭嘴 翘脸羞红 女孩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满脸的厌恶 喜欢穿白衣服的女孩 大都有些洁癖 就如她一般 当看到胸口上那个手掌印 头皮都有些炸了 如果条件允许 她肯定会立马把这件衣服脱了 毫不犹豫地扔掉 各位旅客请不要慌张 飞机刚刚遇到一阵微弱的对流 现在已成功避开 不会存在任何的危险 飞机会在半个小时后着陆 请大家放心 广播里很快传来解释声 听到这个后 所有人这才安定了下来 许久善和白衣女孩对视了一眼 两个人很默契地选择了沉默 半个小时后 飞机平安着陆 机场打开那一刻 白衣女孩疯一样地冲了出去 她已经忍受了半个小时了 如果再不把衣服换掉 会真疯掉的 至于许久善 巴掌吃得不亏 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要到女孩的联系方式 不过她觉得这都不是事 反正要了人家也不会给呀 说不定还会赏给她一个巴掌 哟 大哥 是不是觉得恋爱了 不知何时 李二贵 渐兮兮地飘到她的身边 许久善白了她一眼 直接说道 少说废话 咱们没多少时间的 赶紧去办正事 目标 希尔顿大酒店 出发 鬼叫了一嗓子 一人一鬼 风风火火地冲了出去 纽约市 希尔顿大酒店的总统套房内 依莎贝利 此刻正满心期待地 看着眼前的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 据说是服装设计业的新起之秀 被业内人士称为小安达卢 能找到他 依莎贝利觉得她很是幸运 说不定 她苦恼了很久的事情 今晚就会得到解决 只是希望越大 失望就越大 等男人满心欢喜地 把她的大作 呈现到依莎贝利的面前时 只见她叹了一口气 男人的设计 很是有些水平的 但这套衣服 压根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而且样式 跟她前段时间 走红毯时穿的那套差不多 没有任何的心意 依莎小姐 您觉得这个作品怎么样 出去 指了指门口后 依莎贝利扭头回了卧室 她现在没心情 再跟男人多说什么了 而且一个小时后 她还要去主持一个拍卖会 必须尽快准备一下 其实 她很不想主持这次拍卖会 但邀请她的那个人 是她的引路人 如果没有她 依莎贝利就达不到现在的成就 所以 尽管再不情愿 她也没法拒绝 把设计师赶走之后 依莎贝利也没有再多想 脱下衣服进了浴室 这是她长久以来的习惯 无论参加什么活动 她都会先洗一个澡 在她看来 这是最起码的尊重 可她却不知道 就在她躺在浴缸里的那一瞬间 窗外赫然出现了一个人影 窗外之人自然是许久善了 来到谢尔顿酒店之后 她想了很多接近伊莎贝利的方法 只是到了她的门口之后 她才惊喜地发现 这些方法根本没有翻窗户好使啊 虽然危险系数高了点 但麻烦少了呀 毕竟门口可是站着四个虎背 熊腰的外国大汉呢 虽然九哥有信心 把他们全部撂倒 再大啦啦地走进房子 但付出的代价肯定不小 说不定会整整虚伤一天 至于让李二贵出手 卧槽 咋把这犊子给忘了 好吧 都到这儿了 还说个毛啊 也没有再多想 她深吸一口气 直接翻进了窗户 到了房间后 许久善便听到浴室的动静 心里顿时有些无奈了 连想都不用想 依莎贝利指定在洗澡呢 靠来 我是进去找她 还是进去找她呢 问题一出 许久善果断选择了进去 毕竟要完成这次壮举 还得依靠依莎贝利 不看看她的兄 怎么把安达鲁请上来呀 想着她深吸一口气 慢慢向浴室走去 浴室内 依莎贝利正在欣赏着 她美丽的身体 肌肤如雪 勾如深鹤 挺拔处 就像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 连她自己都觉得 她是那么的完美 这并不是自恋 她的容貌和身材 确实近乎完美 这一点不管是谁 都不会否认 至少 许久善也是这么认为的 看到依莎贝利的那一瞬间 许久善直接愣住了 那一刻 她连正事都忘了 由衷地赞叹道 必有特否 三颗油 依莎贝利也由衷地感谢了一句 还很矜持地一笑 只是很快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笑容也僵在脸上 闹三颗油 你真的很美啊 我都快要留鼻 许久善这话注定是说不完的 因为在依莎贝利 看到她的那一刻 嘴巴就已经张开了 尖叫声 刹那间充满整个房间 我去 大姐 你别叫我 我 我不是来害你的 我是来给你设计衣服的 救命啊 快来人啊 有匪徒 快来救我呀 一场喜欢华夏文化的依莎贝利 自然懂汉语了 但她可不相信 这个不知道怎么就进入她房间里的东方男子 是来给她设计服装的 所以压根没有停止尖叫 我去 你给我闭嘴吧你 心里一阵无奈 许久善一把捂住了依莎贝利的嘴巴 刚想着她解释呢 就感觉到身后一道进风袭来 那一刻 她连想都没想 直接默念道 李小龙 阿达 一嗓子喊出 李小龙附体的许久善 立马弯腰躲过了一击 快速退到客厅 在依莎贝利发出尖叫的那一刻 门口的四个保镖立马破门而入 看到这个意图不轨的东方男子 二话不说就动了手 能成为依莎贝利的保镖 这四人自然是万中无一的高手 毫不夸张地说 每一个单独拿出来 都可以轻松放倒至少四个以上的北美最高特战队队员 更值得一提的是 四人中那个两米多高 体重达到三百斤的黑人选手 曾徒手弄死了一只美洲虎 比只武松也差不了多少了 很快四个保镖便将徐九扇围了起来 再次动起了手 拳脚如闪电 快得让人多没时间眨眼 浴室里的依莎贝利 此时正趴在门缝里 看着外面的战况 他原本以为 他的四个保镖三秒钟之内 就能把这个东方男子打趴下 可现在才知道 他想多了 躺在地上的不是东方男子 而是他的保镖 就连徒手弄死美洲虎的老黑 现在也捂着肚子 在那里哀嚎着 那个东方男子居然这么厉害 还这么像我的男神 没错 依莎贝利之所以喜欢华夏 就是因为超级喜欢李小龙 从看到他的第一部影片开始 依莎贝利 便爱上了这个帅气的东方人 可惜 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已死 他只能把这份爱意 深藏在心里 默默地独守着 可现在 他看到一个 跟男神一样厉害的东方男子 虽然外形不像 可神态举止 那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这让依莎贝利 很是心动 只是他却不知道 现在的徐九珊 就是李小龙 哼 都说不要动手 你们还打 我打呀 摆了一个李小龙经典动作 徐九珊抬手 用大拇指摸了一下鼻子 然后 冲着浴室里的依莎贝利 微微一笑 很抱歉 我真不想动手 但是没有办法 依莎小姐 我真是来为你设计服装的 请你相信我 我相信你 痴痴地看着徐九珊 依莎贝利很坚定地说道 能跟男神一样的东方男子 怎么可能会害他呢 又怎么可能会对他意图不轨呢 如果他真的意图不轨 依莎贝利也甘愿顺从 太像了 不 他就是李小龙 我的男神 徐九珊可不知道 依莎贝利在想什么 看到他那痴迷的眼神 还以为被他震住了 也没有多想 他立马又把安达卢叫了上来 在打完那一瞬间 徐九珊就有了一丝虚弱感 但他惊奇地发现 当安达卢也进入他身体后 虚弱感顿时消失了 而且他能感受到 丹田里的功德突然翻腾了起来 似乎是把什么东西给镇压住了 靠 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啊 原来叫两只鬼后遗症就完蛋了 真是太好了 徐九珊很是高兴 可他并不知道 这根本不是后遗症不发作的原因 也没有再多想 徐九珊立马走到画桌前 平心静气地跟安达卢交流了起来 徐九珊说 那谁啊 你赶紧给依莎小姐设计一套衣服 安达卢说 抱歉先生 现在我还没有找到任何灵感 依莎小姐这次要求太高了 我到死都没有想到合适的方案 那你现在快想啊 没有灵感 一句话说完 徐九珊没了脾气了 心里那叫一个叫苦不迭啊 我靠 大哥你玩死我得了 早知道你这么坑 我叫别人呢 心里很无奈 徐九珊又问他该怎么找灵感 安达卢沉默一对 深深地思索着 时间悄然流逝 很快四个被打傻的保镖 被依莎贝莉请了出去 而他也换了一件衣服 走到徐九珊的身边 轻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徐九珊 你先一边待着去 我再思考呢 心里憋着一股火气 徐九珊很不爽地说道 对于他的不敬 依莎贝莉没有丝毫地生气 而且还觉得特别美 以前他只是在影片里观看李小龙 可现在他觉得男神就活生生地坐在他的身边 哇 他认真的样子真的太迷人了 如果他能陪我去拍卖会 那该多好啊 依莎贝莉 此刻已经把礼服的事情放到一旁 只想着能跟男神好好说说话 哭诉一下满腔的爱意 徐 徐先生 你能陪我去参加一次拍卖会吗 就在希尔顿酒店内 当然你如果不愿意去 我是不会强求的 拍卖会 老子哪有这闲工夫啊 刚想着说不去呢 沉默不语的安达卢开口了 去看看吧 说不定可以从那里找到一次灵感 好 那我就陪依莎小姐去看看 真的吗 真是太好了 一句话说完 依莎贝莉 搂住徐九扇亲了一口 徐九扇当时就迷了 我去 这是干嘛 咋还亲老子了呢 哦 这应该是西方的礼节 貌似叫亲文礼的 我应该还礼的呀 想着 徐九扇捧住依莎贝莉的脸 亲了一口 这一口 可是实打实的下口啊 跟象征性的亲文礼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依莎贝莉傻了 她刚刚还在为她的不矜持 感到羞愧 生怕徐九扇会觉得她太过放荡 她知道 东方男人都喜欢矜持的女人 可现在 她居然亲了她 依莎贝莉 只觉得一阵的悬晕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能高兴成这样 自然不是因为徐九扇如何优秀 而是因为 依莎贝莉把她当成了李小龙了 当然这些 徐九扇是不知道的 也没有再多想 她跟着依莎贝莉走出了房间 手挽着手 出门那一刻 四个保镖看到这一幕 直接傻眼了 这尼玛咋还晚上了呢 闹着玩呢 刚刚还一脸的惊恐 怎么现在就无比幸福了呢 四人一对视 觉得这一定是幻觉 刚想着跟上依莎的步伐呢 就听她说道 你们不用跟着了 有布鲁斯里在 我是不会有危险的 咋还布鲁斯里了 这是你给我起的阳名字 徐九扇一阵懵逼 好吧 只要能把你弄到王老板那里 你叫憨豆我也认了 就这样 两个人三只鬼 去了希尔顿的礼堂 半个小时后 美丽的依莎贝莉 走到礼台中央的高台上 微笑着宣布 拍卖会正式开始 由火星小说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 主播 法凡 希尔顿的这场拍卖会 汇集了很多的世界名流 这些灰金如土的家伙 都是那种跺跺脚 都能让地球 抖三抖的人物 当然 在徐九扇的眼里 这些人都是一圈傻袍子 花那么多钱 去买几百几千年的旧货 不是傻子是什么呀 真他妈是有钱没地方花了 学学人家王老板 捐学校 捐敬老院 还能积点阴德 非要在这里臭险呗 身当品位有多么高杂的呀 心里满是不信 徐九扇觉得 在场就没一个顺眼的 至于那十几个花高价 买贵宾位 隐藏身份的神秘人 那就更不用说了 更加的傻逼了 咋你们这是知道 自己的行为很愚蠢 不敢见人了 搞笑啊 真以为这里 有什么了不起的宝贝啊 难不成阎王穷的 揭不开锅了 把生死簿拿来拍卖了 这么一想 徐九扇就呵呵一笑 他这笑容满带嘲讽 临坐的几位大哥 看到这位东方先生后 觉得他也是个傻子呀 这么严肃的场面 你笑个毛啊 不知道这次拍卖会上 有一件绝世珍宝吗 徐九扇当然不知道了 如果知道 估计就真笑不出来了 其实 在进入拍卖会现场的时候 工作人员 就把一份拍卖品的清单 发到每一个人的手上 只是徐九扇没看罢了 如果他看了 肯定也会加入傻袍子的行列 就算倾家荡产 也要把东西抢到手 当然 九哥看上的东西 可不是这次拍卖会的 压轴珍宝 而是一幅画 很快 第一件拍卖品 隆重地登上了拍卖台 主持人伊莎贝利 看着这件拍卖品 心里很是无奈 他也没想到 第一件拍卖品 会这么的低聚位 居然是今年世界小姐 冠军得主 穿过的那件内衣 更让他无语的是 这拍卖品一出 居然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好吧 这个世界已经疯了 这个世界的男人也疯了 想着 尼莎贝利下意识地 朝徐九扇看了一眼 见徐九扇 很嫌弃地撇了撇嘴 他微微一笑 这让他觉得 这个世界上的男人 也没兜逢 最起码 徐九扇 就拥有很正的三观 尊敬的各位来宾 先生们女士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这次拍卖会的主持人 伊莎贝利 首先 很感谢各位的到来 开场白落音 礼堂里想起了 雷鸣般的掌声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伊莎贝利的人气 如果让同行的女星看到 肯定觉得特别气人 谢谢大家的掌声 接下来我们拍卖第一件藏品 这件藏品是本次世界小姐冠军得主 安琪亚小姐走秀时穿的内衣 这套内衣出自世界知名服装设计师 安达鲁先生之手 一套衣服 涵盖了两位世界名人 可以说是很有收藏价值了 更重要的是 它是安达鲁先生的绝笔 意义非凡 下面我宣布 其拍价一万美金 每次加价不少于一千美金 拍卖开始 两万 五万 五万一 现场群情激愤 叫价声此起彼伏 很快 这件安达鲁的绝笔 就已经炒到了八万美金了 许久善打死都没有想到 一件内衣能卖到八万 还他妈是美金 惊掉下巴不说 这也更让他确信 在场之人的智商有问题了 安达鲁啊 最后一件作品 能拍出这样的高价 你有什么感想 许久善 没有再去关注这场 二傻子大会 开始跟安达鲁交流了起来 听到他的问题 依旧在沉思的安达鲁 冷哼道 非感荣幸 这个世界 永远不缺那种 没有脱离滴滴趣味 喜欢原味内内的男人 能拍到这个价格也是预料之中 说人话 就是一群傻逼 说完 安达鲁闭了嘴 这是他最真实的想法 虽然衣服是他设计的 但拿来这里 用金钱侮辱他的艺术 安达鲁还是很气愤的 世界上也总会有 安达鲁这样的一群人 把自己毕生追求的理想 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而且有一点也很肯定 这样的人都不缺钱 第一件拍卖品 最终以九万美金的高价 拍了出去 得主自然是安琪亚的忠实粉丝了 随着他的拍出 其他拍卖品也相继亮相 这场拍卖会到了高潮 但这一切跟许久善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现在最关心的事情 就是给依莎贝利设计出一套 独一无二的礼服 第六件拍卖品 这件藏品来自华夏 是华夏唐朝流传下来的一幅图画 梅花六世图 此画之前一直收藏在纽约博物馆 据说这画作出自唐朝画圣 吴道子之手 但真实情况无从考证 因为此画无落款 历史上也无记载 起拍价二十万美金 每次加价不少于一万美金 依莎贝利画银刚落 现场便安静了下来 这件藏品的拍卖 相比前五次的情况 要低沉很多 这也难怪 毕竟现场大多数都是老外 至于华人 有是有 但一听这话没有任何落款 就放弃了 虽说这话确实很漂亮 但连落款都没有 肯定没有收藏价值啊 全场的沉默 让高台上的依莎贝利 有些尴尬 他怎么也没想到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这之前 他已经了解过了 虽然这幅画没有任何落款 但也是货真价实的唐朝画卷了 再加上精美的书画记忆 二十万美金绝对是物超所值 没有人加价吗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幅画 没等依莎贝利画说完 六号贵宾市突然传来一道叫价声 二十一万 这道声音显然是经过处理的 但可以肯定 喊价的是个女人 第一道叫价声响起 依莎贝利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笑着说道 六号贵宾叫价二十一万 还有没有更高的 他妈的 一件内衣都拍到九万美金了 我大华夏历史瑰宝 居然才二十一万 书可忍 大爷我不能忍啊 在李二贵的提醒下 许久善注意到这幅画 只是一打眼 他就觉得此画有些不一般 梅花六试图 画中自然有六个人 只是这六人却不是试女 因为他们身穿官服 各自蒙面 还佩戴着刀剑 既看不清真容 许久善也觉得 这六个人是一顶一的美女 而且不知为何 他还感觉到一丝熟悉感 就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些人一般 眉头一皱 许久善陷入沉思 这官服特别的熟悉 老子貌似见过真人版的 这么一想 许久善当时就一瞪眼 突然想起了一个梦 二十一万第一次 二十一万第二次 二十一万地 二十五万 当依莎贝利举起手中的锤子 准备一锤定音的时候 许久善猛然举起了手里的牌子 大声叫出了二十五万 许久善很不想当傻袍子呀 可一想到那个梦后就不得不当了 他清晰地记得 当初在东山把夏侯服最强上之后 做过一个梦 梦里他回到古代 化身为一个书生 还跟一个配件 身穿官服的女人打了一架 虽然那个梦很模糊 但许久善还是无比的确定 那个女人穿的官服 和画上的官服一模一样 更重要的是 画卷之上 左属第三个女人的身影 跟梦里的女人很像 这些一联系 容不得许久善不叫嫁了 他现在无比肯定 那个梦不只是个梦 这幅画肯定也一定不简单 六号贵宾室内一片的昏暗 隐隐约约的 能看出里面坐着一个人 在许久善喊出二十五万的时候 他皱了皱眉头 似乎有些不悦 哼 居然还有人识货 但我看上的东西 你抢得过吗 这次来纽约 他就是专程为拍卖会而来 而刚刚这幅梅花六世图 就是他第二个目标 志在必得 别人不知道 梅花六世图的真实情况 他可是很清楚的呀 这幅画是唐武帝时期的作品 也确实出自无道子之手 当然这些他也是听别人说的 至于真假 他从来没有怀疑过 只是那个人说的 假的也是真的 也没有再多想 女人冷哼了一声 继续用英语喊道 三十万 我靠 你个外国娘们 跟老子抢个毛啊 你看看你的同胞们 多不屑呀 你就不能好好地学学 三十万美金呢 对现在的许九善来说 不算大钱 问题是他有钱 可是没带呀 本来他就打算 让依莎贝利 先帮他支付这笔钱 等到了华夏 再让王洪海 把钱还给他 可如果价格太高 别说他承受不了 王老板那么耿直的人 肯定不会出钱 许九善是这么想的 但他却不知道 如果让王洪海 知道这件事 几千万 他都敢往里扔 哼 老子是不会做这种 收救过的事情 但让华夏宝贝 流落在国外 老子绝不答应 王洪海就是这样的人 爱国之心 永远大于任何 他如果在这里 肯定能喊出 让依莎贝利 一锤定音的价格 只是这些 许九善是不知道的 咬了咬牙 许九善再次喊道 三十一万 四十万 六号贵宾事 再次发生了 这让许九善 一阵肉疼加头疼 高抬之上 依莎贝利可没想到 许九善会参与这次竞拍 眉头皱过之后 他也看出许九善的犹豫了 微微一笑 他给许九善使个眼神 意思很明确 只要你喜欢就喊吧 我帮你出钱 五十万 得到依莎贝利的受益之后 许九善也就不在乎了 大不了以后慢慢还给他就是了 至于六号贵宾事 女人此时有些急了 话 他志在必得 但是他也不能往高了脚啊 毕竟这个只是第二目标 而第一目标则是拍卖会的压轴藏品 能压轴可想而知了 它的价格几何 到最后竞争又会有多么激烈 再来之前 他也得到受益 争一保二 如果第二目标超出预算 那就暂时放弃 另想他法 而这个预算正好是五十万 混蛋 话你就先替我保存着吧 拍卖会结束 我会去取的 眼里划过一道冷意 女人深吸一口气 闭上了眼睛 五十万第一次 五十万第二次 五十万第三次 砰 木锤敲定 依莎贝利笑着宣布道 恭喜这位先生拍得这件藏品 喜事喜不起来了 许久善现在只想哭啊 五十万美金 整整三百多万人民币啊 这傻袍子当的 好吧 仅此一次 深吸了一口气 许久善嘀咕道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我要是再喊价 我他妈就是狗 大哥 学两声狗叫停停 说话的 自然是李二贵了 他敢发誓 许久善这狗是当定了 因为这第七件拍卖品 他一定会继续叫价的 如果许久善不叫 他李二贵就是狗 听到李二贵的话后 许久善就觉得 这王八蛋有点飘了 拍下梅花六世图后 肉疼的他 可没再看高台了 所以不知道 第七件拍卖品是什么 就算看了 他也不会再竞价了 起码现在 他是这么想的 看了李二贵一眼 许久善问道 二贵 你刚刚说啥 学两声狗叫啊 大哥 是你说的 你要是再喊价 就是狗的 我他妈喊价了吗 一瞪眼 许久善问道 看到他这个样子 李二贵也不急 依旧保持着满脸的笑容 说道 嘿嘿 你会喊的 是谁给你这么大的自信呢 眉头一皱 许久善刚要说话呢 就听依莎贝利说道 下面是第七件藏品 跟第六件藏品一样 它一样是来自华夏 不过这幅画 却没有任何参考依据 目前只知道 它也是唐朝的作品 其他信息一无所知 不过 也正是因为它的神秘性 才会排在梅花六十图的后面 但起拍价会低一些 十万 每次加价不少于五千 呵呵 又他们是国画 还是唐朝的 老子发誓 一定不会看他 更加不会买 听完依莎贝利的描述后 许久善打定主意 更重要的是 他这次想打打李二贵的脸 只是不知道为何 李二贵依旧满满的自信 大哥 开牌了 再不喊你老婆可就被人家买走了呀 我老婆 你他妈搞笑的吧 我老婆要是能成为拍卖品 我也认了 再说了 依莎都说了 那是一幅画好不好 你他妈在乱逼逼 我弄死你啊 想着 许久善说道 拍的是你老婆 李二贵 想死你就直说 拍的真的是你老婆 不请你看看 我不看 你闭嘴 那你别后悔啊 嚣张的李二贵 点到为止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反正该说的已经说了 信不信是他的事情 现场再次陷入了死寂 第七件藏品 真的成为本次拍卖会的大冷门了 不过也是 连梅花六世图 都没多少人竟拍了 更何况是这幅无名画了 不过 这画上的女人 还真挺漂亮的 尤其是他穿的那身汉服 简直太漂亮了 注意到汉服的 自然是安达卢了 只是看了一眼 他突然就来了灵感 惊呼一声 许先生 我有灵感了 这画上的服装太漂亮了 就给依莎小姐 设计一套华夏的礼服 安达卢这话一出 许久善也激动了 立马抬起头 只是抬头的刹那 他直接就傻了 看到第七件拍卖品的时候 许久善终于知道 李二贵为什么那么自信了 因为这次拍卖的 确实是他的老婆的画像 呸 是未婚妻才对 这幅画画的 依旧是古装版的谢总 只是跟西兴山古墓里的 那一幅不同 人还是那个人 但场景和衣服却变了 更重要的是 画卷上的内容 也不一样了 许久善清晰地记得 西兴山出土的那幅画上 写的是个春字 诗词应该是 而这幅画上 写了一个秋字 上面的诗词是 三张机 庭院落叶又落泪 清心不古 狼却无 卧榻之人 不随无意 只盼去又归 只盼去又归 许久善默念这句话 不知为何 心里有了一丝痛意 很快 他脑海里慢慢浮现出一段画面 依旧是那么模糊 许久善依旗能辨认出 是一个男人 身处在一座深宫大院之内 大院里花花绿绿 似乎是座花园 片刻之后 一个女人走到男人面前 两个人似乎说了很多话 然后紧拥在一起 卧槽 又来 李二贵惊疑地喊了一声 眼睁睁看到一道 黄色邪气 冲进许久善的体内 他这一赏子 直接把许久善拉回了现实 许久善看了他一眼问道 什么 什么又来 没啥 李二贵干笑一声 突然想到了什么 难道他体内另外三股力量 跟这话中的邪气有关 不对 加上今天这一次 明明只有两种力量 他体内可是有三种 心里满是疑惑 李二贵也没有多说什么 至于许久善拉就更疑惑了 心里不但难受 还那么莫名其妙 为什么又出现一幅画 上次是春 这次是秋 难道还有夏冬两幅 那这四幅画有什么联系吗 还有画里的人到底是谁 谢宇柔跟他又有什么关系 一连串的问题袭上心头 许久善再次陷入沉思 他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这画跟谢宇柔 绝对脱不了关系 只是他不知道 这些画跟他更脱不了关系 这一点李二贵是很清楚的 但他没有说 大哥你真不交加呀 要是不叫 这话人家可就收回去了呀 听到依莎贝利宣布 如果没人喊嫁 就竞拍下一幅画后 李二贵提醒道 许久善点点头喊道 十万 他的画音刚落 六号贵宾室的女人直接喊道 十万零五千 女人之所以喊话 倒不是想要这幅画 只是想给这个 抢了他东西的男人 制造一些麻烦而已 即便这幅画被他买走 那也不能让他买得太轻松了 许久善可不知道 女人怀的是什么心思 只觉得这个 说英文的外国娘们 有点烦人呢 好死不死的 咋就跟老子干上了 十五万 十八万 有种啊你 许久善听到十八万后 一阵牙疼 狗当不当 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他现在是巨心疼钱啊 毕竟已经甩出了三百多万了 要是再多花个一两百万 就只能去卖屁股了 而且就算卖 还不一定有人要呢 心里纠结着 他再次咬了咬牙喊道 二十万 一旁的李二贵 也看出许久善有些撑不住了 觉得这话 其实也可以不要的 毕竟邪得很 而且那些邪气 也已经进入许久善的体内了 要不老子劝劝他呀 他想完 六号嘉宾继续喊道 二十五万 虽然他没有看清许久善的样子 但从他的语气里 可以听出他在着急 这就说明他很在意这幅画 哼 想要画可以 五十万后我就成全你 毕竟你也是华夏人 同胞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很快 两个人就把这幅无名画 炒到了四十五万美金 许久善现在血压有点高啊 又他妈快三百万了 老子到底还要不要玩 不行 必须把画弄到手 必须搞清楚画里的秘密 想着 他一咬牙 本来想直接喊五十万的 他相信 只要他喊出五十万 那个外国娘们 肯定会放弃 毕竟上一幅画 他就是在这个树上放弃的 但是 抱着少花一分是一分的打算 他还是喊了四十六万 无名画炒到这个数值 已经超出大多数的预算了 就连高台上的伊沙贝利 都觉得有些不值了 他能看得出来 许久善似乎很喜欢这些古画 可再喜欢也得有个度吧 买东西还得买个物超所值才行啊 李二贵也是这么个想法 比起心思不定的许久善来 他听出六号贵宾的人 只是在耍许久善 压根没有要画的打算 可不能让小九子吃这种哑巴亏啊 反正这话也是个祸害 那就让给他好了 刚想完 李二贵就听到 六号贵宾室之后 许久善又喊出了四十九万 哼 最后一次叫价了 只要超过五十万美金 话就是你的了 女人微微一笑 她很轻快地喊道 五十万 这话喊完 她笑着靠在了椅子上 已经玩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 她就静等最后一件藏品就好了 许久善一瞪眼 刚要喊出五十一万呢 李二贵一把捂住了她的嘴 冷静 你先冷静啊 你仔细看看 这话是假的呀 听到李二贵这话 许久善愣了 说实话 这话是真是假 她一点都看不出来 不过这话 能影响她的心情 应该不会是假的吧 静怡不定地看了李二贵一眼 许久善问道 你咋知道是假的呀 笨哪 真的不是在咱们手里吗 你想想 那幅画是从古墓里拿出来的 这幅一看就是纺织的艳片 你见哪个大画家 会同时画两幅差不多的画呀 这明显就是纺织咱们的画呀 卧槽 说的还挺有道理呀 听到李二贵的话 许久善也冷静了下来 哼 二贵可是第一个发现这话的 他都这么说了 肯定错不了 差点就花了冤枉钱 有些心虚地看了看六号贵宾室 许久善呵呵一笑 心想 既然您老这么想当冤大头 那我就不跟你讲了 话是你的了 挠了挠脸 许久善觉得 他没有再看下去的必要了 扭头向外面走去 看到许久善离开 依莎贝利也松了一口气 直接喊道 五十万第一次 五十万第二次 五十万第三次 成交 一锤再次定音 六号贵宾室的女人 猛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一巴掌将身前的桌子拍塌 混蛋 你很好 女人一脸的怒意 胸口也剧烈地起伏着 她怎么也没想到 那个王八蛋 会放弃这次拍卖 让她硬生生地吃了个哑巴亏 现在她才明白 那个夺走梅花六世图的人 一开始就在套路她 其实她也没想要这幅画 只是因为 拍梅花六世图的时候 她参与了叫价 那个人才这么细耍她一次 可她却不知道 她还真的就冤枉了许久善了 许久善本来是真想 拍下这幅无名画的 但奈何有只死鬼在作妖啊 五十万杂出 该买的东西没买到 却弄来一个毫无价值的东西 女人彻底恨上了许久善了 如果之前 她只是想从许久善手里夺话 那现在她真的起了杀心了 哼 小子既然敢耍我 那就做好受死的准备吧 眼睛一眯 女人重新坐到椅子上 慢慢地平复着心情 毕竟她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那件东西如果再拍不到 那她只能以死谢罪了 这一切许久善是不知道的 如果她知道 她只是叫了几声架 就惹来杀身之祸 那九哥肯定会第一时间动手 你他妈都想弄死老子了 老子还跟你客气个毛啊 出了拍卖会的现场 有些发懵的她 原本打算直接回去 等依杀贝利的 但又觉得好不容易出趟国 不出去看看 有点可惜了 就大啦啦地走出了西尔顿大酒店 反正有三只鬼陪着 许久善还就不幸能走丢了 至于语言障碍 不是还有安达卢和龙哥吗 就这样 许久善走上了纽约的街头 出来一看她才知道 这北美的大都市 其实和滋州差不了多少 也就是楼高点 人多了点 姑娘们穿的都少了点 还真别说 这些外国娘们就是自信 甭管没丑 身材怎么样 人家走起路来就是自信 屁股扭得那就好看 都快把李二贵的狗眼给晃瞎了 好吧 许久善的狗眼 现在也有点瞎了 毕竟到处都是白花花的大腿啊 高高的二卑斯衫 能不喷鼻血 就已经很不错了 就在九哥兴致勃发的时候 他突然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 而且能看得出来 他似乎是在找人 心里一阵的惶恐 许久善当时就一瞪眼 杀鸭子跑了出去 白米之后 他看到一条暗像 二话不说冲了过去 只是他不知道 这条暗像深处 还藏着一个男人 而且还受了伤 隐藏在暗像的男人 自然是被人打伤的 昨天还在华夏的他 在一个神秘人的帮助下 成功躲过华夏女特工的追捕 本以为逃出华夏就安然无事了 但谁曾想到 那个女特工 还是掌握了她的行踪 硬生生追到了这一遍 就在刚刚 他们再次相遇 而且又交了一次手 这次交手 女特工没有丝毫的留守 一把君子 耍得那就一个飘逸 好几次差点挑了他的颈动脉了 不过 这哥们也不是吃素的 赶潜入华夏盗取机密 他伸手磕下而知了 就算打不过女特工 想逃走还是轻而易举的 毕竟这里是北美 他不会再有任何的顾虑 就在女特工 刺向他胸口的刹那 他拔了枪 这枪是一种特制的锈针枪支 就藏在他的身上 能轻松躲过大部分的安检仪 只是威力相较于其他的枪性 要小伤一些 但击中要害一样致命 一枪在手后 男人相信 就算这女特工再厉害 也会死在他的手里 他对他的枪法很有信心 而且当时女特工 距离他又那么近 没理由弄不死他 不得不说 男人还是低估了 岳飞燕的身手 在他掏枪的一瞬间 岳飞燕就已经察觉到 他已伤患命的动机了 并很快做出反应 一枪之后 男人胸口被划出一道 争鸣的口子 而岳飞燕也应声倒地 那个时候 男人彻底松了一口气 只是这口气还没有松完 他就看到女特工 快速地爬了起来 再次向他发起了进攻 男人打死都没有想到 他会失手 心里大惊 再也没有打下去的欲望 他怎么都想不明白 那一枪是怎么落空的 只是他不知道 其实他那一枪 压根就没有落空 不但打到岳飞燕 还给他造成不小的伤害 不然 现在他也没法甩开它 躲进暗像后 看着胸口的伤 男人咬着牙 枕着疼痛 抬手点了他右眼角一下 接着他右眼闪了一下 这是一种植入眼睛的小型摄像机 只要是男人看到的东西 都可以被他记录下来 然后快速传到与之相连的总部电脑上 男人很清楚 女特工很快就能找到他 到时候他很难逃过一死 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把任务完成 这样即便他死了 他的家人也不会受到牵连 至于他为什么不再拿到东西的第一时间就这么做 是因为他根本没机会 也没有想到他会那么快就被人盯上 男人没有再犹豫任何 快速地将那个加密的小硬盘拿出 插进了手腕上 那个手表外形的微型电脑上 然后对准了右眼 数据条弹出 快速闪动着 就在文件 加载到百分之九十九的时候 许久善好死不死地闪进了暗像 这可把他吓了一跳啊 立马把手放下 妈的 哪来的混蛋 真是找死 男人心里一阵暗火 直接起了杀心了 轻轻掏出匕首 他小心翼翼地向许久善走去 眼下 这个冒冒实实闯进暗像的人 还没有发现他的存在 只要他把距离 拉近到两米之内 一定可以悄无声息地干掉他 那一刻 受伤的男人 就像一只捕猎的豹子一般 缓缓前移着 而许久善这个猎物 还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危险 傻而巴唧地躲在那里 看着外面 似乎也在躲避着什么 两个人还有三米的距离 受伤的男人眼睛一眯 倒提匕首缓缓地站了起来 然后迅猛出击 眼看着匕首马上就要刺入猎褥的颈动脉 男人的眼皮突然一跳 迅速地收手 向后退去 哼 哥们 我跟你无冤无仇的 你为啥要杀我呀 许久善开口 缓缓收起了后灯的一角 然后转身看向他 男人打死都没有想到 这只猎物的反应会那么快 更重要的是 他也是个高手 就刚刚那一脚 男人相信 只要踹在他的身上 他会立马失去反抗能力 只是脚风就把他衣服吹得紧贴到身上 就跟黏上水一样 可想而知 这一脚的力道会有多大了 能有这样伸手的东方男人 肯定跟女特工是一伙的 看来任务是完不成了呀 深吸一口气 男人立马点了手腕一下 然后倒提着匕首 再次发动了进攻 由火星小说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 主播 法凡 徐九善现在很无奈呀 他觉得这次出国就是个错误 本来哥们只是来请伊莎贝利的 谁能想到 人还没有请到 就砸出了三百多万 钱花了也就花了 九哥是扣 但也不会把花出去的钱放在心上 虽然到现在还是有些肉疼 一想到 花了三百多万 当了自傻袍子 他就有些郁闷 这不 为了减轻郁闷 他就想着出来散散心 可谁他们能想到 出来还不到十分钟 就偶遇岳飞燕这只母老虎 看到岳飞燕那一瞬间 徐九善就只有一个念头 跑 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最好直接跑到另一个世界 跟他永生都不要见面 那样天道就不会逼着他 上这个娘们了 据于岳飞燕 在看到徐九善的那一刻 嘴角也抽了一抽 不要误会 这并不是因为他嫌弃徐九善 主要是疼的 中枪之后 又追了那个男人那么长时间 他确实有些撑不住了 如果他没有受伤 肯定会觉得 徐九善是跟着他过来的 但现在他没有这种想法 只想让徐九善帮他一下 毕竟诺大一个北美 他就认识徐九善一个人 可哪曾想 嘴还没张呢 这混蛋撒鸭子就跑了 那样子就跟见了鬼一样 岳飞燕可没想到 徐九善会这样 虽然他们是发生过误会 但你压也不用这么惊恐吧 姑奶奶能吃了你咋的呀 你他妈就没看见我受伤了呀 因为受的是枪伤 又是在北美 岳飞燕根本不敢去医院医治 所以只能把希望放到徐九善的身上了 毕竟他也是医生啊 应该能把子弹取出来 再者 徐九善逃走的方向 跟那个匪徒的方向是一致的 他必须追过去 见母老虎这么穷追不舍 徐九善那叫一个惶恐啊 二话不说 就拐进了这条暗巷 只是谁又知道 这他们刚进巷子 就又跳出来一个神经病要杀他 要不是身边有三个鬼大佬 他可就真交代了呀 一晚上连着受了三次打击 徐九善表示很气愤 眼看着男子再次欺视而上 他撇了撇嘴 抬手一抹鼻子 直接吼了一声啊打 快速地出了拳 一个受了伤 还满脸杀意的男人 要说他是个好人 徐九善打死都不相信 一拳致 单就拳风 便给男子吹了一个漂亮的中分 只是让他有些意外的是 这一拳并没有打到他的脸上 砂锅大的拳头 在他鼻尖上停止 接着徐九善快速收手 由拳画掌 顷刻间就夺了男子的匕首 这一套风骚的操作 没有超过三秒钟 男子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手就脱臼了 哼 若其一个 还学人家当杀手 徐九善不屑一笑 刚想着要离开呢 这个不知死活的 居然再次掏了枪 搜 一道轻微的破风声传出 男人一瞪眼 直接后仰了过去 与此同时 他的右眼闪了一下 当然这一闪 徐九善并没有察觉到 本来还想放你一马的 真是不知死活呀 冷哼了一声 徐九善厌恶地看了男人一眼 收起匕首 转身向暗像外走去 男人已经被他抹了脖子了 如果不尽快离开 肯定会惹上麻烦的 只是刚走到暗像出口 岳飞燕突然就闪了出来 如果徐九善 刚刚不喊出那声阿达呀 他还真不好找他 但是现在 岳飞燕觉得这个傻逼 真有意思呀 你跑什么 徐九善当时有些无奈了 靠了 刚杀了人了 这娘们就找上来了 要不要杀他灭口呢 答案肯定是不能的 如果他真把岳飞燕灭了 张大彪肯定会反过来弄死他的 救命之恩都不好使 心里叫苦不迭 无奈的徐九善 只得强颜欢笑道 我说我锻炼身体 你信不 锻炼身体 岳飞燕真不想跟这个耸祸扯淡了 眼下治好枪伤 追到那个匪徒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么一想 他就闻到一阵浓郁的血腥味 就这血腥味刺鼻的程度 只有动脉七段才能产生 这里还有人 眉头一皱 岳飞燕警惕地看着徐九善 他现在可以肯定 徐九善绝对杀了人 你在这里干什么 从岳飞燕的眼神里 徐九善看出一些东西 知道他已经开始怀疑了 脑子快速运转着 到最后 有些惊慌的他说道 飞燕 我 我承认我是在夺你 但是你不要误会 我并不是讨厌你 其实第一次见到你时 我就深深地喜欢上你了 可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所以只能偷偷地跟着你 没想到 岳飞燕 姑奶奶是让你说的这个吗 等等 她说她一直在偷偷地跟着我 那她一定知道我在干什么了 该死 这个耸祸还真是够可以的了 姑奶奶刚刚受伤的时候 你在干嘛了 耸祸 耸祸 你还好意思说喜欢我 去死吧 一波表白 表到狗身上了 但也成功地分散了 岳飞燕的注意力 瞪了许久善一眼 岳飞燕很嫌弃地说道 闭嘴 你不觉得你说这些很恶心吗 还有 以后不许说喜欢我 飞燕 你不要这样 我对你是真心的 别烦我 你难道没闻到血腥味吗 废话 老子鼻子又没坏 当然闻到了 心里一嘀咕 许久善突然发现 岳飞燕在流血 立马惊恐地叫道 飞燕你 你受伤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跟了我这么久 怎么回事你看不到吗 懒得再跟许久善废话了 岳飞燕皱着眉头 向暗巷里走去 只是走了两步 暗巷深处 就伤了一道爆炸声 声音不大 就跟电池受热爆了差不多 我靠 死都死了 你还再炸一次 干嘛非要对自己这么狠呢 现在许久善可以肯定了 刚刚要杀他的男人 一定是个恐怖分子 不然也不会又拿枪又拿炸弹的 他这一次也算是给北美除了一害了 这不功德都发下来了 好吧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死都不能让岳飞燕知道 人是他傻的呀 假装出一副无比紧张的样子 他跟着岳飞燕走了过去 很快便看到那个死不明目的男人 是他 岳飞燕惊奇地叫了一声 心里又是高兴 又是无奈 高兴的是 这匪徒最终还是死了 无奈的是 没有活捉他 不然国内那个汉奸 以及男人所在的组织 都可以查出来了 到时候 就可以一网打尽了 不过 他是谁杀的 捏刀抹了脖子 这一定是高手所为 起码在岳飞燕看来 他绝对不是那人的对手 这么一想 他看向了许久善 然后瞇着眼睛问道 人是不是你杀的 不是我 不是我 我怎么敢杀人呢 许久善苦着脸 疯了一样摆着手 很强烈地辩解着 但就是因为他的白手 那把匕首当当一声 掉在了地上 卧槽 露馅了 尴尬地挠了挠鼻子 他呵呵一笑 再次狡辩道 我发誓啊 这刀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本来岳飞燕也不相信 人是许久善杀的 毕竟许久善在他心里 就是个耸祸呀 耸祸也就能做个手术而已 杀人这种事 呵呵 可是现在 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许久善了 他当然知道 落到地上的匕首 跟许久善没有任何的关系 毕竟这玩意是匪徒的 但匪徒的武器 现在却在许久善的身上 那说明什么 答案很明确 许久善夺下他的匕首 还把他干掉了 一个伸手不凡的职业佣兵 最终却死在一个 外科大夫手里 说出去 肯定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如果放在以前 岳飞燕就算再高冷 也会微微一笑 可他现在真的笑不出来呀 他跟这个匪徒是交过手的 虽然稳战上风 却也知道 这个匪徒 不是一般人能对付的 起码让他夺过这匕首 压根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算他受了伤 岳飞燕也做不到 可许久善做到了 愣愣地看着许久善 岳飞燕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见他这个样子 许久善很忐忑呀 您这闪烁不定的眼神 是几个意思呀 有话咱直说行不啊 大概是受不了 这诡异的气氛了 最后 许久善直接说道 好吧 我承认他是我杀的 不过 是他先对我动手 我是正当防卫 没等他把话说完 岳飞燕说道 你知道他是干嘛的吗 不知道 据我调查 他应该是一个神秘组织的佣兵 这个组织专门培养杀手 和盗取各国的机密 然后再将这些机密高价售出 可以说 他们的存在 比任何恐怖组织都要危险 我靠 那老子岂不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大英雄了 也不亏呀 老子当年跟着电视 学了四十级的如来神掌啊 没等许久善想完 岳飞燕接着说道 还有一点 如果有人杀了这个组织的人 他们一定会不计代价 找到这个人 然后把他弄死 许久善 大爷的 照你这话的意思 老子今晚还捅了马蜂窝了 心里那叫一个郁闷的 抬脚他就踹了那个拥兵好几脚 嘴里还骂道 你这个混蛋啊 老子跟你无冤无仇的 你干嘛这么搞老子呀 行了 你现在就算鞭尸 也改不了这个结果 先跟我离开吧 说着 岳飞燕快速地搜了一下男人身体 确认他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后 拉着许久善走了出去 许久善也没再多想 他还就不信了 那个什么组织能查到这个人的死因 更不信他们可以找到他 只是许久善不知道 就在他离开那一瞬间 男人的右眼又闪出一道蓝光 然后直接炸了 男人眼里闪过那道蓝光 很快自动编辑成一串代码 转眼跨过了太平洋 传进了一片密林 这片密林之下有着一座神秘的基地 基地内部构造 很像是欧美科幻大片中的那些科研基地 只是跟那些科研基地不同 这里的一切都略显破旧 场景也没有电影里的那么炫酷 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座古墓 死气沉沉不说 还有些阴森恐怖 基地最深处是一个诺大的数据库 里面全是最新的电子设备 尤其是那块超大的LED的屏幕 上面满是代码 而这些东西也就这里面的人能看懂 大屏幕前方 此时站着一个身穿白色隔离服 长相酷似爱因斯坦的外国老头 与爱因斯坦不同 这个老头是个独臂 而且还是个独眼龙 他背着唯一的一只手 脸色阴沉地读取屏幕上的信息 很快 这个老头很机械地扭了扭头 声音沙哑地说道 转换成图像消息 听到老头的命令 房间里的其他人立马点头 快速地操作了起来 屏幕一闪 那些代码立马转化成了图像信息 外国老头看着上面的照片 接着说道 一八七十六号全部死亡 华夏任务失败 将屏幕上那个人像列上灭沙榜 好的博士 还有将任务失败的消息告诉老大 明白 一群人回完话 立马将屏幕上的人像放到灭沙榜 加上这三个人 这一期的灭沙榜上正好有八人 只要再多一人 他们会立马下达灭沙令 这是组织里一直流传的规矩 灭沙榜必须积攒九人 才会下达灭沙令 而且组织里也一直流传这一句话 灭沙一出 九死无生 人若不死 灭沙不止 这么多年来 只要上了灭沙榜的 就没人能逃过一死 很荣幸 九哥成为其中的一员 当然 他现在是不知道的 如果知道 肯定会第一时间动手 哼 都想弄死老子了 老子还跟你磕起个毛啊 出了暗巷后 许九善和岳飞燕 直接去了附近的一家宾馆 现在拥兵已死 许九善要做的 自然是要给岳飞燕智商了 反正就是取个子弹的事 对现在的许九善来说 简直就是小他一叠 就算不请丰田俊秀 他一样能做到 毕竟之前那几场手术 他也是参与过的 到了宾馆之后 许九善稍微准备了一下 说道 这里没有麻药 你能忍住疼吗 疼 岳飞燕自然能忍 但他不能忍的是 伤口的位置 那一枪 是冲着他的心脏去的 虽然岳飞燕意外 抬手挡了一下 但子弹还是穿透了 他的手臂 卡在两根肋骨间 而且 还是最靠近胸的肋骨 要想把子弹取出来 他胸口的风景 势必会让许九善看到了 所以到了宾馆 岳飞燕一直都没有提取子弹的事情 监狱老大没有说话 许九善还以为他忍不住疼呢 就说道 行吧 那我想想办法 看能不能弄点麻药来 你稍微等一下 那个 那个 最好是全身麻醉的 取子弹 你让我给你全麻 有病吧 许九善只知道 岳飞燕中了弹 但具体是哪里中了弹 他就不知道了 如果他知道的话 肯定就明白岳飞燕 为什么会提议全麻了 眼不见为敬嘛 这样 许九善动手动脚 呸 是动手术的时候 他就不尴尬了 我尽量吧 你先忍忍 最好别动了 说着 许九善走了出去 然后把李二贵叫了过来 给他交代了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去医院 偷麻药 有火星小说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 主播 法凡 不得不说 九哥还是很信任李二贵的 但他却忘了一点 二贵大爷偷东西容易 就是不识货呀 尤其是在这个 智商还停留在 只用拼音当文字的国家 李二贵觉得特别淡疼 医院进了 药也找到了 可他们哪个是麻药啊 无奈的二贵大爷 最后 直叠把他看上眼的 通通打了包 临走还不忘骂一句 你乃那个腿的英语 不得不说 二贵大爷还是说出很多同胞的心声啊 尤其是那些 为四六级考试 还在默默背着单词的苦逼大学生们 恨不得把那二十六个字母 回儒重造了 不过 该学的还是要学的 不然 就会跟李二贵 看到了麻醉药 也只能念成 那日草题词 呵呵 愁远了 药拿到后 李二贵直奔宾馆 看到二贵大爷 洗劫了一家医院后 带回来的东西 许九山差点没哭了呀 大爷的 让你偷个麻药 你弄这么多来干嘛 开店呢 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他仔细地看着玻璃瓶上的字母 嘴里还嘟囔着 这是消炎的 这个是智智床的 这是止血的 这是 大哥 你厉害呀 这都认识 李二贵很惊讶地 看了许九山一眼 换来的却是一个白眼 许九山才不会告诉他 他之所以认识 是因为体内的安达卢和龙哥 五分钟后 许九山终于从茫茫要害中 找到了一支局部麻醉药 然后快速走进房间 他现在只想快点治好岳飞燕 然后回到希尔顿酒店 毕竟还要给伊莎贝利设计服装呢 飞燕 麻醉药找到了 是全马吗 嗯 是全马 保证用了之后 让你感觉不到半点疼痛 听了这话 岳飞燕也放了心了 轻轻点了点头说道 那你动作快点 还有 别 别 话 岳飞燕没敢说完 他本来是警告 许九山不要趁着麻醉后乱来 但一想到这话说出去 有些不好 而且说了也白说 还是闭了嘴 许九山也懒得再跟他废话了 很利索地将药吸入了针管 他说道 我开始了 你要是害怕 就先闭上眼睛 害怕 岳飞燕可从来不知道 害怕是什么东西 不过 想到反正一会儿也得失去知觉 就闭上眼睛 接着 他就感觉到一只手 掀起了他的衣服 他能感觉到 衣服已经掀到胸口上方了 那里已经暴露出来了 我 我怎么还没有晕过去啊 心脏 如同一只受了惊的小鹿 那一刻 岳飞燕的脸 前所未有的红啊 他紧闭着双眼 也不自觉地咬住嘴唇 只希望要笑快点发作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越是这么想 就越精神 他清晰地感觉到 许九山的手 摸住了他的左胸 那里更是传来一道 很异样的感觉 痒痒的 麻麻的 许九山 确实摸住了他的胸 这倒不是九哥想要耍流氓 实在是月老虎的胸有点大 把伤口挡住了 他发誓 他此刻根本没有任何的坏心思 只是想取子弹而已 喂 你 你在干嘛 两分钟后 月飞燕 实在是受不了了 晕眉晕过去 那里倒是被一只咸猪手摸着 他觉得许九山 只是在非礼他 其他的啥也没干 所以才问了一句 不过 他还真是冤枉了许九山 一旦认真做起某一件事情 许九山绝对是心无旁骛 就算是十个不穿衣服的大美女 站在他面前 他也不会多看半个小时 最多只是看五分钟 听到月飞燕的问话 许九山抬头看了他一眼 说道 还能干嘛 给你取子弹啊 可我为什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月飞燕虽然在犯嘀咕 但也没敢睁眼 第一次他如此的紧张 以至于声音都有些发抖了 许九山可没去关注这一些 只是觉得这百兽之王蔫儿了 就问道 你想有什么感觉 起码 起码我得失去知觉吧 失去知觉 难道麻药没起作用 他现在很疼 仔细看了看他的脸色 许九山眼皮一跳 是了脸都疼红了 妹的 这麻药肯定是失效了 李二贵这个王八蛋啊 偷东西的时候 就不看看保质期吗 这么一想 许九山就有些无奈了 完全忘了 月飞燕说的 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飞燕 那个你再忍忍啊 我马上就好了 为了能让月飞燕早日脱离痛苦 许九山加快了速度 速度一加快 他手上的力道自然也加大了一些 虽然他本人没有任何感觉 可月飞燕有啊 他 他在捏我 这个损货居然在捏我 混蛋 我就知道他肯定会乱来 心里一阵愤怒 月飞燕再也忍不住了 咬牙抬腿就是一脚 他这一脚来得很是突然 许九山刚捏到子弹 就感觉身体飘了起来 紧接着向后倒去 我靠 你干嘛踢我呀 肚子里一阵翻江倒海 他愣愣地看着 已经爬起来的月飞燕 很是无奈 许九山 你想死了 月飞燕快速地将衣服拉了下去 冷冷地盯着许九山 恨不得直接杀了他 只是 当他看到许九山手里那枚弹头后 也傻了呀 两人对视三秒钟 许九山慢慢从地上爬了起来 虽然挨了一脚 但他也没有生气 他只是觉得月飞燕踢他是因为太疼了 可以理解的 不过这母老虎的力气还真是大呀 疼死老子了 至于月飞燕 看到弹头那一刻 他就知道他误会许九山了 而且也明白他没晕 是因为许九山给他用的橘马 固然弹头都出来了 他为何没感觉到疼痛呢 你 你没事吧 我 我 刚想着解释一下呢 许九山摆手说道 我没事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 你自己把伤口包扎一下就好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说完 他扭头出了房间 向希尔顿酒店走去 看着他的背影 月飞燕微微有些愧疚 但也没再说任何 慢慢地处理起伤口 今天发生的一切 已经让他彻底改变了 对许九山的看法 他觉得这个男人还是挺不错的 不过 想娶他月大小姐 进不了猛虎队 一样没门 只有猛虎队的男人 才是真正的男人 才配成为他们老月家的成龙快训 当然了 就猛虎队现在的那些大哥 男人是男人 但各顶各的钢铁之男 这种连我爱你都不会说的男人 月飞燕才不喜欢呢 晚上十点半 希尔顿大酒店的礼堂内 拍卖会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了 今晚这场拍卖会 可以说是空闲绝后的 截止到现在 成交额已经突破了三亿大关了 而最后一件拍卖品 依莎贝里相信 一定可以超过这个数额 毕竟到现在为止 十二个神秘贵宾 只有六号贵宾叫了两次奖 其他人还没有开过口 能买到这次拍卖会贵宾席的 没一个人是简单的 也肯定不会让自己空手而挥 也没有再多想 他深吸一口气笑着说道 各位亲爱的来宾 拍卖会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 马上我们就会拿出 最后一件拍卖品 拍卖品亮相之前 先容我简单地介绍一下 依莎贝里微微一笑 顿了顿继续说道 相信在座各位都知道一个名字 那就是克里奥帕特拉七世 没错 今晚最后一件拍卖品 就跟这位几千年前的 妖艳王后有关 废话我也不多说了 有请最后一件藏品 依莎贝里话音刚录 她旁边的高台台面 里面打开 接着一个水晶柜 慢慢升了上来 水晶柜之内 是一个精美绝伦的王冠 如果李二贵在的话 肯定能认出来 它就是新兴山古墓里出土的那件国宝 不过 他肯定也能看出 这件国宝里 隐藏着其他的门道 据拍卖行透露 这件藏品 是从埃及一个法老墓中取出的 经过多位考古学家认证 它确实是埃及艳后的王冠 下面我宣布 拍卖正式开始 起拍价一亿美金 每次加价不少于一千万 依莎贝里的话音刚落 一众大佬立马亮起了手里的牌子 疯了似的叫着架 短短一分钟 王冠便从一亿炒到了三亿 而且到现在 十二个贵宾室仍旧未有一个人出生 依莎贝里相信 能拍到王冠的 一定会从这十二个人中产生 至于会常理的人 也就是抬抬价而已 果然 三亿之后 很多人都闭上了嘴 依莎贝里依旧笑容可掬 很快又说道 能看得出来 在座各位都很喜欢这件宝贝 我很期待 他最终的定价会是多少 十亿还是更高 如果大家真喜欢他 还在等什么 五亿 依莎贝里 二号贵宾室 似乎已经按捺不住了 一下加了两亿 听到这声叫价后 会常彻底的沉默了 依莎贝里 看向了二号贵宾室说道 二号贵宾 叫价五亿 还有没有更高的了 六亿 十一号贵宾 叫价六亿 我现在越来越期待 他的成交价了 六亿五千万 六亿八千万 价码在突破六亿之后 明显慢了下来 六号贵宾室内 女人脸色凝重 王冠 她必须得拍下来 这关乎着一个极大的秘密 看来这次拍卖会 有些超出了预想 即便能将东西拍到手 能不能带回去 也是个大问题 梅花六十图 只能先放放了 心里想着 女人也没有在犹豫 直接喊道 八亿 他的话音刚落 全场哗然 到了这个时候 居然还有人一次性 加价一个亿 绝对是很惊人了 在他们看来 埃及艳后的这顶王冠 虽然很漂亮 但也就值个六七亿而已 出八亿 肯定是赔了 不过也是 能来这里的人 哪个不是冲着赔本来的 只是承受能力不同罢了 八亿爆出后 十二位贵宾 也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有好几位 已经打了退堂鼓了 而一号贵宾室 至今还没有开口 依莎贝利觉得 一号贵宾 大概是睡着了 不然也不会 从开始到现在 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可她却不知道 一号贵宾室的人 不但没有睡着 还特别兴奋 哼哼 终于来了 告诉拍卖行的人 八亿成交 一号贵宾这话说完 她身后那人 立马点头 拿起了传呼机 把话重复了一遍 很快 高台上的依莎贝利 便接到拍卖行的消息 让她宣布成交 才八亿 就要一锤定音 这让伊莎贝利感到不解 虽然她知道 每一个行业 都存在着黑幕 但人家都这么说了 她也没有再去怀疑什么 也没有再犹豫 这一次 她连问都没问 直接落了木锤 然后 在众人惊疑不定的目光中 说道 恭喜六号贵宾 成功拍下艳后王冠 这就拍下了 听到伊莎贝利的声音之后 六号贵宾室的女人有些懵了 她怎么都没有想到 会出现这样的变故 难道有人操控这场拍卖会 是了 能让主持人突然一锤定音 肯定是主上出手了 这么一想 她松了一口气 微微一笑 这一笑很美 再加上 那身白色衣服的衬托 六号贵宾室这个女人 就如同圣洁的雪莲一般 只是她不知道 那个身处在一号贵宾室的人 并不是她的主上 而是一个身穿黑袍的男人 尊敬的各位来宾 这次拍卖会已经圆满完成 再次感谢各位贵宾的到来 闭目词说完 伊莎贝利鞠躬退了下去 她能看出在场之人质疑的目光 可那又如何 能操控一个成交额 达十几亿美金拍卖会的人 能是简单人 就算在场的人再怎么质疑 也没有人敢多说什么 更不会去指责她 交易完成后 伊莎贝利也没有再等待 交钱拿到那幅梅花六十图后 她立马向总统套房奔去 可是还没到房间 她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是劳克斯打来的 也是她邀请伊莎贝利 主持这场拍卖会 劳克斯 我们才刚分开 你怎么就给我打电话了 伊莎 你小心点 有人在打那幅画的注意 一听这话 伊莎贝利便皱起了眉头来 一脸阴沉地问道 是谁 不能说 总之 你别掺和这趟浑水了 这次拍卖会 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 你应该能感受得出来 说完 劳克斯挂断了电话 没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伊莎贝利突然觉得脊背有些发凉 如果劳克斯不给她打这个电话 她还真的不会多想 但现在必须把这个消息告诉许久善 要让她小心些才行 想着伊莎贝利加快了脚步 总统套房内已经回来的许久善 此刻正在专心致志地设计那套礼服 安达鲁的灵感来自那幅无名画 那身汉服给了她极大的震撼 觉得那套衣服简直太漂亮了 那个画里的女人也很漂亮 简直就是仙女啊 看到画的那一刻 安达鲁突然有些遗憾了 她很后悔 有生之年没有去趟华夏 而且到现在才知道 那个神秘的国度真的很吸引人 尤其是这些精美的汉服 许先生能满足我一个愿望吗 什么 带我去华夏看看 我想了解一下你们的文化 这样才算死而无憾啊 作为服装设计行业的第一人 安达鲁到现在才发现 他是多么的可笑啊 活着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世界上 真的没有几个人能跟他比见了 更觉得他所设计的服装 那绝对是最好的 至于那个叫华夏的国度 根本入不了他的法眼 让他有这种想法的 也并不单单是他的高傲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大批大批的华人 到国外定制服装 这一现象让安达鲁认为 华夏没有好的服装设计师 更加没有好看的衣服 所以直到死 他都没有去了解过华夏的文化 更别说去华夏看看了 只是现在 安达鲁已经被那幅画征服了 所以才对许久善提出那样的要求 安达鲁的这番话 很让许久善意外 从把他请上来到现在 许久善能看得出来 这货其实并不怎么友好 总是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就跟他以前碰到那些 有钱有势的同龄人一样 说得再直白一点 那就是欠制 可现在 这大哥居然转变了态度 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啊 难道这货被老子的人格魅力折服 想跟着老子混 这么一想 许久善顿时有些飘了 刚要开口呢 房门突然就打开了 看着急吼吼冲进来的依莎贝丽 许久善是一阵莫名其妙 就皱着眉头问道 依莎小姐 你怎么了 嘘 你要小心一点 有人可能会对你不利 啊 对我不利 难道这让月老虎说中了 那什么组织盯上了我 不应该啊 老子才刚杀了人 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知道了 心里莫名以慌 许久善 却强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道 没事的 依莎小姐 我不会有任何的危险 听到许久善的话 依莎贝丽一阵动容 自信的男人永远是最迷人的 可依莎不知道 久哥只是在装自信罢了 嗯 我相信你 许 这是你拍下那幅画 钱我已经帮你教了 但为了你的安全考虑 画我会先帮你保管着 回来的路上 依莎贝丽就做出了这个决定 劳克斯的话很明确 那群人是在打画的主意 只要画不在许久善的身上 他就不会有任何危险 起码依莎贝丽是这么认为的 况且他也知道许久善来找他 是有求于他 在帮他完成之后 两个人很有可能就形同陌路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跟男神神似的男人 依莎贝丽可不想放过呀 所以才想把画留下 这样一来 许久善肯定会因为这幅画 跟他保持联系 依莎的想法 许久善可不知道 听到那句话后 九哥第一反应是 依莎贝丽担心他会不还钱 笑话 哥们能欠女人的钱 你放心 等哥们一回国 第一时间就把钱还你 不就是五十万美金吗 王老板是缺钱的人 想是这么想 但许久善可没敢这么说呀 他看了依莎贝丽一眼后 笑着回道 好的 依莎小姐 画你先帮我保管着就是了 等回了国 我第一时间就把钱还给你 钱以后再说 对了 你不是说 你是来给我设计礼服的吗 画好了吗 嗯 已经画好了 你看看满意吗 说着 许久善走到桌前 将那服装设计图 递给了依莎贝丽 当依莎贝丽看到图纸的刹那 直接就愣住了 很惊讶地问道 这 这是你设计出来的 对啊 你觉得怎么样 依莎贝丽 没有回答许久善的问题 直接点起脚 亲了许久善一口 无声的行动 已经证明依莎贝丽 对这套衣服的喜爱 他觉得 这套衣服 就是为他而生的 如果能穿着他去参加电影节 肯定会轰动全场 许 你太厉害了 这就是我想要的 高贵大器 这套衣服 简直比我还漂亮 大姐 有点夸张了 这衣服放在我们那 也就是一套婚纱而已啊 许久善可没觉得 这衣服有多漂亮 而且咋看 咋像他们村结婚时 新娘穿的礼服 不过 只要依莎贝丽喜欢 那就可以了 微微一笑 许久善刚想着要提要求呢 就听依莎贝丽说道 许 能留在我的身边 做我的御用服装设计师吗 做你的御用服装设计师 许久善可没想到 依莎贝丽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心里惊讶的同时 她果断地说道 也不是不可以 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一百个条件我都答应你 依莎贝丽说着 直接抱住了许久善 她想用实际行动 证明她的诚意 而且也知道 只要陷了身 许久善肯定不会再拒绝她 只是没等她解开衣服 许久善却拉开了她的手 说道 依莎小姐 我就只有一个条件 想让你跟我去华夏拍一场戏 只要露个脸就行了 嗯 我答应你 好 那我现在订机票 立马出发 说完 许久善立马拿出手机 订起了机票 依莎贝丽 可没想到许久善会这么急 心里顿时有些失落 就说道 许 不用这么急的 咱们可以明天出发 今晚 依莎小姐 我也没办法呀 我跟人家说好了 必须一天之内把你请到 不然我就完了 好吧 那我安排一下 立马跟你回去 看到许久善真的很急 依莎贝丽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立马拿起图纸走了出去 吩咐四个保镖 尽快把衣服做出来 半个小时后 许久善拖着依莎贝丽 赶往了纽约国际机场 只是进机场那一刻 他又看到那个白衣女孩 跟来之前不同 这次女孩提着一个银色的箱子 一脸的慌张的打着电话 白衣女孩并没有看到许久善 就算看到了 也没心情跟萍水相逢的傻小子打招呼 他现在只想尽快离开北美 把手里的箱子安全带回去 那个人的身份查到了吗 没有 那个人身份似乎有些不简单 拍卖行拒绝透露有关他的任何消息 那知道操控此次拍卖会的人是谁了吗 也不清楚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操控者并不是你想的那位 不是我们的人 那他为什么要把东西拍给我 心里一阵狐疑 白衣女孩眉头紧皱 心里嘀咕道 难道有什么阴谋 百达集团 谢宇柔捏着手机紧皱着眉头 心里总有些不安 自从许久善把张继勇打了以后 他就一直在担心 生怕张继勇会弄残许久善 为了保护许久善 他决定再请张继勇吃顿饭 即便这顿饭改变不了张继勇弄残许久善的想法 但起码可以拖延一下时间 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把许久善送出自周 只是张继勇还没有联系 许久善却消失了 今天一早 谢总就给许久善打了好几个电话了 但他的手机却一直处在关机状态 难道这货已经被张继勇抓起来了 坏了 肯定是这样 不然他干嘛关机呀 心里一阵的慌张 谢宇柔立马拿起手机 给张继勇打了一个电话 此时的张总正在医院打着点滴呢 满脸的愤恨 被许久善揍过之后 他便发下毒誓 如果不把这场子找回来 他就跟许久善一个姓 不过让他无奈的是 到现在为止 他都没有找到许久善的踪迹 就好像许久善人间蒸发了一样 他相信 这一定是谢宇柔在搞鬼 不然以他的能力 想在资州找个人 压根不会这么费力的 哼 谢宇柔 你以为这样 我就没办法了吗 你的钱可还在我的手上呢 这么一想 张继勇就眯眼一笑 决定给谢宇柔上上眼药水 虽然他现在还不敢把谢总怎么样 但只要钱还在 他不怕谢总不乖乖就范 有道是想什么来什么 张继勇刚拿起手机 谢总电话就打过来了 哼哼 居然主动联系老子 这样就更好了 老子还真怕你破罐子破摔呢 直接放弃了赔偿款 看着谢宇柔三个字 张继勇阴沉一笑 接了电话 哼 谢总 没想到你还会主动 给我打电话 是不是想确认一下 我废了没有啊 电话那头 谢宇柔听到张继勇这阴阳怪气的声音 心里又咯噔了一下 他很清楚 他这一次的主动 会让张继勇更加嚣张 但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许久善很可能已经落到了他的手里了 他如果不打电话 谁知道许久善会被他弄成什么样子 哎 本小姐就不应该管他 不然姓张的也不会这么嚣张了 心里嘀咕着 谢宇柔也没有再顾及面子 低声下气地说道 张总 那是个误会 还请你大人大量 别放在心上 误会 还让我大人大量 你他妈在搞笑吧 张继勇觉得 谢宇柔脑子嗅抖了 不过仔细一想也是 毕竟他现在掌握着百达的命脉 谢宇柔也只能这么说了 行 老子就好好误会一下 呵呵一笑 张继勇说道 呵呵呵 谢总说是个误会 那我倒是想问问你 这误会该怎么解决呀 张总 宇柔想今晚再请您吃个饭 把这事说开 还有请您千万不要为难 没等谢宇柔把这话说完 张继勇说道 行啊 既然谢总这么盛情 那我就答应了 不过 想让我不为难你们 好说 让那个揍我的人来给我赔礼道歉 只要你放了他 别说让他给你道歉 就是让我给你道歉 我都没意见 谢总是这么想的 也以为张继勇虽然抓到了许九善 但许九善还在跟他刚 就立马说道 张总放心 我一定会让他给您道歉的 好 那今晚七点 恒中酒店 咱们不见不散 说着 张继勇一脸音笑地挂断了电话 哼 想跟老子和解 门都没有 既然老子找不到那个混蛋 那就麻烦你谢总给我送来好了 想着 张继勇又给他手下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们准备好 今晚一定把许九善给废了 不过 光废掉许九善 还不能平息张继勇的怒火 今晚 他必须把谢宇柔也拿下 张继勇很明白 谢宇柔能给他打这个电话 肯定是很在意那个小子了 废掉他之后 再拿他威胁谢宇柔 谢宇柔肯定会妥协的 只是他不知道 谢总还真不会妥协 谢宇柔是很在意许九善 虽然这一点他也不想承认 但想用许九善威胁他 你老张还真是想错了 别说谢总不愿意 就算许九善真被他弄残了 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电话打完后 谢宇柔无力地靠在椅子上 叹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 夏山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一脸急切地说道 谢总 许九善可能出事了 我刚刚给他打电话 他的手机关机了 许九善去北美 因为走得太匆忙 所以没有告诉任何人 如果让他知道 此刻有两个大美女 在为他担惊受怕 肯定会特别地愧疚的 然后立马出现他们身边 做个深刻的检讨 只是九哥此刻还在飞机上 一个小时后才能到达兹州 注定是不知道这些的 看着珊珊姐那担忧的样子 谢总点头说道 珊珊姐 这事我已经知道了 刚刚我已经给张继勇打了电话 约他今晚吃饭 他也答应了 谢总 那徐酒扇不会 放心吧 我不会让他有事的 你去横中酒店 预定一个包间 晚上就能见到你的酒扇了 什么我的酒扇呀 一听这话 夏珊的脸直接红了 好吧 谢总说是我的 那就是我的了 哎呀 夏珊你又在乱想 酒扇现在还下落不明 你不应该担心一点吗 怨傻症又发作了十几秒 夏珊立马回道 好的谢总 我这就去安排 一句话说完 他又急匆匆地出了门 心里再一次 为他的酒扇担心了起来 夏珊在想着徐酒扇 但徐酒扇可一点都没有想他 毕竟九哥身边此刻 还坐着伊莎贝丽 这位大美女呢 她要是再去想别的女人 那是对伊莎极大的不尊敬 徐酒扇不会亵渎任何女人 尤其是伊莎贝丽这种美女 在她的心里 女人就是用来宠的 虽然伊莎贝丽压根不需要她去宠 不过她不知道 伊莎贝丽却很希望她能宠她一下 虽然两个人才认识没多久 但伊莎贝丽已经迷上了她 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了吧 就跟她还是个小屁孩时 看到布鲁斯里一样 爱情这东西从来没有任何的限制 这一点伊莎比任何人都清楚 拍了那么多电影之后 她觉得她已经活了好几辈子了 所以比任何人都清楚生活的真谛 在她看来 人活着就是为了爱 爱上一个人 爱上和这个人有关的一切 天涯有风 你喜欢 我便陪你去看 这是伊莎贝丽曾经说过的一句台词 她很喜欢这句话 也很想把这句话 送给那个让她清新的男人 虽说 这句话 她已经对李小龙说了几百遍了 但跟徐九善说的这一次 却更加动情 只是有些意外 伊莎贝丽说这句话时 用的是英文 徐九善根本没听懂 九哥这个文盲 唯一能听懂的就两个单词 我和你 至于其他的 那真就呵呵了 傻愣愣地看着伊莎贝丽一眼 她甘笑一声问道 伊莎小姐 你刚刚说啥 能用中文再说一遍吗 伊莎贝丽 这么浪漫的话 你居然都不懂 真是不解风情 虽然伊莎贝丽不是华夏人 但也知道 好话不说第二遍的道理 白了徐九善一眼 她有些不愤地说道 对牛叹心 啊 居然还会说成语 真是厉害了 大拇指一竖 徐九善很不要脸地拍马屁说道 伊莎小姐 你很厉害 不愧是积美貌和才华于一身的大明星 这么难的成语 你居然都会 马屁自然拍到马蹄上了 伊莎贝丽觉得 徐九善可真傻 这种时候 你应该主动亲吻我才对啊 说这种没营养的话 有什么用处啊 再次白了她一眼 伊莎贝丽 懒得再理她了 直接把头扭向了窗外 徐九善一阵懵逼 压根不知道伊莎贝丽这是怎么了 不过这也不能怨她呀 使让伊莎刚刚不说中文了 如果她说的是中文 徐九善保证 可以把她撩到怀疑人生 让她知道什么叫情圣 很快 飞机便平稳着地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伊莎贝丽蒙了面 然后挽着徐九善的手 走出了机场 当然了 挽徐九善 不只是为了避免麻烦 伊莎贝丽 是真想挽住这个男人的手 人生这么不矜持 还是头一次 她觉得 她可以为这个男人 放弃以前所有的荣誉 可眼下 这个男人却需要她的光环 出了机场后 两人拦了一辆出租车 直奔神仙山 王洪海 为萧欣儿建造那座 影视基地 就在神仙山脚下 虽说这座基地 远没有横电那么知名 但启用之后 也吸引了周边很多 拥有明星梦的群众演员 黄一梦 便是这广大群演中的一名 今年21岁的她 是资州传媒学院 表演戏的一名学生 对演戏 有着绝对的痴迷 这波 资州影视城一开 她就迫不及待地冲了过来 因为长相青春甜美 刚来剧组的她 便被导演相忠了 二话不说 给她安排了一个女配的角色 黄一梦打死都没有想到 她会在这里遇到她的伯乐 知道自己可以出演女配后 差点没激动死啊 虽说她也明白 天上不会掉馅饼 但那个导演冷淡的态度 还是让她放松了警惕 她能看得出来 导演似乎是真的欣赏她 把她召进剧组后 从来没有要求她做任何除了演戏之外的事情 可她不知道 那个导演之所以把她召进剧组 就是存了浅她的心 之所以没动手 就是因为王老板的缘故 导演很清楚 王大老板的脾气 为人刚正不恶 最讨厌的就是以公谋私 如果她要是在王老板面前 做出前女星的事情 连想都不用想 她这辈子指定完蛋了 虽然心里搔痒难耐 但为了未来着想 她一直在忍着 而且她也相信 黄一梦应该不傻 肯定知道她该怎么做 只要黄一梦主动自荐诊席 就算王老板再怎么看不惯 也不会多说什么 可是左等右等 黄一梦还真就没有任何的行动 只是口头上感谢了她几次 说什么以后 一定给她当牛做马 报答她的知欲之恩 导演那个气呀 只想告诉黄一梦 一梦啊 还是我给你当牛做马吧 你只要给我一次就行了 等得不耐烦的导演 最后直接无奈了 决定敲打一下她 就安排人刁难黄一梦 而她会在黄一梦快要崩溃的时候杀出 让她感受到自己对她的关爱 这么一怒 导演相信 就算是个傻子 也会明白她的良苦用心了 今天的黄一梦 便受到很多人的刁难 本来今天雨中戏没她什么事 但她却被剧组硬抓了撞钉了 当了女二号的替身 一场戏演完 她直接就被弄成了泥猴 吃饭的时候 等她到达现场 盒饭也被抢光了 这些黄一梦都没有在意 毕竟在剧组这是常有的事情 本来她还想着回去换身衣服 再去吃饭的 可谁知道刚走了没几步 就被人喊住了 一梦啊 先别走啊 刚刚那场雨中戏没有拍好 导演让你再去拍一次 听到这话 就算她再傻 也知道被人真对了 毕竟刚刚她演的只是一个替身 连脸都不能露 居然还有人说她拍得不好 这不是扯淡吗 看着那个喊她的人 黄一梦心里顿时有些委屈 但她也无话可说呀 虽然她是女配 但却没有任何名气和背景 就算说再多都是白说 而且有一点她也很肯定 那个针对她的人 肯定是演哄她的角色 想把她挤走 黄一梦可不想被这个臭不要脸的打败 不就是再拍一遍吗 我去就是了 就这样 不愿意服软的她 饿着肚子 再次到达现场 还看到这部戏的女主角 萧欣尔和影视基地的大老板 黄红海今天其实没打算来的 但奈何小心肝下午有场戏 如果她不来的话 这小娘们肯定会给她甩脸子 依杀贝利的事情 已经让她抽出一浆水 如果再因为这点小事 惹得小心肝不高兴 那她老王就真没好日子过了呀 到了拒组后 王老板也没有摆什么架子 全程陪在萧欣尔的身边 又是端茶又是倒水的 很是殷勤 结果可想而知 即便老王再怎么殷勤 也没换来萧欣尔的好脸 王红海 你怎么回事 想把老娘罐子 再另寻新欢是不 这句话 可把王老板吓得不轻啊 他立马陪着笑脸说道 宝贝啊 说啥呢 我这不是怕你口渴吗 你分明就是意图谋杀 起开 说着 萧欣尔踹了王红海一脚 气呼呼地 向一边走去 宝贝你干嘛去啊 王红海哭着脸 拉住了萧欣尔的手 结果换来的 却是萧欣尔无情地甩手 还有一句 让人无语的话 还能干嘛 喝了这么多水 当然是上厕所了 难道你想让我憋死啊 许久善现在有些急切 跟依莎贝利坐上车后 他便打开了手机 结果一看 十几个未接电话呀 这些未接电话 是两个人打的 一个是夏山 另一个是谢宇柔 只是让许久善 有些惊奇的是 见人柔打的电话 居然会比夏山多 这说明什么 说明谢总 现在闲得要死啊 许久善才不相信 谢总会关心他呢 所以连想都没想 先给夏山打了一个电话 毕竟 这些天都是夏山在照顾他 他一声不吭地离开 夏山肯定很担心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还没等许久善开口 电话那边的夏山 便急切地喊道 许久善 你干嘛 电话也不接 短信也不回 你要死啊 一句话说完 夏山就哽咽了起来 他真的快起疯了 虽然谢总跟他说 许久善不会有事的 但他还是很担心 毕竟他才刚出院 毕竟他消失了 整整一天一夜呀 听到夏山的哽咽声 许久善很是愧疚 连忙说道 珊珊姐 你别哭啊 我不是故意不接你电话的 昨天我出去办了点事 手机关机了 办事 办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你知不知道 我和谢总快担心死了吗 为了你 谢总又要请张基勇一次 听到前半句时 许久善心里有些不信 他当时真想说一句 如果贱人柔担心我 我吃石坨粑 可是话还没有出口 那后半句话 就硬生生让他给憋了回去 谢宇柔如果真请了张继勇一次 那就说明他确实是在担心我 许久善不是傻子 联想到谢总那十几个电话 他就明白了 虽然他很不想承认 不过谢宇柔真的为他做了一件事 好吧 毕竟老子是为他打的人 他担心我也算正常 想着 许久善说道 对不起啊 珊珊姐 昨天走得有些匆忙 我忘了 你先别哭了 我这不是没事吗 谁 谁哭了 我 我哭也是被你气哭的 那边 夏珊擦了擦眼泪 嘴硬着 到最后 他冷哼了一句 哼 行吧 这次原谅你 我现在要去横中酒店定位子了 你赶紧给谢总打个电话 报声平安 他也很担心你的 定位子干嘛 夏珊那句话 许久善压根没认真听 还以为谢宇柔已经请过张继勇了 这才问道 珊珊姐 你去横中酒店定位子干嘛 家里有喜事啊 是啊 天大的喜事 这事你也得参与 知道吗 嘿嘿 知道了 知道了 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喜事吗 请张继勇吃饭 你给人家赔礼道歉 听到这话 许久善无语了 这你妈算哪门子喜事啊 还他们请张继勇吃饭 让我赔礼道歉 他脸大呀 硬生生愣了十几秒 回过神的许久善说道 珊珊姐 你没搞错吧 凭啥让我道歉 那孙子就是欠打好吗 嗯 是欠打 可这次咱们打得一点理都不占 好了 知道这样你会委屈 但我们也是为了你好 这事没得商量 你必须来 呵呵 好 我去 呵呵一笑 许久善很没脾气地说道 他真决定去了 只是去那里 他可没打算给张继勇道歉 不但没 还想着再弄他一顿 九哥的想法 下山是不知道的 听到他答应后 下山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挂断了电话 只要许久善没事 就是天底下最好的事 下山的电话挂断后 许久善呆呆地看着贱人柔三个字 想了很久之后 他决定还是不打电话了 直接给他发了一条消息 我现在有事 也没时间接你电话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很好 消息发出后 许久善觉得谢总 很有可能不会回他消息 就算他回 也肯定是一串脏话 或者干脆来一句 本小姐懒得担心你 但他没想到 谢总这一次 没按常理出牌 只给他回了五个字 哦 我知道了 我去 你知道啥了 看着这五个字 许久善久违地牙疼了一阵 这泥马 咋感觉这么别扭呢 虽然说不上是哪里别扭 但他心里确实怪怪的 至于谢总 在看到消息的那一刻 心顿时落到了肚子里 只要许久善还能给他回消息 这就说明他没有任何的事 哼 知道我在担心你 你却只给我回了消息 许久善 看来你真打算放过本小姐了 我谢谢你了 想着 谢宇柔微微一笑 只是这笑容 有些苦涩 连他也没察觉到 苦笑过后 他又给许久善发了条消息 让他晚上去一趟横中酒店 和他一起吃顿饭 至于为什么吃饭 谢宇柔没有说 他很了解许久善的脾气 如果说了原因 他一定不会答应 只是谢宇柔不知道 夏珊早就把事情告诉了他 而他也决定去了 回了一个好字 许久善将手机装了起来 然后看了依莎贝利一眼 在许久善打电话的时候 依莎贝利从他脸上 看出了很多的东西 最多的便是爱意 他很确定 这个让他一见钟情的男人 有喜欢的人了 刚刚给你打电话的 是你的女朋友 看着许久善 依莎贝利很认真地问道 听到这个问题后 许久善还真不知道 该怎么回答依莎贝利了 夏珊自然不是他的女朋友了 可他们却真的很喜欢彼此 尤其是在医院的这几天 虽然下山有些不正常 可却真的打动了许久善 如果说九哥心里以前只有苏晴 那现在他的心已经分成了好几半了 一大半属于苏晴 一小半属于下山 还有一些鸡脚嘎啦 属于梅千千和夏侯福醉 至于谢雨柔 呵呵 一边去 哥们发誓 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让他走进心里了 这么一想 他突然发现 他已经在渣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就算他现在想停下来 都有些难了 好吧 梅千千他们已经成了老子的女人了 可下山还不是 我还是放过他吧 这么一想 许久善立马回道 不是 不是 虽然许久善这话说得很坚定 但依莎贝利能看得出来 他貌似有些苦涩 好吧 我得相信他 微微一笑 依莎贝利拉住许久善的手说道 嗯 不是就好 当然 是的话也没关系 由火星小说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 主播 法凡 啥叫是的话也没关系啊 许久善看着依莎贝利 总觉得脑子有些不够用了 虽说 依莎贝利对他倾心 但许久善 却一点都不知道 而且就算知道 他也肯定不会当真的 毕竟 他九哥虽然牛逼到法力无边 但目前来说 还真不配 给依莎贝利提携 一个国际知名影星 喜欢上一个土包子 这不是爱情 这是在开国际玩笑啊 所以 许久善压根 没往这上面想 只是觉得依莎贝利 有些莫名其妙 看到许久善 疑惑的样子 依莎贝利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只是微微一笑 好吧 人家是在逗我玩呢 看着笑容 肯定是觉得 我这种土包子 就应该没有女朋友 这么一想 许久善也没有再 跟依莎贝利说话了 慢慢地欣赏起 沿途的风景 这山野小风光 确实比纽约那嘎的好看 很快 两个人就被送到了影视城 下车之后 依莎贝利 有些忧怨地 看了许久善一眼 支支呜呜地说道 许 我 我需要你的帮忙 怎么了 WC 呃 我问问别人去啊 脸一红 许久善拉了一个 路过的哥们 问了一下厕所的位置 就带着 伊莎贝利杀了过去 他们到了厕所门口时 被王哄海 灌了一肚子水的消心耳 也刚好进去 两个人就这样依依不舍地 在厕所门口分手 一个去了左边 一个去了右边 三十秒后 许久善走了出来 然后点上一根烟 在门口等待着伊莎贝利 很快 一道人影从厕所走了出来 只是让许久善有些意外的是 出来的人是消心耳 哎 还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哥们还愁着 一会儿该怎么找你呢 你这不就送上门来了 乐呵呵一笑 许久善也没有再犹豫 直接灭了烟 向消心耳走去 消心耳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许久善 这更加让他觉得 这小子是有预谋的 不过也是 这世界上 谁不想攀上一根高枝呢 就他消心耳本人 当年不也是个 普普通通的女孩 要不是王哄海这死货瞎了眼 阿呸 应该是他慧眼如炬 在茫茫人海找到老娘 老娘现在还不知道 窝在哪个街角嘎拉里 给人家打工呢 哎 想想当年啊 老娘也是真幸运 真不知道老王怎么就看上我了 就因为我当时 不知道他的身份 怼了他几句 这么一想 消心耳突然觉得 应该对老王好一些 毕竟 像他这么专一有钱的人 可不多呀 星儿姐 好巧啊 上个厕所都能遇到你 咱们还真是有缘 哼 有缘 怕不是你这小子 故意跟过来的吧 想是这么想 但消心耳 也没有戳穿叙旧扇 微微一笑他说道 是啊 小小 你又来找伊莎贝利 那个 他应该不会来了 你还是回去吧 星儿姐 谁说伊莎贝利 不会来的 他不就在你身后吗 许久善 微微一笑 看了一眼刚从厕所走出的伊莎贝利 听到许久善的话 消心耳只觉得这小子魔正了 还伊莎贝利就站在我的身后 骗鬼呢 如果伊莎来了 老娘能不知道 不过 这小子应该是真的喜欢伊莎 不然也不会这样 能跟他有同一个偶像 消心耳觉得 这才是他跟许久善的缘分 心里那份好感 顿时又生了起来 他突然觉得 许久善有些可怜 一个男人痴迷着一个 他这辈子都可能触手不及的女人 还痴迷到出现了幻觉 真的很可悲 小姐啊 我知道你很喜欢伊莎贝利 我也是 但喜欢归喜欢 你也不能因此而沉迷进去 我们要认清现实 有些东西即便真的存在 但对我们来说也是虚幻的 你如果真想见伊莎贝利 就振作起来 变成一个可以跟他比肩的男人 许久善 说得好有道理啊 我竟无言以对 不过你干嘛教育我呀 他真的在你后面啊 心里哭笑不得 许久善直叠点头 他能听得出来 萧欣儿这番话很走心 一般不是亲人 没人会对许久善说这种话 所以他有些感动 至于萧欣儿身后的伊莎贝利 这一刻简直有些欣喜若狂 Oh my god 这个女人说许喜欢我 我真是 我真是太开心了 哼 这个鱼目脑袋 既然喜欢我 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好吧 我知道你们男人都不喜欢主动 那我主动点好了 想着 他绕过了萧欣儿 直接说道 许 I love you too 啊 听到伊莎贝利的话 许久善直接愣了 这一刻 他是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许久善愣 萧欣儿更加愣了 伊莎贝利从他身后绕过时 直接把他吓了一跳 如果不是看到他的影子 萧欣儿还以为 这个向许久善施爱的女人是个鬼呢 靠 走路一点动静都没有 你想吓死老娘啊 心里在咆哮 吓傻的萧欣儿 自然没看清伊莎贝利的脸 不过 生气归生气 看在许久善的面子上 他也没有发作 笑着问道 小脚 这是你的女朋友吗 没想到你还挺厉害 居然找了个外国女友 他要是我女朋友 我估计半个地球的男人 都想含死我 心里懵懵的 许久善有些结膊地问道 伊 伊 伊莎小姐 你刚刚说什么 得 看来他真没救了 到现在还想着伊莎贝利 简直了 你也不怕人家姑娘 会给你个大嘴巴子 萧欣儿想着 无奈地摇了摇头 她是女人 很清楚一个女人 在施爱的时候 很讨厌男人提别的女人 如果王红还敢这样 她会毫不犹豫地 提刀剁了她 所以在萧欣儿看来 许久善这个大嘴巴子 是吃定了 只是让她有些意外的是 女人非但没有打许久善 还深情地说道 我说 我喜欢你 好吧 看来这外国女人 也爱许久善爱魔症了 居然还陪她眼上了 吹狗粮 老娘就不吃了 告辞 想着 萧欣儿看了一眼 惊讶不已的许久善 然后说道 小脚 姐姐不在这里 给你当电灯泡了 先走了 啊 你是许的姐姐啊 姐姐你好 我是伊莎贝利 很高兴认识你 说着 伊莎贝利转身 拉住了萧欣儿的手 冲她微微一笑 看到伊莎贝利的那一刻 萧欣儿傻了 Oh my God 老娘居然看到了伊莎贝利 卧槽 幻觉 一定是幻觉 老娘肯定被他们传染了 肯定也魔症了 四周影视基地的厕所外 三个人两个处在蒙逼的状态之中 伊莎贝利看着萧欣儿 又看了看许久善 觉得这两人真不愧是姐弟啊 连表情都这么同步 有意思得很 不过许也真是的 这个时候许不应该抓紧机会 向我表白吗 再次看了许久善一眼 伊莎贝利 微微有些小忧怨 许久善能看得出来 伊莎贝利没有开玩笑 她刚刚那个惊喜的样子 就跟一个苦追了男神十几年 然后被男神接受的小女生一样 这是那么的不真实 以至于让九哥也觉得出现了幻觉了 呵呵 伊莎贝利怎么可能向我表白呢 人家可是半个地球男人的梦中情人呢 我肯定是听错了 至于萧欣儿 这个时候已经做完了柔眼 掐自己等一系列的动作 这些做完之后 她惊喜地发现 她是疼的 这就说明一切都尼玛是真的 心里无比地激动 她看着伊莎贝利 结结巴巴地问道 你 你真的是伊莎小姐 嗯 姐姐 我就是伊莎贝利啊 Oh my God 我的天 我的偶像 我的偶像真来了 我的偶像不但来了 还对我弟弟表了白 不对 萧九现在还不是我弟弟 老娘必须跟他八百之交 一接进来 想法一出 萧欣儿也没有在犹豫 直接走到许九善身边 也没管三七二十八 直接一把把他按跪了 卧槽 这是干嘛 徐九善当时还在懵逼呢 根本没有反抗任何 直到萧欣儿把他按在了地上 他这才反应过来 只是没等回过神 这个彪悍的老娘们 扑通一声也跪在了地上 黄天在上 后土为政 今天我萧欣儿 女徐九善结为异性姐弟 不求童年童月童日生 也不求童年童月童日死 这事谁敢拦我 老娘做了他 磕头 一句话说完 他直接按住徐九善的脑袋 砰砰砰的磕了三个响头 当时他也磕了 不过就是没有徐九善的响 呵呵 小九 以后我就是你姐了 一杀以后就是我弟妹了 来 给你笑一个 徐九善 彪子 这就是个大彪子呀 不过性格够直爽 哥们喜欢 不像贱人柔 勉里藏针 笑里藏刀 口腹蜜健 臭不要脸 咦 我干嘛想他呀 肯定只是想骂骂他而已 徐九善想着 呵呵一笑 直接开口叫了一声姐 这声姐一叫 甘姐弟的关系 就算是坐实了 徐九善很开心 小心而比徐九善还开心 妹妹的 真是风水轮流转 苍天饶过谁呀 谁能想到有一天 我的女神会变成我的弟妹呀 乐呵呵一笑 他立马冲到了伊莎贝利的面前 拉着她的手说道 弟妹 你是我的偶像 姐姐 现在你也是我的偶像 伊莎贝利说的是真心话 虽然萧欣儿标了那么一点 但性格却是真好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想做什么 那就立马行动 直爽得让一些爷们都汗颜 这也是王老板看中她的原因 不会耍心眼的女人 才是她老王的最爱 一听女神要粉她 萧欣儿更高兴了 二话不说 把手腕上那只 价值百万的翡翠玉镯摘下来 戴在了伊莎贝利的手上 弟妹 这是姐姐给你的见面礼 你一定要收下 伊莎贝利 可没有第一次见面 就收人家礼物的习惯 但这可是 馨儿姐的见面礼 不收又不好 就看了许久善一眼 征求一下她的意见 毕竟 萧欣儿能这么做 全是看在她的面子上 许久善见伊莎贝利在看她 还以为要跟她确认眼神呢 心里咯噔了一下 手足无措的她甘笑了一声 说道 依莎呀 馨儿姐超喜欢你的 那个你陪她好好聊聊 我突然想起来还有点事 先去办一下 一会儿再来找你啊 话音未落 许久善已经跑出了十几米 这也不怪她呀 虽然九个字询是情圣 但也就是个纸糊的而已 今天这刺激有点大了呀 她真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了 虽说已经踏上渣男之路 但能停下来 许久善还是想回头试案的 人这一辈子 好好的爱一个人就行了 如果心里面装的人太多 会心累的 一眨眼功夫 她就跑到了拍戏现场 然后看到很刺激的一幕 那是一场雨中戏 一男一女在说完对白后 女的立马跑开 换上了一个浑身湿透的女孩 接着 庞陀的人工雨水 劈头盖脸的浇在她的头上 大水过后 男人抬腿就给了她一脚 那一脚很结实 没有丝毫的留手 更过分的是 她还拉住地上的女孩的手 把她拖出去好几米 拍摄现场在一片土地上 很快 那个女孩的身上 便沾满泥水 样子很是可怜 许久善知道 这是在拍戏 可当看到女孩 那个无助的样子后 立马想到了一个雨夜 那个夜晚 四周环山路 发生一起泥石流事故 那个夜晚 也有一个女人 像捡钱的女孩一样无助 人生如戏 可有些戏演的就是人生 一个很简单的画面 就能勾起无限的回忆 和内心的痛 不知觉中 许久善已经完全陷进了记忆中 她惊恐紧张 急切地要死 她发誓 这辈子都不能再让苏晴 受一点委屈 遭受任何一点磨难 这么一想 许久善立马攥起拳头 冲了过去 抬手便掀翻那个 还在拖行女孩的男人 突如其来的变故 直接看上了在场所有人 尤其是那个挨了一拳的男人 和被许久善拉住的女孩 黄衣梦可没想到这个时候 会有人挺身而出 更没想到 那个男人会一脸怜惜地看着她 那个样子似乎很心疼 语中戏她已经演过一次了 但上一次 她可没有被男主拖行过 她知道 这一定是有人在故意刁难她 满心委屈 却也只能硬撑着 其实在被男主踹倒那一瞬间 她已经红了眼圈了 只是在这雨水中 她的脸已经被泥水弄花了 就算流泪也不会有人注意 更不会有人关心 可现在有人出来了 还轻声对她说道 别哭 有我在 不会让你有事的 黄衣梦愣愣地看着 也被雨水湿透的男人 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委屈 轻轻地哭了起来 看到女孩流泪的模样 许久善更加心疼了 一咬牙 她看着现场的人 很深沉地说道 她现在是我妹妹 以后谁要是欺负她 先问问我的拳头 拍摄现场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把目光聚集在了许久善的身上 只觉得这哥们的演技 可以称低了呀 就她刚刚说话的表情和语气 还有那句霸道无匹的台词 让人直起鸡皮疙瘩呀 只是 大哥你是不是走错片场了呀 老子要是没记错的话 这场戏应该没有英雄救美的桥段吧 一群人还处在懵逼的状态中 但很快便有人开了口了 靠 傻逼玩意儿 这是在拍戏好吗 你有病吗 对呀 整个影视基地现在 只在拍一部戏呀 这小子没理由走错片场啊 靠 你小子一定是看黄一梦长得漂亮 想泡她才搞了这么一出吧 不过 你小子想错了吧 一梦这小美人已经被黄岛承包了 不然谁会这么刁难她呀 想到这里 所有人都有些想笑了 纷纷看了看黄岛的脸色 只见黄岛脸色已经发紫 牙齿更是咬得枝嘎作响 混蛋 你这小子居然敢抢老子的戏 简直就是招死啊 心里一直愤怒 黄岛当时就差一排桌子吼道 哪来呀傻逼 赶紧给老子滚啊 我们这是拍戏 拍戏你懂吗 如果不是王老板在 他可不会只骂许久善一句 不怪老子泡妞大计 不弄惨你 老子以后还怎么在娱乐圈混呢 死死盯着许久善 黄岛把他模样记在心里 现在他是不敢为难许久善 但不代表以后他不敢 毕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你小子等死吧 黄岛一声吼 顿时激起了强烈的民愤 整个现场除了王老板以外 就数他最大了 而且整部戏可以说是黄岛说了算 眼下居然有傻子冲撞他 如果不趁机踩傻子两脚 还是人吗 这么一想 一众人也没有再犹豫 纷纷指着许久善骂道 哎臭小子还愣着干嘛 你知道你这么一弄 干务多少事情吗 傻逼赶紧滚啊 真不知道你是被谁招进来的 招你的肯定也是个傻逼 哎操你聋了 难道真想让我们把你请出去啊 一众人的呼应 让黄岛顿时有了底气 他相信 这个时候 就算是他让人揍须旧善 王老板也不会有任何意见 毕竟这是为了艺术啊 这么一想 他没有再犹豫 直接喊道 把这个小子给我丢出去啊 以后我们剧组 绝对不用这种傻逼群演 好的黄岛 一众人领命 立马向许久善走去 许久善冷冷看着那些向他走来的人 即便早就被骂醒了 心里也没有任何的后悔 他很感激地看了女孩一眼 因为如果不是他 久哥也不会想起那个紧张又美妙的夜晚 至于黄一梦 此刻也很急切 他很感激许久善的挺身而出 但他也知道 就因为这个小举动 许久善的演艺之路 很可能就疯了 就算当群演 也不会再有人要他了 毕竟他今天冲撞了黄岛 只要黄岛一发话 封杀他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更重要的是 他今天很可能会被人揍一顿呢 这么一想 黄一梦立马轻声说道 你快走 不然会爱揍的 哼 没事的 给他们十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揍我 听到这话 黄一梦有些无语 还没有人敢揍你 大哥 人家都走过来了好吗 黄一梦不是傻子 知道许久善为他挺身而出 是存了想泡他的心 不然 傻子才会硬闯拍戏现场呢 不过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为了他 黄一梦可不想看他挨揍啊 眼看着一群人围了过来 黄一梦再次说道 你赶紧走啊 真当他们不敢揍你啊 嗯 他们应该不敢 许久善微微一笑 很是自信 不过 这自信看在黄一梦眼里 就有些迷了 大哥 你当你是谁啊 难道你以为 这影视城是你家开的呀 黄一梦刚一想完 一群人已经把许久善 围个结实了 小子 你他妈敢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最先发话的 是这部戏的男主 他本身就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明星 今天吃了这种哑巴亏 自然不能忍了 本来这事 就是黄岛受益的 他只是帮黄岛办事罢了 招谁惹谁了呀 许久善听到他的话 不屑一笑回道 哼 不知道 就是看不惯你打女孩子 别跟我说你们在拍戏 拍戏你用得着用权利 靠 这小子居然看出我用了权利 看来练过舞啊 哼 不过练过舞又如何 老子可是跆拳道九段 揍你 哦 你他妈不要脸 居然搞偷袭 没等小明星想完 许久善就给了他一巴掌 直接扇飞了 打架就打架 你他妈默契个锤子呀 早就已经怒了的许久善 可不想废话 他现在只想揍人 揍完这群没事找事的家伙 再去揍那个傻逼导演 只是没等他动手 王洪海便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王老板七眼目睹 这场看似闹剧的闹剧 心里多少也想到了一些东西 说实话 在女孩被踹倒那一刻 她也觉得 这场戏拍得有些过了 但因为不是内行人 又怕杂乱黄岛的思路 所以也没有制止 只是她没有制止 许久善却跳了出来 黄洪海看到许久善那一刻 差点没炸了 死小子 你他妈还敢来啊 真以为老子不会弄你咋的啊 一想到昨天的事情 王老板就气不打一处来 所以 在黄岛下令 把许久善扔出去那一刻 他更加不会说什么 还存了一丝看戏的心 但现在看来 这犊子还真有些无所畏惧啊 而且他揍人的水平 就算一群人围攻他 估计也占不到便宜 毕竟是洪海的老大 虽然他不会武功 但这点见识还是有的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老王这才跳了出来 大喝一声 都他妈给老子住手 王老板一张嘴 所有人立马打了个哆嗦 这才意识到 他们似乎有些小瞧许久善了 这独子难怪这么嚣张 连王老板都为他出头 能是一般人吗 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 包括黄一梦在内 这一刻他才知道 许久善为什么会这么自信 只是还没等他们想完 王老板又发话了 混小子 你还敢来找死 真以为我脾气好吗 信不信今天 我教你学会写死字啊 王洪海说这话 纯粹是为了想吓唬他一下 只要许久善给他扶个软 这事就算是接过去了 不然他王老板手底下 那十几个保镖可不是吃素的呀 揍人就没有比他们更专业的 只是许久善似乎还真没被他吓唬住 呵呵一笑他说道 呵呵老子不屑 嚣张啊 这独自嚣张得很呢 敢在王老板面前自称老子 谁他妈给你的雄心抱自胆呢 一群人很佩服久哥的勇气 也明白 王老板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王老板现在已经气炸了 王洪海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 人生潇洒几十年 他还是第一次觉得这么下巴来台 好 很好 这小子真是太有种了 既然你不信 老子就让你信一次 奸臣一笑 王洪海没有再说任何 直接招了招手 许久善一看王老板真生气了 心里顿时惶恐了起来 毕竟老王年事已高 万一给他气出个好歹 苦的还不是他的仙儿姐 不行 可不能让仙儿姐手寡 赶紧认个耸 脸色一苦 徐久善立马说道 王 王总啊 你你别生气 我我今天有点结巴 我刚刚刚其实是想说 我我不信 不信你信谁呀 你你你千万不要误会 我我认错了 酒喝 你还挺机智啊 看到徐久善这个样子 王洪海不屑一笑 现在知道认错了 晚了 老子现在就想揍你 谁劝都不好使 臭小子 等死吧你 一瞪眼 王老板说道 我王洪海今天把话放着了 就算你认错 就算天王老子来劝我 我也不会改变揍你的主意 听到王洪海这话 徐久善若若的说道 姐夫 你三思啊 有何 还他妈叫我姐夫 你以为把你姐送给我 我就不揍你了 再说了 就算你把你姐送给我 我也不能要啊 闭嘴吧 你这个臭小子 我都不知道你姐是谁 哦 那你揍吧 我保证不还手 不过 希望你不要后悔啊 说着 徐久善把头一撇 做出一副 认人宰割的样子 委屈的不要不要的 当然 他这只是装给某些人看的 比如 他刚刚认的那个便宜姐姐 萧欣儿 只是这些 王老板是不知道的 如果知道 保证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他也不敢说那话呀 哼 还让我不要后悔 老子就没做过后悔的事情 也没有再犹豫 他立马摆手说道 来人 走 话 王老板注定是说不完的 因为他的天来了 而且还一脸不善 那个样子 就跟怀疑他老王外面有人了一样 靠 一定是这小子 喊我姐夫 被他误会了 解释 立马解释 宝贝 你别听这犊子乱说 我压根就不认识他姐 他这是挑拨离间呢 无中生有 我发誓 他姐就算主动勾搭我 我都不会搭理他 还送他一句话 肖心儿 肖心儿冷冷一笑 问道 哼 什么话 滚犊子吧 你个小婊子 肖心儿 呵呵 好你个王洪海呀 居然让老娘滚犊子 还骂我是小婊子 你死定了 心里顿时一怒 肖心儿咬牙掐住 王老板腰上那块五花肉 冷冷地说道 呵呵 王洪海 谁给你的胆子 让你这么嚣张啊 冤枉啊 老子哪里嚣张了 这娘们今天吃错药了吧 腰间的疼痛 让王洪海欲罢不能 紧咬着牙关 不敢吭上一声 他现在只想弄死许久善 要不是这伙乱叫人 他也不会受这样的苦啊 只是还没等把苦受完 他就看到一个 有些眼熟的外国女人 向许久善走去 然后轻轻挽住他手 柔声说道 大力 看来这里并不欢迎我们 我们走吧 好 医生 我们走 一句话说完 许久善捧住 依莎贝利的脸 轻轻吻了一下 所有人都惊呆了 他们看着许久善 恨不得把他弄死 老天哪 这王八蛋何德何能 居然认识依莎女神哪 不但认识 关系还那么亲密 女神还喊他亲爱的 妈的 不活了 赶紧劈死我吧 内心在咆哮 但他们也只能眼红 只能羡慕 嫉妒恨的 看着许久善 轻轻搂住了 依莎女神的腰 然后 并肩向外面走去 小九 弟妹 你们等等 看到他们要离开 萧新儿也急了 恶狠狠地瞪了 王洪喊一眼 立马追了过去 王老板终于明白 许久善 为什么会说 让他不要后悔了 这个犊子 居然真把 一刹贝利请来了 还出其不意地 跟他的天 拜了靶子了 好小子呀 原来你一直 在跟老子装傻呀 哎 也愿老子没长眼 这小子不简单呢 也没有再多想 他赶忙跑了过去 依莎贝利 好不容易给请来了 要是再让他离开 萧新儿一定会吃了他 哎 小九 别走啊 是姐夫的错 姐夫刚刚跟你闹着玩的 你 你别放在心上 姐夫给你道歉 对不起了 哦 我不接受 操 兔崽子 给你脸了是吧 你他妈再嘚瑟一下试试 信不信我 我给你跪下呀 憋屈的不要不要的 王红还苦着一张脸 很没脾气地攥住了 徐九扇的手 哀求道 小九啊 姐夫真错了 你行行好 别走啊 只要你不走 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你 王老板都这么低声下气了 徐九扇自然也不会再拿架子 冷着脸问了一句 真的吗 之后 说道 行 那你要答应我 以后对我姐好点 不然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卧槽 这个时候 都不忘巴结我的小心肝 你个小心机boy 点了点头 王老板竖起三根手指 很坚定地说道 我答应你 如果我辜负了心儿 一定天打五来轰 这话一说完 小心儿也笑了 看看 这就是老娘的干弟弟 不但帮老娘请来了一杀 还这么为老娘着想 能跟他结伴 简直就是上苍的眷顾 心里美得不行啊 小心儿立马拉住 徐九扇和一杀的手 然后笑道 好了 小九 你姐夫也认错了 你就别生气了 听心儿解答 不过我还请姐夫帮我个忙 安排 别说帮忙 客气了 不是 王红还咬牙给了徐九扇一圈 就当是报仇了 就知道你小子有事求我 不过这事整的就数老子最憋屈了 哎 疼老婆的男人命苦啊 小九啊 什么忙 你只管说 只要我能做到的 一定会尽力而为 也不是啥大事 就是想请你跟心儿姐吃个饭而已 有火星小说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 主播 法凡 吃个饭 听到这话 王红海微微一愣 随即便猜透了徐九扇的心思了 毕竟 刚刚这毒子已经耍了他一次 用的就是三十六记中的假吃不颠 再说白点 就是假装痴呆 掩人耳目 其实另有所图 王红海相信 徐九扇一定是想借他的事 去做些什么 不过既然已经答应了 他自然也不会再拒绝 就说道 行 那咱们今晚就去吃饭 位子你定 钱我出 哎呀 这怎么好意思 就这么决定了 徐九扇很不好意思的一笑 点了点头 这一点头的功夫 他猛然想到 还欠依莎贝利五十万呢 就笑着凑到王老板身边 傅儿说道 姐夫啊 你看人我已经请到了 为了这事 我可没少下功夫啊 你得补偿我 要脸不 人家一杀都恨不得跟你私奔了 你还好意思跟我说 下了不少功夫 你小子在床上下的功夫吧 很嫌弃的白了徐九扇一眼 王红海点头说道 行吧 回头我让人给你送点牛羊鞭 让你好好补补 我去 我补你大爷呀 老子是要钱 要钱好不啊 见老王也开始装傻 徐九扇说道 这次去北美 我花了一刹五十万 你先帮我还了 你俩还用得着谈钱吗 被王红海这么一问 徐九扇苦涩一笑 他也很想说不用 但却真的没有这个胆子 女人 他打死都不敢再多收了 点点头他说道 用得着啊 另外 那个小女孩 你帮我照看着点 别让他再受欺负了 行 但你小子给我记住了 老子只是在还你的人情 以后别想着再从我身上得到好处 还有老子现在很不喜欢你 馨儿姐 馨儿姐 徐九扇一瞪眼 扯着嗓子喊了两声 这把老王吓得不轻啊 立马拉住他手说道 哥 你是我哥 我喜欢你还不行吗 哼 小样 还治不了你了 微微一笑 徐九扇不屑地说道 嘿嘿 别啊 我没有龙阳之号 你只要喜欢馨儿姐就行了 这次我是认真的 听到这话 王洪海心里一笑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男人之间 有些东西是不需要说出来的 就这样 徐九扇成功搞定了王洪海 也没有再废话 他跟黄一梦简单地说了几句 便带着依莎离开了 经历了今天的事情后 徐九扇有些想苏情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突然有些心神不宁 总觉得苏情那边会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心里犯着嘀咕 很想给他打个电话 但一想到晴晴那却脾气 就知道他肯定不会接的 这才拨上了周旭的号码 周旭很忙 现在的九扇之药厂已经彻底稳定了 三天前 第一批九扇牌感冒灵 投入市场 反响很好 各大药商敏锐地察觉到了九扇药业的潜力 纷纷前来下订单 仅仅一天时间 药厂便签订了近百万的订单 这对一个新建企业来说 那简直就是天大的惊喜 订单一千 自家要加减生产 因为厂子规模有限 所以只能让工人轮番倒班 他这个药厂的二把手 自然得奋战在第一线了 跟工人们同甘共苦 苏总说了 这叫身先士族 这样一来 工人才会更加卖力 生意才会越做越大 脑袋大脖子粗的周旭 在苏总的带领下 终于像火夫 慢慢向大款蜕变着 他相信 只要这样坚持下去 他周旭也一定可以成为像九哥一样的人物 这不想谁来谁啊 看到许九善的电话 周旭微微一笑 接了起来 嘿嘿 喂九哥呀 是不是想兄弟了 兄弟我也想你啊 九哥你是不知道啊 我刚刚就在想你 一想到你啊 哥们再苦再累 都觉得很值了 许九善听到这句话 内心很是恶心呢 靠 咋感觉这犊子突然这么gay了呢 想着 许九善问道 小旭啊 你没事吧 你先告诉我 你最近做春梦 是不是总被人干呢 草燕 九哥哥 这都被你发现了 你坏了啦 滚 你他妈给我正常点 老子龙椅还没有坐稳呢 你过段时间再割了自己也不吃 可是人家昨天已经动手割了呀 许九善突然觉得打这个电话就是个错误 周旭能见成这样 那边有事才怪呢 吴雨的叹了一口气 他也没再多想 直接说道 看来那边一切顺利 那我就放心了 对了 老板娘怎么样了 什么老板娘 要叫苏总 苏总现在好得很呢 你这个渣男不在他身边 他更快乐了 你找刺激啊 嘿嘿 我错了 九哥 你放心吧 有我在 嫂子一定不会有事的 对了 你现在在干嘛呢 听到这个问题 许九善是一脸的尴尬 他可不能对周旭说再陪女人 而且还是一个超级明星 昨晚急匆匆匆北美赶到资州 依莎很是疲累 上车之后 便靠在许九善的身上睡着了 然后不知不觉的 进入了九哥的怀里 两只手紧紧的还着他 就跟生怕他会跑了一样 许九善很无奈呀 但这个时候也只能无奈了 为了不打扰依莎的美梦 他也只能受着了 许 爱老哟 一道绵转的一语声传来 虽然声音不大 但还是传进了电话里 这声音周旭听得并不真切 但也能辨认出是个女人的声音 当时就怒了 许九善 你跟谁在一起呢 你是不是又在外面勾搭女人了 你这个畜生 你 听到小旭这暴躁的声音 许九善脑袋差点没炸了 二话不说 直接挂断了电话 为了防止这毒子再给他打电话 他直接把这号码暂时性拉黑了 那头的周旭 可没想到 他九哥这次如此果断 立马又把电话打了过去 只是让他无奈的事 已经打不通了 靠 这个王八蛋 真是枉费了情节对他的心意 老子发誓 以后见到他 非给情节出口 还是算了 我还是替他兜着点吧 哎 这辈子能教到老子这样的兄弟 这笔真是有福气啊 一口气探完 周旭点上了一根烟 刚想着去继续工作呢 突然看到大门口出现一辆轿车 妈的 还来 你们是不是知道老子有气没处仨呀 来给老子当仨起包了 眼睛一瞇 周旭一咬牙 慢慢向门口走去 这一次 他要让那两个老外见识一下 什么叫泼妇骂鸡 俗话说 在一在二不在三 周旭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两个意图收购九山之药的老外 已经是第四次来了 周旭年纪 虽然不如这两个老外大 但也知道 人要脸数要皮的道理 这两个老外 三番四次的来找骂 看来是真不要脸了 其实两个老外也不想这样 但奈何 王胖子逼他们呢 本来上一次收购谈崩了 王胖子说要亲自出马的 但谁想到 半天时间不到 这死胖子就在办公室吐了血了 你说吐血就吐吧 关键他还没死 这个结果 让皮特和莱登两人 很是无奈啊 王胖子抱恙 这收购药厂的事儿 还是落到他们的头上了 这一次 王胖子也发了狠 直接下了死命令 如果两人还失败的话 那就不用在克里奥干了 这点小事情都办不好 还要你们干什么呀 接到这个命令 皮特和莱登 直接没了脾气了 只能硬着头皮上门 好好谈一次了 如果酒善之药的老总 还是冥顽不灵 他们只能用点手段了 也没有再多想 皮特和莱登下了车 微笑着跟门卫打了个招呼 来之前 两人也反省了一下 觉得上几次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态度不太好 所以人家才会这么无理 这次为了成功拿下药厂 两个人决定 李贤下市一回 表现得绅士一点 先生您好 我们两个又来了 麻烦您通报一声 这话是皮特对门卫说的 说完之后 他还挺有礼貌地 鞠了一个躬 门卫张大春 是个粗人 但也明白 伸手不打笑脸人的道理 不过周经理可是吩咐了 再看到这俩老外 直接让他们滚就行了 虽说要骂人 但李树还是要周全的 苏总也说了 他现在是整个公司的门面 一定要笑容可拘 仪态大方 礼貌有佳 不能给公司丢人才行 也没有再多想 张大春礼貌一笑 微微弯腰 然后抬头给他们来了一句 滚犊子 他觉得这次表现得相当出色了 公司两位老总吩咐的事情 被他完美地结合到一起 礼貌有了 也没耽误 让这两个老外滚蛋 能把事情做到这个水准 以后怎么着 也能当个保安队长啊 听到老张的话 皮特和莱登差点没炸了 我们这一次这么彬彬有礼 你却让我们滚犊子 难道你们公司 就是这么对待外国友人的吗 投诉 必须投诉啊 这样的公司 简直就是在给资州 生气抹黑啊 俩大哥就是这么想的 而且他们也清楚 就算真去投诉了 人家也不会因为一个门卫 取缔了一家潜力巨大的制药公司啊 忍 必须忍 毕竟只有这么一次机会了 我们可不能急啊 想着 皮特再次一笑说道 先生啊 我们这次是带着十二分诚意来的 我相信 苏总一定会想见 很想见你们是吧 一句话凭空传来 接着 皮特便看到了周旭 周经理 你好 麻烦你帮我们跟苏总说一声 我们想再跟他谈一次 听到老外的话 周旭撇了撇嘴说道 不好意思啊 两位 我们苏总现在很忙 没空见你们 你们要是想找刺激 直接跟我谈就行了 我们不是来找刺激的 都他妈四次了 还说不是来找刺激的 炉子被人骂三次 都觉得没脸见他的驴妈了 你们的脸 咋比这畜生还厚呢 好歹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就不能有点尊严 赶紧滚啊 我们公司谢绝跟任何外国人谈合作 周经理 这真的是贵公司的决定 说着皮特的脸顿时 说着皮特的脸顿时搭了了下来 摆出一副你最好给我想清楚的嘴脸 周旭看到他这表情 顿时觉得这老外跟吃了爸爸一样 笑着说道 龙啊 这不是我们公司的决定 难道是你们公司决定啊 耳朵长得不小 招风用的吧 好 希望你不要后悔 眼睛一眯 快被欺诈的两个人冷哼了一声 转身上了车 周旭谩骂已经彻底激怒了他们 既然九山之药这么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他们也不会再客气了 有些事既然谈不拢 那就只能下黑手了 他们相信 只要这件事一做 九山之药到时候一定会土崩瓦解 到时他们再来收购 肯定不费吹灰之力 车子快速驶到了公路上 眨眼间便消失不见了 望着这辆不菲的豪车 周旭不屑地吐了口唾沫 哼道 吹 还想收购我们公司 迟早有一天 老子把你们公司给收购了 这话说完 周旭扭头向厂子里走去 压根没把皮特临走时的眼神放在心上 更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给苏秦 时间流逝 天很快便昏沉了起来 下午六点半 为了稍微显示出一点诚意 谢宇柔和夏珊提前半个小时到达了恒中酒店 进包间那一刻 谢宇柔看了夏珊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珊珊姐 你给徐九山打个电话 问问她什么时候当 好的 谢总 我这就打 接到谢总的命令 夏珊哪敢怠慢 快速拨上了徐九山的号码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不过夏珊能听出来 这货貌似刚刚睡醒 还哎呦卧操了一声 惊讶地说道 天都快黑了呀 听到这话 夏珊是没了脾气了 看了谢总一眼 她轻声说道 徐九山 你要死啊 这个时候还能睡着 赶紧来酒店 嗯 马上就去 珊珊姐 那个姓张的到了没有啊 还没有 不过你快点 说不定什么时候她就来了 要是她来了你还没到 多不好啊 有啥不好的呀 老子可没先功夫等这犊子 还得请新儿姐吃饭呢 嗡了一声 徐九山说道 好 我知道了 嗯 你快点 一句话说完 夏珊挂断了电话 然后有些尴尬地 对谢宇柔说道 谢 谢总 她说她马上就到了 嗯 只要别不敢来就行了 如果让许九山知道 谢总会觉得她不敢来 她肯定会立马冲下楼 结结实实地给她一个耳光 让她知道什么叫打脸 不错 九哥现在就在横中酒店里 跟依莎贝利出了影视基地后 他们就直奔到了这里 然后开了间大床房 美美地睡了一觉 两个人虽然睡在一起 但什么都没有发生 不过 也只是仅限于这段时间而已 由火星小说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 主播 法凡 这个世界上 总有一些事 很难靠理性把控 比如 许九山很不想跟依莎贝利 扯上关系 再比如 就算扯上关系 她也不会碰依莎贝利 一根头发丝 头发丝 最终还是碰到了 毕竟两个人 躺在一张床上 稍微发生点肢体接触 也是正常 但许九山可以发誓 她就算碰了依莎贝利 也没有起任何的歪心思 虽然依莎贝利 已经跟她坦白了 但她仍旧觉得 有些不真实 毕竟 许九山也算是个过来人了 深知爱情这东西 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养成的 就跟她和苏晴一样 如果没有那场泥石流 她相信 他们现在还相安无事 就算是喜欢 也只能埋在心里 被下山电话惊醒后 许九山看了一眼 还在熟睡的依莎贝利 轻轻爬下了床 然后叼着一根烟去了窗前 这一举动 这一举动完全和谢宇柔保持一致 时间一秒不差 不过 许九山和谢总都不知道 就算知道 也会护怼上一句 臭不要脸 学我干嘛 一口烟吸进肚子里 许九山看了眼时间 此刻 刚好六点五十 他跟王洪海约的时间 是七点半 所以也没那么着急 至于谢宇柔那边 哼 给老子等着吧 一个张继勇而已 能有王老板中腰 正想着呢 许九山突然感觉一只手 搂住了他的腰 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 在他下床时 依莎就醒了 本来他还觉得 许九山会对他做点什么 所以就不睁眼 结果呢 这货居然去窗前抽烟了 Oh my God 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大美女 躺在你身边 你都不行动 简直就是在亵渎女神呢 依莎有些气不过 总觉得华夏男子 真的好保守啊 要是放在国外 一男一女建了一间房子 肯定是要先来上一发的 不过保守点也没关系 你不主动我主动就是了 想着 他这才走到许九山 后面抱住了他 依莎贝利感觉的出来 在抱住许九山的那一刻 他打了一个冷战 似乎很紧张 很激动的样子 也是 我这么一个大明星主动侍寝 哪个男人能不激动啊 想着 他将下巴 垫在许九山的肩膀上 轻声问道 许 在看什么 看什么 对呀 我刚刚在看什么 许九山直觉的大脑一阵空白 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自从上一次被眉千千逆推之后 他发现 他现在有些怂了 一遇到这种情况 居然会发怵 就跟带宰的羔羊一般 天啊 我还是那个我吗 心里叫着苦 许九山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 我再看 再看月亮 月亮有我好看吗 有 不是 没 没你好看 哎呀 你都没看我 怎么知道我比月亮好看 说谎的男人 是会被上帝惩罚的 还上帝 哥们现在只信阎王 上帝入不了我的心 自然就惩罚不到我了 因为信则有 不信则无 话 许九山没说 只是很惊颤地说道 医生 星儿姐应该马上就到了 咱们赶紧去包间里等他们吧 那 艾王特游 艾拉乌游 艾王特法克游 这英文还是挺简单明了 许九山很轻易地就能听懂了 不过 他可不想法克 立马推开依莎说道 依莎 别这样 我 我们是朋友 我们只有最纯洁的友谊 你想啊 没等许九山把话说完 艾莎一把 将她按在了窗户上 说道 那 不要纯洁的友谊 只要纯洁的爱 许 我来了 那 你别 艾莎 你 oh my god 你轻点 十几分钟后 许九山瑟瑟发抖地躺在床上 一脸痛苦地看着心满意足的依莎贝丽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会被一个女人逆推了第二次 不对 这尼玛貌似是第三次了 她的第一次就是被另外一个外国养马强迫掉的 一想到这里 许九山就想起那个叫艾拉的女人 相比之下 还是依莎温柔一点 许 谢谢你给我这么难忘的夜晚 你 你可真没人 依莎贝丽轻轻一笑 再次吻了她一下 事情已经发生了 许九山自然不会再多想 她看了依莎一眼 生无可恋地说道 你开心就好 你如果能主动一点 我会更开心的 看忙 贝贝 吃完回来再莫昂 他们真快到了 听你的 不过你可不能骗我 不然我会生气的 依莎贝丽的话音刚落 许九山的电话响了 拿起来一看 还是下山打的 毕竟刚做了坏事 看到这个电话那一瞬 许九山总有一种被老婆捉奸在床的感觉 心里顿时虚了起来 她看了依莎一眼 做了一个虚声的手势 然后接起了电话 喂 珊珊姐 怎么了 听到这个名字 依莎贝丽眉头一皱 跟许九山来华夏 已经快一天了 在这一天里 这个珊珊姐 她听到了至少不下十次 这让依莎觉得很不开心 她虽然不介意许九山 有其他的女人 但才跟许九山缠绵完 这个女人就打电话 真的很扫兴 哼 你扫我的兴 那我就报复你 这么一想 依莎贝丽 顿时化身为一条美女蛇 缠在了许九山的身上 对她又亲又稳 又咬又挠 许九山可没想到 依莎贝丽会来这么一手 原本就心虚的她 现在更心虚了 夏山这个时候 给她打电话 自然是因为 她还没有去赴约 而且张继勇已经来了 你现在还不到场 还怎么和解呀 许九山这事办的呀 不但让谢总异常的气氛 就连夏山 也有些恨铁不成钢 所以在打电话时 压根没有给许九山好脸 许九山 你搞什么呢 你知不知道张继勇已经到了 你 一句话没说完 夏山突然听到一声 很轻微的声音 就好像开红酒时 木三被拔出所发出的声音 许九山在开红酒 他这是在庆祝啥呢 心里翻着嘀咕 夏山问道 许九山 你到底在干什么 卧槽 难道她听出来了 心里一阵惶恐 许九山使劲地推着 依莎贝利的脑袋 死活不让这个女人 再往她那里下口了 依莎 别这样 会出人命的 轻声对依莎说了一句 许九山立马对夏山说道 山 山 哦 我什么也没干 珊儿 她居然喊我珊儿 哼 别以为这么喊我 我就不生气了 心里顿时甜甜的 夏山却装出一副 冷冰冰的样子说道 别以为我没有听到 你在开红酒 许九山 再给你十分钟 如果十分钟你还不到 我就欺负自己 一句话说完 许九山立马挂断了电话 然后掀翻一刹贝利 恶狠狠地压了上去 横中酒店的羊马岛 包间内 此刻坐着两个人 这两人自然是谢总和张继勇 张继勇这次是踏着点来的 全程一副 老子今晚是天王老子的嘴脸 他今晚来赴约的目的很明确 第一个是废掉许九山 第二个自然是搞定谢总了 为了能达到这两个目的 张总准备的相当充分了 光打手就准备了六个 当然这些人 他是不可能带到包间里来的 毕竟谢总那么贼 万一他猜到什么 背了后手 人杀进去 却找不到那小子 不就没法玩了 不得不说 老张这心思还是很缜密的 结果也确实如他想的那一般 等他到包间时 包间里只有谢总和下山两个人 至于那个揍他的小子 还真没来 就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 谢总啊 你还真是惊啊 没看到许九山 张继勇自然很不高兴了 开口第一句就问道 谢总 几个意思啊 给我道歉的小子呢 张总啊 他 他现在还没到 路上堵车了 我这就让下山给他打电话催嘴 您别生气 哦 我还以为是谢总把他藏起来了呢 阴沉一笑 张继勇很不客气地坐到主位上 然后便闭上了眼睛 一旦下定决心去做某事 张继勇便会异常坚定 如果今晚他不把目的达到 那就会一直等下去 反正好饭不怕晚 他也有的是时间 看着张继勇眯起了眼睛 谢宇柔只得放下身段 去给他倒了一杯酒 然后笑道 张总 今天你是主客 我是主陪 咱们也不用等他了 来 我先敬你一个 哼 谢总 人还不全呢 这酒还是等等再喝吧 铁了心要弄死许酒善的张继勇 真的不想多跟谢总废话 所以说这话的时候 他压根没睁眼 谢宇柔也看得出来 今天许酒善要是不来的话 张继勇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唉 早知道这样 我就应该先去找那个死混蛋 拖也要把他拖来 可谢总不知道 就算他想把许酒善拖来 许酒善也是不会来的 现在酒哥可正在爽着呢 就算王老板到了 也得等上一等 很快 打完电话的下山 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包间 看到谢总那副 气愤不已的表情后 他也有些心虚了 毕竟 今天这场子是为了许酒善 他现在又把自己 当成了许酒善的第一女友 所以才这样 夏秘书 许酒善到哪儿了 在外人面前 谢总一直是这么叫下山的 但即便是这样 下山还是感觉到了 谢总的胸义 轻声说道 谢 谢总 最多十分钟 他就应该过来了 嗯 那就再等等 说着 谢雨柔看向张继勇 强颜欢笑道 张总 一会儿他来了 任凭您处置 只要您能消气 我绝对不拦着 哼 谢总 您要是这么说 我可就不客气了 打断他一根腿 您没意见吧 打断一根腿 下山一听这话 当时就想给张继勇一酒瓶子 然后喊一句 你动他一下试试 至于谢雨柔 心里也咯噔了一下 他看着张继勇 再次笑道 张总啊 他就是个小屁孩 您当然有大量 饶他一次吧 看在我的面子上 让他只给你道歉行吗 呵呵 谢总的面子 确实应该给呀 就是不知道 我给了谢总面子 谢总会不会给我面子 微微一笑 张继勇一脸阴险地 看向了谢雨柔 这个问题 让谢雨柔很为难 张继勇的面子 他肯定是要给的 但是就怕给了他脸 他也不要啊 毕竟这王八蛋想干什么 在场的人心里都有数 不过他都这么问了 谢雨柔自然只能笑着回答 给 看着谢总那一脸不情愿 却又无可奈何的表情 张继勇彻底爽了 操 你他妈倒是在跟老子硬啊 小贱人 这执着还没有老子 办不到的事情 上不了的人 咬着牙 他点头一笑说道 呵呵 给就行 既然这样 我答应谢总 保证不会打断他一根腿 这话 张继勇只说了一半 还有一半留在心里 哼 打断他一根腿太便宜他了 老子要弄他半身不随 生活不能自理 阴沉一笑 他继续闭目养神 谢雨柔看了一眼时间 眉头一皱 这一眨眼五分钟又过去了 但许久善还没有出现的迹象 他不急才是怪事呢 给夏珊使个眼色 他用手机问夏珊 珊珊姐 你跟我说实话 他到底多久才能到 我 我也不知道啊 我给他打电话时 他似乎在开红酒 不过 我已经跟他说了 让他十分钟之内赶到 他 他也答应了 看到这条消息 谢雨柔差点没崩了 都这个时候了 他居然还有心情开红酒 他内心长狗身上了吧 银牙一咬 谢雨柔无奈一笑 继续回道 好吧 那就再等他五分钟 五分钟 如果还不到 我就不管他了 啊 谢总 他一定会来的 这消息发出之后 夏珊又给徐九珊 发了一条短信 让他快点过来 此时九哥已经把事办完 跟满面春光的 依莎走出了房间 刚刚萧欣儿已经联系了他 说已经到达了 横中酒店 欣儿姐一道 徐九珊哪敢怠慢 直接冲到门口 也没有理会夏珊的短信 很快 两队会晤 为了参加今晚的饭局 小心而特意地打扮了一下 人往王老板身边一站 就跟妇女一般 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后 徐九珊立马说道 欣儿姐 你今晚真漂亮 姐夫往你身边一站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你的随从呢 王洪海 臭小子 你跟我嘚瑟就是了 迟早有一天 老子会好好教你做人 心里一阵的愤懑 王老板却不敢发作 眼下小心肝对徐九珊 可是宠爱有加 他可不想去触什么眉头 微微一笑他说道 宝贝啊 我就是你的随从 这辈子都愿意追随你 死开 别个应老娘 白了王洪海一眼 潇心儿款款走到 依莎贝丽的身边 挽住了他的手 哼 依莎才是最漂亮的 小九 以后好好对依莎 不然仅饶不了你 听到这话 徐九珊一摸鼻子 甘笑道 嗯 我会的 姐 简单一交流 四人并肩向包间走去 这个包间 就在羊马岛对面 是徐九珊为了今晚的事 精心挑选的 就是为了给张继勇一个天大的惊喜 由火星小说出品 珠穆朗玛制作 主播 法凡 羊马岛包间里 一片四季 谢宇柔的脸色 已经变得铁青了 就连下山 也开始有些坐立不安 他们本来以为 徐九珊 五分钟之内 一定会到达包间的 可现在已经过去六个五分钟了 他还是没有出现 这段时间里 下山又给徐九珊 打了好几个电话 可这混蛋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 愣是一个都没接 半个小时已过 谢宇柔没了任何耐心了 拿着电话向包间外走去 听到他的脚步身后 张继勇缓缓缓睁开眼睛 笑着说道 呵呵呵 谢总不用那么急嘛 我有的是耐心 谢宇柔 能从这句话 听出张继勇的愤怒 知道这件事 更加不好办了 心里焦急的同时 他恨不得也弄死徐九珊 混蛋 为了保全你 本小姐拉下脸 来请张继勇吃饭 你倒好 到现在都没有出现 你要是想死就直说呀 本小姐肯定不拦着 虽然很气愤 但谢宇柔也不会真的不管她的死活 深吸一口气 她强颜欢笑道 张总啊 您您伤恩勿造 我去给她打个电话 如果 一句话没有说完 包接的门开了 接着 徐九珊拿着半瓶红酒 笑眯眯的走了进来 不好意思啊 让各位久等了 没办法 应酬有点多 所以来晚了 那个 你们有啥话赶紧说啊 一会儿我还得过去呢 看到徐九珊那一瞬间 张继勇的脸色立马争鸣了起来 本来她还觉得这小王八蛋不会来了 想着再拖上一段时间 直接对谢宇柔下手呢 哪曾想 就在她耐心耗尽的时候 这小子出现了 哼哼 来了好啊 省得老子在位找你浪费时间了 想着 张继勇微微一笑 点了一下手机 通知手下赶紧过来 至于谢宇柔和夏珊 在看到徐九珊那张 见兮兮的笑脸后 恨不得揍她一顿 尤其是谢宇柔 弄死她的心更加强烈了 谢总本来以为 夏珊说徐九珊开红酒 只是在开玩笑 哪曾想 这货还真的拎着半瓶红酒来了 看这个熊样 似乎是真参加什么应酬了 啊呸 她应酬个鬼毛啊 就她这德行 哪个傻子会跟她吃饭呢 不过 为了能给她找个开脱的借口 谢总没打算拆穿她 就顺着问道 徐九珊 你长没长心啊 是这边重要 还是你的应酬重要 就是就是 你就不能别这么做死吗 夏珊也是一肚子气 但在座的都比她厉害 所以她没有说任何 只是一脸不愤的看着徐九珊 还给她使个眼色 让她服个软 那曾想 徐九珊不但没服软 还一脸不愤的说道 当然是我的应酬重要了 今天请我吃饭的可是王老板 王老板 你他妈没救了 谢总真快炸了 脸色已经清成了紫色 心里直骂道 老板你个锤子 你能认识什么老板 本小姐就应该让你去死 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谢宇柔瞪了徐九珊一眼 觉得也没必要 再跟她闲扯 眼下先把张继勇搞定 才是最重要的 扭头 他刚想对张继勇 说几句好话呢 就看到张继勇 一脸音笑地站了起来 然后向徐九珊问道 呵呵呵 不知道你说的是 哪个王老板啊 说说 说不定我还认识呢 呵呵 你肯定不认识 你这种小人物 哪能认识王洪海大老板 听到这话 谢宇柔和夏珊一阵无奈 心想 大哥 不吹牛你能死啊 他们可不认为 徐九珊真认识王大老板 如果真认识 赔偿款的事 还用得着这么麻烦 简直了 你就算想吹牛 也得对个 不认识王老板的人吹呀 他张继勇是谁呀 那可是王老板的财务大臣 你当着他的面吹牛 这不是搞笑吗 事实证明 徐九珊这话 还真把张继勇逗乐了 他扑哧地笑了一声 心想 呵呵 王洪海 你小子敢不敢再吹大一点啊 我们王总能认识你这种人 再说了 在场的 谁能比我更熟悉 王总 真是秀动 不过笑归笑 张继勇也没拆穿 徐九珊的谎话 反正手下还没过来 他倒要看看 徐九珊还能说出什么 让人笑掉大牙的话 啊 没想到你还认识王总啊 倒是我有些眼拙了呀 那个啥 徐先生啊 有空你能帮我眼见一下吗 张继勇假装出一副很惊讶的样子 脸上却带着一种强烈的嘲讽 徐九珊自然看出这些东西了 心里不屑的同时 继续说道 好说 我跟王哥呀 那可是过命的交情啊 只要我一句话 他肯定会把你当朋友的 那个啥呀 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来 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 我敬你一个 敬我一个 还朋友 老子让你不打不相识 今晚我就让你好好相识一下 再次冷笑一声 张继勇一拍桌子 也没有再等 跟这种一无是处 还爱说大话的废物聊天 简直就是浪费时间的 有这功夫 还不如跟谢总滚床单去呢 酒一会儿喝 咱们还是先来算算账吧 算账 你欠我钱了 我早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徐九珊一瞪眼 仔细地深思了起来 这个时候 谢宇柔也坐不住了 立马端起酒杯说道 是该算账了 徐九珊还不赶紧给张总道歉 他这话说完 徐九珊不耐烦地说道 你先别说话 我正在跟张总算账呢 哦 想起来了 你张总好像还真欠我们一个亿呀 那就不废话了 赶紧给钱吧 这货今天指定是出门没带脑子呀 谢宇柔和夏珊彻底都无语了 这个时候 跟张继勇谈赔偿款 你找刺激的吧 至于张继勇 真是快笑尿了 呵呵 还一个亿 老子今晚只欠你一笔医药费 一咬牙 他直接喊道 都给我进来 给我废了这个傻兵 他这一嗓子喊完 包间的门立马开了 接着六个大汉冲了进来 直接走到许久善的身边 只要张总一声令下 他们会立马弄残这小子 熊和 还带兄弟来了 正好 这么一大桌子菜 四个人吃不了啊 你们也坐 许久善乐呵呵一笑 一点危机感都没有 还倒了一杯酒 向张继勇走去 兔崽子 还敢找人埋伏老子 打不出你的屎来 张继勇可不认为许久善还敢动手啊 所以也没急着下命令 他觉得 揍许久善这件事 必须塌险来 不然就不叫报仇了 眼看着许久善走到面前 张继勇也没有再等 抬手就要打呢 却发现一只手掌 飞到了他的面前 眼皮一跳 没等他叫出声来 许久善便一巴掌 扇飞了他 啊 一道惨绝人寰的杀猪叫 响彻整个包间 这一幕发生后 别说张继勇本人了 就连谢总和下山都蒙了 许 许久善竟然又打他了 天哪 这仇事彻底结下了 这辈子可能都解不开了 心里一阵慌乱 如果知道许久善会这么飙 谢总肯定打死 都不会把张继勇请来 眼看着许久善 把张继勇按在地上摩擦 谢宇柔心里还有些爽 这他妈的 打得真好 哎呀 许久善你赶紧出手啊 再打就出人命了 刚想着要制止许久善呢 张总的六个手下 在下了半分钟神后 直接动了 他们本来还想着 等张总下命令再动手呢 毕竟来之前已经说好了 但看样子 张总是下不了命令了 如果再不动手 他们就只能给张总收尸了 兄弟们 弄死这个混蛋 一声力吼 六个人向许久善冲去 王都被擒住了 你们还敢动手 不屑一笑 许久善立马掐住张继勇的脖子 对他说道 让他们住手 不然掐死你 张继勇差点没被揍尿了 哪里还敢不听许久善的呀 立马喊道 都住手 别动 千万别动 听到张总的命令 六个大汉自然停了下来 其中一个立马喊道 小子 赶紧把张总放了 不然你今晚指定走不出这个房间 呵呵 老子就没打算走 想着 许久善把张继勇提了起来 冷着脸说道 小燕儿 你这是要上天呢 还敢埋伏我 钱呢 钱 钱我没带 许 许先生 你 你先放了我 我这就回去给你拿 许久善抬手扇了他一巴掌 说道 欠我们钱 你还跟我嚣张 我他妈给你半个小时 如果钱还不给我拿来 你等着挨制吧 说完 许久善直接把张继勇推了出去 压根儿没怕他会出尔反尔 笑话 王老板现在可就在对面呢 老子会怕你小子不认账 张继勇还真没想认账 这个傻缺还真把老子放了 打了老子两次还想要钱 有门吗 老张快速逃到六个手下的身后 然后指着许久善喊道 给我弄死这个王八蛋 一听这话 谢宇柔和夏珊吓了一跳 立马起身想拦一下 结果刚站起来 就看到三个人站在包间门口 来人一男两女 其中还有一个外国女人 这三人只是一搭眼 谢总就知道不是一般人 心里顿时嘀咕了一下 哟 挺热闹啊 老张 你在这干嘛呢 说话的自然是王洪海 许久善离开时 王老板便猜到 他要开始闹事了 所以一直在包间里静等着 这不没等两分钟 对面就有了杀猪叫 而且还听到许久善暴怒的喊声 王洪海知道 许久善这喊声 其实就是喊给他听的 也没有多想 直接走了过来 听到王总的声音那一刻 张继勇的心莫名的咯噔了一下 顿时心虚了起来 难道这小子真认识王总啊 怎么可能 这一定是巧合 我得淡定 想着张继勇立马扭头 很心虚的 王总 你 您怎么来了 他这话一出口 谢宇柔和下山震惊了 他 他就是王洪海 许久善真怕他醒来了 天 他是怎么做到的 震惊到无以复加 两人彻底的傻了 根本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了 王洪海一到 立马成了这里的焦点 他微微一笑 直接说道 说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王总啊 咱老张命苦啊 我在洪海兢兢业业了这么多年 做人做事 一向保持本分 恪守着王总以善为本的理念 可是人善被人欺 马上被人欺呀 现在是个人都敢欺负我 都不把洪海集团放在眼里呀 这小子仗着百搭的事 把我给打了 意识到不妙之后 张机勇立马来个恶人先告状 他相信 跟着王总混了这么多年 他一定会更信他的 只是 他这话说完 却看到许久善只是微微一笑 并没有说任何 大有一种老子就是仗势揍你 你能把我怎么递的样子 九哥不说话 可不代表就不会有人说话了 这个时候 萧欣儿充分展现出 户地狂魔的一面 微微一笑说道 哼 我爹欺负你 还用得着正什么百搭的事 张机勇 你脑残了吧 你弟 你弟是谁啊 张机勇一愣 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种时候 就算是个傻子 也看明白局势了 许久善也没有再沉默 直接走到王洪海面前 将张机勇的恶行 通通的说了一遍 然后说道 姐夫啊 这种人就是在给洪海集团抹黑啊 直接开除拉倒了 听完许久善的话 王洪海的脸直接搭了了 立声问道 张机勇 小九说的都是真的 王总 他 他 我 我 张机勇已经被吓得手脚冰凉 他打死都没有想到 许久善 居然是萧欣儿的弟弟 更没想到 他今晚会栽在这里 你个屁 王洪海 听小九的 你要是不把他开了 我跟你没完 现在连我弟都敢欺负 以后还不定骑到我头上 作威作福呢 开除 必须开除 萧欣儿一句话说完 张机勇一瞪眼 直接摊在了地上 他知道 他这次是真完了 假如老天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一定不会再这么做了 可问题是 根本没有这种可能啊 一场闹剧彻底了结 许久善冲着萧欣儿 微微一笑说道 萧儿姐 咱们回去接着吃饭 别因为这点小事气坏了 不然我的罪可就大了 嗯 咱们吃饭去 小九 以后要是有人再为难你 你找你姐夫 他要是不帮你 我闹不死他 微微一笑 萧欣儿挽住许久善的手 向外面走去 只留下谢总和夏珊 在包间里继续惊讶着 这混蛋 什么时候成了 王老板的小舅子了 他 他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没有告诉我呀 心里犯着嘀咕 谢总端起酒来 轻声说道 珊珊姐 你家酒扇到底是谁呀 我家酒扇 就是我家酒扇啊 夏珊也还没从震惊中醒来 傻乎乎的说道 谢总 你是他姐 应该比我更了解他才对呀 我了解个锤子呀 这个混蛋绝对有病 你都是王老板的小舅子了 干嘛不直接去找他呀 害得本小姐苦等了这么多天 简直就是混蛋之急 赔偿款一到手 原本忧心重重的谢总 此刻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恨不得敲开许九珊的脑袋 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好吧 我应该感谢他才对 如果不是他 赔偿款我根本搞不定的 阿呸 干嘛谢他呀 本小姐是他未婚妻 他帮我是应该的 还谢他 这辈子都不可能谢他的 傲娇的一想 谢宇柔微微一笑 突然觉得 当许九珊的未婚妻 也不是什么坏事 走 回欠